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男主 明明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好青年 穿越后 为了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不得不扮演地主家的败家子 游手好贤纵情声色 虽说有时良心会有点痛 但是当完裤子弟也是真爽 稀里糊涂穿越过来的方济凡 看着一脸谄媚的少年 有些疑惑这就是古人吗 当他撇到墙边 洪志朝特有的炫情案 彻底相信他就是穿越了 并且还是明朝洪志中兴盛世 方济凡有些小激动 这是个好时代啊 虽说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但男子汉大丈夫自当金榜提名建功立业 看来是大有所谓 他越想越兴奋不由地喊出了声 然而当少年听到大有所谓四个字 脸色顿时变得悲戚大声喊道 来人啊 少爷他又犯病了 突如其来的便顾下的方济凡一惊 怎么回事 还没来得及询问 门外就闯进来三个壮汉 把他控制住 后面还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的老中医 手里拿着一纸多长的银针 嚷嚷着少爷所患之症 乃是脑机 切不可会及记忆 扎一针就好了 看着那粗大的银针 夏德方济翻像所有精神病演的那样 挣扎着直呼我没病 我没病 还别说那个样子 还挺像精神病的 老中医倒是淡定一边微笑一边视针 没错了 以往犯病就这症状 少爷宁忍一忍 我这针法祖传的有病治病 没病还能健身 巴士德 说着就向方济翻后脑扎了下去 痛得方济翻直骂娘 随着杀猪一般的嚎叫 他就这样口吐白沫晕死过去 老中医满脸愁容叹息道 脑残者无药可医 老夫也只是暂时控制住了病情 能否痊愈全看少爷运气 旁边的小事则赶紧坐一行李 口袋哭腔说道 拜托您的先生 少爷是博业独子 无论用什么方法也要一好少爷 那我们的大好青年方济翻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主 刚穿越就被当成精神病关了起来 时光如是 岁月如梭 方济翻头绑绷带栽歪在床上 想到后脑被扎浑身站立 恨不得踹死那个网中医 想想这一个月的刀枪剑击辅沟差 总算让他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身体的原主人乃是大名南河博方锦龙的骨子 京城里最大的恶手 败家子中的败家子 堪称恶贯满云 前一阵子生了病请了医生来治 本来以为已经痊愈了 谁知原主人已经不在了 被现在方济翻所占据 谁能料到还不了解状况的他 竟嚷嚷着要大有所谓建功立业 这不是有病吗 一个十足的人渣败类 生病后醒来竟嚷嚷着要建功立业 任谁也不会相信吧 不被当成脑残扎针就怪了 到后来也是把方济翻扎明白 不想继续被当作脑残扎针 之后他要做的就是比方济翻还方济翻 二十一世纪的大好青年就这样黑化 这是一个面容娇好的丫头柔生说道 少爷 起来了 方济翻心想机会来了 翻身下床搂住丫头 色咪咪的说 原来是小香香啊 都长这么大了 来让本少爷艳艳 说着就把手伸了过去 小香香则下得花枝乱颤 眼眶一红了眼婆娑 没办法为了我恶少的形象 在于心不仁我也要这么做 这一手下去还真是柔软 这恶少当起来也不是很难吗 小事在一旁见兮兮的拍起了马屁 什么少爷英明 少爷威武 少爷本色不敢 小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听到小事的吹跑 方济翻一脚将小事踹翻 少爷我除了英俊潇洒之外 必无所长 你竟敢说英明神武 英明神武能当饭吃狗一样的东西 小事则在地上失声痛哭 方济翻内心竟有些自责 认为这一脚是不是踹中 恶少演的是不是有点过 没想到哭得稀里发拉的小事 一咕噜翻起身来 跑到他的面前激动地说 少爷的病终于好现了 小的真为少爷高兴 小人是喜极而泣啊 方济翻则呆若目击 这他妈到底什么情况 之前的方济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在古代当个有名的败家子 有什么好处 那就是变卖田地 不怕别人戳几两米 要知道古人思维与现代人不同 在古代土地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卖地这种事只有丧良心的败家子 才能干得出来 不瞧我们的败家子方济翻就这么干 不愧为京城最大的败家子 方济翻穿越到这个败家子身上后 总是会想难道他这辈子 要一直装个败家子吗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五好青年家学霸 在他的认知里 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要是这么一直浑浑噩噩的 他可受不了 再说那样的人生也没意思 只是眼下只能先装着 他可不想再被扎针了 于是方济翻决定 先放松下心情 叫来小事 准备先在府里走一走 这不走不知道 一走下一条 这府底占地极大 少说也有五十亩 至比林次的屋脊连绵 三进三出 正堂 前厅 后院 厢房 柴房足足数十开间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宅子有些老旧 显微有些单独 询问之下才知道 休憩宅子很费银子 府里又没那么多钱 所以一直没有休憩搁置到现在 方济翻大吃一斤府里 怎么会没钱 难道全让原来的那个败家子败光了 于是小事解释道 虽说府里京郊有数千亩粮田庄园 收来的粮食能换不少钱 博爷虽有恩奉和赏赐 但大多都是咱大名的宝钞 其实不值几个钱 南河博府的开销又特别巨大 所以账面上基本没什么现用 这么一说方济翻也理解了 这样看来先搞银子成了他的首要大事 方济翻懊恼着赚钱好办 忽然脑中闪过一丝灵光 凭着上一世学霸的记忆 记得通州的地方治理有过记载 半个月后会有数十艘在这乌木的船 在北通州沉船 这意味着未来市面上的乌木极度紧缺 而乌木又特别受贵人们的推崇 到时候乌木价格会暴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现在开始囤积乌木的话 岂不是赚翻了 想到这里方济翻决定立马开干 他让小市找来管市和账房 询问府里有多少亩土地 杨管市战战兢兢地说 城外的庄子有2370亩 除此之外还有几座山 占地也有数千亩 听完杨管市报告的土地数量 方济翻大手一挥 把能卖的土地统统卖掉一亩不留 三人听完大惊失色 还想劝说什么 方济翻脸色一板 三人立马改口 我们马上半口 方济翻感慨道 果然 我装得越凶狠 我这败家子的人设越稳 心里还生起了一些小小的骄傲 这个时代也就我这个败家子才敢卖地 这个长相威武的南河博方锦龙有多惨 因为儿子患了脑脊 他心急如焚 于是他贪功冒进冒险用兵打败买 就是为了能早点赶回家中看望儿子 可谁知道一进房间 偌大的南河博府正好 就只剩下一个半旧的柳木桌子 外加两条长凳 哪还有半点南河博府大气正派的样子 不用想又是他的好大二方济翻干的好事 他感觉眼前有些发黑 半天才缓过神来安慰自己道 算了算了最起码我儿兵好了 我南河博家大业大 还有上千亩土地足够了 这时旁边的老中医补充道 老夫妻的少爷好像把所有的土地也都卖 买了一堆乌木 方济龙听后突然眼角泛了泪光 挖得一声口吐鲜血嚎叫道 而孙不孝 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哐当一声栽倒在地 这把一旁的方济翻吓得脸都懒了 爹不是将军吗 抗压能力怎么这么差 而一旁的仆人老中医乱做一伴 赶紧向方济龙施救 同时劝为老爷振作点 少爷不就是换点献钱花而已吗 这不是常识吗 虽然做的是有些出格 但少爷脑极痊愈不也是您希望看到的吗 而方济翻看着被气倒的方济龙 内心满是愧疚 感觉这次好像完大了 不过为了他的赚钱计划 他只能默默地在心里跟老爹道歉了 并保证等乌木涨价一定把东西全赎回来 而此时紫禁成暖阁 红治天子正询问宦官 南河伯凭西南吐司之乱凯旋环朝 现在也应该进京了 为何至今还未进见 宦官连忙说道 小的也才听说南河伯昏厥了 正要向陛下禀报 红治天子很是诧异 昏厥了 他正是壮年又是肖家 这才刚刚凯旋归来究竟出了什么事 宦官哭笑不得的道 据说是被他儿子弃婚了 他儿子是京城有名的败家子 这次把祖产卖了个精光 南河伯听了这恶好 怒急功心就昏厥了 红治天子听完大改震惊 如此奸恶 闻所未闻 倒是可怜了南河伯 这是溺爱过度的结果呀 教育在急了吧 让这小子去参加教育 要是赶不去 绑也给阵绑去 这个被绑出FM的败家子 就是宰迈耶田的好大二方济凡 偌大的南河伯府传来呜呜的哭泣声 南河伯方景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吃着饭 口中还不时嚷嚷着对不起列祖列宗 宰迈耶田的好大二方济凡 坐在一旁甘大的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小声劝慰着 爹 您就别哭了 等有钱了我全都给你赎回来 方济龙看着儿子吊儿郎当的样子慈爱地说道 济凡啊 你总是长不大 咱们方家是受了祖上恩赢的 你自小不爱读书 也不惜我 别人怎么看待为父一点都不在乎 有时候为父见其他公侯伯的子弟们去参加教育 有了差遣心里多少有些羡慕 本来今年也想让你去碰碰运气 可谁知这一回来 你就卖了祖田 现在爹只希望你能脑筋大好 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说完慈爱地抚摸着他这个能笑死爹的好的 方济帆倒也想去 可他现在是败家子 怎么才能顺理成章不让人怀疑的去呢 这时下人跑来通报 说天子听闻少爷家教不严 下只要绑公子去教育 而所谓的教育就是贵族的考试 考上了才能在朝廷当差 不然只能领到可怜的一点菊味凤芋 真是想睡觉就有人给送枕头 方济帆感慨着皇帝这极是与宋的 不过这个绑法是几个意思 方济帆这性感的绑法 引来了这些薰贵子嗣的嘲笑 监考官英国公也警告方济帆 在考试中不要造词 并表示全城都会死盯着他 听到这些方济帆心中奔腾了一万只草泥马 这败家子之前是得罪过多少狠 上来全是下马威 不是被天子保 就是被国公呵斥 好在考试很快开始了 但是英国公接下来的骚操作 真是让方济帆刮目相看 他喵的 英国公说的死盯 是真的就搬个椅子贴到他面前盯着 方济帆完全被这老头的气势下 他决定还是专心考试 不要惹怒了老头 这时内侍也拿出今日教约的考题 可以震西南 方济帆一看就明白了 自明初开始 朝廷便将西南各省划入了板 为了治理 朝廷在西南设立了许多基迷州和基迷魏 并且命土司治理地方 可当地土司或土人让西南没有一天安命 几乎隔三差五地进行叛乱 朝廷为此可谓是绞尽脑汁 想来这西南的诸蛮 已成了红治天子的一块心病 这一次教约竟是出了这么个题 方济帆凝视着这题他要一血前耻 否则这辈子只能回家继承万贯家产 于是方济帆份笔记书开始作答 英国公和薰贵子四则不敢相信 一个顽固败家子竟会写字 并且运笔苍敬有力字迹工者 完全没有传闻中的那般不堪 英国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以讹传罗 有人夸大其词了 正想着呢 方济帆已然落笔交卷 其他考生纷纷抬头 各自窃喜地看着方济帆 不愧为京城有名的败家子 这么快就交卷了 不会交的是白卷吧 英国公则是满头问号 刚才好像犯了大病 竟然还想着他的名声有没有误会 这臭小子还是这德行 要作死就作死吧 方济帆教育完才想起自己的乌木声音 于是在东市之乐的摊子 悠闲得躺平等待满家上钩 谁知小事上前禀报 乌木还得再过一回才能置办好 他大发雷霆臭骂了小事一顿 骂过之后自己又笑了 感觉好像越来越适应败家子的身份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出 你就是方济帆吗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方济帆一机灵 还以为是哪个仇家找上门来 谁料看清来人 是那个上回给他绑绳的太监 那他身边长胡子的起步就是 想到这里方济帆赶忙跪倒在地 直呼吾皇万岁 这一番举动把红志天子弄得也是尴尬 本来还想微服私访看看方济帆的性格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 这倒没办法隐藏了 索性直接开门见山的询问 改土归流是你的答题 西南吐司的权势一旦消掉 怕是会造反 你的想法听着不错 但是实施起来问题多多 方济帆一听感情 这老小子皇帝是来试探自己的 微微一笑立马献上三册 一事以一致已 对付有权有势的土司和土官 要让他们内斗 二是推恩法 要么拉拢他们让他们归顺中央 三是改土归流 对付土人 要拨土地 给掩体 设学堂 让他们有做官的机会 让明星归顺朝廷 就算土司和土官想造反也不会有人听 红志天子心里感到震撼不已 这法子听起来可行啊 这个败家子没有传闻中的那么不堪啊 就在红志天子思考时 小事的声音打断了他 少爷乌木到了 红志天子看着乌木一百两亿根的报价龙年大骨 难道是仗着南河伯府强买强卖 欺压百姓不成 正要大声训斥方济帆 谁知人群中一个胖子气喘吁吁高声喊道 方少爷您的乌木有多少算多少 我全都要了 红志天子呆立当场 这还真有人买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这个脸都笑开花的败家子 在卖椰田的好大二方济帆 今天分外的得意 不光把之前卖掉的家产全熟了回来 还大大的赚了一笔 让王胖子狠狠地吐了一回血 恢复的途中远处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小事眼睛一亮兴奋的道 少爷 有热闹乔 看小事的表情就知道 得 从前的败家子还是个爱乔热闹的种 无奈方济帆只好凑到人群中看看是什么热闹 听了半天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是四个同乡秀才 一起来金赶考 谁知一人不幸得了病 其他三个读书人为了给他治病 将所有的盘缠全部搭了进去 现在得了病的人又不见好 三人也没有钱在住店看病 客栈老板吃不消只好感人 方济帆心里一暖 感觉这三个秀才很讲义气 若不是为了朋友也不会困顿至此 刚想帮忙救济一下帮他们一把渡过难关 谁知一旁的小事扑斥一笑 少爷 笑死小人了 方济帆心里直骂这孙子没有公德心 可转眼明白过来 自己是方济帆那个败家子大王酷啊 现在要是流露出同情心 岂不是让人以为脑急又犯了 只好也跟着小事大笑起来 三个穷秀才 没钱也来假装一起 本少爷最看不惯了 赶了出去好 大快人心 此番话一说 看客们纷纷朝方济帆指指点点 比仪着方济帆的为人 方济帆却昂首挺胸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三个穷鬼硬装好汉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其中一个书生怒不可恶 学生并没有得罪过公子 请公子嘴下留情 谁知方济帆没有收敛 更是来了个夺命三连扣 把书生气的吐血 三人大喝他有辱斯文 方济帆也不恼怒 我还要你们跪在本少爷脚下 叫我师父 三人刚开始还言之凿凿 未免也太看清他们了 直到方济帆拿出 杀手锏两定沉甸甸的银子 怎么样 皆不接受侮辱 接受这银子就是你们的了 难道你们不想治那劳病鬼了 方济帆说出口 他自己都觉得恶毒 三人脸上带着温怒不堪受力 可最终双腿还是极不情愿地跪下 眼含泪水的心灵 学生江陈 欧阳志 刘文善拜见恩师 方济帆则感慨道 拜家子要做好人好事真是不容易啊 只能装模作样地说道 这银子变刺你们了 真没意思 说跪就跪了 这是我见过最帅的顽固子弟 到底是怎么个帅法呢 他用了两定沉甸甸的椅子 就收了进京考试的秀才为门生 并告诉他们三日后登门补课 对 你没听错顽固子弟要给秀才补课 现实就是这么的吃果果 耗子给猫当伴娘 世道真是太疯狂 在回来的路上小事马屁就没断过 少爷刚刚羞辱那三个傻秀才 真是霸气侧怒 废话 要不是有这气势 我还是方济帆吗 主播二人开心地说笑着 这是门子满脸焦急地来通报 少爷 你可回来了 家里来了客人 我也请少爷过去 方济帆背着手挨搭不理 谁啊 不去 门子带着哭腔道 是英国公 买了一劫 上次交约的时候 英国公就给他来了个贴脸杀 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现在还心有余悸 刚进房门 英国公就嚷嚷着要替方济帆教训他 一个月身就出现在方济帆面前 还好方济帆反应迅速 出手就是杀手锏 装作可爱无辜的样子 爹 你有我这个大儿子你幸福吗 方济龙含泪下意识地回答幸福 方济帆俊秀的脸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英国公 英国公的老脸乌云笼罩 没有了发飙的理由 不禁党恺 老方啊 你怎么这么溺爱济帆啊 他要是再不上进将来无所作为 娶媳妇都难 那岂不是让方家断子绝孙吗 看着有些被说动的方济龙 方济帆想 到底跟这臭老头什么仇什么怨 非要打我不可 等等是博 就是行军打仗 也讲究一个师叔有名 小智犯了什么错 没出息让你爹操心 就是你的错 方济帆眼睛一闭 他奶奶的这老头就是想揍我 这下躲不过去了 就在方济帆准备任命的时候 圣旨道 方济帆出来上前接旨 奉天承运 赤约 南河伯子方济帆 教阅奏对 坐改土归留策 深得振兴 即令方济帆为教阅投名 赐金腰带 钦赐 当父母的对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幸福 在这至于能有所成就光中耀祖 那就当服役大白了 方济龙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既兴奋又有点感伤 既真实又有那么点梦幻 他的那个败家的好伴 竟然得了投名 被赐予金腰带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 此刻的方济帆就像英雄一般给了他希望 如同太阳般闪耀 指引着方家未来的方向 一旁的英国公已经惊掉了下巴 这臭小子竟能得投名 莫不是老方和天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批外交易 父子俩人也不理会猛逼的英国公 爹 刚才好像有人说你儿子不孝 不求上进 这真的有点侮辱人了 是啊 还说什么找不到儿媳妇 段子绝孙 这开什么玩笑 教育第一名 我儿有出息 说着方济龙一把搂住英国公 轻易地说道 老张啊 你给我家宝贝儿子保个没被 门槛太低的不要哦 英国公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慌忙道 老方我想起来有急事要办 回聊回聊说完几个起落 英国公就消失在了方府 看着远去的英国公 方济龙不禁感慨 老张这轻功不减当年啊 溜得倒挺快 不过我儿这般出息 可不能草率娶个媳妇进来 对了 天子还有一女 似乎年纪也不小了 方济龙眯着眼 不知道脑子里在寻思什么 方济帆的脸抽了抽 心底突然生出一种 不太妙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 想当玩裤子弟吗 当然是因为有众多的好处 就比如现在的方济帆 满脸愉悦地享受着 娇羞逼女的伺候 少女怯生生的美丽模样 让她心里美滋滋 随后来到厅里 和方济龙一起用膳 席间方济龙 还没有过去昨晚的兴奋进 像个小迷弟一样 看着方济帆自我陶醉 你说 我儿是如何考中的 平日里的你 怎么会 话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意思却很明显 你平日不学无术 怎么高中的呢 方济帆瞬间明白了 他爹的小心思 原来顶着黑眼圈 熬了一宿没睡 在这等我呢 方济帆理直气壮地回答 您老 不用担心 考题都是我猜的 我没有作弊 方济龙常输了一捅气 昨天晚上他一宿没睡 先是很激动 可仔细一想 这儿子不会是作弊了吧 无论什么考试 作弊那可都是欺君的大作 听到方济帆这么说 方济龙倒是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作弊怎么都行 总算放下心来 说到这里方济龙又心痛了 儿啊 你高中投名也算光宗耀嘴 可这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咱们家的那些祖产 每每看到家中这光秃秃的厅堂 爹就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 说着还抹起了眼泪 方济帆早料到他老爹会整这出 当初其云老爹也早想好了补偿他 本来想给他的惊喜 谁知老爹就是虫体 索性饭也不吃了 拽着方济龙来到院前 商人王胖子拉着满车的精英 早已等候多时 看到出来的二人赶紧上前行李 见过伯爷 银子都给方少备好 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的现役 从方家搬出去的东西全部带来 方家祖地还有其他近郊的土地 京市里的铺子这七七八八加起来 一共一百三十万里 请方少派个管家清点下 听到一百三十万里 方济龙眼珠子都直了 只觉得心惊肉跳 下意识地看向方济帆 狠狠地抓着方济帆的肩膀 瞪着大眼 儿啊 你不会做了什么杀头的事吧 方济帆心里明镜似的 现在却装起了乌辜 我也不知道他们发什么疯 非要买我的乌木 这些都是卖乌木的钱 那小人得志的模样真是遭人恨 天啊 一百三十万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南河伯府几代的鸡子 被方济帆这败家子一下子掏空 全数也只卖了十二三万里 这转眼间就直接涨了十倍 方济荣觉得自己的心跳的厉害 方家这是发财了呀 方家发财了的消息不禁而走 惊师震动 人们开始口口相传 方家祖坟冒了青烟 要不然方家这混账败家子 怎么可能或遇刺金腰带 并且还发了大财 一时间满大街人都开始谈起了风水 风水大师们一个个转得盆满钵满 我们的好大儿方济帆 此刻则坐在官帽一上 悠闲地喝着上百两银子的雀舌茶 那华丽的装束赐下了钱 来拜访他的三位学生 方济帆还以为 这三个家伙不会来 欧阳志三人也是有苦说不出 当时迫于形式不得已拜师方济帆 同时三人也明白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只不过看到方济帆 这珠光宝气的样子 三人像吃了死苍蝇一般 也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对是错 拿出树修之理表达拜师的诚意 有腊肉 玉蟹是恩 有芹菜 有叶精于芹之意 有龙眼干 此味起翘生至折野 一听是这些不值钱的玩意 方济帆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忍不住感慨 还是你们穷书生厉害 把不值钱的东西能说出话来 念叨得我头都疼了 三人听后有一种想死的感觉 方济帆感觉这三个读书人品行不错 日后调教出来收益最大的一定是自己 于是决定好好教导他们一番 询问三人对于这次相识有多大的把握 三人也不欺瞒诚恳地表示 学生三人资质频频努力一些 或许有机会入榜 得 听他们这么一说 这一刻相识他们是没戏了 但这难不倒方济帆 努力当然重要 而最重要的却是要有一个高人英才 是叫好生指导 三人心里一喜莫不是恩师 要请明师指导三人 敢问恩师 这位高人现在哪里 方济帆脸色顿时不太好看 亏得他脸皮后没有翻脸 摆了个帅气的poth 当然是为师我 欧阳志三人彻底疯了 上吊的上吊吐血的吐血 天王我也 三个来参加相识的秀才 被恶霸败家子看上怎么办 再听到方济帆要亲自调教他们 三人眼泪夺快而出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祈求方济帆 能让他们自学 方济帆怎能让他们如愿 宁笑着拿出棍子 换上那一罐霸气的样子 你们要乖乖听为师的话 否则少爷我要棍棒底下出才子了 说着抢过来欧阳志手中看的书 当着他们的面来了一套哈撒品 把书撕得粉碎 以后不要再看这种闲书了 欧阳志呆立当场 李济作为圣人经典 那可是考试必备之书 竟然就这么被撕了 简直是没有天理 看着不服的欧阳志上来就给了一棍 另外两人也想要说些什么 不带二人开口 方济帆连带着把他俩也给收拾了一顿 学不厚此薄饼 收拾完众人方济帆还不忘装逼 为师都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要努力才行啊 这项不像爱玩老师收拾的女 教训完门生的方济帆感觉被治愈了 来到这个世界终于能干点正常的事了 根据顺天府的辅制记载 今年的相试考题是 当今知识人证 这种题属于丧心病狂 因为前面四个字和后面两个字压根没有任何关联 却要考生根据题目扯出一大通道里来 他这资质平庸的三个学生肯定做答不好 为此方济帆决定用题海战术 将这真实的题目藏在众多题目中 随即他就出了几道题分别识 富贵不能 必也史无送乎 当今知识人证 看到方济帆出的考题后 欧阳志不惊一惊 这出题的水平显然有些不义般 让他不禁怀疑他恩师莫不是半猪吃牢 也是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的读书人 他不禁问道 莫非老师也读过四书五经 会做八股文 不会 方济帆的这两个字 直接让人跌入深渊 他妈的 你不会还好意思来叫秀才 还那么嘚瑟 就因为你是金师恶少败家子 欧阳志等人彻底绝望 直呼老天眉眼 自从三个书生搬来府上 那惨绝人寰的乌生就没断了 杨管家也不禁可怜起三人 他也是读书人出身 知道读书人的苦 真怕他们的寒窗苦 毒毁在方济帆手里 于是他找到方济龙 禀报此事 这三个秀才都是有公民的读书人 少爷却对他们动辄打骂 各种胡闹 眼看相识在即 万一耽误了三个秀才的前程 传了出去恐怕会引来是林们的不满 对少爷造成不好的影响 方济龙他当然明白 读书人确实惹不起 惹得急了会闹事 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往常就不舍得打不舍得骂 现在每日待在家中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只坑这三个秀才 虽然这样不好 但总比出去祸害更多的人好 为了世界的安宁与和平 现在只好委屈这三个秀才了 等方济帆进宫当差成熟起来 到时候动用方家的势力补偿三人就舍了 雄姬报销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 杨管事特意为三人预备了小教 并预祝三人金榜提名 三人感受到杨管事的善意 告谢后进入教中 心中却是十分的无奈 这半个月里只做了方济翻出的三道题 学业几乎荒废 金榜提名对他们来说 只能是美好的住院 入考场的过程一切顺利 只不过欧阳志在报了自己名字的时候 主考官王傲有些唏嘘 显然是对欧阳志三人的遭遇有所耳闻 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 铜锣响起 差一举着考牌在场中巡视 欧阳志深吸一口气收敛心神 带他看清考牌上朱七大字 当今知识人证 整个人宛如触电档机考场 想起恩师的魔鬼训练 这一刻感觉是那么的值得 方济翻在他的心中 再一次变得那么神秘莫测 莫不是恩师真的在伴猪吃老虎 文华殿中王傲主考前来搅指 红志天子刚要揭开名路 底下却有一个臣子不合适宜地站了出来 臣要参奏南河博之子方济翻 胡作非为要挟三个读书人拜他为师 前途近毁 以至于方坚流言四起 读书人义愤填膺 皇帝听后勃然大怒下令训责 同时令督察院彻查 那官员听后松了口气 一旦督察院彻查 方家恶哨铁定倒霉 看他以后还老不老实 红志天子打开名路 入目的第一个名字让他微微一愣 爱卿们 欧阳志 江臣 还有刘善文你们可有耳闻 谁知这么多汉林官没有一个知道 显然这三人都是极极无名之辈 大家还在苦苦思索着 刚才弹劾方济翻的官员仗红了脸 臣要是记得没错的话 这三人就是被方济翻所迫害的那三个秀才 红志天子听后瞳孔一缩瞠目皆舌 他手中的名路上榜首赫然是欧阳志 江臣辞职 刘文善再辞职 京城恶哨压迫的读书人 竟包揽了相识的前三名 一下子满电哗然 先前弹劾方济翻的汉林更是无地自容 红志天子突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让人上带赵方废掉申斥方济翻的赵书 倘若申斥的旨意放了出去 那可就成了偏大的笑话了 只是众官员想破脑袋也无法理解 刚刚还被抱有同情的三个无名学子 却因为一个方济翻直接罢绑了 看着榜单欧阳志眼中情着泪 跪倒在地 江臣和刘文善也接连跪下 感谢恩师方济翻的教诲 方济翻则欣慰地站在人群中央 没想到相识最受关注的不是榜首戒约 而是京城恶哨方济翻 这让方济翻有点爽歪歪 你们见过这么损的败家子吗 由于相识方济翻门生三人罢榜 红志天子对他的教授方法很是好奇 于是带着儿子微服私访来到方府取经 可见无论是什么样地位的人 对于子女的教育都是头疼得很大 然而方济翻一个纨阔能有什么教授方法 只不过是凭借着穿越过来的记忆 知道题目让门生狂做题的踢海战术 只能心虚地胡咧咧随便教了一下 但是那三个本来学业不经 岌岌无名的门生 就凭一句随便一教就包揽的相识前三 显然这是把天下读书人和红志天子当傻子了 红志天子龙颜大怒 告诫方济翻从实说来 否则绝不侵扰 方济翻骤感压力巨大 如果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事是不能善了吗 而在一旁的太子诸厚照看到方济翻吃鞭 似乎乐在其中 悠哉悠哉地看着热闹 看着幸灾乐祸的太子 方济翻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顿时眉飞色舞地讲起他的教学之道 想要教得好无非就是一个奏字 不奏不成器 不奏不成才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只有经历过皮肉之苦 才能知晓上进 才能知道努力刻苦 什么头悬梁追刺骨都不在话下 想不成才都难 方济翻的这一套教育说辞 把红济天子听得一愣一愣的 既觉得方济翻说得有些荒唐 可也有那么一丝丝道理 在方济翻信誓旦旦的 用人格保证方法绝对有效后 红济天子若有所思地 瞥了一眼太子诸厚照 诸厚照却是听得脸都绿了 甚至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看着方济翻恨得牙痒痒 而方济翻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又向红济天子讲起了揍人的心得 比如皮鞭沾凉水 那样比较能愉悦身心还不累 红济天子好奇地接过鞭子 表示很是喜欢 太子一听直翻白眼 喜欢个头啊 显然是冲他来的 方济翻更见直接把鞭子送给了红济天子 红济天子也欣然接受 这可是打过相识前三的皮鞭 效果肯定刚刚的 临走前红济天子感觉不须此行 并告诫方济翻作为南河博之子 又得了玉刺金腰带 以后要注意言行举止 这关乎于方家乃至朝廷的脸面 回到宫中红济天子让太子 背诵下最近所学的书中内容 太子支支吾吾背不出来 一只赠光瓦亮的皮鞭 攥在了红济天子的手中 接着皇宫中传出凄惨的哀嚎声 你们说方济翻这个坏胚损不损 俗话说得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俗话还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当这两样东西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 那威力更是惊人 哪怕那个人是太子也得被拿捏 不得不说我们的恶少方济翻确实有一套 怎么个有一套法呢 这还得从红济天子回到皇宫后说起 从方济翻那里取经回来 红济天子就迫不及待地考教起太子学问 谁知太子一问三不知 红济天子气得就给他来了一顿哀哀的小屁边 顺便还下了道圣旨封方济翻为宇灵卫总器官 实则是寻卫詹士服也就是太子东宫 专门负责保护太子的安全 而宇灵卫正是皇家已重的清军 只有最信得过的人才有资格进入 而且总器官在清卫之中级别也不算低了 哪怕是国公之子大多也才从想器官做起 显然红济天子现在很看好方济翻 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个安排 到底是让方济翻去治太子 还是让太子去揍方济翻呢 等圣旨送到方济翻家中 倒是把他老子方锦龙感动坏了 方济翻则是满脸疑惑不知道红济天子抽什么疯 只好换上新型头走马上刃 还别说穿着过肩的麒麟服 方济翻竟多了几分英姿洒爽 连小香香见了面上都飞了一抹翘红 坐在轿中的方济翻兴奋地和刘公公聊着天 刘公公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夸赞着方济翻 称赞他方济翻年轻有为 送给天子的鞭子也能讨天子喜欢 还告诉他天子回宫就用他送的鞭子 把太子殿下抽了个浑身是伤 皇后娘娘见了心疼地哭了一夜 方济翻听后脸直接绿了 这尼玛太子殿下昨日刚挨完打 几月天子老儿就让他方济翻去詹事府当职 这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吗 方济翻醒悟过来大叫着要下轿 教父们则像开了挂一样以非人的速度 把他安安稳稳地送到了詹事府门前 他刚一下轿 就被头绑绷带满脸欲青的太子叫住 接着大喝一声一记飞脚向方济翻踹去 还好方济翻反应迅速 借着跪拜太子的姿势 堪堪躲过这一脚 但太子还没有另外动作之时 方济翻已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拍起了太子的马屁 太子也不傻直接挑选 你方济翻就是怕挨揍才这么恭维稳吧 这让我更想揍你了 方济翻心里确实偷笑 对于穿越过来的他 现在的太子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早就把他研究得透透的 卑职对殿下的敬仰万分怎会作假 殿下是非常之人 卑职一直知道 殿下拳脚厉害附中有雄兵百万掏掠过人 不止如此还善其设 古往今来那么多太子 没有那个太子能及的上名一半 卑职略懂一些官人之术 其实殿下乃是无曲下凡 将来势必要横扫大漠 使胡人不敢南下木马 不得不说方济翻的这一戏话 直至诸后照的内心让他有些飘飘然 可以琢磨还是气不过 要是不揍方济翻那岂不是白挨打了 刚要发飙眼前却是一花 方济翻手中拿出厚厚一打银条 表示特意为殿下准备的小小意思 诸后照眼睛都看直了 这一出手就是几万两的真金白银 饶是他是太子也扛不住 更何况由于天子 对他月前管理的极其严格 他每个月的也才不过几百两而已 太子殿下直接沦陷 方济翻监济得逞免了一顿打 还和太子殿下做了兄弟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太子就这么被拿捏了 恶少方济翻凭借着溜絮拍马 和散财童子的属性 彻底拿捏了太子殿下 连太监们都不敢相信 本来还要抱揍方济翻的太子 就这么一会的功夫 竟和方济翻称兄道弟 甚至还要带方济翻去骑马 方济翻表示骑马有什么意思 随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包 打开一看竟是特制的军旗 随即大致讲解了下规则 对军事极其热爱的诸后赵 瞬间被吸引 两人一直吓到天黑 诸后赵也没能赢一局 之后的日子方济翻只要当职 就会被太子叫去下棋 这种奇观当的那是一个舒坦 每次看到诸后赵那憨态可惧的样子 方济翻都会会心一笑 不过对于军旗的痴迷 诸后赵装并落下了不少功课 这让方济翻有些头疼 这家伙可是未来大明朝的皇帝 他方济翻的长期饭票 要是再这么贪玩下去 到最后受苦的还是他方济翻 于是方济翻想了个办法 和诸后赵打了个赌 赌注就是方济翻输一局 就给他三百两银子 太子诸后赵输一局 则要背一篇文章 就这样方济翻喜欢上了当职生活 每月清早起来便赶去詹士府 聂采和看着太子背书成了他的乐趣 在此期间他还发现 老朱家的基因是真的好啊 诸后赵的记忆力相当惊远 为了着急继续下棋扳回一局 他认真被起书来 连方济翻都自叹不如 但是好景不长 诸后赵在一次装病 没有去左坑方读书 要和方济翻杀个昏天暗地 没想到被红智天子抓了个阵阵 这绝对是方济翻穿越过来后 遇到的最恐怖的是 他和太子在詹士府下棋震害 伸个懒腰的间隙 让他瞥见站在门帘后的红智天子 这一眼差点把他的红给吓出来 难怪刚才如此安静 连一旁倒茶伺候的太监都没了动静 这是太子没去读书来捉奸了 赶忙站起向天子行李 磕磕巴巴叫了声陛下 太子专心棋局 还以为方济翻在和他了家长 开始数落起红智天子 说他老爹见了他母后温顺地 像个安纯一样 上次想要揍他 他母后一声利口 便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知道你们要是这么评价 你们老爹会有什么厚 我想一顿哀哀的小皮鞭 应该没跑了 红智皇帝黑着脸 回味着诸后照的评价 看不出他的喜怒 方济翻已经都吓尿了 想得太子殿下咋还瞎胡咧咧上了 别再说出啥自己不该听的 赶紧大声喊道 臣见过陛下 吴皇万岁 迟顿的太子 还以为方济翻为了引起诈呼他 调笑的下意识回头 然后脸部的表情瞬间僵硬 接着整个人变成了斗钉大的卡通 还想解释什么 红智天子已夺着步子离开 说在明伦堂等他们 这里太狭小施展不开 两人对视一眼 恐怕这次是真的完大了 看样子等会不死也得脱层体 为了保命太子赶忙叫来太监去通知母后 顺便让太监多找几件后的棉袄 以备不时之需 等两人准备妥当来到明伦堂 红智天子早已等候多事 只不过看到两人穿的跟包粽子似的 红智天子心中的怒火 那是蹭蹭的往上窜了 平时不学无术也就算了 现在为了逃避惩罚偷奸耍华 红智天子简直要气死了 天子震怒服侍百万 太子装病贪婪的是让他伤透了心 红智天子作为一个父亲是合格的 太子称病他是一宿一宿的不敢睡 在学业上也是为太子操碎了心 精挑细选了好多名门大儒 不求太子成才 但求太子能做一个守成之人 把方济帆放在太子身边 也是看中方济帆的才华 希望他们能共同成长以后能为国为民 谁知道两人凑到一起成日胡闹 偷奸耍华不学无术 气得红智天子直拍预案 指着方济帆的鼻子就问你可知罪 吓得方济帆不敢抬头 还好方济帆早有准备 下棋打赌让太子殿下也读了不少书 随即放下心来认为太子殿下 并没有不学无术 是皇帝冤枉他们了 听到方济帆的辩解 红智天子更怒及返校直接下令 要把两人吊起来打 根本不给方济帆解释的机会 还好方济帆脑子转得快 立即询问太子殿下进来学了什么 诸后赵听后也猛然领悟 口若悬河地背起了 孟子 薄一辟咒 红智天子听后心头一震 平时他这个儿子贪婪 所学的不过是粗浅的礼迹 但就是这样简单礼迹中的春观 夏伯 还都没有弄清楚 没想到这薄一辟咒 却是背得滚瓜烂熟 震惊之余不禁下意识问出此文何解 诸后赵有些愁愁想了下正了正身子 此文中的意思无非就是温饱问题 不过尔臣感觉还有所欠缺 真正发人深省的地方还有两处 一是对于忠孝的理解 应该是父皇和百官要以身作则 这样天下人才能纷纷效仿推广 二是对于治理国家 君王要体察民情 这样才能对正下要治理好国家 红智天子听后一下子恍惚了 猛地一拍暗毒开怀大笑起来 直夸诸后赵是真的好奇灵啊 正儿八经地走到阳庭河面前 深深作一行了个礼 吓得阳庭河忙不迭地跪下 红智天子却一丁点都不觉得自己过分 激动地夸奖起阳庭河来 说把太子托付给阳庆 得到阳庆的授业解惑 调教太子成才 有如此大的劲力 这拜师礼是带太子谢过阳庆的 只不过听完天子说的这些 阳庭河简直有苦说不出 他倒是想把太子教的知书打理 可太子那个刺头完全不给机会啊 只能哭笑不得向皇帝解释 老臣万死之罪 陈并没有教授过太子 孟子 红智天子听罢 倒是吓了一跳 皱着眉头看向诸后照 诸后照淒淒淒爱爱地指了指方济凡 什么 难道是这小子 方济凡脸皮多厚 想必各位都了解了吧 在太子说完自己能学有所成 全靠他识 方济凡他是真敢铁着脸接啊 那见兮兮等待天子夸奖的样子 差点给天子整出内伤 不过天子很好奇 方济凡是怎么教会太子明白这些道理 难道是用教授那三个秀才的方法往私里揍 方济凡下的脸都绿了 内心腹肥 我操 这也太冤枉人了 那可是太子而未来的储君 我是有脑脊 又不是真的脑残 这位爷除了您谁敢说揍就揍了 方济凡正要解释还不带他开口 诸后照这个细经为了让天子不好意思带揍他 赶紧树立起了受害者的人设 委屈巴巴向天子诉起了苦 眼泪说来就来 坑起方济凡来真是没得商量 方济凡红着脸就要解释 红着天子面色突然冷冽起来 历生质问方济凡殴打太子是否知罪 指着方济凡的鼻子 谈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他方济凡作为与林卫总席 是臣子 太子诸后照则是储君 臣子打储君那就是欺君 有为刚常 这一通披天盖脸的说辞 令方济凡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诸后照一看好像完大了 正要向天子解释 被天子历生打断叫人把剑起来 现在何止是凉嗖嗖的 简直就是恐怖 谁也想不到红着天子会震怒至此 方济凡已经下呆 真是半君如半武 哪怕是两世为人的方济凡也误不到 这君君臣臣里面的弯弯绕 看来这一次是玩脱了 诸后照也只能泪流满面想着 和方济凡来是在做兄弟了 谁知红着天子秃得把剑一横 放在了方济凡的面前 无名无愤敢揍皇太子便是欺君 你真是糊涂啊 朕现在赐你此剑便如朕清灵 再教训起皇太子也不算违反刚常 以后做太子的事 朕可就托付给你了 诸后照看着方济凡面前的上方宝剑 突然生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现在他完全感受到了 红着天子真他妈的是他亲爹啊 你们坐过过山车没有 没坐过的赶紧来我这里报数 就这么一回的功夫 方济凡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 忽上忽下的大起大落 皇家这吓唬人的本事 真真的是绝绝子 明明是红着天子 想用方济凡的方法 教导太子成为明君 却一惊一扎的恩威并失 让你既害怕又感恩 不得不干好接下来的差事 帝王心术神秘莫测让人佩服 方济凡接过沉甸甸的宝剑 信心无比表示一定会再接再厉 埋头苦揍 尽力而为 也就在这时太子般的救兵也终于赶来 侯带奉官的张皇后急不进来 当太子看到皇后的那一刻眼眸顿时明亮起来 失声痛哭一头扎进皇后的怀中 皇后则一脸宠溺地询问 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火 惹他父皇不高兴了 太子诸后照委屈巴巴心有余悸地说没有 他的这一举动看待了方济帆和天子二人 太子不愧是戏金本金明明他受的惊吓最少 现在反过来到像他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皇后看着天子对着太子说 没有的话就和哀家去给你太祖母请安去吧 你太祖母刚念起了你 叫你赶快去见假 太皇太后可最疼你了 眼看皇后都这么说了 天子见状也就不再多言 一点脾气都没有 果真如太子所说红至天子见到皇后像的安蠢 就放太子去连寿宫给老祖宗请安 方济帆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不愧是皇上背后的女人 三言两语把事办了 还让人没有 宝子们 当你亲爹被人坑了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找机会坑回去 方济帆心里美滋滋地回到家中 才进家门便听见父亲方济龙的哀嚎 方济龙垂胸顿足的大骂 寿宁侯和剑昌伯不是东西 两人仗着皇亲国妻为非作歹 方济帆细问之下才听出原委 原来自方济帆得了金腰带 作为父亲的方济龙自信心爆棚 一门心思想将公主取过来 然后拿着三万两白银找到张皇后这两个兄弟 本来两人答应得好好的 谁知道拿了银子便装死 亲也不说 钱也不退 没想到皇亲国妻竟也这样骗人 方济帆听后老半天回不过神来 然后疼得一下火冒三丈 本少爷的银子也敢骗 不过他表面没有作声 说了句关我屁事 然后事不关己地走了 只留下方济龙在外面哭哭啼啼 然而他方济帆岂是那么好欺负的 眼下正好有一个坑他们的机会 红制六年淮河流域浦降大雪 这个雪一下就是足足半年 木炭价格暴涨到四十钱一斤 而且还是有价无事 这价格方济帆都感觉贵 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不过方济帆倒是记得西山一带盛产无烟煤 而这西山正是张家兄弟的 现在这西山无疑是个宝藏 京城内外上百户人需要取暖 谁掌握燃料就相当于握着一座金山 想到这里方济帆拿着银子来到寿宁伯府 起初两人还以为方济帆是来要账的 那死活不见 再听下人说方济帆是来买西山那块荒地的 两人立马变了模样 此时方济帆在二人眼中 立马变成了可爱的冤大头 在坑了方济帆八万两白银后 两人直接爽翻了天 亲自将方济帆送出门外 临别时还依不舍地夸奖方济帆是好者 以后要多多走动 殊不知两人刚刚被方济帆坑走了一座金山 这俩悲催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当你瞎胡咧咧说别人有病 恰巧被你说的人又病发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想过吗 方济帆在坑了张家兄弟后 心里美滋滋地只想赶紧回家 躺在暖乎乎的被窝里偷乐 谁料还没到家 便被宫里的人给强行截住 硬塞进轿中一路急迟 差点没颠地吐醒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张皇后从詹事府回到昆宁宫 被方济帆的一通胡话弄得心神不明 虽然知道这小子说的是胡话 可张皇后还是觉得心里隔音 为了打消顾虑于是派人请了太医 来给公主问诊 红治天子也宽慰着张皇后 让他不必把这些胡话挂在心上 经过太医的检查公主殿下的身体并无一样 奉体安康得很 张皇后还是微微有些担心 让太医查得仔细一些 太医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会有差池 张皇后听罢才放下心来 称怪启方计翻胆大包天口无遮拦 红治天子微微一笑叹气道 你是不知 南和伯就这么个儿子 还得了脑机平时胡说惯了 正堂堂天子若是要责罚他 就显得斤斤计较了 张皇后一听也可怜启南和伯 便不再计较 却在这时请殿里发出惊叫 好端端的公主突然晕倒了 太医们乱作一团 气得红治天子立合 刚才不是说好好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 太医底气有些不足地说 公主殿下可能染了风寒 既然方计翻让公主注意身体 莫非他早就看出了症状 想到这里立即传方计翻入宫 方计翻就这么火急火燎的被嫁来了 当他看到躺在床榻上的公主 才明白过来感情是让他给未来老婆瞧病来了 这下有些犯难了 他虽知道公主得了什么病 但是总不能告诉他们是病毒性感冒吧 在张皇后焦急的眼神下 方计翻想了想 为了不让公主这个未来媳妇跑了 索性给他说成得了脑机 这下俩傻子凑在一起有够乐的了 你说方计翻这小心思多索 为了攀附权贵能有多丧心病狂 方计翻这臭小子为了能娶公主 把本来得了小小病毒感冒的功能 说成得了脑机 简直是把众人的智商从脑子里抠出来 可禁得在地上摩擦 看着方计翻言之凿凿的嚣张样子 太医第一个不乐意了 这根本就不是脑机的症状 脑机头怎么会发热 你连麦都没有把 是不是太无端了 方计翻则是信心满满地说 我方计翻十几年来研究脑机 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一看便知 哪里需要把脉 太医吹胡子瞪眼 这小子真是不要脸 方公子年纪才不过十数岁 却说研究了十数年 这未免太夸大气词了 方计翻也不惯着太医 直接开局你懂个屁 然后羞答答地表示 我是被研究的那个 太医被搞得有点恍惚 方计翻觉得太医实在是不开窍 很努力地想出一个词 九病成一 这下连红志天子都看不下去了 咆哮着方计翻 这可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方 在红志天子严厉的目光下 方计翻依旧信心十足 让红志天子放一万个心 并做了可爱的表情 您看我的样子像是不靠谱的人吗 红志天子直接沉默了 你方计翻就是不靠谱本尊好吗 一旁的张皇后泪水连连 遇到了儿女的四方寸大乱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雍容华贵 荣辱不惊 方计翻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再墨迹让人拿来笔墨 凭借文献中的记载 笔走龙蛇一气喝成血下药方 随即交给了太医 太医接过一看只是些平常药物 不过没有血服用方法 向方计翻询问这要如何肩服 谁知道这臭小子来的距离看着办法 差点没把太医噎死 不过方计翻倒信誓旦旦的保证 肯定会要到病除 临行前方计翻瞥了一眼红志天子 不禁感慨 头一次见到如此失魂落魄的红志皇帝 果然不论何事儿女都是父母的软肋 哪怕那个人是一国之君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宝贝尔们 我说的对吗 方计翻不要脸的程度 他说第一没人敢说 第二 不信你看到最后就知道他有多不要脸了 今天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邪风 方计翻好不容易不用上志 在院里快快乐乐的堆雪人 玩得正开心的吓人邓剑就来通报 说英国公来了在前厅要见他 想起英国公方计翻就心有余悸 也不知道怎么得罪这老小子了 跟欠了他八百万吊式的 每次见面都是大冤肿脸 还总嚷嚷着要揍他 为了保险起见 方计翻决定还是穿后十点再去 谁知道了门前就听见英国公那大嗓门 跟三天没通的下水倒是 问声问气的嚷嚷 方计翻这个小崽子咋还没来 知道老夫来了府上 还不赶紧过来拜见 再不过来一会老夫找到他 看老子不打折他的三条腿 深圳瓦砾的大嗓门着实吓坏了方计翻 方计翻躲在门边不敢进去 思考着怎样才能躲过今天这生死局 一双瓦棱棱的大眼睛 却如鬼魅般盯上了他 这突然出现的大脸 吓得方计翻撒鸭子就跑 但是他这小身板 怎能比得了英国公这身轻功 闪转腾挪三两下就被英国公暗倒在地 就在方计翻要接受英国公的爱之洗礼 下人更见慌慌张张的前来通报 说是陛下和皇后娘娘过来拜访方计翻了 英国公听后惊掉了下巴 感觉这方家上下就没有一个正常人 我堂堂国公都不曾有陛下来拜访 他方计翻一个智障败家怎能有这待遇 然后英国公就被光速打脸 睁大了双眼不敢相信 看见进来的两人直接就跪了 方计翻见状也赶紧跪拜下去 张皇后贴心地上前扶起方计翻柔声说道 计翻 不必多礼 本公就是来寻你了 此次多亏了有你 否则公主就真的性命不保了 幸得你妙手回春 本公此番前来只为给你道一声信 方计翻憨傻地挠了挠头表示不客气 这一幕看傻了英国公 方计龙也是一脸猛逼 儿子这又干了啥大事吗 接着张皇后就对方计龙说 南和博 你教了一个好孩子 方计龙不敢怠慢赶忙说道 多谢娘娘夸奖 犬子无状 还请娘娘恕罪 张皇后嘴角微翘 恕什么罪 他是有功之人 即便是有罪本功已将他当成侄子看待 天大的罪也设了 这轻描淡写的话 却让方计龙心里惊起了惊涛骇浪 我的个老天爷啊 把计翻当侄子 我儿子他娘的这是要上天啊 英国公听了也疯狂向方计翻识眼色 让方计翻说些感谢娘娘大恩大德之类的话 方计翻想了想突然有了主 为了不让自己可爱傻缺的人设攻塔 方计翻直接跪地向张皇后认起了亲 直而方计翻拜见英女 这艘操作差点没把英国公憋死 你方计翻是真不要你那大逼脸啊 然后更气人的是 张皇后竟然还真印下了这门亲 还扬言说要照着她的好者 这下连红志天子都直拍大闹门子 看着有些嘚瑟上天的方计翻 红志天子把她单独叫到了书房 虽然公主病情已经好转 但红志天子还是很不放心 刻意询问方计翻公主是否痊愈 谁知方计翻脸皮是真厚 还没缓过来认张皇后为姨母的兴奋劲 开口就是小侄 把红志天子气得干瞪眼 臭小子 朕知道你认了亲 但待称臣的时候称臣 这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 方计翻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公主的病已经痊愈要到病除 陛下不必担心 红志天子却是疑惑了 公主所患的脑肌可以要到病除的话 怎么听说你小子还在治疗 方计翻一下猛逼了 对啊 为什么自己还在治疗 这该怎么解释啊 总不能说当初动了娶公主的小心思 才把公主说得和自己得的一样的病 好烦啦 这是要逼着人说瞎话的节奏 于是方计翻开始满嘴跑火车 嗯 确实有复发的可能 不过要是能够随时复诊观察病情 防患于未然那就不用担心了 心里却美滋滋地想 这样就能时常和公主见面培养感情了 老子可真是个天才 洪志天子则憨憨地表示既然这样 那以后每隔十天让公主去詹氏府复诊 免得出入后宫惹人闲话 方计翻则兴奋地表示 治愈表妹 乃是陈的荣幸 心里别说有多美了 洪志天子却拉拉了老脸 臭小子 又忘了吗 要注意陈怡 追问公主并发会有什么征兆 方计翻比了比自己 就像陈这个样子傻乎乎地被人骗就是没发病 但凡陈精明起来就说明发病了 殿下举止若和平时不同就是发病 洪志天子听后一阵无语 方计翻心里却乐开了花 公主这下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哇哈哈 我算不算给自己找了个老婆兼病友 你们说这孙子有多坏 好好的公主让他弄得除了嫁给他还能嫁给谁 你们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算是好兄弟 那种我拿你当之音 你拿我当棒吹的算不算 方计翻到詹氏府当职 正好瞧见要外出的太子 于是这俩活宝拉起了家长 方兄听说你还会治病 方计翻也不谦虚 哪里略懂而已 诸侯赵笑嘻嘻地说 本宫还听说你买了寿宁侯一大块地 和本宫说说你要做什么 方计翻也不瞒着诸侯赵 铿腔有力地说了三个字 做生意 太子一听做生意眼睛差时亮了 嚷嚷着非要参一谷 方计翻则轻烈地撇下一句 殿下你有银子吗 这句话无疑是戳中了诸侯赵的痛苦 太子骂骂咧咧地退出了群聊 隔天洪志天子的暖阁就失陷了 有他最喜欢的千里江山土 一副象牙相襟的鼻筒 自唐石传下来的龙凤玉壁等等 然后太子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银子 向方计翻显摆着 方计翻一看契约 好家伙 这一大堆的宫里遇藏之物 全被买他乌木的王胖子给收了 只是有些诧异王胖子连宫里的东西都敢收 这门子够硬啊 诸侯赵接下来的话让他毛色顿开 他没胆子买 可他也没胆子不买 方计翻瞬间明白什么意思了 心里直骂诸侯赵人渣 是谈起买卖 陈在西山买了一座荒山 发觉需要招募一些人手 还有荒山附近的土地也需要买下来 陈已联络好了附近的地址 这两日就能谈下来 诸侯赵一时没听懂发觉什么 方计翻兴奋地解释道 没啊 现在不是天冷吗 将没卖去让人取暖 诸侯赵听后眼前一亮 我怎么没想到 合着本宫要和你一起赚大钱啊 诸侯赵立马把方计翻看成了知音 而方计翻心里想的是 若是赔了还能拉太子店呗 真是应了那句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棒锤 太子欲人不输啊 之后西山附近的大地主 就像捡了金元宝似的 都知道方家败家子花钱痛快不讲价 纷纷把他当成员大头 把荒帝都卖到了方锦龙难 气得方锦龙直吐血 红之天子也知道了 太子偷他宝贝干什么用了 原来是和方计翻做生意 买了许多荒帝 可怜的两位老父亲直拍额头 真是造孽啊 你们还能想起自己 愁愁满志的青葱岁月吗 那个和你在夕阳下奔跑的他 还在吗 买地的事情告一段落 静下心来的方锦帆和太子 看着如玉蝶般的飘雪 不禁畅想起发财以后的生活 像不像刚创业的你 理想也只不过是赚够银子 让所有人看得起而已 既然买卖有了 那就得取一个想当当的名字 方锦帆名思苦想 最后却被太子抢先说道 就叫郑国梅业吧 理由嘛 就是他是太子又出资了一半 方锦帆竖起大拇指 好 你是太子你牛逼 名字取得也很有皇家风范 你说了算 现在煤炭有了招牌也有了 可谁来负责这个买卖又成了难题 一个当朝太子 一个与林卫总起 总不好全天抛头露面的打理生意 再说以两人的身份也没时间管理 于是两人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 王胖子这个悲催的 就被人架到了方锦帆面前 一见到方锦帆 王胖子立马哭嚎着绷手 求方大少爷不要再折腾他了 补槽着前些日子 刚被太子坑了二十万 现在东西还在手里砸着 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这声泪俱下的看得方锦帆都动了恻隐之心 赶紧安慰他别哭了 不就是二十万吗 这次找你过来就是带着你一起发财的 王胖子在听了是卖煤的声音后 整个人又不好了悲怅不解 直接了当地表示不干 为什么这个时代一提起煤就没人待见呢 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发明出无烟煤 煤这个东西遍地都是 烧起来还浓烟滚滚 一个处理不好还能堵死人 根本就没人买 方锦帆见状也不过多解释 表示人各有知 他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 只不过听说太子卖他东西的时候 把一把大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说着就让下人瞪剑 把他上打太子下打尖商的宝剑拿来 王胖子打了个机灵 嗅到了一股危险气息 猛地拱手到小地愿意为方公子卖美 方锦帆装出一副诧异的表情 看着王胖子那笔吃了屎都难受的模样 见兮兮地说道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有强迫你哦 你们见过儿子坑爹的 但是绝对没见过这么坑儿子的蝶 王胖子在方锦帆逼迫下 接受了镇国矿业大掌柜一职 生意就这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就在两人春风得意时 突然被洪志天子叫去参加演讲 这突如其来的召见 让方锦帆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刚进殿中 就被洪志天子劈头盖脸的找查 说他方锦帆的改土归流之策 听起来有些道理 但要是实施起来动静太大 一个处理不好可能引起更大的祸盾 方锦帆一听好家伙 这是有备而来啊 不过在他的记忆中 今年贵州和广西一带 就会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想到这里他更是直言不讳 坚持尽快实施改土归流 并换掉镇守贵州的前功 加强兵力以防不测 洪志天子有些后悔刺激了这个脑残 本来只是想借个由头打压下他 让他最近安分点不要带着太子胡闹 没想到他竟还诽谤起了大臣 赶紧打断了他把矛头转向了太子 询问太子最近读了什么书被来听听 太子最近只想着赚钱了哪里背过什么书 被问得哑口无言气的洪志天子大骂 这时杨婷和确倩倩说道 太子殿下在何方总期一道经商 贩卖煤还声称没能取暖 煤这东西又麻烦又有毒 这不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 太子贵为异国储君属世不该如此 诸后赵听后不乐意了 表示他卖的可不是普通的煤而是无烟煤 方济番在一旁也开始揭查 说他们做的不是生意而是在造福百姓 太子忧国忧民只是想为天下百姓做点贡献 这是多么不要脸的人啊 能把挣钱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气得洪志天子献出了冤心 说什么都要治两人的罪 不料内阁首府刘建突然站了出来 称他用过太子送过来的无烟煤 确实如太子所说好用得很 而且价格低连普通百姓都用得起 如果能全面实施确实是造福百姓 在这个冷冬不知道能救活多少家庭 洪志天子听后感慨万千甚是欣慰 自己家的败家子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太子诸后赵难得办了件众人认可的事 得意地向天子邀功 洪志天子则眯起了眼 朕的千里江山不是不是你拿走的 诸后赵突然有些不安 但天子接下来的话让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方爱卿 朕知道你们的每场是二一天做 所以这另一半的收益和太子没有关系 你按时送来宫中吧 俗话说的好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张家兄弟坑了方锦龙三万两白银 方济帆就用八万两的白菜夹 买了他们家的西山荒地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现在这块地质出了天价 而且无烟煤的声 还得到了皇上的认可 由太子的金字招牌变成了皇帝朗子的 火腹地垄断了燃料物资 这在任何时代只要垄断了民生物资 就没有不赚钱的 他镇国煤夜注定要成为行业巨国 不过太子白忙活了一场 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扑起了 此时方济帆倒是美得很 吹着小曲在皇城跟下溜达 你说巧不巧 刚好碰见了把西山卖给他的两个倒霉蛋 这俩老小子看见方济帆还挺热情 说啥要请他去府上喝水 这俩兄弟也真是俩奇葩 请客还能请喝水的也是抠到价了 还劝告方济帆卖美哪能挣钱 那不是纯纯地赔钱吗 心里想的却是方济帆这个大蠢蛋 赔的钱还不如给我们兄弟俩呢 就在他们交谈中一辆马车缓缓驶来 叫住了方济帆 来人自我介绍是四海商行的邓通 想要买下方济帆在西山的那一片地 根据方济帆的一半股份 他们愿意出价一百万两 方济帆完全不感兴趣 守着金山卖一百万两那不是脑子有病吗 可站在一旁的张氏兄弟却惊掉了下来 四海商行那可是商界大佬 分行遍布全国各地实力雄厚 更有传闻其背后真正的掌控者 可能是南京守备为国公和金氏定国公 不过让他们更诧异的是西山的那块地 竟然值一百万两我的老天爷啊 然后他们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妈的西山那块地原本是自己家的呀 被方济帆这个败家少爷花八万两买走了 这纯纯的拿我俩当傻子 于是两人哭天喊娘的找到了张皇后 罗列了方济帆强取豪夺的一系列罪行 甚至玩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这把张皇后气得上来就给了他们一个大逼动 当初卖地得了八万两 你们不还兴高采烈的大百宴席了吗 现在来呢 更何况这块地是后照和济帆一道买下来的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连带着本宫的儿子也是强取豪夺了 赶紧给本宫滚回去 少在这丢人现眼 两兄弟被张皇后完全打懵了 自家的亲姐姐都这么说了 那就完全没戏了 红治天子绝对是历史上最惨的皇帝 怎么个惨法呢 说起来都奇葩 你听说过官员弹劾皇帝 是因为奸贪凶暴不作为 或是荒淫无道谢敬昌忧听信谗言 但你听说过皇帝被弹劾了 是因为不纳后妃私生活不够迷烂吗 你还别说这事就活生生发生在红治天子身上 太阳底下没鲜事 方济帆也被莫须有的罪名弹劾了 弹劾的罪状有一百多条 让看到奏书的红治天子都笑了 这弹劾的奏书后的都能出书了 真不知道作为总器官的方济帆 怎么会得罪这么多人 红治天子仔细一看 全是为贵州巡抚前阅名不平的 因为在上一次改土归流的问题中 方济帆直言不会说前阅太书生气 他那一套方法并不是用西南吐司的管理 这略显轻蔑的言论 传到了这些读书人的耳中就炸了锅 认为方济帆这小辈幕中无人诽谤大臣 奏书就如雪花般堆到了红治天子面前 方济帆却是不服 根据史料记载 钱月这个人非但没能解决叛乱 反而还搭了性命 所以方济帆认为自己只是巨师禀报 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没有不尊重前宫的意思 红治天子也是没有办法 钱月主政一方为朝廷效忠 以方济帆一个总器官 背后打他的黑枪 说他不足以担当重任 这不是说朝廷识人不明吗 借这个机会得好好敲打敲打他 不然在这样口无遮拦池早闯出大火 惩罚的话刚要说出口 暖阁外就传来急报 来人面如土色 云南沾一周土司之女迷路 与丈夫关系不合 造反了 钱寻辅得之后立即组织评判 不幸罹难事态紧急 陈孔丹哥特来觐见 红治天子听后震惊不已 钱月竟然败了 这连打得也太快了吧 你知道装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就是你认同了我刚刚说的话 现在却被我自己否定了 然后我再用另一种说辞说服你 把你玩弄在我的唇齿之间 看着你惊讶崇拜的表情 这其中的爽感懂的人都懂 方济帆就在这样的反转中 赏了红治天子一把 由于钱月用怀柔的手段 跑去和土司和谈 没想到叛乱没有平息 甚至越演越烈 朝廷的威信也在云贵地区遭到重疮 气得红治天子只要获牙草 然而事情已经发生 说再多也于事无补 当务之急就是要剿灭叛军稳定局势 评判以后就推行改土归流 方济帆听后却认为不好 否定了之前的说辞 给红治天子弄得有些尴尬 改土归流不是你小子建言的吗 现在怎么又不好啊 接下来就是方济帆的装逼时间了 方济帆认为不宜强行过早分化土司和土人 千百年来土人依附土司 朝廷在土人那里没有信任 平定叛乱后的当务之急是给土人良言 慢慢地喂养他们提高信任感和好感度 等信任建立了就说朝廷体恤土人 准备把土司们的土地分给他们 将土司们的义举 朝廷对他们加官进决 实则民生暗将让他们做流官 这几板斧下去再改土归流也就成功了 方济帆的这一套说辞 把红治天子哄得一愣一愣的 本来今天是要敲打方济帆的 结果人家太优秀啥都被说中 这高举德的棍子实在打不下来 为了缓解尴尬红治天子只好对太子开炮 可没想到太子最近和方济帆去了西山煤矿 看到了民生疾苦 了解到许多百姓的终极目标 也只不过是能吃饱饭活下去 所以太子断定用方济帆的方法 蓄改土归流势必成功 这一番言论可把红治天子感动坏了 他的麒麟儿真是长大 这高举的棍子又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 只能找太子私自去西山煤矿的茶了 太子也是光棍直接承认是自己去的 绝对不关方济帆的事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 感动的方济帆直骂娘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星野演绎的唐波 在营廷里那风流潇洒的气质 是多少人儿时崇拜的偶像 尤其是那满屋子的气派少傅 简直就是我回不去的曾经 红治十二年的会事即将开始 这一年的会事拨云鬼剧 牵扯出某个考官武币 同时也波及到了一个江南才子 唐银唐伯虎 只不过相比于影视剧中的形象 历史上的唐银却是十分落魄 虽然此时他以高中应天府相视投名 但接下来的春威却因接触同乡徐经 被牵连到了武币案中 紧接着被抓入大狱受了非人的折磨 最终朝廷宣布永不录用 就这样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唐借源 进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至此落魄一生 方济帆想到此处就为偶像感到惋惜 所以作为过来人他必须要阻止唐银 和同乡人接触免得受牵连 说干就干方济带着邓剑 就来到了唐银下榻的酒店 谁知因为走得太紧 和对面的来人撞了个满怀 正骂骂咧咧谁这么没长眼 连本少爷都敢撞 邓剑却指着被撞的人说这就是唐银 方济帆大吃一惊面前的这个油腻青年 就是传说中帅气逼人的唐伯虎吗 这和影视剧中的也差太远了 有点不想救啊 可是来都来只好打了个招呼 抱上了自己方济帆的大股 唐伯虎一听顿赶头顶一片乌云 赶紧躲得远远地向方济帆行了个礼 这个臭名昭著的京城恶哨他可不敢惹 方济帆却表现得很热情 说了两句恭维唐伯虎的话 没想到唐银躲得更远了 甚至说约了人吃酒改日再聊 方济帆一听好家伙看样子是自己太和善了 不上非常手段看来是阻止不了唐银了 直接开百恶少本体附身 你他娘的弱势赶走 看本少不打断你的狗腿 唐伯虎一听读书人的那迂腐竟也上来了 说出了我们耳熟门详的那句 天子脚下朗朗乾坤莫非还没有了王法 说着就往门外走去 方济帆急冲上前拳头狠狠地砸向他的面围 嚣张地说少爷我就是王法 顽固子弟的霸气净险无影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欺负人的 但凡唐银像影视剧中是个使枪的九五二七 他方济帆也不敢说揍就揍啊 还不是他方济帆自己揍 他的小跟班瞪剑也不愧是个合格的狗腿 怕自家少爷累着 也兴冲冲地加入了殴打唐银的战局 这期间酒店里的客人被吓得惊弱寒蝉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止方家扼手 揍完人的方济帆眉头舒展 看着唐银被揍成猪头的摔样 应该是不能再去拜访任何人了 心里不免生起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感 却在这时一群手持戒齿的差役 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为首的大声嚷嚷着哪个臭不要脸的 竟然大庭广众殴打读书人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不过不管差役叫嚣得有多大声 当看见方济帆这一身华丽的装备 整个人都傻了后悔刚才说出的话 正在他不知如何圆场 方济帆直接自爆家门 我叫方济帆 我爹方景萌 吓得差役赶忙行李 话还没说全户 方济帆就打断了他摆了摆手 如同使幻自家吓人一般 指着后面鼻青脸肿的唐银 这个叫唐银的读书人 居然当众殴打本少爷 不过本少爷宅心人后不打算追究了 给他请个好大夫至少 银子我们出 从今往后叫人将这里钉死 谁若是和这唐银勾三大四 便是看不起我方济帆 差役门点头哈腰硬撑下来 这时唐银好像突然想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挨这顿打了 大叫着方济帆我算明白了 你是害怕我唐银在春威拔的头筹 抢了你三个门生的风头 故意过来找茬的 你可真是卑鄙 方济帆听后放肆地哈哈大笑 佩服起唐银的脑洞 索性将计就计 你也配合本少爷的三个门生相比 既然如此不妨我们就赌一场 倘若我的门生考得比你好 你便拜我为师 唐银心刀气傲 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输 冷笑连连刻你要是输了呢 方济帆面目阴沉狠狠地说道 那我就掐死我这三个门生 然后方济帆那三个有些蠢萌的门生 忽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似乎将要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得做什么样的美梦 才能像方济帆一样 只因见了公主殿下一眼 就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也不知道该说方济帆臭不要脸 还是说方济帆对于声称公主脑极计策的胸有成竹 反正公主殿下已埋在他的心里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殿井 这天方济帆和太子刚跟红治天子谈完事情 看着脸色有些阴沉的红治天子 两人赶紧灰溜溜地告退 生怕出了眉头挨上红治天子的大鼻动 直至两人撤出大殿才恢复本色 太子笑嘻嘻地打去 本宫见父皇还是甚得慌 方济帆一摇花手表示微臣也是 接着俩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差点没笑死我 这是一个匆忙的身影向他们走来 原来是皇后知道太子和方济帆进宫面试 刻意让人等着让二人去昆宁宫 请方济帆为公主殿下复诊 说着两人就来到了昆宁宫 太子见到张皇后立马撒起了娇 声泪俱下地说有多么多么小母后 张皇后宠溺地看着耍宝的太子 和颜月色地和方济帆拉起家常 方济帆不愧是玩酷败家子 对付女人着实有一套 那小嘴就跟抹了咪似的 把张皇后夸得就像18岁的少女 那个心花怒放眼睛都笑弯了 两人聊了好一阵 方济帆突然感到侧面有俩身影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 弹劾他的张家混蛋 干大地打了个招呼 然后方济帆略显无辜地说 听说两位是伯联名弹劾了晚辈 是晚辈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得罪了两位是伯吗 还好圣上红恩浩荡 非但没有加罪于晚辈 反而让晚辈去陪太子殿下读书 方济帆的这一番绿茶表演 简直登峰造计 打了张家兄弟一个措手不及 张家兄弟还没反应过来 张皇后却听出了其中的门道 方济帆既然知道被张家兄弟弹劾了 说明圣上已经处理过这件事了 还说明自己兄弟的弹劾纯属污蔑 不但没有惩罚方济帆 反过来还被派去陪太子读书 显然是把方济帆 作为我儿的左膀右臂来培养啊 心里大骂这两个不成器的兄弟 竟知道惹事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让方济帆先去给公主问诊 随后就听到宫里传来张家兄弟的哀号声 你说他们惹谁不好偏偏惹这么个恶哨败家子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唐伯虎 被人揍成猪头不说 破了像的他现在连个朋友都不敢见 有事也只能由店小二转达 方济帆拯救唐赢 避免他和外人接触算是达成了 只不过这方法有些暴力 还好因为赌约之事分散了民众的注意力 现在大家只希望唐介元能赢了这场赌局 把方济帆的三个门声踩在脚下 好出一口恶气灭灭方家恶少的威风 方济帆听见外面的流言蜚语 也感觉压力山大 神情肃穆地坐在地上嘴唇轻动 外面的传闻你们听说了吧 他可爱的三个门声面色麻木微微点头 能不听说吗 您都把人打成猪头了 还立下了个赌约 若是赢了唐赢也要拜您为师 输了吗 就掐死我们 这么和谐的赌约我们能不听说吗 方济帆看着略带情绪的可爱门声笑了笑 别怕接下来为师好好教你们读书 一定让你们将唐赢这臭小子踩在脚下 随后拿出三年模拟五年高考 同时让他的三个门声每日作题 外加写出两篇八股文 方济帆也知道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 以他三个门声的智商 想要在会市脱颖而出还是很难 不过好在根据史料记载 此次春围的主考乃是李东阳 此人流传下来几篇文章 根据这些完全可以推断出李东阳的个人偏好 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每一个人对文章的偏向不同 按照李东阳的偏好给他三个门声出题 再多加练习刷题就十拿九稳了 除此之外就是规避舞弊案的问题了 在这方面方济帆最有经验了 毕竟有着唐赢这个前车之剑 只要在他三个可爱的门声面前建一道防火墙 防止与外人交流 那就大功道成 方济帆的魔鬼教学正式开启 你见过把算账弄成玄学的吗 方济帆用这神棍的方式 把蠢萌的太子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看得太子满眼全是崇拜的小星星 那模样真是天真又可爱 年关碎尾詹士府里的许多官员都放了假 詹士府里显得格外冷清 方济帆作为忠心耿耿的总期间太子半顿 太子的安危大过天 此时不表现什么时候表现 于是方济帆就哼着小曲来到了詹士府 谁知一进屋 就看见太子像受了气的冤种躲在角落里翻着书 脸上顶着两个大大的熊猫眼 惊得方济帆以为太子要挨揍了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确实挨揍了 因为年尾了国库要查账 太子知道了说什么都要帮忙 红志天子听了大骂他不务正业 不过太子也是个倔脾气 既然打都矮了 那他就非要把账算出来不可 狠狠地打打他老子的脸 于是就找来资料在这份笔记书 方济帆听后也好奇地拿起一本账本 翻了几页好家伙这密密麻麻的数字 看得他一个头两个大瞬间成了个大头人 这个时代的算账方法原始的过分 所以需要大量专业的人 齐头并进各自核算最终再会走 这其中的繁杂程度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你太子一个人凭啥能算出来 难道就因为你可爱 很傻很天真吗 方济帆感到一阵无语心里忍不住的吐槽 不过方济帆看着好兄弟太子 为争一口气的样子 又忍不住的有些心疼他 于是方济帆大总附身 行了行了 我来算吧 太子不可置信地看着方济帆 惊讶地冒出了鼻涕棚 你还会算数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方济帆秒遍神算子装起了玄学大师 手拿把掐得算起账来 把太子这个小迷地忽悠的腿都去了 不过方济帆倒是没有吹牛 凭着他穿越前名史专家的身份 洪志年的每一笔账目他都记得门清 不一会儿就算好了 其实只是在记忆中检索了一下 这艘操作把太子的下巴都惊到了地上 赶紧拿起小本本认真做起了笔记 方济帆感受着太子崇拜的目光表示 这点小事洒洒水了一般般 不要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年关的最后几天又飘起了雪花 暖阁里温暖如春 内阁大学是李东阳领着户部的人 抓紧核算着国库结余 这是个极苦的差事 但为了开春后的国民生计 众位大人也是甘之如頤 工作严谨心情却很轻松 洪志天子也没事拉起了家常 聊得近欢时 谢迁说起了一个方坚去世 听说方济帆被应天府戒员唐颖揍 洪志天子听后大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这人好大的胆子啊 好歹方济帆是他洪志天子看重的后生晚辈 出了这样的事怎么也得为方济帆讨回公道 正要发飙护短 谢迁又苦笑的慢悠悠的说 可说来奇怪的是方济帆毫发无伤 唐戒员遍体鳞伤连床都下不来 洪志天子内心顿时有些无语 好你个谢大喘气的话只说一半 你是故意要这难堪吗 随后在心里问候了谢迁家的女眷 谢迁提了这一下很开心又缓缓地说 唐戒员倒也无大碍只是受了皮肉伤 倒是他们打了个赌挺有意思 赌这一场大比谁能力争上勇 那唐戒员乃是江南第一才子 而方济帆的三个门生也还都不错 说完笑盈盈的显然有些不谢北方考生 其实谢迁作为南方考爸的代表 三位内阁大学是中的一位 这么想完全没毛病 实际上春威历来也都是南方考生吊打北方考生 就跟现在高考差不多江南多才军 照正常人的思维 唐莹肯定是吊打方济帆的三个门生 然而方济帆做事 总是出人意料没准能创造奇迹呢 不过洪志天子听完还是感觉方济帆这次完蛋了 表面不说心里却对赌局结果非常感兴趣 众人越聊越起敬 太子确信冲冲地跑进满阁 大叫着父皇国库节鱼算出来了 洪志天子听后大怒拉起恋爱 狠狠斥责太子 户部还在核算的哪里算出来了 诸后赵则有点小傲娇地说 是方济帆算出来的 而臣只是在旁帮衬了一下 而他所谓的帮衬 则是帮方济帆垂垂肩膀倒倒水 真是一个小可爱 但是国库核算这等国家大事 洪志天子自然更信任户部的核算 认为方济帆只是在逗太子玩 让太子赶紧退下不要再胡闹 诸后赵有些不服 委屈巴巴说洪志天子闭色言陆氏昏君 洪志天子气得差点一口气缓不过来 还好身边大臣拉着 要不然洪志天子可能就绝后了 平静下来的洪志天子柔声地说 伯儿啊 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这么多数目 他方济帆一日就算了出来 他是天上的神仙 还是天上文取星君下凡啊 诸后赵听父皇说后 也稍微缓和下来 但还是坚定地表示 方济帆是不会骗他的 那可是他的好兄弟 还好就在他们枪枪这功 户部已经核对好了 打开双方核算的账本 竟仅有不到三两的差异 这下今的洪志天子都以为方济帆 真他们是文取星下凡啊 诸后赵看完开心地像个八百斤的胖子 嘲笑他老爹目不识人 洪志天子脸色慢慢变了 诸后赵赶紧又拍起了自己老爹的彩虹屁 洪志天子此时想的 确实这个方济帆多致敬腰 以后会不会是个祸害 要过年了街上喜气洋洋 几家酒馆的韭菜都被订购一空 一问才知道是方家恶少的大手笔 请了西山矿场所有的工人吃饭 在城里读书人对方济帆破口大骂 在西山矿场矿工和女眷们的嘴里 却都是对方济帆的赞美和感恩 他们心里清楚若不是方济帆 作为流民的他们怕早就冻死饿死了 也多亏了方济帆的善举 让矿工们开开心心过了一个有温度的年 给他们结工前的时候 矿工们感动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过年了嘛自然少不了放烟花 方济帆在自家院子里点燃自制的烟花 空中巨大的爆竹声响起建设出火花 无数的火花洒落下来犹如火树银花一般 煞是好看 大家抬头望着绚丽的天空 映射在他们眼底的火光宛如希望之光 瞪见双手何时难难地许起了愿 上天赐我一个屁股大的媳妇吧 生两个大胖小子长大后伺候小方少爷 方济帆听着他的反复念叨 心里突然感觉暖暖的 情不自禁地也合时了双手 只不过本来挺正常的许愿 在方济帆的脑海里 怎么看起来那么的猥琐 在皇城上的公主殿下私有感应 赶紧反向许了个愿 希望自己的脑脊早日康复 然后让那个讨厌的方济帆离他远点 也不知道他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太子这个小可爱也在一旁许起了愿 果然不愧是方济帆的好兄弟 他希望把方济帆的智商全部转移到他的身上 然后让方济帆变得笨一点 都说人不心嘀咕 就在公主殿下和太子许愿的当口 方济帆连打了两个喷嚏 惊得他身边的瞪剑 以为没照顾好少爷让少爷着凉了呢 谁知报应不爽也怪方济帆得罪人太多了 张家兄弟又开始说起方济帆的坏话 祝愿方济帆屁股上掌毒疮 你说这俩兄弟多损 害得方济帆又连打了三个喷嚏 这回倒让邓剑看明白了 这是一想二骂三嘀咕 是有人要弄自家少爷啊 方济帆也不怕这些 看见他老爹也在许愿 一把搂着他老爹方济龙调笑着说 是不是在许发财的愿望 在得到方济龙的否定后 方济帆暧昧地笑了 该不会是寂寞了想找个小吧 这给独守空房好多年的方济龙 造了个大脸红 方济龙忍不住咬牙切齿 胡想些什么呢 为父这辈子只求一件事 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 只要你没病没在为父就开心了 方济帆听后笑脸骤然凝滞 那永远不正经的眼眸里 闪过了点点的泪光 然后打了个哈哈 放心吧 咱也俩肯定能长命百岁 无论在什么年代 人们爱凑热闹的天性从没改变 唐伯虎vs方济帆门声 谁能获得春为第一的赌局闹得满城风雨 各大赌方借着由头也纷纷加入进来 裴绿竟然干到了一赔事 绝大多数人都压了唐伯虎赢 也可见当时南方考生吊打北方考生有多严重 春为领考前 方济帆难得的起了个大早 叮嘱三个门生好好考 欧阳志三人郑重其事地朝方济帆行礼 学生一定不辜负恩师 虽然方济帆有时很不靠谱 但在他们三人心中对方济帆还是心存胆激的 方济帆见三人气势不错继续给他们打气 一定要努力好好做答忧 面对恩师如此的关心 欧阳志三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但方济帆接下来的话 瞬间让三人的表情从感激之情变成了苦大仇深 太子压了五万两赌你们赢 他让维师给你们带句话 若是你们三个没一个急得上唐赢 便打断你们的腿 不过放心吧 维师不会给太子殿下机会的 欧阳志三人这才缓缓输了口气 紧接着方济帆变的面目争鸣咬牙切齿地说 因为维师也压了二十万两名字 一赔时的赔绿赌你们名列前茅 若是你们输了 老子亲自打断你们的腿 而另一边被暴打闭关的唐赢从酒店走出 外面人山人海一见唐赢出来 顿时欢声雷动 加油声那喊声瓷气彼伏 大家把老婆本都压他身上了能不热情吗 其中有个大汉热情的过分喊着要给唐赢猴子 可把唐赢感动坏了 无数的考生进入考场 欧阳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些紧张 过于紧张的他导致拿笔的手有些轻微发抖 虽然他对方济帆的教学很有信心 可这毕竟是全国性质的考试 想要名列前茅压力还是不小的 反观唐赢却淡定得多 心中憋着一股让方济帆下跪求饶的气 自信心简直爆棚 等到了及时铜锣声响起 拆一手里高高举起考题 方济帆的三个门声巨士看得一愣 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唐赢看后却哈哈大笑 他好像已经看到方济帆在他面前跪地求饶的样子 于是开始奋笔疾书 春围连考三场终于考完 满面春风的唐赢从考场里出来 引得公园外的人们欢声雷动 纷纷询问唐谢远考的如何 唐赢暗得意却谦虚的说不错 古人谦虚一般敢这么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语境 就是在场的各位考生都是垃圾 人们听后欢呼声更胜从前 兴奋的大叫这次赢定了 那歇下了大助的更是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另一边方济帆的三个门声也考完了 听着外面的欢呼声 三人兴冲冲地出来打招呼 看到的却是唐赢被众星捧月班围在中间 再看看他们冷清的程度 三人恨不得自我了结 而此时的方府方济龙正拍着桌子 大骂外面的不输人太可恶 明明济帆的三个门声 那么刻苦那么优秀却被他们轻视 凭什么他们就认定了唐赢能吊打欧阳志三人 这一番言论把方济帆感动了 方济龙最后还安慰方济帆不要怕输钱 因为为了保险起见他也压了唐赢 方济龙的这一顿先一后仰 差点没让方济帆破血而亡 领了方济龙竟然还问方济帆这波操作秀不秀 给方济帆直接干自闭了 一连过了数日贡院终于要放榜了 贡院这里早已占满人山人海 人们兴奋地喊着唐伯虎毕声 更有胜者还集体吹起了锁门 这阵仗就跟唐赢得了榜首似的 果然当人们有了集体利益关系时最团结 唐赢现在就是他们的钱袋子 赢了大家身价都翻倍 还能好好打压下方家恶少的嚣张气焰和乐而不为 就在众人信心满满时 我们的北方F4天团姗姗来迟 正好赶上贡院差一放榜 随着榜单一张一张的粘贴上去 榜上有名的读书人纷纷喜极而泣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句家前天下之 他们算是对自己和家人有了一个交代 这时方济翻的门生江晨也在榜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唐赢看了一眼心里暗想 能培养出一个第八名的门生真是了不起 也算是个可敬的对手 不过想要打败我唐伯虎那还难了点 就在唐赢想得出神的时候 最后一张榜单贴了出来 唐赢信心十足地笑了 可是当榜单贴好的那一刻 所有的人都看傻了 榜单上赫然写着 第一名欧阳志 第二名刘文善 第三名唐赢 这巨大的冲击力让唐赢立当场 他不敢相信在自己名字之上 竟然还有两个人的名字 还不是别人正是方济翻的俩门生 这打击太巨大了 方济翻看完榜单却因侧侧地笑了起来 可想而知唐赢的好日子要来了 今日是放榜的节日 这榜是直接从贡猿中放出来的 所以即便是宫中也得派人去看榜 轮才大典的结果是洪志天子最为看重的 人才的选拔决定着 大明王朝往后十年的发展方向 又因为方济翻和唐赢的赌约 让洪志天子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 大臣们都一致看好唐赢 洪志天子也想借着这样的机会 措措方济翻的嚣张气焰 终于就在洪志天子耐心耗尽前 宦官气喘吁吁跑了进来 洪志天子飞快地打开榜单 映入眼帘的却是大臣们最看好的唐赢 被方济翻的门声狠狠地踩在了第三名的位置 惊得他们差点没把眼珠子掉下来 满脸的不可思议 而另一边看到榜单的民众 没有了刚开始的欢腾镜 突然意识到唐赢既然输了 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拿去赌的钱 赔了得抵朝天 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拿了老婆本来赌 面对现在娶老婆五十万彩礼的天价 可能这辈子就告别女人了 不免被从心中来嚎啕大哭 就是不知道当时的明朝 有没有什么服务场所 能不能排解一下他们以后的燃眉之计 这一边获得了春威第一和第二的 欧阳志和刘尚文 还呆愣愣地看着成绩一脸的吃惊 方济帆走到他们身边愉快地说 有什么吃惊的 为师给你们出的考题 加上你们没日没夜的刻苦练习 这成绩是你们应得的 只不过某人很让为师失望 说着连看都没看一眼江辰 继续褒奖着他这两个高中的门生 而只考了第八名的江辰 只能被晾在一边独自摸着眼泪 完全没有得了共生的兴奋劲 有的只是没能让恩师满意的愧疚感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嚎啕大哭 抱着方济帆的大腿对他说一句 恩师再爱我一次 对考试结果同样感到吃惊的唐颖 此时陷入到了思想的迷惘里 他怎么也想不透一个游手好闲的败架子 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才会培养出榜首的 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败了 这一定是在做梦 就在他要彻底崩溃的时候 方济帆犹如神底般出现在他眼前 只是轻轻说了句想学吗 我教你啊 唐颖瞬间破防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果然无形装逼最为致命 唐颖整个身心算是被方济帆在地上摩擦了个遍 现在他想吸去的心都有了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会是第三为何雪中下跪 是被人逼迫还是负荆请罪 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世界 唐颖虽然中了会是第三 但是他是一丁点也高兴不起来 每每想到自己真的输给了方济帆的门生 简直生不如死难以接受 而让他更难受的是 他和方济帆的赌约早已传遍惊失 若去拜师欺辱之仇怎报 读书人的脸面何存 若是不去君子一诺千金 怎能做个失信之人 唐颖陷入了两难 内心焦虑无比却又无可奈何 只好饮酒来麻痹自己 有时是真想一死了之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事 徐晶来到酒店宽慰他 指着窗外的读书人 大意领然地表示他徐晶 代表当朝数十位同乡大佬 和满怀正义的读书人 是要同他唐颖与方家恶少斗争到底 这激昂的陈词说得众人振奋不已 唐颖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料此时几个锦衣卫突然来到酒店 以磕场舞弊 重金行贿考官呈敏正之明 就地所拿徐晶 押往南政府伺候审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众读书人坐鸟受散 生怕沾惹上是非被锦衣卫请去喝茶 唐颖也茫然地看着被押走的徐晶 徐晶向来自负 而且本来就有金榜提名的实力 怎么可能行贿买题 一定是和考官呈志明走得太近 被人告发了 但是现在哪里有人管真相是什么 锦衣卫的可怕足以让死人开口招供 唐颖想着想着心里 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感觉 倘若那天不是被方济翻痛殴 派人盯着自己放出赌局的留言 他肯定会随徐晶前去拜访成敏正 那今天他肯定也会被锦衣卫带走 那么之后不仅前途禁毁 甚至可能朱连家人 走向人生的最低谷潦倒一生 想到这里唐颖倒吸一口凉气 他突然意识到方济翻 好像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于是唐颖不再纠结 第二天准备好了腊肉桂鱼 便纹丝不动地拜倒在了方府门前的雪地上 直到方家有人打开大门 看到了眼前的一目惊得下巴都掉了 赶紧通报了少爷方济翻 唐颖见到方济翻后郑重行物 见过恩府 方济翻见状和蔼可轻地说起了俏皮话 快进来吧 别动坏了我小堂堂的身子 唐颖听后默然也不起身 只是把头低得更低了 痛哭流涕地说出了他的不情之情 希望方济翻能救他好友徐经性命 方济翻当即尬在原地 心里嘀咕着这小子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造孽啊 他方济翻就算是南河博之子 与林军总器官 经腰带的获得者上方宝剑的持有人 京城有名的败家子 也知道什么事可以闹 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触碰的 唐颖也知道这么说让方济翻有些为难 但是他确实是没有别的门路 然而他的为人又做不到对好朋友见死不救 只能厚着脸皮求救于方济翻 不过方家少爷方济翻是何许人也 嘴角意歪豪爽地说 就冲你这份义气 徐经为师就定了 这颗举武币案是红治天子玉批的案子 既然锦衣卫都出手了 证据却凿下 徐经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拉到菜市口卡擦了 甚至还会珠连家人被抄家 但是方济翻却知道 历史上红治天子并没有不分青红造白 草草了结颗举武币处置事案人员 而是命理东阳彻查此事 最终经过详细的调查 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被诬告的冤案 此案已经引起天下人的关注 红治天子为了保住皇家的延命 只能折中地对徐经从轻发落 但在内心深处红治天子还是难免有些不安 这也是方济翻赶来仗义直言前来面胜的依据 方济翻的此番举动 却让三位内阁大学士大吃一惊 连他们三人都不敢接皇帝要面子的这道伤疤 没想到方济翻竟然有如此气魄 说实话也就方济翻有脑急 而且还是个后生晚辈 若是别人敢跑来这里摸老虎屁股 羞怒之下的红治皇帝只怕早就治罪了 谁知方济翻才说出科举舞弊案 红治天子就冷冷接道 方济翻你可知宫中有多少盘和你的奏书 被震流中未发吗 方济翻原本预想是自己一说舞弊案 然后红治天子问一句爱情何事 而后他方济翻再口若玄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可没想到红治天子不按套路出牌 上来就先声夺人拿了方济翻一血 还句句打在了方济翻的七寸上 把本来干尽十足的方济翻打粘了 只能无奈地表示希望红治天子听他把话讲完 在秋后算账 方济翻也不知道怎么劝谏 在这潜词造句这方面实在生疏 红治天子的怒气值直接烧到一半 眼看话有些过了 内阁大臣还想替方济翻找不一番 可话刚到嘴边 方济翻已经上高地了 陛下乃是圣君怎么能做这么糊涂的事呢 实在不应该啊 这话说完内阁大臣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连为他开脱的借口都不用找了 可以凑钱给方济翻买棺材了 红治天子听后怒气直干满变化回了原形 说什么都要置之方济翻的口无遮拦 方济翻此时却大意凛然了起来 做出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 说即便是死他也要讲完两件事 气得红治天子直作牙花子 方济翻也不管红治天子气成啥样 自顾自的开说 其一太子殿下会经常犯错惹陛下忧心 但陈怡再告诉太子 这世上谁都会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知错能改仍然可以做一个好太子 做陛下的好儿子 暴怒的红治天子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将太子寄了出来旁敲侧击类比他 齐二臣的父亲出征时跟将士们同甘共骨 在朝中也对公务一丝不苟 他努力地将每一件事做到最好 没有一天的懈怠 直至有一天他明明病悟 也要按时去武军都督府点茂 臣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 便问他为什么要拼命到如此地步 这一次寄出来的是方济翻他爹 一想到方济萌 红治天子脸色缓和不少 方青家就这么个脑机儿子 倘若真伤了他那座父亲的 怕不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看着稍有缓和的红治天子方济翻继续说道 臣的父亲说对天子当然要敬忠 但更重要的是父亲应该为儿子做表率 所谓上梁不挣下梁歪 臣的父亲尽力去做一个完人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臣能够效仿他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说完方济翻就闭上了眼一副赴死的样子 虽然有预案 但其实内心还慌得一批 听完两个故事红治天子如醍醐灌顶 尤其是第二个让他颇为动容 因为他就是一个父亲 还有一个浑身臭毛病的儿子 如果他不以身作则以后 还怎么调教太子 皇家脸面固然重要 可太子代表的是皇家未来啊 想通此处关节红治天子立即下旨 为舞弊案涉案人员平反官复原职 同时令英国公代他请罪太妙 承告他的书师以为成见 说出这一番话红治天子总算松了口气 看着方济翻露出了欣慰又慈和的样子 你的父亲是好父亲他的事迹令震身心 你也不错方家果然不愧是满门中烈 很好 方济翻突然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静剑嗖嗖地开枪 这个所谓的故事其实是沉编的 红治天子刚缓和下来的脸差点没喷血而亡 心里懊悔刚刚没捶报方济翻 方济翻为了他人冒死劝谏皇帝的事迹 让很多人对他的感官发生了变化 这个叫王守仁的考生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会是第四名的他有着显赫的家世 老爹王华状元出身是清流中的清流 是大夫中的楷模学夫武车的代表 就连红治天子都夸他老爹王华教子有帮 这让王华背有脸面 但是其中的苦楚只有他王华自己知道 他这个儿子王守仁自有聪明绝对 但从不按常理出牌 和老师探讨读书到底是为了科举 还是为了成为一个圣贤的人 竟然能在课堂上动起刀子 吓得老师都不敢说话 更离谱的是大婚当天 他竟抛下新娘独守空房 自己跑到山上打坐修炼 会影响他的修仙速度 他只做自己认为感兴趣的事 唯一正常的就是这次参加会是考了个共生 可现在偏偏又对方计翻这个败家子产生了兴趣 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年 其实王守仁对方计翻感兴趣 也不全是因为这次的劝谏 早在春威放榜的时候 王守仁就注意到了方计翻 那时方计翻因为门声将尘考了第八名 痛心疾首的大骂将尘丢人现眼 辱没了他门声的名头 而这一骂真是将天下读书人骂了个遍 百万人中的第八名都辱没了方计翻的名声 而那些没少在背后诽谤方计翻的读书人 此时算个什么东西 王守仁也早就看这群死读书的人不顺眼了 考中或考不中的都哭得跟个鸟似的 俘如的做派只会一味地谩骂和攻击 却从不时间用心去感受 完全辱没了圣人之道 王守仁那时就想去勾搭方计翻了 本想让他父亲王华帮忙引荐 谁知他老爹听后一口老血喷出差点没戏去 一直耽搁到现在 眼下有看到方计翻的这番作为 极大的勾起了王守仁想要结交方计翻的兴趣 对了忘了说了 就是这个会识都没能进入前三的王守仁 在后世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王阳明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听过 他的阳明心学在后世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浪潮 他也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文学家 军事家 教育家 文物双全万事事表 乃是大老中的大老 如果方计翻不是有穿越主角的光火 他在王阳明的眼里应该是个地中地吧 这个打扮的有些像精神病的人 就是被锦衣卫押入大牢的徐晶 还别说这个样子的 他竟还有些英俊 在得知洪志天子下了对他的平反书 锦衣卫即刻放人不敢怠慢 方计翻一脚踹开牢门喊了句 徐晶 我来救你了 给徐晶感动得差点没叫爸爸 当即就被方计翻给拖走 嚷嚷着别让他的小堂堂等几万 从这一点看 方计翻还是很宠密门生的 经过这件事洪志天子下了诏书 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唐银至今都不敢相信 方计翻为了他这个 锦衣一个赌约收的门生的不情之情 尽当争取请命了 而且还斥责天子为昏君 这是何等的歹识 尤其是方计翻亲自把徐晶带到他面前 唐银瞬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刷的一声抱头痛哭 认为这辈子就是充当恩师的门下走狗 也是心甘情愿的 而欧阳志三人看着进屋的方计翻 则变成了崇拜明星的应援团 陶醉在能和偶像同一个屋檐下的幸福感中 方计翻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唐银 想着小堂堂应该是被他彻底征服了 以后让他随便画点画肯定能卖不少钱 养了这么久的门生终于能见到回头钱了 徐晶见到这样的氛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上演了经典的一幕感谢英雄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抱只能以身相许的戏码 说什么都要败在方计翻门下侍奉方计翻 方计翻果断拒绝 指着一旁的江臣又是破口大骂 这个猎徒考了第八就已经够让我丢人了 你说你考了第几 站在一旁的江臣像被一把刀子戳在了心口 而徐晶听到方计翻问话不禁一脸羞愧 他考得更差才二十多名 可他还是想再争取一番 学生自幼爱读书 家祖徐慧仪 家父慧元宪 都曾是江南大陆 这已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方计翻则是笑了 你祖父和你父亲 与你何干 徐晶静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学生家中藏有大批天文、地理、游记之类的著作 学生自幼便将其牢记于心 天文地理今时古籍学生无一不知 徐晶这么一说道让方计翻想起来 有个叫徐侠客的牛人 好像就是这个徐晶的曾孙子 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家 果然家学渊源很重要啊 不过方计翻这个坏配有心要错一错徐晶 只是冷笑 天文地理能吃吗 此话一出差点没让徐晶喷血而亡 最后还是在好友唐银的搀扶下离开的方府 不过徐晶也真是个狠人 最后还真让他败施了方计翻 只不过就是败施的过程有那么一些些惨念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可爱的小公主娇羞得无脸 尴尬地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话还要从这天早上说起 天寒地冻的二月又飘起了雪花 方计翻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 心想本来红制天子让他给太子陪赌 是来激励太子奋进读书的 可谁知道太子这小可爱 三天两头地请病假偷懒 那他还积极个锤子 所幸他今天也告假在家 当一天宅男好好摸摸鱼 谁知这个时候门外突然有人喊道 陛下口谕 闲杂人等一律回避 紧接着进来数名恐无有力的锦衣卫 吓得方计翻直接从床上弹射起来 心想不就自己请个假吗 不至于这么大的阵仗来抓他吧 就在方计翻震惊之余 一个老嬷嬷上前解释道 方总其公主殿下初功复诊 却不见方总其当职 所以这才假传御旨 登门求医 多有冒昧还请见谅 随后公主就踩着碎步走了进来 那小脸有些飞红的样子 煞是可爱 待公主做好方计翻 装模作样的拔起脉来 方计翻当搭上手就皱起了眉 难难道这脉搏有些快啊 公主和身后的摩摩一听 骤然紧张 谁料方计翻向着两人拜了拜手 一副第二郎当的模样 不过跟并没关系 不用紧张 方计翻的此番举动 惹得公主殿下有些娇称 方总其总是喜欢吓唬人 只是本宫有一句良言相劝 不知方总其肯不肯听 方计翻心里想的 却是自家媳妇就是可爱 连生气的模样都那么的眉目寒烟 于是点了点头 公主花容明智沉吟片刻 本宫听皇兄说起 方总其与人打赌逼迫读书人拜你为师 方总其怎能成人之威 羞辱读书人呢 方总其应该爱惜自己的名声 做一个至成君子 方计翻听后一阵无语 直骂太子是个大坑火 这不完全是在公主面前 诋毁他这个未来老公的光辉形象吗 索性这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转移了方计翻的尴尬 请恩公不嫌 收学生为弟子 这一呼喊锦衣卫一下炸了 还以为遭了刺客一个个剑拔弩张 紧接着又是一些 要拜方计翻为师的话传来 众人才发现站在小二楼的徐晶 气得方计翻破口大骂 这家伙搞什么鬼 竟然敢跟本少爷玩套路 那本少爷就成全你 你跳啊 不跳是孙子 想用这个法子入我的门墙 门都没有 徐晶听后整个人都失去了颜色 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飞身一跃竟真的跳了下来 公主殿下看到这一切惊得花容失色 老嬷嬷更是催促教父赶紧离开 生怕公主殿下在受惊吓 方计翻也没想到古人玩得这么野 为了拜师连命都不要了 公主则躲在教中羞红了脸 想起他刚才说教方计翻的一番话 简直是羞死个人了 读书人死也要拜方计翻为师 这是何等名望 哪里还用得着他说教啊 你们说老婆教老公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有毛病吗 完全没有毛病啊 是吧 如果你可爱的公主殿下被恶奴欺负了 你会怎么办 方计翻的做法就很值得大家学习 工人者公心为上 既然是恶奴必定有所依仗 只要找到敌人的弱点 分分钟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让他跪在地上叫爸爸 也是不可能 方计翻作为过来人 要拿捏这些恶奴可太轻松了 这不因为昨日徐晶拜师的行为 惊扰了正在问诊的公主殿下 方计翻不得已只好上门服务 向公主赔罪 不过公主殿下想起上次说教方计翻 怎么感觉都有些肝打 脸上会情不自禁地泛起红韵 公主的肿阔被方计翻看在眼里 为了让公主放松心情 说起昨日拜师的徐晶 好在不是脸先着地 要不就破了下 逗得公主浅笑含羞 方计翻瞬间破防 想起前世的一首歌 当然方计翻是不会逃跑的 他只会更大胆 但是有一个人可不会如他所愿 看着方计翻和公主聊得有些清静 老嬷嬷不愿意地催促着方计翻赶紧复诊 方计翻把嘴一撇 这是要让老子赶紧滚蛋的意思 我方计翻好不容易和可爱的媳妇说两句 你个更年期的老嬷嬷倒什么乱 不在大理老嬷嬷继续和公主聊着天 甚至比之前更大胆 说什么宫里的山美谁美公主更猛 说完还给公主比了个小惺惺 老嬷嬷终于忍不住了爆谋 方计翻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调戏公主殿下 说完转身就要走 显然是要到皇后娘娘那里 告方计翻的非状 眼见这阵势方计翻还没怎样 公主却被吓了一跳掠嫌紧张 赶紧劝为老嬷嬷让她消消气 并替方计翻求情说她有脑筋 不懂宫里的规矩 让老嬷嬷不要和方计翻计较 要是向母后告状 岂不是让她白白受罚 方计翻看到为自己求情的公主 感动得双眼冒惺惺 本来老嬷嬷不过是装腔做事 可她听到公主殿下说 不要去母后那告状 此时尽得礼不饶人一般 说什么老奴都是为殿下好 殿下怎么把老奴 当成在娘娘面前告状的 玩起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恶奴本性暴露无疑 公主年纪上小 根本接不住这恶奴的手段 顿时眼泪流了下来无奈的认错 就这样恶嬷嬷还不肯罢休 教育公主殿下应该呵斥方计翻 令她不得无礼 看到这些方计翻再也坐不住 直接呵斥恶嬷嬷嬷 一个老奴也敢欺负公主 恶奴依仗自己是皇后娘娘的心腹 自然是不惧方计翻的 但是方计翻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大惊失色 原来方计翻前世独名史得知 昆明宫曾屡屡失窃 最终查到一个宦官郑秋 而牵扯其中的足有十几个人 这恶嬷嬷是张皇后的心腹 郑秋没有理由不收买她 她被方计翻这么一炸立马漏钱 她现在那还敢去皇后娘娘那里告状 一旦大家把这事摊开 方计翻最多也就是被娘娘骂两句 而她不死也别想在宫中生活了 于是恶嬷嬷嬷嬷地服软 拍起了方计翻的彩虹屁 并保证以后绝不于绝 公主见状简直不敢置信 想来把她欺负的死死的老婆婆 竟然向方计翻服软了 看着方计翻高大的背影 公主充满了疑问 这个男人总是充满着不可思议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随即脸红起来 你们说这算不算恋爱的酸腐气 正在悄悄地滋生蔓延 方计翻距离娶公主是不是又近了一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能让红至天子 如对穿长一般口吐鲜血不止 在空中完成了360度托马斯拳旋 想必在这世上唯一能让红至天子如此动力 必然是我们可爱的太子殿下诸后照 昨日方计翻为公主殿下问诊完 心动的感觉久久不能平静 今早只能顶着俩黑眼圈来当职了 要是太子请病假他来点个毛也就回去了 但没想到太子这四龙惊呼猛的 上来就跟方计翻借钱说要买好吃的 方计翻直接无语我丢你个丢丢 天下都是你家的你向我借钱 我的钱可是要留着娶你妹的 当然方计翻不敢这么说 只是问了句借钱干什么 太子殿下就开始吐槽起他老爹 说什么上次把矿收走毛都没给他剩 每个月的月份又少得可怜 加上今年冬天又特别的长 蔬菜减产价格暴涨 现在连想吃口他自己最爱的冰糖葫芦都买不起 方计翻看着可怜巴巴的太子殿下 才想起来好像就是历史上这长达半年的寒流 让北方很多土地颗粒无数 导致大量百姓沦为流民 成为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想到这里方计翻突然灵机一动大叫了一声 他这一惊一乍地把太子给整迷糊了 你借钱或是不借钱吃个声啊 用得着低头想半天 然后抽风的大叫吓唬人吗 方计翻则是嗅到了商机 兴奋地对太子说我们要发财了 太子殿下一听发财顿时血脉喷张 然后方计翻给太子讲起发财计划 要搞大棚种植西瓜 不过得先找快递做试验田 好好研究一下 太子殿下一听不就是快递吗 那可太好办了 皇家后花园不就是现成的吗 于是刘锦刘绊绊绊绊终结者 草剔精漂亮地完成了除花草任务 方计翻又讲了种植反计水果 最重要的就是温度和阳光 他们有无烟煤加热温度不成问题 现在唯一缺少的是 透光性特别好的东西做房顶 不得不说我们的太子殿下认定了一件事 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做得出 这次又命留绊绊 把他沾是斧楼宇的琉璃窗拆了 为了发财太子诸后赵也是真败家呀 后花园的明花明草 和那价值不菲的琉璃 就让他这么糟蹋 连方计翻都深深地向太子鞠了一躬 佩服太子为种瓜所做的付出 但你该说不说太子也是够倒霉的 就在他干完这些事时 红治天子又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鞋风 突然想他的宝贝儿子 于是便摆驾来到詹士府 然而当他走进詹士府的时候 那叫一个阔阔又烂烂 花圃被摧残的已成枯草 玉玉琼楼挂上了破步随风鼓动 这样糟蹋东西 让一向节俭的红治天子有些心疼 于是就有了开头红治天子的 360度托马斯全弦 红治天子强行压下火气冷冷地说 快去把太子给朕找来 这个败家子 朕今天就拿你好好练练 朕心学的盖世编法 快看方济帆再给太子殿下服药 这激情满满的画面 是我们的公主不可爱了 还是恶少方济帆变了心 都不是 上回红治天子心血来朝想见儿子 于是来到詹士府儿子没看到 倒是把他气得差点飙穴而亡 只因太子太败家了 好好的詹士府让他弄得破破烂烂 把诸侯照叫来 他竟然说在种西瓜 红治天子怎么可能信这种鬼话 这漫天的风雪 种瓜 正看你像个大傻瓜 话一下说的中了些 看看满身尘土的太子殿下 又不像是在说笑 红治天子心又软了起来心想 太子虽然胡闹了些 但中瓜也是务农啊 国朝以门为本 难得太子有这份心 想到这里红治天子一段烦躁的心情 总算舒缓了一些 罢了 带朕去看看你中的瓜吧 一听父皇要看自己的小瓜苗 诸侯照眉开眼笑 兴致勃勃带起了路 给他父皇讲起了冬日种瓜要素 讲着讲着红治天子忽然黑起了脸 这样在后院几十年的花谱呢 诸侯照完全没注意到红治天子的神色 有些小兴奋地说 当然是拔了 而臣要搭棚子才能种瓜呀 红治天子的心在滴血 那可是当年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 惊心修气的花谱啊 这面血还没滴完 红治天子又看到了棚顶价值不菲的琉璃 让红治天子想起难怪来时 楼宇的窗户蒙了一层黑布 红治天子再一次吐血 极其艰难地露出微笑慈爱地看着诸侯照 皇儿种瓜 所谓何来呀 诸侯照彩米本性立马暴露 当然是为了挣钱啊 种出了瓜不就发财了吗 忧吼吼吼 红治天子听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原本以为诸侯照钻研浓物是为国为民 现在看来为了盈盈狗狗 把整个詹士服搞成这样 明显是一个败家子在瞎胡闹嘛 叫人就把诸侯照掉了起来 方济帆这面刚好下旨 想看看太子弄得怎么样了 晃晃悠悠来到后花园 就听太子在那大喊大叫 说什么是方济帆说能种瓜的 不信你去问他 方济帆一看这阵仗 从来没见过红治天子下黑手 今天这是实打实的动真格的 那手上的小皮边竟还有些眼熟 眼见此地不依久留 方济帆刚想溜走 却被红治天子抓了个正着 只好上前解释 确实是陈让殿下一起种的西瓜 这叫大鹏是一种特别的种植方法 诸侯照也在一旁说道 方济帆的本是父皇见过的 他说能种出瓜来肯定能种出来 父皇冤枉沉了 听诸侯照这样一说红治天子更气愤了 认为方济帆是诸侯照请的演员 专门是为他来圆谎的 二话不说给诸侯照又是一顿哀哀的小皮边 方济帆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在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 他也不敢摸一头出在愤怒期的老虎 只能默默地为太子诸侯照祈祷了 太子诸侯照自从上次挨了红治天子的毒打 不服输地他把自己的床都搬去了暖后 表示要亲自照顾这些小瓜苗 甚至还贴心地给这些可爱的小瓜苗取了名字 这诸侯叫征东大将军 这诸侯叫冠军侯 谁知就在他这么细心地照料下 方济帆突然告诉他西瓜不一定能种出来 说这些所谓的试验田就是有可能种出来 也有可能种不出来需要好好研究测试 这把太子诸侯照激动的直蒿方济翻拨领子 一定要种出来 这一顿打可不能白挨 本宫现在浑身还疼呢 这口恶气一定要出 可是种不出瓜 本宫先杀了你再自杀 你我兄弟 死了干净 其他是小面子最大 父皇不相信本宫能种出瓜来 本宫天天就要种出来给他看 现在的诸侯照完全是疯了 一辈子被父皇当孩子看 动辄就认为是胡闹 总想要干一件大事来证明自己 谁曾想尽挨了一顿毒打 这心都凉了半截要是再种不出个结果 毁天灭地的心都得有了 更何况杀人了 方济翻眼看这种情况 选择了战术性撤退 先去让太子折腾去吧 这天方济翻酣睡正香 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叫他 那声音音森森的游远极近 似乎看到了诸侯照拿着菜刀要砍自己 莫非没有种出西瓜太子来兴事问罪了 方济翻煞时毛补悚然 下意识地喊出声来 才发现诸侯照真的拿着菜刀坐在他身边 不过倒不是要砍咖而是切西瓜用的 这耸人的是让方济翻直骂日了口 但他也不敢发作只能压住怒 殿下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前了 太子笑嘻嘻的 本宫这次是偷溜出来的 你家下人又死活不给开门 我就只能翻墙了 能种出瓜来你老方鞠躬之尾 本宫自然不好 独享特意想跟你一起尝尝 说着两人就吃起了瓜 那种特有的甘甜弥漫着味脸 虽然没有消暑的快感 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种冬天里的顶级享受 让俩人成了快乐的小天使 太子一脸傻乐 一共接了三十个瓜 给母后和皇祖母一人一个 不给父皇 得高价卖给他 方济翻想的是既然瓜种出来 卖就好办了 只不过要最大限度地打响门起 这样来年才能发大财 灵光一闪 方济翻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卖瓜场所 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皇朝禁地摆摊叫卖 清晨大人们纷纷退朝 准备从皇宫东华门出各自回府 可一出东华门 竟听到一个很突兀的声音 卖瓜 卖瓜咯 新鲜的西瓜 不甜不要钱 张家兄弟听见后顿感惊恶 什么人如此大胆 皇朝禁地天子宫前 竟敢如此喧哗叫卖 必须要维护刚记抓住罚钱 两兄弟一副大意凌然的样子 可谁知见了车上的人和瓜 瞬间脸都变了像见了鬼似的 堂堂的太子殿下竟在卖瓜 方济翻此时也从瓜车里出来 微微一笑像个人畜无害的纯情小伙 世伯要不要尝尝这个瓜怎么样啊 方济翻也在 而且车上竟真的是西瓜 现在还不要钱请他们吃 一向喜欢占便宜的 他们毫不客气地尝了起来 太子殿下看着他俩那摊便宜的狗样子 好想剁了他们 看样子这一对舅舅外申关系就不对了 张家兄弟边吃边忍不住夸赞 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吃屎了 看着张家兄弟大块朵鱼 其他大臣也忍不住了上前询问 西瓜怎么卖 太子信心满满报价十两一个 该不还价 张家兄弟一听十两一个 顿感嘴里的西瓜更甜了 十两银子都够平常百姓生活两年了 感觉这波便宜占大了 但方济翻接下来的话 差点没让他俩哭死 诸位大人有所不知 这西瓜乃是西山刚种出来的 西山可是天才宝地 能生出无烟梅也能生出其真意果 所以这瓜吸收了西山土地的精华 不但香甜还有强身养肾的奇效 随后指着哭得一塌糊涂的张氏兄弟 看看好吃的都把他们感动哭了 也有大臣站出来表示 就算这西瓜功效堪比百年老生 但卖瓜是低贱的伤股行为 太子殿下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太子一世不知如何作答 方济翻那胡话是张嘴就来 说殿下可怜西山流民 所以才来卖瓜 所得银两是要全部发放给西山流民的 太子听了这套说辞 都忍不住给方济翻竖大拇指 你方济翻可太秀了 此话一出大臣们纷纷举手支持 方济翻看着这些钱袋子会心一笑 还搞不定你们这些大人 我京城败家子岂不是白叫 当别人否定你或误会你时 你不要着急反击 只需默默做好自己认定的事 坚持下去总会有成果 争一口气不是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 而是要告诉别人自己失去的东西 一定要拿回来 太子诸后照就是这样做的 他爹不相信他冬天能种出西瓜 他偏要种给他爹看 当诸后照把绿油油的西瓜 摆在他爹红至天子面前时 红至天子那惊讶诧异的表情 看得太子诸后照别提多爽了 那种不被认可不被肯定的情绪一扫而空 然而能做到这样背后所付出的辛苦 也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 能有今日扬眉吐气的场面 也多亏了当日在东华门卖瓜 那天谢迁的学生杨忠正好路过 买了一个献给谢迁 正巧三个内阁大学士都在谢迁府上 处理最近流民四起的奏书 担心百姓食不果腹以后会出大乱子 三人听说这瓜是太子和方济藩在西山种出的西瓜 据是好奇冬日西瓜与往日有何不同 品尝之后感叹尽同样甘甜美味 若是能种出其他东西岂不是 想到这里三人据事一惊 那困扰三人的流民实不果腹 岂不是有了解决办法 当即决定上朝面室 而此时我们的洪志天子正在看着奏书 由于今年冬天过场土地荒无粮食减产 不知会有多少流民饿死街头 那可都是他的子民嘛 但实在是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 就在他这一筹不展时 三个内阁大学士刚好赶到 陛下可知道詹氏府里种瓜的事 经得洪志天子以为三人是来弹劾太子胡闹不务正业的 气得洪志天子都想好了用什么体位抽太子 谁知这三个大喘气的竟夸起太子种的瓜来 洪志天子尴尬又不是礼貌的笑了笑 冬天种瓜难道是什么妖法不成 爱卿莫不是在说笑 陈等不敢忘断 但冬日若能实现种植 受冬雪之苦的百姓可就有救了呀 为了国民生计洪志天子立刻召来了太子和方济凡 上来就要求太子 瓜呢取来让朕看看 太子诸后赵现在底气十足开始摆烂 瓜是儿臣花费无数心血种出来的 父皇给的三千两银子儿臣一定将瓜奉上 这句话气的洪志天子只咬获牙草 大骂诸后赵好大的胆子 诸后赵心里有气之前毒打都爱了 现在怎么能让洪志天子轻易得到自己的西瓜 父皇若还想吊打儿臣一顿 儿臣甘愿领受 反正儿臣在父皇眼中 从来就是这么不成奇 太子的公然叫板经出了方济凡一身冷汗 要是太子这不完脱了 他俩少不了得挨顿毒打 为了国民生计洪志天子努力压下怒气 好好好 去拿瓜吧 看到洪志天子妥协 太子见兮兮地表示 刘绊绊早就拿瓜在外面厚着 让人取来便是 洪志天子一脸黑线 看着又大又圆的西瓜 惊得洪志天子张大了嘴 没想到真的种出来了 随即就问方济凡这种植之法 可以推而广之吗 方济凡心里知道 种瓜对太子来说只是游戏 而对皇帝和内阁大佬来说 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郑重其事的表示完全可以 并且所有陛下想得到的食物都可以 只不过需要在他的西三营剑试验田 这只黑土豆是我见过最可怜的倒霉蛋 上班被上司欺负立威 下班被老爹爱的教育 为啥他这么倒霉 全因为他爹英国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所以负债子长 打不过老的还处理不了 你想吗 方济凡的大鹏种植法 得到了洪志天子的认可 直接晋升方济凡为雨林卫百户官 设立西山屯田百户所专管屯田市营 方济凡得了令都不惊胆慨 洪志天子对暖鹏种菜的重视 竟把自己的皇家保镖派给他 真是大手饼 方济凡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一下他的心不像 看着整齐化医的雨林卫 卧槽 这身高 这气质 风头都盖过了他京城恶少方济凡 那怎么可以 方济凡音音一笑 帅气的雨林卫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看了一眼感觉还差点意思 又在雨林卫的脸上抹了一把 雨林卫可能闻这位有些不对随口问了一句 小人敢问方百户 这是屎吗 方济凡则一正言辞地呵斥道 放屁 就算是时又如何 我们屯田君就是不怕脏不怕累 谁知这遭见人的一幕 正好被派去太庙祭祀回来复命的英国公撞见 方济凡 你他娘的又皮痒了吗 这给英国公气得说啥都要削方济凡 方济凡听到这个声音差点没尿裤子 转身赶紧让雨林卫拦住英国公 自己则跑到红治天子哭诉屯田之事不好办了 红治天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再说一遍 这时冷静下来的方济凡想好对策 臣的意思是臣认为英国公幼子张姓精灵强干 若是有他协助一定能圆满完成屯田任务 英国公也追了进来 看见红治天子竟然在场立即行命 并禀告此次太庙祭祀圆满结束特来父母 红治天子见了英国公甚为开心 亲家 你来得正好 即日起令子张姓入雨林卫屯田所任赴百户 英国公一听难道因为自己这段时间不在 犬子犯了什么错不成竟被点灌 红治天子倒是大大方方的解释 屯田所方百户看中了令子的才华 极力举荐令子入屯田所赴百户 看着在一旁得意的方济凡 英国公后悔没能早点掐死这个祸害 方济凡则出了一口恶气 让你英国公老是欺负小爷 这回把你儿子弄到我手里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和我嚣张 就这样与林卫西山屯田百户所全员到齐 方济凡看着这群不会种地的皇家保镖 决定好好给他们立立规矩 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英国公之子张姓 在方济凡的下马威下 屯田所全员情绪高昂 也不知过了多久 方济凡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小气 突然耳边传来 方百户 方百户 一个有黑的土豆脸出现在他面前 吓得方济凡还以为自己远渡重洋到非洲了呢 谁知黑土豆竟感谢起方济凡 感谢方济凡给他屯田的机会 方济凡赴斐斗他们晒成无烟霉了 还谢我 这小子不会让我打出脑极了吧 王胖子自从被方济凡坑来西山管事 明显感觉苗条了不少 趁方济凡这几月在西山 特意来给方济凡报仗 方济凡正为屯田的是绞尽老只 想着如何才能弄到两种以增产粮食 摆了摆手打发王胖子去招府里的洋管事 临走前王胖子告诉方济凡 有一个洋商人前来献保 说什么是西域的万年老生方济凡一听来了兴趣 火九剑听说过西域产美女 什么时候西域还会产人参 他倒是想打打架 见时见时这个洋鬼子 这个时候的大鸣丝绸和瓷器驰名事件 若是能用海船将其走私到国外 便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虽然这买卖暴力 但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这次就是这个洋商人的商船 被天津为海陆巡检查扣 心急如焚多方打听 才知道南河博子方济凡 对商骨很有善 特意前来一事找找门路 方济凡心想 竟然想买通王 让我爹迅思往返 我方济凡像个会坑爹的人吗 大胡子洋商人 滴里嘟噜说出一串名 方济凡懒得管他叫什么 反正也记不住 也不废话 直接让洋商人 把要送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方百呼大人果然爽快 这是专门从西域带来的 玉寒毛毯 是万中无一的良品啊 呵呵 这种烂大街的破玩意 也好意思当毛 说得洋商人好不尴尬 这是西域特产的夜明珠 精英剔透 是万中无一的真品 方济翻砸砸砸砸砸砸 玻璃球当夜明珠忽悠鬼呢 你再来的碗顶 我西山玻璃窑炉都快造出来了 洋商人被损得无地自容 拿出最后的宝物都不自信了 磕磕巴巴地说 这是西域特产的人参 方济翻更是笑得不行 呵呵 把番鼠当人参 你个洋鬼子还真是拿我不识鼠啊 卧槽 是番鼠 洋商人也鬼惊得很 看到方济翻激动的表情 从刚才的不自信立马吹嘘了起来 这人参 功效极强 成长万年 非同小可 是小人用了三百两黄金才求得的 这番倒是没想到原产地在美洲的番鼠 竟然兜兜转转到了洋商人手中 这番鼠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 却是能够当主粮 重要的是番鼠容易种植 母产量是现有作物的十几倍 正是他现在所需的两种 让数千万人活命的神器啊 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有了这份礼别说训思 就是让他裸奔他都乐意啊 洋商人察言观色本事不错 方百户 那我的货船是不是可以帮忙通融一下 得了两种的方济翻心情大好 这个好说 我这就给我爹写封家书 言明此事 洋商人激动的手舞足蹈 太好了 我的身家老本终于有救了 至于事情能不能办成 这就不好说了 我爹可是超正派的人哦 洋商人脸都绿了 才感觉自己好像被坑了 你知道方济翻的五位门生哪个罪勇吗 你肯定会说是徐晶因为他敢跳楼 其实不然 罪勇的其实是唐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往下看就明白了 自从西山屯田后 方济翻发现张信 竟然是个被暴力老爹耽误的重田小名手 张信自己也发现他之前的人生 不是在挨揍就是在骑马鹤读书 直到来到西山他才知道他更喜欢耕种 他会思考如何让暖棚阳光更好 如何让西瓜更甜 可以说他生来就是种田的料 所以方济翻在得到番薯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张信 张信 来 我给你看我的大宝贝 方济翻这一番话给张信造了个大了工 咱也不知道张信小小年纪想到了啥 方济翻也不管他兴奋地从跨间掏出大番薯 这是我亲自培育的番薯育苗 你给我好生培脂 如果能种植成功可母产粮食六千斤 张信了遍小谜弟表示一定不如使命 方济翻临走前还不忘鼓励他 哎呦不错哦 明朝的未来就交给你吗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 番薯在张信的努力下也成功收获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番薯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死人 方济翻的门声成了他的实验工具 你说这小子夺损还美名其约地说 这是为师亲自为你们准备的爱的公养 种门声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和善的方济翻 一种不祥的念头在众人心底生起 那个你认为最勇的徐金感觉不对 借故第一个跑啊 剩下的门声连他八六的尾灯都没看到 就这紫拉八基不知道什么玩意的粥 高个正常人没见过也不敢轻易尝试 但是我们的唐伯虎一句感谢恩师次周 咕咚咕咚就干掉了一碗 这举动完全看傻了欧阳之三人 喝完还不断地夸奖这粥也太好吃了 其他人纷纷为他的勇猛竖起大拇指 方济翻看着生龙虎虎的唐伯虎也放下心来 躲在门外的徐金见没啥事 也笑嘻嘻地拿着地图飘移了回来 徐金 据你这些天的勘探 西山这片土地大约能有多少田地可以耕种 西山地势寻常 而且山多延 即便花费大量人力开垦 能耕种的土地也寥寥无几 方济翻陷入思考 接下来他即将面临着无地可用 西山的地即便权种上番薯 对天下饥荒也于事无补 虎帝成了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灵光一闪方济翻想起了俩傻蛋 瞬间有了主意 灭霸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就是打一个想指地球人少一半的内容 像这样牛逼的人明朝也有 你敢相信 他正是历经三朝天子 连洪志天子都要敬畏三分的大魔王太皇太后 一句话就能灭你满门的存在 就在方济翻准备找张家俩傻蛋商量买地的事宜时 让他听见了了不得的大事 张家兄弟为了抢一块地 竟把这位牛人的亲外甥给打伤了 这俩活宝真不知道死多少次 没想到这次净胆肥的去踢钢板 惹了连张皇后都惹不起的人 方济翻听后下的一击灵 这种量级的大佬对决 他这个小虾米还是有多元朵多元 正在他悄悄撤退的时候 却被张皇后抓个正着说他平日主义多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帮帮他这个银银 就一下他那俩不争气的兄弟 方济翻看着满脸愁容的张皇后付肥 怎么就拿向上人头去救啊 那老太太捏捏手就能让他方家灰飞烟灭 使客狼钻到粪坑找死吗 况且本来就是张家这俩傻蛋理亏 张家外妻和太皇太后背后的周家外妻 为了面子肯定会不死不休 就算是皇帝天子来了 也拿着势没办法 张皇后看着有些为难的方济翻 叹了一口气 济翻让你为难了 都怪本宫不好 对他们一再纵容 才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看着满面愁容的张皇后 方济翻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两位国舅脸色不好 暗沉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得了脑积 而另一边被打的周氏周情脑袋缠着绷带 在太皇太后面前哭诉着自己被打是小 但这有损周氏脸面是大呀 太皇太后当即决定找人谈和张家兄弟 只要太皇太后亲自开了口 就算是皇帝也不敢怠慢 张家兄弟不死也得脱层皮 方济翻给张皇后出完主意 也立马派宦官来报 说根据专制脑积的方总旗断地 张氏兄弟是得了脑积 才胡乱打人的 还请太皇太后不要跟有脑残的混账计较 听到如此推脱的借口周情当场就先桌子了 决定找家丁把张家宅底砸得戏巴烂 太皇太后倒是很淡然地喝着卡 其实太皇太后要的就是一个往回颜面的理由 如果两家外妻真因为这件事大闹一场 势必会造成不死不休的局面 太皇太后年纪大了 生怕自己去世后 自家人遭殃 故而少结仇才是正道 现在张皇后用脑脊说给出了梯子 太皇太后自持身份便让周家稀释名人 不过方济翻的疾病说到让太皇太后听了有趣 在他眼中只当方济翻是太子的玩伴 没想到方济翻竟有如此智慧 化解了两家人的一场死动 倒是让人刮目相看 不过太子身边的人还是要摸清底细才好 于是太皇太后命远通告方济翻来为他助手 方济翻被这么个牛人盯上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你知道明初最牛逼的金柱是什么吗 那当属魏大友版本的道德真经极易了 作为大明最杰出的道人魏大友 他的金柱堪称道家圣典可传是千年 只不过在方济翻现在的时代 由于传播速度太慢他的版本还没有流传开来 这金柱虽然成书在明初 但直到明末被盗墓贼挖掘出来 才得以流传后世 方济翻前是为了装逼把妹 倒是对这本金柱道贝如流 由于太皇太后特别推崇道学 眼看离他过寿的日子不远了 太子诸后照想手抄道经送给太皇太后当寿了 方济翻看到如此用功的太子只夸他有孝心 谁知太子这个熊孩子不禁夸 偷懒撂挑子把抄写的任务转给了方济翻 还美名其约的说好兄弟讲义气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方济翻听了太子的话一脸恶然 这丝的孝心是被狗吃了吗 自己偷懒全孝老子身上了 迫于太子拿好兄弟说事 方济翻就挑了威大友的金柱来写 谁知这一写竟写出祸端 太皇太后收藏了各种道德经 金柱组有上百个版本 却从未听说过此版本的金柱 故而询问太子是如何抄德的 诸后照看着有些震怒的太皇太后 不知如何解释 下边看过金柱的贴身太监回道 奴婢觉得这所抄的金柱 并非是太子殿下的笔记 恐怕有离经叛道的人物导太子 一听离经叛道四个字诸后照神色意见 没想到方济翻竟能抄错金柱 在太皇太后的威压下 诸后照果断卖出刘半半 给他和方济翻俩人背锅 这把刘半半吓得差点没尿裤子 磕头如捣酸痛哭流涕地表示 作为奴婢的他深知宫里的规矩 万万不敢带殿下抄写金柱的 太皇太后听后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相信刘半半不敢说假话 此人不知宫里规矩又和太子走得很近 太子就算是撒谎也想保下的人 除了方济翻再无别人 太皇太后认定了是方济翻以后 他决定要好好地管一管太子身边的人了 将他认为的邪金交给龙泉贯补给真人亲自和言 指出离经叛道之处好给宫中上下一个交代 然后通知皇帝他要对此事严惩不怠 太子听后痛心疾首 这下两个人都自身难保了 真是好兄弟讲义气 红治天子听闻此事也大为震怒 直接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才叫清殿 二话不说让太子再外跪了四个时辰 然后怕太子晒得不够均匀 派去传信宦官让太子挪到太阳大的地方继续跪着 在太皇太后面前却为方济翻求着情 但太皇太后显然已经将方济翻认定为离经叛道的人 虽然不会对方济翻打打杀杀 但表示不敢让其留在京城继续和太子私会 红治天子听后也很为难 借由公主还需要方济翻覆诊想把她留下 太皇太后直拍桌子 难道全天下只有方济翻一人能致脑极不成 眼看如此动怒的太皇太后红治天子便也不再多言 恰好此时蒲己真人请见 先帝偏爱道数恋丹于是有很多人投其所好 甚至到了戒机乱政的地步 而蒲己真人谨守道心闭关延袭道境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先帝驾崩后单数道人都被驱逐 只有蒲己真人扶摇直上成为了北方道经的权威 将那些离经叛道的残余势力以往打尽 故而此人地位之高一句话就能决定方济翻的命名 红治天子都感到无奈 方济翻好歹也是朝廷命官 竟然要因一道人之言断送前程 谁知蒲己真人见过太皇太后 表示此经柱堪称道家圣礼 敬求太皇太后能让他拜见一下此经作者 此一番言论差点没惊掉众人的下巴 红治天子更是感慨 没想到方济翻这臭小子竟然还羞到 太皇太后则有些尴尬询问真人 是否对方济翻过于了 伏己真人则把姿态放得很低 甚至表示他没有资格对此人评鉴 太皇太后大胆震惊 万万没想到读了一辈子经竟然不识明珠 当即传下一职请方济翻六月初九 陈时入宫庆寿与太子同来问安 你知道陈时入宫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陈时入宫意味着什么吗 陈时只有皇室宗亲才可以入宫助寿 方济翻如果此事前来 铁定会传出宫礼与方家联姻的闲话 可宫里只有一位代驾的宫主 这可是红制天子的心头肉 他可完全没有这个打算 但他又不敢忤逆太皇太后的决定 只能轻抚额头 而此时方济翻正躺在长椅上 感叹事事无常 真是人在家中作祸从天上来 本来就是迫于太子的兄弟情 不情不愿地抄了个金 谁承想差点把自己给顽留放了 太皇太后实在是太可怕了 以后得躲他们远远的威豪 但是世间的事就是这么你吧 你越是想远离的越会靠近 自从普济真人看过方济翻抄的金主 就一直想邀他到龙泉观一选 多次发情铁香腰 全被方济翻命远给撕了 他现在是真后怕了 实在是不想跟这些臭道士有任何瓜葛 但老天就是不随他的愿 太皇太后但日在即 传来一直令他方济翻 带入龙泉观上香 不得有误 方济翻只能无奈灵止谢恩 心中的怒火让他面目全非 作为他门生的唐银和众师兄弟 却成了出气头 而另一边还没成为大佬的王阳明 正在龙泉观三清阁外求见普济真人 阁外的弟子却拿真人闭关来推破 而方济翻带着一众门声道来 道童却笑呵呵地把方济翻迎了进去 并表示普济真人已经恭候多时了 如此待人的落差看傻的王阳明 却真是不把我们日后的大佬当一回事啊 阁内普济真人用极度怀疑的眼神看着方济翻 他实在是难以相信坐在他面前 感觉有些智障的少年 能写出那么厉害的金主 于是出题考教 清静无为和解 方济翻当场吓出一身冷汗 暗骂着该死的老道上来就给他凑难体 如果他在这里露出了马脚 传到太皇太后的耳朵里他就死定了 瞎扯也不行 这老道研究了一辈子道经 不可能蒙困过去 要是说错了更麻烦 怎么想也想不通方济翻索性百滥了 然后你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脑补能力 不知道普济真人是真的认为方济翻的举动就是清静无为 还是为了避免双方尴尬给自己找的台阶 静自顾自地夸起了方济翻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不遮不掩不作作回答诚恳正是清静无为的喊 老道的这一波自说自话的彩虹屁 倒把方济翻闹了个大脸红 不愧是学道的 这忽悠的方济翻自己差点都信了以为就是这么回事 普济真人知道了方济翻不懂道学 便忍不住询问方济翻那么道德真经极易从何得来的 方济翻脑残忽忧模式启动编起了故事 自称五年前遇到一高人老道看他骨骼惊奇 非要收他为徒教他倒数 他勉为其难地学了点 临别前把这本金著送给了他 并告诉方济翻他叫微大友 说完这些旁边的普济真人像火烧了屁股似的 嗷唠一嗓子叫出了声 什么 师尊还活着 方济翻则一脸的猛逼 这么边瞎话都能撞枪口上 你马的贼老天你是要弄死我吗 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地败家子方济翻 如丧家之犬从龙泉观夺路而逃 又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地败家子方济翻 义无反顾地重回龙泉观 和老道激情满满 这一切的源头 还得从普济真人听到微大友三字说起 原来普济真人所在的龙泉观 正是微大友所创 后来微大友外出云游四海 才有了流芳百世的道德真经极义 而普济真人正是被微大友收养的孤儿 所以对于普济真人而言 微大友既是师父一是父亲 此时听到微大友的消息 即便是方外之人也难免失态 普济真人也没想到 自四十年前微大友突然下山 便在无音讯 万万没想到还能以这样的方式 见到他恩师的著作 方济翻在一旁显得有些尴尬 还好微大友已经失联四十年了 不然他拿着道德真经极义原版来打假 那简直就是理魁打理鬼一打一个比 看着哭哭啼啼的普济真人 方济翻有些后悔拿微大友说是 还好老道氧气功夫不错 很快地平复了心情 问起微大友临走时都说了什么 方济翻又开始瞎忧起来 说道人夸他有慧根是千年难出的英才 这一下把老道整无语了 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脾气秉性简直就是天生的道人 普济真人高兴坏了直夸师尊会演如巨 能找到师弟这样有慧根的有缘人 这下又轮到方济翻无语了 感情这年头当道人全凭脸皮后会忽悠 方济翻听到师弟二字当场翻脸 他可不想当什么臭道士 普济真人也不生气 给方济翻介绍起了龙泉冠一脉的传承 龙泉冠四个辈分分别是大道朝天 大字辈当然是魏大友啊 道则是他遇到纯和方济翻 如果方济翻做他的师弟 在龙泉冠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方济翻兴趣缺缺听得都快睡着了 我只是幸运得到魏道尊的一本指点 这倒是我是万万不能做的 让我爹知道非打死我不可 普济真人还以为方济翻真是顾虑这些 向方济翻解释道 我龙泉一脉出自龙虎山正一道 不禁婚心也能娶妻生子 方济翻直接摆出顽固子弟的姿态 我是男和脖子还肩着关身 怎么可能天天在道观修行 言外之意老子看不上道观 武济真人也真是欺而不舍 挑到方济翻耳边开口 正一道历来没什么约束 上山下山皆是修行 师弟里天生会跟注定与道门缘分不浅 怎么能拒绝呢 看着老道步步紧逼方济翻站起身来 撒鸭子就朝道观外跑去边跑边 让门生跟上 终于跑到山下凉茶滩才喘了一口气 落座后才发现本来六行人中突然多了一只 王阳明也不客气当机求教 方济翻一脸厌弃的拒绝 弄得王阳明好不尴尬 对于这种悲剧的感受 徐晶那是深有体会 方济翻不教王阳明那是有道理的 王阳明的老爹王华动不动要动菜刀的主 他方济翻可不敢招惹他儿子 就在众人谈话间 龙泉观的道人吵吵嚷嚷叫了起来 你还敢要钱 猪子交了吗 这里可是龙泉观的地头 不如其来的叫嚷生好似弓箭刺穿了方济翻的大脑 没想到他从龙泉观跑出了几里 竟然还没有跑出龙泉观的地盘 周围的客观也吐槽着龙泉观的恶行 今年雪灾连着大汉龙泉观都不肯减租 现在吃饭还不给钱 欺负的老板娘呜呜的哭 这梨花带雨的模样可心疼死人了 方济翻拿出银子安慰着老板娘 并询问了一下龙泉观到底有多少田产 听着老板娘的描述方济翻才知道 在这京城附近除了王侯的庄田 就属各家寺庙和道观的地最多了 方济翻听后才想到 当初为了推广番鼠种植 手下门生几乎跑遍了名门贵族 结果收效甚微 没想到龙泉观景有这么多田产 如果这些地里都能种上番鼠 这得能让多少人活命啊 方济翻想的出神老板娘继续说道 龙泉观每年都会做很多法事 能收到更多的田产 所以道人们付的流油 而且正义道没什么戒律 有些道人仗着有道爹更是私质田产 外面养着三七四七 没事还会欺辱他这样的可怜人 听了这些唐银器的直拍桌子 也讲起了龙泉观摘堂里的道人 狗眼看人低 摘饭竟然要每人一两跪的要死 他只是嘟囔了一句就被人骂做酸秀来 方济翻听后邪魅的一笑 决定好好教育教育这群道人 于是带着众人又回到了龙泉观 上演了一出师兄师弟相亲相爱的名场面 那炉火纯青的表演就是一个字 绝 罐斋堂小到谄媚的伺候着 执掌斋堂的王天宝笑呵呵的感慨 今日收成不错 美中不足的就是上午遇到了几个穷酸秀才 惹得他有些不爽 就在王天宝想的出神的时候 空中突然出现一个脚丫子 直直的向他脸上飞去 那力度之大把王天宝连人带领子直接踹翻 吓得旁边伺候的小到惊叫连连 方济翻的这一脚力道不小 王天宝感觉眼眶出闷的一声 接着自眼窝出那深入骨髓的痛楚弥漫全身 疼得他直在地上打滚 没有人敢在方济翻面前欺负自己的门生 这个时候不做这孙子 那还是恶少败家子方济翻吗 王天宝也没想到在这龙泉观 竟有人敢如此行凶简直是胆大包天 方济翻却是上前一步露出不屑的样子 我托一个小霸王 我方济翻你也敢招惹 把这斋堂给本少爷拆了 王天宝在地上捂着鼻子浑身颤抖的不敢相信 竟真有人无法无天到了这种地步 连天子清风的龙泉观都敢拆 王阳明在门外也是一脸差异 这龙泉观据说跟太皇太后都有些关系 方济翻好大胆他王阳明好喜欢 我说老王咱们不吵鸡腹行不行 而方济翻的众门生刚才还是文周周的读书人 在方济翻的一声令下 竟也开始轻面獠牙起来 捉一板凳巨士打得粉碎 快一恩仇好不洒脱 就在唐营要补刀王天宝时 一声立刻响起阻止了他 只见在那门外涌出了许多的道人 中间一个瘦高的道人气势逼人 正是龙泉观首席大弟子张朝仙 他踏前一步立声道 好大的胆子 可知道龙泉观是什么地方 竟敢在此行凶 将他们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统统拿下 平道今日要替天行道 道观会如此腐败 王天宝能够肆无忌惮地脸开 正是因为这位首席大弟子张朝仙 方济翻笑嘻嘻地看着声色内忍的张朝仙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张朝仙心里恼火 没见过如此嚣张的人吗 方济翻依旧我行我素 那见嘻嘻的模样真是欠揍 说说的话更是能把张朝仙整出内伤 我是普及真人的师弟 算是你师叔 见了师叔不下跪 想死啊 这一下子摘堂陷入了死记一般 张朝仙的脸更是垮了下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方济翻 他刚才确实得知自己的师尊新认了个师弟 没想尽是眼前这个似笑非笑打量自己的家伙 简直犹如雷鸡 在这个时代 道家辈分大于天 张朝仙若见到自己师叔不醒目 就是欺世灭祖的罪过 自然也无法再跟方济翻讲理 只好乖乖地跪下 道人们一个个进入寒蝉 方济翻得意洋洋地看着败在脚下的张朝仙 指着被揍的王天宝身为本门第四代弟子 对我大不禁直接开除让他乖乖去打扫地板 王天宝一听顿时泪流满面 他心知自己完了 处置完王天宝 方济翻思索起执掌斋堂的人选 目光在人群中巡视 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人 这一纸差点没让这人被瓜子掐死 张朝仙眼眸里略过了一丝冷色 要说洗脑乃加强 还得大名找济翻 自从方济翻指定李朝文执掌斋堂 这个没种的道人 把方济翻拦在龙泉观门口 咕爹喊娘地让方济翻收回成命 他实在怕透了大师兄张朝仙 在龙泉观就没人敢武艺他大师兄 如果他接手了斋堂 在他大师兄眼里 他李朝文就成了勾结方济翻的监狱 以他大师兄在道观的实力纷纷中弄死他 他是真的怕 看着李朝文这一脸摔样 方济翻不以为然地诱导李朝文 让他好好想想这些年他甘心吗 凭什么同为朝自卑弟子 他张朝仙吃香的喝辣 有钱有甜有女人 你李朝文却是过得苦哈哈 那吃香喝辣似乎勾起了李朝文的欲望 而苦哈哈三字似乎也让李朝文有些不甘心 现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不敢也得干了 更何况还有方济翻给他撑腰 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到干掉张朝仙 身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他李朝文血气上勇就要回山和张朝仙混拼 方济翻则是一脸的得意 他知道李朝文根本不行 估计都不够张朝仙一个手打的 龙泉冠的风亭之所以极差 权因普济真人早就不过问苏时 方济翻之所以会在摘堂大闹一场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真正的幕后大王 张朝仙出现一切就好办了 方济翻首先仰仗者辈分让他颜面扫地 然后挑战他的权威 强迫他接受李朝文来执掌摘堂 而方济翻用李朝文也不是因为看好他 只是让李朝文走投无路 任由他这个诗书摆布 说白了他李朝文就是方济翻的一枚妻子 方济翻只有靠他才能真正进入龙泉冠的这场棋局之中 毕竟他方济翻只是龙泉冠的吉祥物 看着尊贵实则对冠中一点用没有 只有先把张朝仙导出局 龙泉冠才能任由方济翻版 当然方济翻所做的这些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要龙泉冠的万寝良田 与其让张朝仙这样的败类敛财 还不如让他把地拿过来藤田 良田配上他番薯的两种 就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饥荒问题 方济翻属时是为国为民的好败家子 要说大明王朝也是多灾多难 长达半年的血灾刚过 紧接着就是延续了几个月的旱灾 土地颗粒无收恶嫖遍地 邻间更是流言四起 甚至有丐帮编童谣 说这是皇帝做了坏事上天降下的灾祸 冲突越演越烈 甚至有人暗中袭击官兵泄粉 但方济翻却从史书上知道 6月17那天会有一场急事雨 能解决燃眉之计 而方济翻首要做的就是拉个垫背的 和自己一起上演旗宇的好戏 悠闲着吃瓜结束的太子就是最佳人选 可能是和方济翻接触多了被他坑怕了 太子总感觉方济翻在搞他 明明知道红志天子最讨厌鬼神说 现在要带他搞旗宇这一套 显然是方济翻嫌他挨老子的小鞭子少了 这真是他妈的好兄弟 但太子那种要强想要证明自己的小心思 被方济翻摸得透透的 直接祭出忽悠大杀气 殿下这可是为陛下分忧啊 这雨要是球来了 殿下是大功一剑 就算是球不来 咱们把那砸毛倒是宰了 立马入宫请罪 陛下看在孝心的份上也不会揍殿下呀 太子也是不禁忽悠听了方济翻的鬼话 竟感觉这还是个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即应允了下来 方济翻贼嘻嘻一笑立马拉来了李朝文 并向太子吹嘘他这个失职乃是求雨的高手 实则那背地里却是威胁家恐吓李朝文 不想被革职就乖乖听话好好装装样子 其他的事情他方济翻操办 就这样太子稀里糊涂地被方济翻拉下水 命人在詹事府住好祭台准备起雨 不过太子看着艳阳高照的天空 总有一种被方济翻忽悠的感觉 这天能下雨不是在糊弄鬼吧 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完全被方济翻忽悠去了 方济翻则是一脸的笃定 雨肯定是会来的 毕竟他都把他失职的命搭进去了 其实方济翻只记得大致的下雨时辰 坑死李朝文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詹事府的杨廷和感觉太子真是太胡闹了 让王华去通知了陛下自己等人在这看事态的发展 方济翻看人差不多都到了 开始鼓动太子表演岂是如何爱名如子的 到时候好让陛下对他刮目相看 太子也不愧是德国奥斯卡小金人的演员 那爱名如子碰彻心扉的小表情着实到位 连续两个月颗粒无收灾情严重致辞 本宫身为太子 上 不能为父皇分忧 下无法体恤百姓 今日其不来雨 本宫不如死了干净 这痛心及守目其不争的表演 看得方济翻都感觉过了 好心提醒 谁知太子殿下完全放飞自我沉浸其中 若本宫以死而泄苍天 可换来老天下来好雨 今日本宫便死了来看看 这一番操作把身边的刘绊绊下得扶扑在地 方济翻也没想到雨还没求来 太子倒是细经上身场面有点失控 而另一边王华也来到殿前 向洪志天子禀告太子的所作所为 太子作为储君若是其不来雨 岂不是说明朝廷失德 降下天罚吗 洪志天子听闻甚是震怒 让人立马把太子带来不得有误 看来这雨还没来 太子殿下一顿哀哀的小皮鞭是跑不了吗 张朝仙看着晴空博日不经坏笑 自从李朝文被方济翻点名执掌摘堂 回去他可没少给李朝文脸色 甚至还栽赃嫁祸李朝文偷东西 要将他隔除到极 没想到竞逼的李朝文想出其雨这招 这要是其不来雨就是欺君之罪 张朝仙早早找来道路死汪主事 就等着他从祭台上下来将他绳之以法 可谁能想到就在张朝仙认为李朝文完了 打脸会如此之快 晴空中突然响起炸雷紧接着下起瓢泊大雨 你就别提张朝仙的脸色有多精彩了 就跟被人尿了一脸似的 道路死汪主事喊住张朝仙 现在台上呼风唤雨的人成了功臣 他这个龙拳贯大师兄成了诬陷同门的罪人 任凭他如何解释事事摆在面前 张朝仙就这么下陷了 太子殿下看着祁宇成功也是兴奋不已 立马向红智天子邀起功来 红智天子李都没理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对着方继帆十分好奇 竟真的有人能呼风唤雨不成 方继帆赶忙上前解释 陛下说笑了 那怎么可能 祁宇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但这种鬼神之事 百姓深信不疑 太子和陈祁宇并非装神弄谱 而是让百姓知道上天其实是眷顾朝廷的 红智天子听后认为方继帆的处置很是妥帽 只不过他方继帆是如何知道今日有雨的 这个时候方继帆只好继续编谎 说幼时得到过叫肖敬腾的道人指点 会那么一点观天象之术 便料到今日极有可能下雨 他故意说得留有余地 方继帆虽是脑残少年 人可不傻 要是真能观测天象如此准确 保不齐他以后就被吊在祭台做人行御报云了 红智天子眉头一皱凝视着方继帆 今日若是无语呢 方继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 太子殿下倒欠欠地抢地回答 倒是要是求不来雨 自然将他绑了 攒了祭天 红智天子听后这说的是人话 人命起事而行 太子殿下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盲锤下头不敢作声 红智天子这才缓了口气看向方继帆 继帆 想不到你竟连天象都懂 正在想你的肚子里到底还藏着什么 方继帆笑盈盈认真起来 臣能让一亩汉帝收粮二十弹 要知道此时大明的母产大约两弹左右 一下子暖阁里安静的可怕 谢迁等人更是暗暗心惊 要是母产真能二十弹 他们甘愿把头拧下来给方继帆当夜虎 可见大人们真是为国为民啊 红智天子听后完全不敢相信 倘若真如此 大明或许就没有鸡鸣了吧 方继帆则是信心满满 干掉了张朝先龙拳冠的地算是到手了 那一天不会太远吧 你们知道番薯吃多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英国公第一次吃到烤番薯时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实在是太美味了 当吃上第一口的感觉 简直让他回到了洞房花竹夜美上了天 方继帆随后又上了几道不同做法的番薯 这可把英国公吃美了 完全不听他儿子张信的劝阻 不要一下子吃太多番薯 你说他 他还跟你急眼 但大家应该都知道番薯吃得太多 会有一种神奇的气体在腹中聚集 俗称气沉丹田 英国公由于吃得太多就达到了这个临界点 只见他正经微坐气吞山河 在他身后卷起一阵旋风飞沙走是好目气派 方继帆都不禁感慨英国公内力果然天下无敌 这一发气但不说威力 单看这气量都能闷死不少人 而英国公此次前来西山权是因为西山屯田所 正用龙泉灌良田改种新作物惹得农户怨声载道 并且声称已实现母产粮30但是常规母产的15倍 此次强推新作物的主力是副百户张信 御史们收集的弹劾证据都快赶上人高了 英国公听到这消息 第一个感觉就是方继帆这小子谎爆了产量 并且他自己作死还把他儿子拉下了水 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向洪志天子请 查明此事中的原委给朝廷一个交代 此时的张信正指挥屯田军加水施肥 突然赶到后几两骨一阵发凉 被老爹恐怖支配的神经不住颤抖 还以为英国公是来祝贺他们番薯大丰收的 英国公看着全市绿草的田地 二话不说就给亲儿子一个妃体 全市绿叶也叫丰收果然跟着方继帆没有学好 连粮食产量这么重大的国士都敢谎爆 张信委屈巴巴地把番薯拔出向英国公解释 番薯的果实是长在地上的南边的一亩地已经收果 所以才上报给朝廷的并没有谎报 英国公当场设死毫不尴尬 但是作为老爹的倔强 让他找茬又给张信一顿收拾 言外之意作为英国公之子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动 完全丢了他英国公的脸 张信听后一改以往的唯唯诺诺 坚定地认为种地就是他的人生方向 而且农师是国之根本 他愿意把毕生心血献给苍生无怨误悔 这一番高谈阔论听傻了英国公 没想到以往的儿子竟能说得让他无法反驳 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方济帆的身影 原来不是他眼花是方济帆真的就在这 见到这个改变他儿子的罪魁祸首 英国公立马要施展全武行 方济帆眼几手快香味宝宝似的 把香甜的番薯送进英国公嘴里 英国公哪里吃过这么美味的番薯 瞬间被香甜软糯的番薯征服 方济帆则展示这亩产的收成 英国公简直不敢相信这亩产三十弹竟是真的 西山番薯种植大获成功 皇帝下令推广 从此百姓能吃饱饭了 西山屯田百户所容升迁户所 所有人都升了官 张信英培育番薯有大功 更是被封为封城伯 只不过这有黑的皮肤确定不是外来种吗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 没想到在古代轴礼之间今也不好相处 太皇太后寿臣在即 方景龙远嫁云南的表妹前来助手 在入宫的前一晚来到方府探亲 方景龙看着脸有擦伤的方式怒不可恶 一问才知周里牧师仗的是掌房又是钱伯公敌女 平日骄横跋扈对他这个出身难和薄的二房 动辄打骂处处为难 虽然公婆和丈夫都对他很好 但是只要不分家还是要受掌房的气 今日回家只因气闷过来做作 方景龙很是郁闷因为这是别人的家事 自己无法干涉 就算干涉也只会让他妹子处境更糟 两人只能相顾而弃 方景帆把这些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很快来到六月初九太皇太后受臣 大明以孝至天下这可是经理的头等大事 张灯劫财礼花齐名 皇宫上下为此准备了数月之久 而真正能进入仁寿宫祝寿的妇人 也不过数十人而已 方景帆跟太子一同入宫比命妇们早一些 早早落作席间 这时郑左姑又盼寻她姑母 不经意间也见到了姑母口中那位不太好乡徒的周里 确实长了一张尖酸刻薄的脸 看起来就很雕 方氏这时也注意到坐在太皇太后身边的方景帆 别人都跪下叩拜太皇太后时 舅方氏傻乎乎的站着 这在古代属于不知理解 细究起来是对太皇太后的大不敬 属于严重过错 牧师看准时机就开始宫洞 植树方氏乃为国公徐家的刺席 不懂礼数坏了宫中规矩 前台词就是他做错了该法 也留情面 绿茶的表示自己身为徐家长妇 甘愿带弟妹受罚 免得坏了宫中的规矩 前台词是我比他十大体 懂规矩快来表扬我 这番新兴做太子演技 看得方继帆都替姑母捏了一把冷汗 牧师公斗剧的战力起码有一万 他姑母顶天也就有一千 完完全全撑不过三级就得狗带 剧情也完全按照牧师想的发展 太皇太后真真的就夸奖了牧师 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还要他上前好好看看 这对牧师简直就是天大的殊荣 牧师见讨得太皇太后欢心 又听说方氏侄子方继帆 为了张皇后的兄弟 得罪过太皇太后的亲戚 赶紧趁热打铁说起了方继帆坏话 给方继帆说得直骂娘 太皇太后看牧师说得有鼻子有勇的 便忍不住问道你可认的方继帆 牧师说得兴起还以为拍对了马屁 更加口若悬河 不曾见过 但这满京师谁不知道 南河伯府出了这么个败家子 此人不好读书 不学无数成日游手好险 总之是糟糕透了 方继帆都听得无奈了 直接竖起了中指 太皇太后脸色冰冷 你既是道听途说 却又为何如此言之糟糟 牧师见太皇太后竟是这种反应 立马感觉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 太皇太后对着身后的少年说道 方继帆一直以来 你都是被人这样误会的吧 方继帆乖巧地装起了无辜 就这一下 他的宫斗剧战力起码有五万 牧师身躯一阵煞事间像见了鬼似的 他是彻底的猛了 方继帆竟然就在这里 而且比他们命负更早入宫 显然是受到了太皇太后格外的恩典 然后方继帆就展示了 他强大的宫斗战力 说来惭愧 我就是那个不好读书 不学无数成日游手好险 臭名昭著已至人尽皆知的方继帆 见姑母夫人 前台词则是你个四处造谣的长舌妇 我不跟你计较仍然对你很有礼貌 我早听姑母说夫人特别贤惠 本想登门拜访 但继帆身患脑疾 名声糟糕怕冲撞了夫人 这才不敢去 前台词则是我对你一直很有礼貌 但你堂堂大家闺秀 却歧视我这种脑残患者 真是猪狗不如 暴击 这绝对是暴击 打得牧师完全没有转环的余地 更觉得是太皇太后语气冰冷的一句话 臭名昭著 谁说方亲家臭名昭著了 太皇太后的这一句结论 袒护之意 真是太明显了 牧师脸色煞白完完全全地被KL在地 论查到还得是方济凡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规矩的跪倒在地 竟叫一个少年人施术宫 太皇太后和命妇们看得精掉下巴 红之天子也是一脸的惊异 只有太子殿下感觉稀松平常 他太子的好兄弟做出啥事都不稀奇 而方济凡自己呢也是一脸猛逼 倒没有太子殿下想得那么淡定 只是感慨真是拖了他那个便宜师父威大又不来 让今天比较尴尬的场面变得这样有趣 再查到演艺完败的慕夫人还是有些辜负 听见太皇太后说方济凡道学造诣极高 学不是不学无数之辈 瞬间明白了太皇太后为什么如此喜欢方济凡 转念一想他方济凡一个矛头小子能懂什么道学 太皇太后指定是受了他方济凡的补补 那么这是就有转机了 这次来祝寿牧师特意请来了明满江南的弘法真人 但凡重信道学的都知道弘法真人学贯已精 乃是天下正义道道贯长贯 真正的道学高人 太皇太后也早就听说弘法真人的精学 深得龙虎山真传道学精深 没想到被牧师请来欢喜得很 赶紧让人把弘法真人请入宫内 牧师一脸的得意 这下他定要方济凡好看 牧师建议同样精通道学的方济凡 不妨和弘法真人讨调一番 方济凡一脸绩笑感 看着娘们真不是省油的得意 他倒是不为什么讨教和切磋 即便是输了 输给一个这么德高望重的真人 他又有什么损失呢 只不过看着这娘们洋洋得意的样子 真是让他讨厌 索性向弘法真人抱上了大口 谁知弘法真人得知他就是方济凡后 惊掉了下巴立即变身小弥地 称他前几日刚拜读的道德真经极易 惊为天人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本尊 然后就跪倒在地规规矩矩地行了大礼 就有了七巡老者叫少年诗书公的场面 既然方济凡这个诗书公在此 弘法真人也不敢搬门弄斧恳请告退 牧师金的花容失色感觉完全没有天理 他怎么也想不到道门里竟然那么多的弯弯绕 这下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好在他们为国公府为这次祝寿准备贺礼下了血本 希望最后还能抢救一下不要太丢了眼面 这时太监扯开嗓子念着各府送的寿礼 为国公府的寿礼无疑不是奇珍一宝确实下了血本 只是念到南河伯府太监略有些迟疑 磕磕巴巴念出现玻璃镜一副然后就没然后了 太子殿下听到玻璃来了精神 玻璃本宫知道 方兄在西山见了个玻璃作坊 一天能练上千斤 红至天子都忍不住给自己的好的竖起了大拇指 这儿子真是坑兄弟的一把好手 牧师在一旁都笑不活了 没想到方继帆这么小气 这寿礼的面子完全找回来了 方继帆从怀中掏出木盒取出玻璃镜 口中却也没闲着 此物是臣花费无数心思为娘娘筹备的万寿镜 臣希望亲自为太皇太后带上 太皇太后感觉眼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了 原本模糊的世界竟是寝刻间变得清晰无比 让他激动不已 纵使金山银山也急不上万寿镜万分之一 当即就要重赏方继帆 方继帆不求赏赐 说了一番感谢姑母教导有方的话 太皇太后瞬间明了直夸方继帆是个好孩子 便高兴地告方氏为二品夫人 此时方氏不过是五品安人 从五品直接跳到二品国朝历史上前所未有 牧师也不过才是三品书人 红治天子刚想劝祖封个三品杀的 方继帆这个鸡贼毫不客气的灵止谢恩 这一锤子买卖就算敲定了 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再改了 方氏一脸难以置信完全萌萌达 这赏赐实在是太重了超出了她的想象 牧师心情无比复杂简直难受的吐血 都怪她平日太刁蛮 这下大儿媳是三品夫人 次媳却已是二品夫人 你说以后谁给谁请安 发起风的王阳明有多恐怖 咱不说和孔夫子比举国门吧 你就见这躺一地的内院就知道了 真真是文武双全 没这两下子还真做不了圣人 但她今天来不是闹事的 只是有不解刻意来请教方继帆 方法是粗暴了点但关键是好使 方继帆这不就老老实实听她请教了吗 她实在是想不通王氏的阵法为什么会失败 早在之前太子也和方继帆讨论过这个问题 由于贵州米鲁叛乱前约应对不力 导致全军覆没丢进了朝廷的严密 于是红制天子派会打仗的王氏 调集精兵强将想要一举歼灭米鲁叛军 王氏就调集了四个省的五万精兵 稳扎伦达准备围剿贵州叛军 太子殿下琢磨过后 感觉王氏的作战计划简直完美 米鲁不过只有数千兵力的乌合之众 在这样强军的包围之下肯定会连根打起 太子殿下认为这次米鲁叛军很快就会平定 方继帆却见兮兮表示那可不一定 面对方继帆的质疑太子殿下表现得很是自信 称他自幼熟读兵书对马正和军务十分清楚 别的不敢说这方面他可是很有信心的 此战朝廷必胜 方继帆也不顾及太子颜面直接泼冷水 这世上就没有必胜的账 米鲁既然能以弱胜强击溃前阅 必然也会有硬带王氏的办法 太子听后感觉方继帆这小子又装逼了 说他这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两兄弟谁也不服谁就呛呛起来 完全把正在给二人讲课的王华当成了空气 按照现在人的想法王氏的战法确实没有毛病 可惜方继帆作为穿越怪 历史上已经证明王氏败了 这也是王阳明得知贵州军情来找方继帆的原因 不过此刻有人比王阳明更想知道原因 方继帆来到暖阁恭敬地回答着红智天子的疑问 米鲁叛军人虽少看着好像很弱 但他们却有个优势 那就是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 能神出鬼没的打游击不断地袭击骚扰官兵 而我们的官兵是四个省份抽掉的 难免会水土不服此消彼长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找不到米鲁军不说 还有可能被游击队劫了两道 人数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红智天子听过方继帆的解释也顿胆棘手 难道他大明就拿这些匪患没有办法吗 方法当然有他们能打游击 我们当然也能 当年匈奴骑兵强悍 汉武帝就操练了更强的骑兵 都把匈奴打到他姥姥家去了 我们只要建立山地营 派人专门研究当地地理 操练山地作战肯定能废了他们 走敌人的路让敌人无路可走 方继帆的这番军事见解听傻的重点 谁都没想到他方继帆竟然还是个军事天才 简直无法反驳 就在方继帆得意的要飞上天了 红智天子打断了他让他退下 大人们有些不解 为什么不让方继帆继续说下去 红智天子那个恨要是让这小子再说下去 那他的尾巴不是要敲到天上去了 不过这山地营还是要建的 随即吩咐下去让人着手办理 众大人一脸玩味的看着红智天子 真是又当婊子又立牌方 果然当官的都精得很 如果你当过老师 那么批改作业 无疑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红智天子也有这样的体会 看着四分如出一辙的答题 虽然是以各种方法论山地营 但在红智天子的言语 就好像看到了无数只到处捣乱的小方继帆 让他怒火中烧 而方继帆的另一个门声徐晶 却跟大部分共生一样 以平米鲁为题大发感慨 一点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没有 简直是狗屁不通 让红智天子大为失望 这山地营若是真有奇效 贵州那边早该有消息 现在看来不过只是糟蹋前两把 感慨到方继帆的运气 在这电视到此为止 这时李东阳也表示 共生们大都只擅长血八股 时事策论排兵部阵 确实不大擅长 接着递给了红智天子 一份不一样的打卷 红智天子看后顿感震惊 卷中所达策论 即便与兵部尚书比起来 也毫不逊色 一问之下竟是状元狼王华之子 王阳明的答题 红智天子不禁感叹 王华生了的好孩子 此次电视状元就暂定王阳明 这父子双状元也是一段千古佳话 而此时的王阳明 正在书房眺望着窗外 不知在想什么 他老爹王华喊了他几遍 他才反应过来 询问他今日电视放榜 怎么不去看看考得怎么样 王阳明倒是自信得很 直言虽然写文章 可能不如其他共生 但是要说策论 那些共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第一肯定是他的 他老爹嘴上说着 让王阳明谦虚一点 实则心里乐开了话 不过王阳明 还是有些在意方济帆的门声 决定还是来看看吧 谁知道了贡院外 那齐刷刷跪了一排的 方济帆门声是怎么回事 原来昨日贵州剿匪 发来八百里急报 被英国攻击到 看完内容 马不停蹄地呈给了皇帝 皇帝立即下令 让人把方济带到暖阁 带方济帆来到暖阁 看着严肃的洪志天子 和一众大臣 感觉心里慌慌的 自从他进来以后 还没有一句话 就这么让他跪着 完全搞不清状况 也不管自己有错没错 赶紧装起了孙子 陛下英明神武宽宏大量 臣如果有胡言乱语 或做得不对的地方 请一定要多多包容啊 臣有脑急年纪 又小不想没娶媳妇就死 这满满的求生 遇到是把洪志天子整了 刚才的紧张气氛顿时缓紧 洪志天子兴奋地说 朕不是要怪你 而是头疼不知道 该怎么去赏你 看着一脸 您别逗我玩的方济帆 洪志天子只好认真地解释道 今天贵州前线传来消息 山地银刚试水 就把麋鲁打了个溃不成军 这捷报大到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几番何时以至于都送来晚了 方济帆一下子美出了鼻涕跑 原来是这样啊 害老子白眼了半天 顿时感觉腰部酸了 腿也不疼硬情 也是因为这贵州的捷报 一下子让电视的题目有了标准答案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而方济帆的门声授益于方济帆 都填写了标准答案 直接又罢绑了一致四名 除了那个不听话的徐晶 也就有了贡运外贵一排的名场面 徐晶不听话考了三十三名 实在是有辱师门 气得方济帆都没脸有这样一个门声 众门声看着气急的方济帆 不得不集体下跪替徐晶求情 这一番举动简直就是在交方济帆做事 方济帆更是怒火中烧 索性就让他们集体罚跪 而王阳明呢 看着只有第五名的自己 就像受了怨气的小媳妇 哭也不是 不哭吧 还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小惺惺 其实王阳明的策论不无道理 他指出了现任指挥官 王氏打仗的弊端太极切 因为急着围剿成功 就掉了四方人马去围剿叛军 没想到叛军擅长隐藏 和打游击人都找不到 王阳明的策论重点 是从速战变成打持久战 一旦进入持久战 叛军的后勤不给供应不上 就会陷于不利 但是王阳明忽视掉了一件事 王氏之所以心急 是因为朝廷财政紧缺 朝廷希望赶紧结束 判乱好节约打仗经费 方济翻的山地营 妙在两个地方 一是叛军打游击 我方也打游击 通过操练让游击水平超过叛军 战术打法上很亮 二是山地营需要的人马少 后勤不及耗费的钱 就少能省钱 向来自傲的王阳明 终于学会了内蒙 这一波王阳明输得不亏 小时候你有没有踩碎过房顶 感受下那美妙的悬空感 丐帮以天灾平凡朝廷无德为由 暗中袭击夜巡的锦衣卫 已经有了造反的势头 为了挽回朝廷的颜面 红治天子命锦衣卫 十天之内抓到丐帮贼手 锦衣卫日夜不停地在城中抓人 但已经过去半月了 丐帮贼手一直没有抓到 倒是每天能听到 有人在自家屋顶飞檐走壁的声音 就这样方济翻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 直至不知道 哪个没长眼的一脚干穿了方家屋 欧阳致心疼恩师 不能休息好都熬出了黑眼圈 于是请命红治天子 让他恩师方济翻去抓贼手 美名其约这样 便不会再有锦衣卫 打扰他恩师休息了 这是多么孝顺的门生啊 感动的方济翻 直夸他家十八代祖宗 来我们为欧阳致 这神奇的脑回录领赞 不过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 那我们的方济翻 也只能顺手把这贼手给抓了 门生们也都跃跃欲试 想在抓贼中显露下身上 但就这几个文弱书生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方济翻让他们哪凉快哪待着去 心中其实早就想好了一个帮手 对你没猜错 就是文武双全的王阳明 自从电视得了第五 王阳明整个人精神就有了问题 茶不思饭不想整天琢磨方济翻 本就有些一根筋的他销售不少 他实在想不通一个人是怎么做到 会期与会增产粮食 会预测贵州战局 会山地零破底的 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交织缠绵 他都出现了幻觉 仿佛看到了观音大使 前来为他指点迷津 咱就说有没有可能这是给恶的呢 待眼前虚幻破除 方济翻渐渐的身影显露出来 王阳明才知道 原来是方济翻来给他解惑 他兴奋不已像看到 救星一般拍着方济翻的肩膀 好学没让方济翻带着答案去西北 作为交换王阳明跟方济翻抓到贼手 方济翻就在西山 给王阳明和他门声好好讲讲道 有着天大的好事 王阳明岂能不去 还别说有了王阳明的战役 方济翻抓贼手的效率 那真是党党的 紧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抓到了贼手 洪志天子都不敢置信 怀疑方济翻是不是犯了脑疾 抓无辜百姓来冒功 不过听太监解释 方济翻这次可是立了军令状 以向上人头担保不似在开玩笑 还有用丐帮贼手在西山授客 洪志天子听得稀里糊涂 怎么又跟授客扯上关系 决定亲自看看方济翻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紧一味为了抓丐帮贼手 几乎把京城翻了个遍 搞得鸡飞狗跳结果连个屁都没抓到 而方济翻带着王阳明都未进行搜捕 就在一家客栈逮到了丐帮贼手 紧一味的脸简直是丢到了老老家 尤其是作为紧一味指挥使的谋兵更是无地自容 所以他对方济翻抓到的贼手表示质疑 凭什么他说是贼手就是贼手 有什么证据 方济翻早料到紧一味会不服 直接叫来了现在是西山农户 以前是丐帮京师分舵舵主王三来作证 显然这样的证词谋兵并不相信 认为方济翻完全是拿他们锦一味都闷子 随便薅出个农户就说是丐帮分舵舵主 要是高你身上你也不会相信 红治天子在一旁偷听的都感叹 这个王三为什么要主动自首 承认自己是乱党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但事实王三确实是分舵舵主 而且丐帮贼手的藏身处也是他来选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方济翻能一天之内 就抓到了令锦一味都束手无策的丐帮贼手 像谋兵这样高高在上的锦一味 是不会理解王三这样的人的 所谓的丐帮无非是一群抱团取暖的流明乞丐 舵主也是乞丐能好到哪里去 他们加入丐帮无非是为了能吃口饱饭 不被欺负 但凡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谁会想去做乞丐 谁会想去做乱党 直到方济翻和太子的出现给了他希望 西山成了他最后的避风港 在这里他只需要卖卖力气就能吃饱穿满 过上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安生日子 但自从总舵主来了以后 把金城脚的天翻地覆 他生怕对不起两位恩人 更害怕有一天这西山毁于战乱 把他最后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 所以他哪怕冒着被砍头的风险也要出来作证 他希望就算他死了 也能让他的家人在西山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牟兵显然还是不幸 认为王三是受了方济翻的好处在这信口不说 这给王三气得破口大骂 如果不是你们这群狗官不干人事 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乱党 欺负我们的是你们 要杀我们去领功的还是你们 无辜躺枪的谋兵器的牙痒痒 还好方济翻见是不对上前劝阻王三 谋指挥使不是地方官 这是不能全怪到谋指挥使头上 冤有头债有主 王三捂着心口鼠师给我气着了有点 方济翻最后向谋指挥使摊牌 如果还嫌证据不足 他西山多的是盖帮帮众 可以慢慢地盘查 谋指挥使叹了口气也不再多逼逼 方济翻一声全体都有 他底下的门声齐刷刷地站成一排 今天让你们来这里 就是要借盖帮贼手这件事 好好给你们讲一讲做人做官的道理 你别说方济翻这正经起来还有点帅哦 认真听 方老师小课堂开讲了 问你即将入室为官 有什么办法可以肃清乱当 就在你思考这功夫 王阳明这个大聪明已经学会抢答了 孔圣人有言用教话 方济翻不可置讽 那为何两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的乱当 王阳明突然被问住了 是啊为什么呢 方济翻铿锵有力地抨击道 全英后世俘虏们理解错了 他们以为所谓的教话就是对百姓大讲道理 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然而却忽略了最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百姓得吃饱饭 不然人都快饿死了 哪有时间听你逼逼大道理 所以说解决乱党的办法就是喂饱他们 吃饱了才会听你教话才会变成顺民 用句俗不可耐的话说有奶就是娘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说完方济翻还不忘耍帅 好官就是能像为师一样让反贼变顺民 而用官就是将顺民逼成反贼 没想到欧阳智掌的浓眉大眼的多么正派的一个人 听完后竟也拍起了方济翻的彩虹屁 而一向自傲的王阳明陷入了沉思 事业 天空划布五彩的霹雳 稀里里的小雨润泽着世间万物 同时也洗刷着王阳明的心理 王阳明原本会在37岁 被流放龙场驿站误导 现在在方济翻的影响下竟提前误导 这一刻大道治简之行和义友图行 而另一边红治天子听了方济翻的言论 对王三这个丐帮分舵舵主哪怕被杀头 也想要留下来的地方充满了好奇 正欲要让方济翻带他四处走走 太子这个逗逼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自告奋勇地要带红治天子看看 吓得他老子直骂娘 不过在看过西山村落这破烂的居足 红治天子很难想象这都算是过上好日子了 那这些流民之前过得得是什么非人的生活 红治天子不禁扪心自问 他到底算不算胜利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不会知道在自己治理下的国家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乱当 方济翻不止给他的门生上了一堂课 也是给他红治天子当了一次老师 随即红治天子下令指展贼手 其他人全部胜利 方济翻带西山上下领指谢恩 不禁想到本来是给门生们讲课装逼的 没想到打击到了一生要强的红治天子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造孽啊 古有始皇帝焚书坑儒 今有王阳明焚书坑大家 自从悟到了大道志简直行何一 王阳明在看当代大家对孔子承认 孟子取义的诠释与解读 简直就是废话连天哗众取宠 而朝廷科举的指定教科书也是须有其表 在他眼里完全是糟粕索性不如一把火烧了 他老爹看着被烧的圣贤书记 完全搞不懂这个儿子发了哪门子邪风 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王阳明的一句话问在当场 父亲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 读懂了圣人的大道理了吗 圣人知道的精髓不过是忠孝人意 却被后世俘如诠释的无比复杂 傻也不干只是闷头读书 就想参悟圣人之道简直是狂妄 想要真正明白圣人之道 得先俯身去做实事 从中获得领悟完善自己 这样才能做到知行合一 这便是方济帆教给我的道理 王阳明说了这么多 王华别的没听懂 但最后一句他听懂了 儿子变成这样 原来罪魁祸首竟是败家子方济帆 转身就来到了厨房 拿起二十米的大刀就要找方济帆拼命 好在下人死死抱住他的大头 才避免了大明有史以来 败家子方济帆 还不知道刚刚躲过一场杀劫 在自家小院的摇椅上 哼得小曲好不惬意 只不过那五音不全的调子 着实有些辣了 就在方济帆继续摧残着花花草草时 王阳明的出现突然打断了他 王阳明光棍得很 直接把在家里焚书坑大家的事 向方济帆讲了一遍 以至于最后被他老爹赶出了家门 索性他就借机安心地 在方济帆身边学习了 这把方济帆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方济帆看着有些社交牛逼症的王阳明 都开始怀疑是什么时候收他为门生的 这连诗都不败就要方济帆做他的老师 而且还打算吃他的喝他的睡他的 方济帆感觉王阳明好像有啥大病 正在拒绝 王阳明摆了个深微poss 大有一言不合上言以德夫人的架势 方济帆立马描耸摆起欢迎观铃的姿态 果然拳头有时候比讲道理管用得多 想想其他人拜师的过程 再看看王阳明拜师的过程 现在的方济帆就像受了气的小媳妇 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方济帆也有惊天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不能轻易招惹吗 就是那种爱钻牛脚尖的人 特别是那种还有着无上权力的钻尖抢人 因为一个搞不好就会让人欺了你的小贼贼 方济帆现在就面对着这个强人 生怕说错话让自己的小贼贼离家出走 本来解决了丐帮贼手 方济帆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谁知刚钻进暖和的被窝 就被两位娘娘强行请入宫里进店 而一脸猛逼的方济帆 来到宫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差点被英国宫这个暴力狂痛 责怪他为什么陛下从西山回来 就茶饭不思虚弱的都病倒 把方济帆吓得直往太子身后 只敢若若地问一句 是不是宫里的伙食不够好啊 你说这是人能问出的话 张皇后止不住地掉眼泪 陛下连最喜欢吃他煮的辣粥 现在都没有吃一口 方济帆才恍然大悟 看来是王三的事对皇帝打击不小 历史上的洪志天子也是这几年 因为心理压力太大积劳成疾 最后直接驾崩了 太子诸后照登基后 娇奢营义宦官乱正 把洪志天子靠秦政稳住的天下 搅得天翻地覆 这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显然这是自己闯的祸 这锅只能自己背 方济帆只好冒着小贼贼 离家出走的危险 独自觐见洪志天子开导 他不要那么钻扭脚尖 陛下 现在一定心灰意冷吧 陛下克纪大统时 一定是想要做一个圣君 于是陛下特别勤政 没有一天的享乐 崇尚节俭不爱美色 更是严格要求自己 却对其他人特别宽厚 陛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直到陛下在西山看到了 许许多多的王三 才发现自己忙碌了半生 却也不过如此 所谓的太平盛世就是个笑话 说到此处躺在卧榻的洪志天子 眼角竟不知不觉 有一滴晶莹的泪水滑落下来 方济帆见洪志天子有了反应 继续说道 陈是个有脑集的人 也一直努力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虽然很难但陈做到了 因为不管别人怎么说 陈只要忠于自己本心就够了 方济帆越说越起敬 竟要从头讲讲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洪志皇帝却极为平静淡淡地说 你退下吧 方济帆被无情地拒绝感觉很尴尬 但像这样钻了牛角尖的强人 他真是不敢招惹再说下去 怕小贼贼不跑 丝毫不敢怠慢立马退了出去 太子太过担心洪志天子的身体 方济帆一出来就赶忙上前询问怎么样 方济帆则看了看天色 还不行 心病还虚心药医 陈现在要立即去西山一趟 争取在明日正午之前赶回来 临行前特意嘱咐太子不要去见陛下 给诸后招弄的百思不得其解 方济帆忧心忡忡地说了两字 爱眼会加重病情的 你认为世界上什么最纯真最无邪 我认为那一定是孩童们软弱的话语 洪志天子心病成疾 不得已方济帆只好去西山寻找心药 眼看都晌午了也不见方济帆回来 太子殿下等得交集 欲要亲自去西山走一趟 却被张皇后拦了下来 御医说陛下情况不乐观 太子这时候一定要在宫中 恨得太子都想剁了这群庸医 好在这时方济帆赶了回来 才避免了一场人间血案 许得心药的方济帆有些飘 回来了还不忘摆个poth耍帅 这个没正形的样子连太子都忍不住想笑他 这都什么时候了 薅着方济帆就要进去给洪志天子治病 谁知方济帆一句想救人任何人不能在场 尤其是太子殿下 给太子都整肌脑了要不是洪志天子的病情要子 太子高低要跟方济帆决斗下 洪志天子病退下人顺带让方济帆也出去 方济帆又是半可爱又是变多了梦 最后从怀中掏出去来的新药 自顾自的念了起来 皇上圈圈叉叉生病了多吃磨磨病就好了 方济帆学着孩童稚嫩的声音 可把洪志天子恶心坏了 方济帆脸皮后倒是不觉尴尬 只是说这是西山孩童听说陛下生病了 写了书信只不过因为十字不多 只能用圈圈叉叉来代替 洪志天子一听是孩童写的信 立马来了精神让方济帆继续念下去 皇上我知道要很苦 但吃了药病才会好 皇上要好好做皇帝不要偷懒 洪志天子是个无趣的人 平时也听惯了阿谀奉承 这率真的童言倒是让他心头一酸 煞使眼泪禽满整个眼眶 我觉得方恩公肯定骗我 皇上每天吃三十头猪五头牛一百只鸡 而且身边还有几千个美人陪着 怎么可能生病 洪志天子听了后面的话感觉有些尴尬 抢过方济帆手中的书信自己看了起来 皇上若是圣名我们才天天有米饭吃 越往下看对洪志天子的内心触动越大 洪志天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语气中略带哭腔地问出了他内心纠结的症状所在 方清家正是昏君吗 方济帆少有正行地认真回道 不是 陛下是千古难遇的圣君 可洪志天子还是深深地感到自责 明明自己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天下还有那么多的王三 方济帆这时突然想起前世一个信郭的相声大家 说过这么一句话 有一个人什么都好 家世顶尖学世顶尖相貌顶尖 可到最后愣是没干成一件事业 这叫什么 这就是人生 哪怕你全是滔天赋可敌国 仍有你施展不开的报复 所以方济帆只能劝慰洪志天子 王三已经这样了陛下如果现在自怨自已 二十年后小王三他们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说完方济帆果断地告退 猛妖已经下了 剩下的就只能靠洪志天子自己了 不愧是圣人王阳明 他的脑补能力简直绝冠古今 方济帆在解决了洪志天子心病后 发现西山孩童的十字水平令人堪忧 圈圈叉叉实在是容易让人脑补出其他画面 于是他把主意放在了十量巨大的王阳明身上 决定好好用一用这历史上顶牛逼的教育家 王阳明一开始还不是很愣 认为让他们当朝静世交这些小屁孩十字 是不是有些大才小用 其他师兄却十分拥护恩师的指示 谁知几天教书下来其他师兄累成了狗 王阳明倒享受起这种教书育人的快乐 陪着学生出田种地虽说很累 但丰收的喜悦却实打实地埋在了他的心里 尤其是干了一天重体力活 再到学生家里蹭一顿饱饭 是多么朴实无华的快乐呢 因为这些王阳明特意跪倒在方济帆面前 感谢方济帆这些天的教诲 王阳明整这一出道把方济帆搞懵了 不就是让你教个书吗 都几天没见了这又是弄哪样啊 难道这家伙也得了脑疾 就在方济帆疑惑中 王阳明自己开始了脑补 起初学生一直不明白 恩师为什么让我们教书 官场上我们已经够忙了 往返奔波就只为教授一群孩子 实在是大财小用 今天学生才明白 恩师是想让我们知道 追求大道治简之行和医之前 必须要有同理之心 方济帆有些不好意思内心按道 我当初是这么想的吗 王阳明继续脑补 学生自从来西山教书 才知道百姓心里所求的 无非是能吃饱穿暖 学生读书的时候 一直以为天下大智 是指路不时一夜不庇护 今天才明白 人人有饭吃有一川 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智 学生因为中日宝时有新一川 所以忽视了百姓最简单的需求 真是错得离谱 恩师不希望我等自以为是高高在上 便让我们与民同吃同众 亲身体验民间疾苦 做一个能知名之所及的父母官 恩师为我们煞费苦心 学生万死现在才发现恩师的用力 王明阳这份情深义切的感恩表达 叛傻了方济帆 其他师兄在这番话下 似乎也理解了方济帆的良苦用心 也纷纷跪倒在地 方济帆不禁感慨王阳明不愧是圣人 说得真好我怎么就没想到 这脑补能力也是真强 要不说人家怎么能做圣人了 这本事还是有的 你肯定听过关大一级压死人 但你不知道平级关系在大明也能压死人 贵州剿匪王室虽然通过山地营战略 重创了米鲁游击队 但却一直没能抓到米鲁 而一天抓不到米鲁贵州的叛乱 就无法平息 反叛的趋势就会越演越烈 红治天子只好任命方济龙为贵州总兵官 立马启程去贵州稳定局势 临行前好大儿方济帆给方济龙献上警囊 再三叮嘱他爹如有困难按警囊行事 对于儿子的关心可把方济龙感动坏了 就在方济帆依不舍的目光下 方济龙豪迈一笑 你爹我打胜仗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吗 方济帆不禁敢抬出了宠溺儿子 这是一个多么牛逼一老头啊 方济龙本就有云贵评判的经历 手下又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在接手了贵州山地营后 山地营的战力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但即便是这样叛军声势依旧浩大 竟敢公然袭击明军控制的县城 致使被派去驰援的明军死伤惨重 方济龙看到战报 军员的血性再也压制不住 愿待山地营精锐请战前去消灭叛军 而且前线最新消息 数万叛军正在袭击安顺 作为贵州第二大成义地位仅次于贵阳 一旦失守明军在贵州的布防就全完了 就在战况如此惨烈的情况下 王氏仍不同意方济龙带领山地营出战 而是要自己亲自带主力去安顺与叛军决意死战 让方济龙留守贵阳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大明廷急压死人 王氏的官衔是巡抚 方济龙的官衔是总兵 名义上俩人是平级 实际上大明已闻之物 文官有着无上权威 王氏不同意 方济龙也没办法只能甘生起 当然为了能让方济龙安心守家 王氏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山地营虽然强大 可不知为何叛军确实越缴越多 山地营精锐可都是宝贝经不起消耗 如果抓不到弥鲁 白白出动山地营得不偿失 方济龙一听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按照计划王氏带主力军去救安顺 方济龙被迫留守贵阳 叶里方济龙思前想去打开了方济帆的警囊 映入眼帘的是方济帆对战局的分析 我觉得叛军必定攻击安顺 看似攻城实则埋伏 坐等我军前去营救 然后以一代劳挫败我军 如果真如方济帆所说明军主力势必要折在安顺 他建议与其坐镇贵阳防守 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贼手弥鲁 一旦拿下弥鲁叛军群龙无首 安顺危机也就顺带解开了 你敢相信 那个盘桓在大明朝廷两年之久的叛乱 这个满朝君臣无不想要碎尸万段的可恶侵犯 竟是个这么美艳的女子 和之前的画像完全不一样好吗 方济龙在看完方济帆的警囊后 违背了王室留守贵阳的命目 敲咪咪地带着八百青钉 出发去找弥鲁的藏身之地 由于怕泄露行踪 方济龙并未跟人打招呼 这个消息不久传到了公路 红志天子根本不相信方济龙会临阵脱逃 而此时的方济龙正根据方济帆的警囊 在寻找弥鲁最可能藏身的地方石剑寨 只不过这石剑寨周边都是山 由于地形不熟 即便是山地营的精锐 在寻找的半月无果后 自贵阳出发时的昂阳斗志也已消磨殆尽 整支队伍毫无生气狼狈不堪 连方济龙的毒鸡汤都激励不起他们的斗志 好在这时事后来报 这个藏匿于大山石剑寨终于找到了 方济龙直接下令原地休整吃光所有干粮 准备一举攻下山寨捉拿贼手迷路 然而泪成狗的山地营精锐完全提不起干净 没办法方济龙只能使出方家祖祖辈辈 经久不衰的独门洗脑大法 本将军有一个儿子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人在京师里身边有几十个女人伺候着 穿上好的绸缎吃最美味的真秀 你们怕是一辈子都享受不到 而且我这个儿子还特别能惹事 得罪了不少人但就是没人感动他 你们的儿子呢 现在还在泥底里撒尿祸泥巴呢 连个书都读不起世世代代的军户 将来恐怕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你们的儿子犹如街上的乞丐 谁都可以轻贱 你们有婆娘的几年也舍不得做一件新衣 你们这么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分别 这赤裸裸的话语刺痛了这些精锐的心 方济龙看这气氛也烘托得差不多该说重点了 你们肯定不服气为什么我的儿子是人上人 你们的妻儿却如此轻贱 老子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祖上 不要命的杀地立功给杀出来的 没有他们我方济龙的儿子 和你们的儿子没有丝毫的区别 随后方济龙手指石剑寨 贼手迷鲁就在眼前天大的功劳就在眼前 因为他折损了我大名数千上万的将士 遭见了数不尽的钱量 抓住他便是天大的功劳 想要让你和你的儿子逆天改命 今天就给老子冲 说着激昂听者激愤 山地营的精锐集体爆山 干他娘的 随后山寨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激动 在死伤无数战士后终于抓到贼手迷鲁 只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美艳的女子 红颜算不算祸水 你别说太子诸后赵 平时给人一种蠢萌的感觉 但是在行军打仗这一块 那真是才华出众顶呱呱 就在方锦龙成功捕获美艳贼手迷鲁时 王室迟约安顺的援军陷入了叛军的包围 朝廷一再增兵可是叛军越角越多 贼艳也是异常的嚣张只困不息 目的在于耗尽明军的经历 再把明军一举歼灭可谓是嚣张到了极点 太子诸后赵都不禁感叹 米鲁这个妇人真不简单 能让战况如此胶着 其必定是个极富领导人力 且擅长蛊惑人心的厉害角色 想必早已暗中煽动了贵州的各路土司徒人和他一起叛乱 而贵州那些文武官员还没醒悟过来 在那傻乎乎的剿匪呢 不愧是明武宗诸后赵一眼看出了问题的关键 其后太子更是根据奏报分析出 王室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 看出米鲁在围城打员也无能为力 因为一旦安顺失守 整个贵州不防被迫 他这个巡抚承担不起如此大的责任 即便知道有诈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救 这是实打实的阳谋 所以王室以步兵为前锋 骑兵在侧翼步步为营 随时应对伏兵的章法实属无奈 方济帆听着太子的奏报分析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明武宗诸后赵 这军事才华简直是牛逼普拉斯 太子诸后赵信心满满地表示 只要抓到米鲁叛军没了首脑 那么一切就好办了 并安慰方济帆 宫里都在传你爹临阵脱逃 但本宫觉得他极有可能去抓米鲁 太子又根据方锦龙带的人马和口量 算出离安顺不太远 又适合在前线遥控战时的 只有龙泉战和实践战了 方济帆对太子的这波分析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递 只能说出一个大写的福字 真谈娘的精彩 要知道方济帆可是看过历史剧透了 才能确定米鲁藏匿在实践战 而太子仅凭地图和情报 就能推断出这些 真的是太厉害了 要是平时不那么中二 以后不听信宦官谗言 想必在历史也会是个顶牛逼的皇帝吧 说着说着太子竟惆怅起来 因为他是未来储君 没有出征杀敌的机会 但是作为一个上武的男人 只恨他此时不是方济帆他爹 否则现在应当在贵州密林里 手握长剑正与贼子们杀的痛快 哪怕被贼子将刀插进他的肋下 鲜血如雨棚般建设出来 看着身边堆积如山的尸首 感受着生命渐渐抽离他的身体 在听到了最后一阵战补和号角后 倒在血泊之中 这就是他向往的死法 战死沙场马哥果尸 方济帆听的都有画面感啊 眼泪经不住地往下流 罪野的女人 只有套马丹的汉子能征服 在拿下美艳贼手迷路后 方济龙秒变杀神回到贵阳整顿兵马赶去安顺 而王氏这面虽遭叛军埋伏 但因为早有预案 也能镇定地指挥撤离 并没有引发大面积溃白 而是有条不紊的前后营调换攻防 殿后的前营士兵前扑后继 甚至以肉体抵挡叛军 尽力为撤退争取时间 战局相当惨烈 更甚至前营指挥官邓通 在身中数剑后发出决绝的怒吼 用残破的身躯 挡下了敌人的追击 那满腔的孤勇 着实让人钦佩 王氏此时还不忘把前线消息传回贵阳 不准派兵来救 大有决死之志 贵阳不容有失 可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赤后来报 明军后方出现新的叛军 梁道被切断 王氏简直不敢相信 他让最熟悉地形的刘千户 抽掉了最精锐的兵马保护梁道 而且还放出了大量赤后 梁道怎么可能有失 因为他做梦 也想不到改土归流计划泄漏 水冬土司起兵谋反了 而刘千户正是水冬土司 改土归流直接抹除了土司制度 触及到了土司的根本力 这就是谁敢动老子的棺材本 老子就跟你拼命 朝堂中大臣们看到土司兵变 这副被受狄安顺和贵阳 怕是绑住了 贵州也有九成几率 全部陷落 不仅如此朝廷对贵州的势力 还将会导致广西云南等地的土司集体反派 这样下去整个西南 都将脱离朝廷的掌控 一时间红治天子和众大臣忧心忡忡 太子看着有些悲观的众人 却是会心一笑 把自己之前的推演 对红治天子附述了一眼 并且十分肯定 只要王室能坚持下来 方景龙一定能力挽狂澜 事实也却如太子殿下所说 在水东土司叛变稳定了战局 正要处决王室时 我们的杀神方景龙及时赶到 不仅救了安顺 还把反叛的土司们一一镇压 彻底平定了贵州的叛乱 是什么原因让太子怅然若是 对方济帆说出不想努力了 在方景龙以一己之力 扭转贵州战局 红治天子龙颜大悦 大有横扫六合八荒之势 太子诸后赵也为自己的神预言感到自豪 进一步提出了对大劫后的看法 他认为 以贵州现在的局势 安抚已经没有用了 左姓就借着此次大劫的势头 强推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 毕竟会危及土司们的根本力 如果处理不当 还会兴起新一轮的叛乱 不过现在南河搏在土人的心中 已经是杀神般的存在 有他在 土人就算在不甘心 也不敢轻易造此 所以他建议红治天子 赐南河搏为平息后 让他全权处理贵州军政事务 来震慑贵州土司 方济帆在一旁感叹 不愧是老朱家的人 这基因是真好 没想到太子殿下短时间内 进门考虑得这么周全 红治天子也很认同 太子所提建议 这让从来没有受过父亲肯定的太子有些小骄傲 但红治天子随后一句话 就把太子干衣衣 这些都是方济帆教你的吧 方济帆立即澄清 并以人格担保 这些都是太子自己想出来的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红治天子以为方济帆 这是谦虚 尽乐呵呵任命方济帆为詹士府的邵詹士 对红治天子的乱点鸳鸯 方济帆感到很无奈 只想斗戴 这不是纯扯独子误人子弟吗 会出暖阁太子羡慕起方济帆来 说方济帆的老爹 对方济帆就不会那么苛刻 而他再有想法再有本事 在他爹的眼里 都会认为那是师父们的功劳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爹的眼里 他永远那么不成器 他不想努力了 当一个努力的人永远得不到想要的认可 是会有这种自暴自弃的情绪的 方济帆突然醒悟 直呼卧槽 历史上的诸后照登基后 交涉一溢 原来并跟在这呢 这是被红治天子从小打击坏的 他可不能让太子自暴自弃下去 钱袋子要是漏封了他以后怎么会 立马劝慰太子 殿下只是不会推销自己罢 只要掌握了方式方法 一定能让陛下对你刮目相看的 听懂掌声 然后方济帆以人格担保 太子如果去西山书院读书 一定能脱胎换骨震惊陛下 太子一下来了精神 对于去西山求学充满期待 太子能学到令他爹刮目相看的方法吗 太子诸后照终于扭起了一把 自从偷去西山学习 像唐银的绘画课或徐晶的地理课 都不能提起他的兴趣 只有王阳明的课 他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为别的就是王阳明的课 天天吵架 很是热闹 支持王阳明新学说的 和反对王阳明新学说的天天互喷 新剧评出让他记得好不开心 他对骂街的词汇量 那是直线上升 更有趣的是他发现 耕地比公马还累 但是劳作之后 在吃以前难以下咽的大口 却是格外的香甜 对他来说 完完全全是种全新的体验 而且他还在王阳明身上 学到了不少东西 就比如朝廷每年写的劝农文章 本来是用来鼓励农民耕种的 现在在他看来 就是一群没耕过地的俘虏 凭空想象的角柔造作 对农士的理解 只存在于想象中 官员没有同理心 只凭想象去实现人证 轻则闹出笑话 重则误国害民 他也理解了詹事府的老师们 经常说的读了 二十几年书一无所成是怎么回事 那是他们只会写文章 没有亲身去做事理解失误的本质 以至于他被洪至天子指责 为什么把朝廷下发的劝农文章全扔了 他也有底气地说 那些只不过是一堆废纸 不配让他浪费时间去阅读 如此口出狂言的太子 恨得洪至天子 当场就想给太子两个大逼斗 那可是他和内阁大臣一致认可的文章 在他太子眼里 竟一文不值 这是赤裸裸地打朝廷的脸啊 太子看着正要爆发的洪至天子 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认可这些劝农文章之前 有谁真正跟过地吗 太子的一句话就问住了众人 他们这些人久居庙堂之高 哪里还体会过耕作的辛苦 靠想象能想象出 在烈日下手脚不停地煎熬吗 靠想象能想象出 附身数个石沉腰背的酸痛吗 没耕过地的人谈劝农 就好比没见过沙场的人 直到老兵作战 没养过马的人 骁伯乐施马 完全可笑至极 而太子如此有底气地 敢说劝农文章可笑 全因他耕过地能体会民生艰辛 太子的一番阵龙发聩的表达 另一位列百官之首的刘剑不禁汗言 劝农文章正是他举荐入宫的 他为自己的疏忽 特意向太子鞠躬致血 感谢太子的指证 红之天子看到这一幕 也是没了脾气 甚至感到有些欣慰 感觉自己的儿子真是长大了 懂得体恤民间疾苦 忍不住也夸奖了太子几句 这也给了太子信心 继续去西山历练 方济三也不禁感慨 王阳明真是溜啊 这才几日 太子就脱胎换骨 能舌战群儒了 殊不知这是太子 天天看护喷 自己学习的结果 所以说喷子 有时候多少还有点用 你认为呢 自太子诸后照 满阁镇龙发聩的言辞 惊艳了朝中大臣 首府刘剑也敲咪咪的 把他那个死活 考不到功名的笨蛋儿子 送到西山 寻思着太子都能开窍 他这笨蛋儿子 应该也能行吧 没想尽碰到不放心太子 前来一探究竟的红之天子 这就有些干大了 当两人混到学堂里 正看见一个老学究 拿着范文正宫和于少保 两人的画像 质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认为王阳明所说 读书人不知行合一 就是废物 横属是在诋毁读书人 这个举例确实够刁钻 范仲淹和于少保 都是靠读书入室 但他俩却也有抗击 外族侵略的军事成就 为天下读书人所敬仰 王阳明的新理论 虽然有些道理 但成诸礼学已流行了几百年 不是说撼动就可以撼动 王阳明面对质疑却是淡然一笑 而等是范于二人吗 如有外族入侵 能否克敌制胜 老学究一时 竟不知如何回答 这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整句 而王阳明继续发问 当达达铁骑入侵 搅得百姓颠沛流离 你们这些读书人 有人敢站出来 与达达人厮杀吗 你们既然崇拜 范于二人的攻击 那你们有研究过达达的弱点吗 研究过北部边境的地理吗 你们只闭门读圣前书 真到了危急关头 你们只有一死报效君王 那有用吗 陛下需要的是 每次出现危险 总能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人 朝廷官场上大都是读书人 吃着百姓的公养 在百姓被外族屠戮的时候 却在屋里坐而论道空谈圣贤书 简直可耻之极 王阳明的画像 跟于此卡在了老学究的废叶上 气得老学究像某族一样 来的句你行你上啊 你王阳明不也在空谈 如果达达人到了面前 你跟我们又有什么不同 王阳明诡决的一笑 你是说一个达达人到我面前吗 老学究还以为 王阳明怕得嘲讽起来 王先生不也是吓得屁滚尿泥 却好意思夸夸其谈 就在老学究谈字 还没说完 王阳明举起右手轰的一拳 就把他身前一百公分厚的 沉香木捉干得粉碎 然后笑着对老学究表示 一个达达人还不够看 最起码得来三十个以上 才能让我站起来打 四十个勉强够我祸祸 此时的王阳明 在老学究的眼里宛若杀神 吓得他瑟瑟发抖 不敢再多言语 刘剑之子 刘杰看着这一幕 瞬间被王阳明折服 直接跪倒在地上 王阳明行拜师之礼 刘剑也受益良多 不禁感叹 心中有道就该学好所有本事 去为心中的道服务 这恐怕就是知行合一了 否则圣人之道又有何用 红志天子最后也放下心来 决定让太子在这里好好学习 感叹方济番这个徒弟 有点意思 让年轻人去折腾吧 你说当爹难吗 那可太难了 尤其是当朝首府 刘剑这个爹更难 明明他学识渊博 可生的儿子却不争气 40岁了连个相识都没考中 以至于今年的相识考试 又让他担心起儿子 再和红志天子一世中进分了神 看着分神的刘剑 红志天子才想起来 都不记得刘剑儿子第几次相识了 也不好意思在询问关心下 只能中断今天的意识 并让人安排车驾送刘剑出宫 而贡院这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色 王阳明的门声穿得像农民一样 脏兮兮地出现在贡院外 引来了其他读书人的嘲笑 背质一点没有读书人的样子 面对质疑学生们倒是很淡定 只回了一句不语傻子争长短 气得其他读书人也只能放个嘴炮 走着瞧啥的 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像往年一样这次出题的人张生 又是一个厉害的南方学霸 出题也是刁钻的可怕 名无子帮 话说一半段句奇奇怪怪 考生只有熟读四书五经 才能想起这句话的出处 然后提笔写文章的时候 忠心思想要符合成诸理学的解释 并用自己的话阐述出来 完完全全是八股文特有的固定模式 而且必须在五个时辰内写完 读书不经的俯升受不了这变态的题目 直接掀桌子气考 完全接受不了出题的心意 甚至大骂考官恶心他们这些读书人 反观王阳明的学生刘洁却很淡定 在王阳明的教导下 他们根本不用去深究八股文中的道理 只把他当成一门手 对八股好文进行解析 掌握八股的诀窍 再不断地刷题练习 把八股文当成做官的工具即可 刘洁这样想着这刁钻的题目 突然一点难度都没有了 这段话的重点无非是讲 您五子是个大智若鱼的人 考的也无非是 您五子在国家新栓时不同的做法 就这样刘洁的思路一下打开了 简直是下笔如有神刷刷地坐打起来 几天后香试月券完毕 贡院则即日放榜 老父亲刘洁在寒风萧瑟中等着看榜的儿子回家 下人劝他天冷还是回屋等了 这位孩子操碎了新的老父亲哪里进得下来 再考不中他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四十岁的儿子 谁知道刘洁回到家中一句话也不说 直接扎在父亲刘洁的怀里痛哭起来 刘洁一看这架史诗又没考中了 也只能含泪劝慰刘洁 都是他这个当官的爹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这些年的努力他都看见了 考不中就考不中吧 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 做好你自己就行 你永远都是老父的好儿子 看到这一幕我感觉好像是个爹 都比红志天子对太子这个儿子好 真不知道太子怎么那么惨 听着刘建感人肺腑的话 刘洁喜极而气告诉刘建搞错了 他是不敢相信自己考了头榜第一而已 这把真情流露的刘建造了个大尴尬 越是酸腐不堪的读书人 越是小肚鸡肠 就拿没对过王阳明的老学就说吧 在西山学院丢了面子 他就一直想找回场子 朝廷的八股文曲是成了他最后的一掌 毕竟朝廷选官要看八股文而不是看之行何一 他自认为教书多年在经理有些名望 门下学生八股文还是很有水平的 只要这次能联合到考路乡市前十名的学生 也定能去西山书院打王阳明的脸 让大家看看谁才是教书育人的榜样 他看着第二名的吴志就感觉有些隐属 好像是之前跟随他学习的学生 正在沾沾自喜满怀骄傲 却被门生提起 后来吴志去西山败入了王阳明门下 当即差点让老学就吐血而亡 之后认真看保乡市前十二年 竟全是王阳明的门生 西山书院竟然罢保了 他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不止老学就想死其他的读书人 也都开始怀疑人生 真不知道从哪里放出的妖孽 让他们辛苦十数载读的书全读到狗肚子里了 方济帆也是不敢相信 不到一年时间 王阳明就给他整出十三个举人徒孙 这教书的水平简直是恐怖如斯 难怪其他读书人都不想活了 还不止如此 朝中大臣在得知西山学院学生相识爸爸 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争着要把自己家的败家子栽进西山 像极了现在拼了命都想让自家孩子上名校的家长 汉林大学士沈文更是认为 连刘建家那个四十岁的蠢儿子都能高中榜首 他家的败家子沈奥应该也能抢救一下 这下方府门前就热闹了起来 好多官员名义上是恭喜方济帆徒孙高中 实则全想走后门让自家孩子进西山学院学起 这妥妥的把他西山学院当免费托儿所了 气得方济帆大骂邓建有什么好恭喜的 这帮徒孙不过就中个狗屁举人 这一幕看傻了儿子高中特来代谢方济帆的首府刘建 在方府真是举人不如狗 一块砖头能砸死俩 你说气人不气人 太子上次批评劝农文章牛气了一回 这次相识让方济帆也牛气了 红志天子都亲自恭喜他的徒孙全部高中 实际是把方济帆单独叫来问问他 对前些日子打打小规模袭击大头 有什么看法 可见方济帆在红志天子眼中是越来越有分量 还得借个由头和方济帆商议国事 说起大同京师首都就在他附近 方济帆瞬间明白红志天子的担心 当年瓦拉从大同入关 在土木堡打败明君 掳走了大明皇帝朱祁镇 也就是红志天子的爷爷 瓦拉铁骑顺势攻入京师 差点把大明给推翻 虽然明君最终击退了瓦拉 但大同的城防一直被朝廷当成重中之重 红志天子这是怕当年土木堡事变重演了 方济帆了然会心意笑说了自己的想法 大同城防牢固北方达达连年遭灾 饭都吃不饱攻打大同吃力不讨好啊 这也是红志天子不解的地方 连大同城防都破不开无良可抢 所以达达突袭大同谱什么呢 方济帆认为达达这么做 一定是为了掩盖更大的图谋 达达连年遭灾过冬都困难 所以他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 来完成一场最大的截略 以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 所以达达会在大同虚张声势 因为他们清楚就算大同城防没有问题 但是关京施安危朝廷也不可能轻视 此一番推论红志天子认为很是合理 不过达达真正的目标会是哪里呢 方济帆立即指出放眼大明整个北方边境 明军管控少城外又有大量村落和急震的地方 只有关外的辽东地区最有可能是达达的目标 方济帆说这些也并不是纯猜想 因为他前世曾在史书上看过 这一年达达进入辽东大规模烧杀抢掠 大明遭受了百年以来最大的损失 所以说没点学识和文化咱还是别玩穿越 否则在那些个混乱的年代根本活不过三天 红志天子感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辽东有朵延三位助手 达达去辽东应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方济帆则表示先不说朵延三位的忠诚度 达达要是劫略肯定是速战速决 等朵延三位有了反应 估计达达早就抢完东西跑没影了 所以方济帆建议大同加强戒备即可 而辽东一线要早做筹谋 兼必轻也以备不测 红志天子听罢面色凝重 虽然认为方济帆说的很有道理 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推测 毕竟达达神出鬼没 袭击哪里都不会意外 戍边不是小事 最终还得让兵部权衡处理 方济帆听后感到很无奈也是没有办法 作为过来人 他也不能逼着红志天子按照他说的做 只好心情郁闷地退下 什么才叫好兄弟 就是全世界不信你 我都听你 红志天子和方济帆说完达达的事 方济帆就把自己的见解说给了太子 太子很是震惊 为什么父皇没有把达达袭击辽东当回事 方济帆解释并不是没有当回事 而是下旨让辽东加强戒备 但兵部估计还是会认为大同城房更为重要 毕竟在兵部的言 大同城房关系到京师的安危 辽东可以出现意外 但大同爵不能有任何闪失 而且兼必轻也是让城外的百姓放弃自己的家园 躲到城里去避难 这件事操作起来很难 如果达达没来军民很有可能划念 太子脸上多了一丝忧愁 那就没有办法救救辽东那些可怜的百姓吗 方济帆表示道没有那么悲观 不过要按照他说的方法做 太子大意凌然地表示为了百姓 他活出去了 不知道这脑回路是怎么长的 竟认为方济帆会让他亲去辽东 跟达达决一死战 方济帆一个头两个大 这是探机生物能想出来的事 方济帆让太子冷静下来不用那么麻烦 只需红至天子派钦差去辽东宣指使 想办法让他最听话的门生欧阳志去 然后私下再派刘伴伴随行 和刘伴伴交代清楚 若是兼必轻也伴不成就宰了他 在太子眼里刘伴伴除了伺候人没别的本事 有些不解派这么个废物却有啥用 方济帆心里却清楚得很 刘锦刘伴伴这欺软怕硬的主 在历史上那可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大魔头 以这家伙的狠劲能把辽东的天翻过来 为了保全性命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在太子秘密的安排下 欧阳志和刘伴伴来到了辽东 你还别说大魔头刘伴伴在欺压百姓这一块 确实是个天才 那些不肯走的百姓直接烧房 几天的功夫就把兼必轻也做到了极致 甚至还打着东宫的旗号在辽东粗暴敛财 让本就凄惨的辽东百姓雪上加霜 不愧是历史有名的大魔王 兼必轻也后 整个锦州仿佛变成了一所巨大的监狱 到处都是外面进来的流民 他们虽然带来了食物 但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一夜过去不知有多少人再没有醒来 刘伴伴看兼必轻也大半个月了 也没见达达半个人影 他在辽东也捞不出啥油水 就来询问欧阳志是不是可以撤了 欧阳志表明他已经上书请罪了 并向皇帝说明了厉害关系 所有罪责他一并承担 但在朝廷派人来抓他钱 任何人不能阻挠他贯彻恩师的指示 说着就把方济帆刺他的遇见 垫在了刘伴伴的肩上 刘瑾一番烧仿敛财的骚操作 传回了京师 唐吟为锦州的军民愤愤不平 方济帆倒认为比起被打打劫掠残杀 刘瑾的这种欺压还算能接受 以后让太子找个机会办他就完了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这件事相当于假传圣旨 红志天子很快就会知道 太子挨一顿挨挨的小皮鞭那是肯定的 他方济帆也得避避风头才是 随即方济帆就以脑脊发作 让唐吟带他去告假 谁知唐吟还没走出屋门 太子就绑着一身绷带勒呵呵的来找方济帆了 口中嚷嚷着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看样子坑兄弟真是让他快乐 红志天子一脸黑线的跟在太子身旁 显然是太子这个好兄弟去打成招 把方济帆这个假传圣旨的主谋告发了 方济帆泪流满面的夸赞太子 真他们不愧是他的好兄弟 想说从来没带着他有难是真叫他一起扛 于是这俩活宝被红志天子惩罚在西山耕作一个月 方济帆心里嘀咕诸后照这臭小子 自己被揍就完了 干嘛还要拉他下水 他奶奶的交友不慎了 太子倒是很看得开也是真的信任方济帆 都这样了他还在想等达达去了几周 他该用什么姿势打他父皇的脸 方济帆一脸想死的心都有 那也得能熬到那一天啊 现在简直快累死了 另一边留紧看达达迟迟不来 便让手下带着他这些日子搜刮来的钱财 送给东厂之主萧公公 让萧公公帮他跟欧阳志撇清关系 把所有罪责都套在他欧阳志身上 萧公公也是个实在人收钱是真办事 直接就按照刘景书信中所说告诉了洪志天子 说欧阳志倔强固执用御剑要挟官员 强行兼壁亲民 弄得锦州军民百姓苦不堪言 他刘景极力劝阻奈何不得不屈服在御剑之危险 洪志天子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欧阳志都上书请罪了 他方济帆这次真的是失散了 朝中对他的弹劾太多 他这个皇帝也已经压不下了 明日只能下诏问罪了 就在洪志天子准备下诏问罪方计翻时 达达已经悄悄地溜进了锦州附近 就在他们兴奋地以为能大肆烧杀抢掠 现实却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 锦州城外只剩下空空如也的房子 和没有办理粮食的大缸 奔袭了百里数十个村子 一个人都没有 别说是粮食就连拨碗都没见到 此时朝廷这面也收到了达达人夜袭辽东 在锦州城外发了风一般的抢掠的消息 辽东传来遭达达夜袭的奏报 洪志天子看后几倍一阵发凉 如果不是欧阳志顶着沙头的罪名 坚决地兼臂青年 恐怕现在整个锦州城外 早已沦为人间地狱 不仅如此 如果这次让达达抢夺了足够的军序 整个辽东甚至是京师都会受到巨大的威胁 欧阳志这是立了大功啊 同时洪志天子又看看弹河方计翻的奏书 面色有些阴沉 方计翻为了救百姓与水火之中 也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啊 随即下指这些上奏弹劾方计翻的人 通通罚奉三年 方计翻还没有说话 太子诸后赵却倩倩地表示 为了辽东百姓哪怕是被父皇吊着打 也是值得的 太子不说话还好 他这一说话洪志天子把他一顿臭骂 全因太子派去的刘锦 在书信里把欧阳志一顿数落 把兼臂青野的责任推卸了一干二净 这把太子气得恨不得现在就能掐死刘绊绊 天大的功劳就这么让他这个废物给弄没了 而此时在辽东一无所获的达达军队 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很多达达兄弟为了争一点粮食残渣都能打起来 达达人袭击大明通常不带军粮 而是靠四处烧杀抢掠以供物资 他们实在没想到大明竟有人能提前看穿他们的既往 让他们这次连个粮食皮都没见到 达达们为了家人能撑过这个冬天 只能孤注一掷 连他们最重要的伙伴战马 都被他们杀了吃了 势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锦州城 大明朝廷这面呢 在得知达达抢掠失败后 也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对达达人的了解 他们定会大举进攻锦州城 而锦州城内军民没有抗衡大批达达入侵的经验 如果让达达攻破城门那么之前的努力全都晚了 朝廷内对于迟不迟远锦州朝的不可开交 红制天子一时间也难以抉择 一个抉择不好 那可是锦州十数万军民的性命啊 然后他就把这个问题踢给了方济帆 好在方济帆早有定谨 坑枪有力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派兵驰援 这些达达人可是大漠里最强悍的兵马 清朝而出无人能挡 千里奔袭没抢到粮食 一个个恶的眼睛都发掠了 这时候派兵驰援锦州 无异于给达达人送温暖 达达铁骑会发了风一般 抢劫驰援军的粮草 到那时锦州才是最容易被攻破的时刻 现在锦州唯一能做的就是 等气候越来越恶劣 让锦州军民凭借城墙优势 消磨掉达达最后的利己 方济帆说完这一番话 红治天子还没有表态 就有大臣站出来否定了方济帆 认为锦州军民好不过达达撇气 城中军民被围成久了 会军心浮动一旦心里崩溃锦州告破 整个锦州十数万军民就全完了 方济帆却是会心一笑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 朝廷还在为持不持援朝的不可开交 锦州城外已经打得热火朝天 为了能一举拿下锦州城 达达人几乎全员出动 剑与河抛石车倾泻而出 瞬间锦州军民死伤无数 辽东中屯卫指挥和言 打了一辈子仗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达达人 没想到竟还有能跟达达死磕的一天 而巡安御师李善被下来 只问欧阳志援军什么时候来 欧阳志没有回答 只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看着带火的飞时 高绝恩试次的遇见怒喊道 反击达达誓死守住锦州 其坚定的眼神 连带锦州官兵也集体发出怒吼 刘锦这个小人没胆量面对达达 却也见不得欧阳志当英雄 暗骂欧阳志读书读傻了 大家都在忙着逃难 哪有人有空搭理他欧阳志 吵闹间达达又一轮的飞时抛来 吓得城中百姓四处逃窜 站在城楼上的欧阳志却纹丝未动 直至烟尘消散 欧阳志眼神依旧坚定 颇有灵威不乱之大将风采 官兵们一下子从欧阳志身上看到了希望 欧阳志也笃定地告诉大家 一定可以守住锦州的 怕死的刘绊绊却大骂欧阳志 懂个屁的手疼 除了喊口号啥都不会 守兵都快死光了 明显睁着眼睛说瞎话 刘绊绊之不合时宜的叫妈 激怒了已被欧阳志大将风范 折服的和言 指着刘绊绊的鼻子就骂他这个阉人 岂能理解欧阳先生的高材和勇气 怕死就滚一边去扫在这碍事 否则在出言不逊容易被人打死 随即举手高呼城中 所有比车轮高的男兵 全部编入个迎协力守城 百姓们虽然内心充满恐惧 却在城池将破的绝境中 自发动员起来 纷纷拿起了武器守城 之所以能这样 全是因为欧阳志的一枪孤勇 激励了他们 一介手无腹机之力的读书人 都能以死守为他们的家园 他们这些世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怎么就不能为了守住锦州而死战到底呢 就这样锦州的百姓像疯了一般杀红了眼 拿命跟达达硬听 那战况是空前的惨烈 从白天打到黑夜 又从黑夜打到白天 达达人的形势非常严峻 为了冲击宝贵的马匹和随形的猎狗杀了一半 连带着马骨也都熬了一遍又一遍 为了节省食物 他们靠田鼠和树皮冲击 甚至战死者的皮衣也都包下来 放入锅里煮一锅 勉强尝一尝鲜味 达达却一少时久绷不下紫州 军心不稳再战无翼 只能含恨地看着城墙上的欧阳志 发起了全军撤退的号令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达达人 本来是把大明当成提款机 寻思在辽东烧杀抢月一番 回家好好过个冬天 谁知大明早有准备让他们泼了个空 这道嘴的肥羊没吃到 却惹了一身心 不光人手折了大半 陪伴他们的战马和猎犬更是被当了两世 退一步越想越起 达达大汉决定杀个回马枪 征战十余年横扫大漠 就没有受过这样的鸟气 连人家锦州的城墙都没攻破 他实在是不甘心 于是深夜达达人悄悄地抬着攻城气息 准备最后的殊死一搏 就在他们以为这个回马枪 会杀的锦州军民措手不及 城楼上突然窜出一排排手持火箭的弓箭手 在欧阳志的一声令下 火蛇般的箭矢毫不留情地向他们倾泻而出 达达人瞬间死伤无数 原来就在达达人撤退时 欧阳志就在方济帆之前的教导下 知道达达这一群与天斗的恶狼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狼狈撤退 其中必然有诈 当即就让所有活着的军民 维修器械加强戒备 提防达达的下一波进攻 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做好了所有攻势的锦州 成功地瓦解了达达人最后的殊死一波 达达人彻底失去了反扑的能力 只能狼狈地撤退 达达大汉甚至歇斯比里地表示 再也不来这锦州了 真不知道汉人书生模样的大将什么来头 太太娘的生猛了 欧阳志也被同僚当成了再世恐 感觉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们看向欧阳志的目光充满静怒 欧阳志俯视着逃跑的达达无喜无悲 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头脑简单一根筋 坚持贯彻方济帆的指示 还是因为经过战争的洗礼 让他如此临危不乱 反正在这场对抗达达的战役中 他是真勇 就这样锦州成手了下来 并且还痛击了达达人的消息 传到了洪志天子的手上 寻暗御史礼善的奏报 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一他礼善超友 二其他地方同僚都是猪队友 这给洪志天子看得好不尴尬 然后辽东中屯卫指挥辽东中官也传来了消息 一般地方上的事 都需要三方奏报来互相印证真实性 三分奏报都是吹嘘自己互相点滴 不过他们对欧阳志的评价却出奇的一致 方济帆在一旁还以为锦州情况不乐观 立即为欧阳志那个不成器的门声求起情来 说欧阳志向来忠厚一定为守护锦州 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洪志天子一脸诧异 感觉方济帆是不是对门声太苛刻了 三份奏报都是往死里夸欧阳志 还说如果没有欧阳志 恐怕锦州早就失陷了 方济帆都没想到欧阳志会有这本事 当初安排欧阳志去辽东 也只是欧阳志比较听话 能够坚决地贯彻他的指示 听到门声能有如此成绩 方济帆也不要大逼脸了 表示主要是他这个恩师教得好 洪志天子也不搭理臭皮犯 开心地捋着胡须毫不吝啬地夸奖欧阳志 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成熟稳重简直是事零点范 读书人的楷模 方济帆脑袋晕呼呼什么情况 明明兼臂青也和死守锦州 是他的主意 欧阳志只是代事行令 怎么搞的整件事除了他是欧阳志的恩师 好像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似的 要说装逼还得是欧阳志 连方计翻都自愧不如 锦州大劫后欧阳志被洪志天子召见 欧阳志跪地不起就开始痛批自己 尖壁青也无力 害死十三名百姓请求责罚 那痛心疾首的样子完全没有打胜仗的喜悦 弄得洪志天子都不得不安慰他 尖壁青也牵扯太大 难免会有纰漏不能怪他 况且他让锦州十万军民免受打打吐露 属实立了大功一件让他也不要太过自责 洪志天子越是这么说 欧阳志那股酣静越上头 称锦州能守住 全仰仗锦州军民上下一心鼎立佩合 他没起什么作用不敢聚功 而欧阳志越是把功劳让出去 洪志天子越觉得欧阳志是真君子 为人忠厚不与人争功 也绝不推诿自己的过失 历朝历代有才者如过江之计 可像欧阳志这样德才兼备者又有几人 他欧阳志足以担当他的复兴之臣 想把洪志天子直接下旨 圣欧阳志任汉林氏读学士 入带照防御前听用 在意的大臣都未知一惊 感觉洪志天子这也太性情了 欧阳志这次升迁算是一下升道的 整个汉林院只有一位大学士比他官之高 用学校来打个比方 相当于欧阳志从优秀新生跳到了管理层 级别仅次于校长 而入带照防御前听用 相当于欧阳志直接成为了皇帝的贴身秘书 真正的一飞冲天前途不可限量 欧阳志就跟反应慢慢拍视了 也看不出脸上有什么表情呆呆的灵止谢恩 方济番才发现 论庄逼他竟不如门生欧阳志这一脸憨憨的老实人模样 没想到在洪志天子面前竟比自己吃得开 明明是他出的主意功劳全被欧阳志占了 感慨到果然圣人说得对 三人行必有我师 无行庄逼最为致命 太子诸侯赵也很憋屈 整个兼臂轻野的计划 是方济番提的但是操作派人是他弄的 为此他还挨了一顿老爹挨挨的铁拳 现在成功了有了功绩他愣是不敢提 全因他派出去的刘瓣瓣城市不足败事有 他恨不得现在就找刘瓣瓣算账 而我们的刘瓣瓣此时在哪里呢 原来在得知欧阳志要离开锦州时 全城的百姓早早地等在路边 自发地为欧阳志送行 那动人场面让欧阳志走了一路 呼了一路直至马车行了树 他才后知后觉好像忘了点什么 可是又有点想不起来 我们可怜的刘瓣瓣就这样被落在了辽东 你说一个人倒霉 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 还是根据这个人的命运 就拿刘瓣这个人来说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 他最后妥妥地会成为一个 祸国殃民的大魔头 但是现在因为方济番的出现 好像一切变得不一样了 从最开始方济番提议让他是火药 给他炸得浑身是伤 他还得感恩戴德的谢谢太子殿下关心 到现在把他一人落在辽东 带走了他的票牌 让他成了无名无姓的乞丐 那个机遇是急转直下 以前的刘瓣瓣走到哪里 提一句杂家是侍奉太子的公务 现在他造的一身狼狈 再提自己是侍奉太子的公公 直接被人一脚快出门去 还得骂他两句臭乞丐 成了名副其实的倒霉蛋 为了能填饱肚子 他刘瓣瓣好不容易弄来了一张饼 还被店家追上给他好一顿毒打 在京城里作威作福的他 从来都是他做别人 啥时候受过这种罪 这一刻他对太子殿下的想念达到了顶点 暗暗发誓不管经历什么 他一定要回去回到太子身边 这是一个老太太看到跪在地上发呆的他 把自己的窝头递给他 刘瓣瓣仿佛看到救星一般 三天饿酒顿的他终于问出了那句话 这里距离京师应该不远了吧 老太太用向看二傻子的眼神告诉他 傻孩子你走错方向了 你再使使劲就干朝鲜去了 然后只留下刘瓣瓣在原地无能狂吼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某一天太子殿下在京师逛街 突然感觉好像被人跟踪了 在怀疑是不是身份暴露被刺客盯上 这个人跪在地下就嚎啕大哭 太子殿下还以为遇见神经病了呢 刚要动手刘瓣瓣就叫出了声 奴婢是刘瓣那殿下 说着还不忘用埋态的衣袖擦了擦脸 刘瓣很悲怆 可太子殿下一听刘瓣就疼得一下火都懒了 原本他还以为刘瓣已经畏罪潜逃了 谁料这次不但没有潜逃 竟还活着甚至有着胆子来到他的跟前 太子殿下怒气腾腾地倒 狗一样的东西 竟还敢回来把你三天不准吃饭 可看到刘瓣这副惨嘻嘻模样 太子殿下又有些不仁 毕竟刘瓣是一直伺候着他长大的 让刘瓣滚回去洗澡吃饭后再来见他 刘瓣哭哭唧唧地灵止谢恩 那个一路乞讨遭了无数白眼一路难行的刘瓣 终于回到了太子殿下的身边 太子殿下又被父爱洗礼了 气得他直拍桌子 都是因为派刘瓣那个废物去辽东 现在他父皇一直看他不顺眼 太子就有些不服气 他就问方济帆信不信他去辽东 这不是奉承 诸侯赵确实拥有不凡的军事才能 历史上战无不胜的达达小王子 就是被他明武宗诸侯赵率兵击的 不过方济帆告诉他 打退了达达又有什么用呢 达达生命力顽强 只要没杀劲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呀 太子殿下倒是没想过 寻思是不是集结兵力去大漠 把达达一锅端了 方济帆有些无奈端了达达又有啥用 当年文皇帝横扫大漠 把这群蒙古人打得丢盔气劲 蒙古各部落几乎全面投降 但这都过去一百多年了 现在还不是照样被他们劫掠 太子殿下陷入了迷茫 那怎么处理达达呢 方济帆则向太子解释 达达只是蒙古的一个部落而已 即便达达没了 也会有新的蒙古部落改革名字 继续对大明边境进行劫掠 一个达达败了 千万个蒙古部落站起来 达达在大漠熊的叮当下 劫掠一次够他们吃一年 而我们就算打败他们 也没有任何收益 只是白费力气 连件像样的战利品都没有 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土匪 打架结舌不需要本钱 抢到就是赚到 而我们发动征战是 实打实的消耗钱量 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不划算 太子殿下听方济帆这么一说 感觉一下子打开了思路 脱口而出 那我们抢他们的地盘 方济帆再一次被太子的脑回路折服 那可是大漠冬天能冻死人 鸟布拉式土地还特别贫瘠 抢来也没用啊 太子被方济帆说的有些心烦 难道就没有一个 让边境长治久安的方法吗 方济帆却坏坏坏的一笑 除非大漠里可以种出粮来 那就可以解决定居的问题 然后慢慢出现 债子城池形成新的城房 有城有粮就会慢慢挤压 达达人的生存空间 到时候达达人的生存空间 会越来越少 要么跟汉人们骨化 要么彻底的消亡 大漠就会成为大明的天下 太子一下子又明白 还以为方济帆要在大漠种番薯 方济帆又见嘻嘻的一笑说 番薯不适合在大漠很难养活 很快就会有合适的作物 方济帆这吊人胃口的话 急得太子恨不得把方济帆的嘴掰开 让他赶紧说不要再卖关子 方济帆确实从小飞哪里 得到了一株特别的植物马铃薯 你说太子猪后照着小犊子 有多叛逆和不听话 在方济帆告诉他 土豆差不多能在大漠里种植 不过现在还处于育种的关键时刻 具体得等张姓实验后的消息 土豆事关重大让他不要因为好奇 去打扰张姓的御种 太子表面上答应了方济帆 到了晚上他却悄悄溜进了门棚 笑话方济帆是个大蠢蛋 他想去哪就去哪谁也拦不住 完全是处于叛逆期的熊孩子嘛 越不让干啥偏要干啥 进来以后也不管别人忙不忙 看着桌上的土豆就给张姓来了的夺命三连口 张姓这是土豆吗 张姓土豆御种如何 张姓你是不是彪 而张姓由于太过专注根本就没听见太子说啥 只是继续做着自己的御种实验 整个人完全疯没了 太子没想到御种土豆竟然弄封一个有些惊慌 这时一旁的杨达倒是习以为常 向太子解释这其实是土豆御种的第一步 土豆的御种比番薯要麻烦些 不能嫁接藤苗必须把土豆切成块 才能发芽长成土豆苗 然后向太子展示他们的格子育苗法 每个小格子的温湿度都不一样 通过土豆的长势来确定土豆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而且他们还会记录每一株实验苗的生长情况 来提高土豆产品被杨达这么一解释 太子没想到种个土豆竟然这么讲究 又看了看还没巴掌大的土豆怀疑起来 这么大点的个头产量能高吗 杨达憨憨的一笑 别看这土豆个头比不上番薯 但是每株结的数量多呀 而且土豆还可以密集种植 完全不会影响每株土豆的产量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土豆的母产量 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比番薯差 也不知道太子听杨达巴巴的听没听进去 张口就想试试土豆味道如何 吓得杨达赶紧制止了他 严肃地告诉他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吃 没发芽的也得煮熟了才能吃 也多亏了封城博不辞劳苦 最近心血照料土豆育种才能有如此收获 太子殿下听后也是夸奖张信干得好 耕地时注重知识的积累 然后通过这些知识耕出更好的地 彻底地贯彻了知行合一 可能是太子夸张信时动作有点大 张信突然发了疯一样嗷唠一嗓子 太子殿下 然后向太子身后扑去 太子一个闪身躲到一旁不明所以 张信却如呵护爱人一般护着一颗土豆幼苗 您踩到土豆苗了 这一颗太子心中飘过一万只草泥马 好想打死认真工作的张信 完蛋了方继帆和太子出现了感情危机 方继帆和封城博张信搂在一起 让太子殿下抓了个正行 太子殿下接受不了当场吐血而亡 你不会真信了吧 事情是这样的 暖棚狱中土豆已有一段时间 今天方继帆特意下地检验土豆收成 看着硕果累累的土豆 方继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表示不枉之数月的辛苦 封城博也随身附和确实不容易 看着方继帆做做的表演 太子殿下不乐意了 挑粪恳土都是他和张信做的 你方继帆天天在家躺尸 辛苦个锤子上这标演技来了 谁知方继帆还没有开始反驳 张信却捧起了方继帆的臭脚 说方继帆的辛苦在于劳心而非劳力 他比我们更加辛苦 差点没给太子殿下噎死 方继帆这个贱人顺势竟也装起了无辜 依偎在了张信的肩上委屈巴巴地说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理解我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张信还真像安慰自家媳妇一样 表示没事了我理解你 这个画面直接让太子吐血 感觉自己刚才说的话有点多余 明显这两个逼是一伙的 不再管谁辛不辛苦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 土豆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方继帆也恢复正行想了想 对于习惯了吃面吃米的人 突然换主事如果不可口的话确实麻烦 想到这里方继帆正必高呼 那么就让本少爷 给你们露一手土豆的花式吃法 这乍乍乎乎的驾驶 古得太子殿下还真以为他方继帆会厨艺 谁知方继帆自顾自地写起了书法 就在太子和张信一货的眼神中 方继帆见嗖嗖地表示我只是写识谱了 太子殿下笑而不语 这果然是你方继帆的做派 也不多说方继帆就让人做了今天的第一道菜 炸薯条 滚烫的热油中放入切好的土豆条 炸至表面金黄薯香松脆 入口柔酥回味无穷 太子殿下刚开始还有些不幸 能有多好吃 吃了一口哇哇大哭也太好吃了 方继帆又让人上了第二道菜酸辣土豆丝 酸酸的醋配上辣辣的猪鱼 色泽光亮酸辣可口 太子酷吃酷吃自己造了一盘子 然后方继帆上了最后一道菜土豆 太子充满对美食的向往狠狠地尝了一大口 刚嚼了一口就偶了出来太难吃了 这倒是让方继帆始料未及 他悄悄地嘱咐张信让他讨乱黄米粥 让太子殿下试试这一 太子尝了一口脸都绿了 方继帆告诉太子殿下 天下八成人小半年都靠这个虫鸡 就刚才他吐出来的 放在寻常百姓家 爹娘得把他打个半死 然后又让太子殿下再尝尝骨豆呢 这回太子含泪干了两大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真香 方继帆则表示有了土豆 就能彻底解决关外百姓口粮问题 也能从根本上解决打打的问题 瞬间这俩二货的脑洞连在了一起 仿佛看见了无数的百姓叫他们恩公 给一旁的张姓弄得有些尴尬 原来你俩才是真爱 我他妈的是配菜啊 你说一个人为了口吃的能想出夺损的主意 太子殿下非嚷嚷着要吃土豆炖牛肉 这给方继帆整的一个劲的看厨子 厨子也是没有办法 牛是农耕牲畜轻易宰杀那是违法的 只有病死老死的才能吃肉 太子一听不乐意了没肉吃怎么行 打打们每天吃肉身体强壮 我们光吃主食怎么能打过打打 太子直接给方继帆说 他在庄子里看到一头牛 不过那头牛看着似乎有些硬堂发黑 你说他会不会一不小心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死 五十太子就乐呵呵让人拉来了那头硬堂发黑的牛 这把方继帆都看傻了 在古代牛是农田量产的保证 一头牛顶四五个壮汉 杀活牛那是犯法的弄不好甚至要偿命的 太子殿下一脸的无辜牛是石头掉下来砸死的 和他又没有关系怕傻 然后他又把宰牛的正灵地给方继帆 虽然有金杀令但还是会有人 故意设计陷阱等方式杀害活牛 方继帆不禁赞叹太子好手段 为了口吃时真是坑爹坑人坑畜声 太子开心地让人赶紧给他做土豆炖牛肉 不愧是特级厨子一会就做好了 整道菜犯着吃不起的金光 馋得太子和方继帆这俩吃货直溜哈拉子 谁知刚动了一筷子还没尝出胃呢 俩人就喷了出来 不是因为难吃是皇上突然来了 真是造孽啊还说牛硬堂发黑 他俩硬堂也不白呀 刚攒了牛就被皇上找来了 吓得太子都不知道往哪藏土豆炖牛肉好 这要是让他爹看到了肯定会把他给炖了 方继帆倒很淡定让太子不必惊慌 毕竟他是办过正的怕傻 太子这个憨憨也是哈哈大笑 对啊他是办过正的怕傻 不过他又转念一想 你方继帆都不信 他父皇那么精灵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 这纯属拿自己的小命开玩乐吗 不再理会脑袋秀豆的方继帆 转身拿着土豆炖牛肉就跑 太子和方继帆这俩熊孩子 为了吃土豆炖牛肉 硬生生能编出火星撞地球 砸死耕田牛的弥天大火 你说还有啥事是他俩不敢干的 差点被红织天子抓个现象 方继帆都能用土豆把皇帝哄得一愣一愣的 说什么土豆最适合在大漠和辽东种植 而且经过他们的实验 至少能一年两熟 母产量比番薯只多不少 完全可以当主食食用 给红织天子忽悠的眼里直冒小星星 只夸方继帆和张信 一个干实事的奇才一个农业能手 有了他们这些人实属是大名之姓啊 不过红织天子担心土豆虽然产量是有了 味道怎么样百姓会吃得惯吗 面对红织天子的疑问 方继帆必须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过看着桌上的土豆泥太子有些犹豫 真的打算给他父皇吃这个吗 方继帆倒是信心十足表示没事 但是太子有些撇嘴 他可是实实在在试过土豆泥的 那味道真是不怎么样 真怕他父皇吃后会砍了他俩 方继帆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土豆泥做起来最简单 劳动人民辛苦一天 能快速吃上一顿饱饭才最重要 太子听后一拍手想到的好玩吧 那就让他父皇先感受下百姓之苦吧 方继帆突然感觉到一丝阴邪之气 太子谄媚地跟他父皇说 在吃土豆泥之前 得先来这一道开胃粥 看着普世无华的黄米粥 方继帆给太子竖起了大拇指 好家伙这是把他之前整他的招 给他自己老子招呼上了 这是要笑死他爹啊 红织天子还挺欣慰 感觉吃个土豆泥竟还有这等讲究 难道另有乾坤不成 捧着碗就喝了一口 那入口啦啦巴巴的感觉别提多酸爽啊 红织天子当场恨不得生吞活泼了太子 这给他吃的什么玩意儿 太子整爹得逞装起了无辜 就是寻常百姓家的黄米粥啊 儿臣已经尝过了没法跟御膳房的香菇 但确确实实是寻常百姓家的主粮 百姓太苦了 太子这么一说 红织天子为了掩饰尴尬 让人也给同他随行的倾家 每人准备了一碗 大人们尝后聚是一酸百姓真是太苦了 紧接着方织帆给红织天子端来了土豆泥 红织天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手 结果和太子殿下预想的一样 有了前面的对比 土豆泥简直就是人间爵位 梁小之纷纷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点了个赞 这是我见过最大逆不道的言论 只因方织帆说了一句不用比肩三皇五帝 就引来众位大人对他的质疑 认为他大逆不道有辱斯文 要知道三皇五帝是远古时期 最牛逼的统治者备受后世敬仰 传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当时的百姓们品德高尚 社会风气好到可以夜不闭苦 简直就是皇帝治理国家的饭 在众位大臣品尝过土豆泥后 皆是感慨上天如此恩赐陛下 全是因为陛下圣明如三皇五帝在世 被臣民这样夸赞 简直就是对皇帝的最高赞誉 但是红织天子并没有感到开心 而是提出一个疑问 三皇五帝时的百姓都能吃饱肚子 面对红织天子的疑问 大人们笃定地拍起了马屁 圣君在上百姓一定可以吃饱 但这马屁似乎拍在了马腿上 红织天子略感愧疚难难道 那朕的百姓却吃不饱穿不暖苦不堪言 朕还算圣明吗 大人们听到这话句实一惊 惭愧地低下了头都不敢再言语 红织天子转头看向方继帆 把这个疑问抛给了他 方清家你怎么看待三皇五帝 方继帆一脸猛逼 被夸没有我的事 一到这种宋命题就往我身上扯 三皇五帝那是备受读书人推崇的圣贤 他这一个说不好就得惹来读书人的群偶 连在一旁的大臣都为方继帆捏一把汗 但方继帆何许人也啊 反正得罪的读书人也不少 想着大不了拿脑脊说是 轻了轻嗓子 我觉得三皇五帝并不重要 话刚说出就有人不乐意了反驳他 我们读圣贤书是为了从圣人身上学圣人知道 实现大支支是你竟敢质疑圣贤 方继帆倒不怕这些给他扣帽子的 只是继续讲解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学不学圣贤无所谓 只要读书人心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 心存良知尽力而为去实践大支支道 那就算对得起读书人的称号 况且时代国情百姓都不一样 复制三皇五帝的做法也并不能大支 他所追求的大支支是哪怕如天上星辰遥不可及 他也会努力追逐 这就是他的道 方继帆的话让红治天子陷入了沉思 在历史上红治天子一直勤勤恳恳 最终活活累死 可见是以做好皇帝为目标的 红治天子默默念着心存良知尽力而为 突然他整个人就释怀了 看着方继帆和太子满脸的羡慕 朕老了放手去追逐吧 朕会做你们最坚强的后斗 是什么东西让皇帝一家人吃得那么开心 原来是红治天子从太子那里没收来的土豆炖牛肉 自从太子吃过土豆炖牛肉 算是彻底被这道美食所征服 隔三差五就来西山吃一顿 那西山附近的牛真是倒了八辈子羡慕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三十多头 方继帆都看不下去了 让太子收敛一点 再这么下去说不定就让他爹知道了 太子却得意地笑了让方继帆放心 他爹每天都在宫里不可能知道的 并且就算他爹察觉他也想到了绝妙的理由 那就是这些牛犬都是被陨尸砸死的 无愧是太子 这边出来的理由都不是一般探机生物能想到 不过更觉得是 就在他得意洋洋展示自己聪明才智时 红治天子拿着小皮鞭出现在了他身后 太子瞬间就为了赶紧向方继帆求救 当时那个小皮鞭距离太子的皮肤 只有0.01毫米 千军一发之际一个手捧土豆炖牛肉的少年 跪倒在了红治天子面前 阻止了这世大力臣的一边 讲起了他们凄美的爱情故事 不对 是讲起了他们努力让粮增产的目的 方继帆认为粮食增产 是为了能有鱼粮转化成肉 从而让人人有肉吃 他认为只有吃肉才能有强壮的体穫 才能打败达达横扫大漠 将养殖计划提上日程 红治天子认为方继帆说得很对 但是人人有肉吃 和太子这个逆子仔牛吃肉有什么关系 方继帆一世还真被问住 对爱有什么关系还真没有 不过好在方继帆是边瞎话的能手 硬生生让他找到了个理由 说西山百姓干活太重 太子心疼希望吃牛肉能帮他们强壮下体魄 不愧是方继帆太子只给他竖大拇指 这理由可比他想得靠谱多了 红治天子明知道方继帆在为太子开拓 但关乎百姓生计的是 红治天子还是很看重 也就不再深究太子 并表示会让朝廷为西山提供牲畜幼崽 但是在人人有肉吃之前 他方继帆和太子是不能再吃牛肉了 这土豆炖牛肉他没收了 红治天子也是讲究人 没收后拿回家就给老婆孩整上了 家里人吃的那叫一个香 真真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你说太子殿下有没有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你知道什么家畜出肉率最高吗 我想你一定会选猪吧 但是太子诸后照不这么想 他认为猪猪和他一样可爱 同样姓猪要是养猪吃 那不属于自己吃自己吗 他可以养马 他可以养牛 但他就是不养猪 而刘绊绊也在一旁搭茶 不提猪猪和太子一样可爱 就单论猪肉的品质 那也是又腥又骚又酸爽 根本就没有人乐意吃 农户们也都不愿意养 方继帆面色阴沉暗骂刘绊绊不懂事 老子吃过的猪肉比你见过的猪跑多多 还有你的阉人在那下嗶嗶 五代的猪和现代的猪不太一样 猪的发情期很长 消耗太大因此不容易长肉 杀了之后肉又骚又行 比那三年不洗的内苦还未 但只要把猪下面那玩意儿一割 肉就不骚了吃起来就美滋滋了 当然猪没了那玩意儿 猪生也没啥盼头了 除了吃就是睡 那边是蹭蹭的长 所以说猪的出肉率那是相当的高 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过腌猪 但做不好消毒处理 导致猪的死亡率极高 基本都是腌石头死七八头 高死亡率导致百姓们不乐意腌猪 不腌猪不壮不说肉还难吃 因此农户们也都不愿意养猪 所以只要做好咔嚓时的消毒工作 保证腌猪的存活率 实现猪肉自由不是梦 消毒这方面在方济帆眼里都不是问题 难的就是让太子心甘情愿地养猪 方济帆不得不开始给太子洗脑 为了我们人人有肉吃的目标 必须要养猪肉率高的牲畜 而猪肉则是最优的选择 实现猪肉自由百姓就会变得强壮 就能跟着太子殿下宁起码射箭横扫大漠 方济帆真的是太了解太子了 一说横扫大漠就兴奋 也不管猪猪可不和他一样可爱了 直接下令让西山所有的人有 当然方济帆为了照顾太子的心情 特意让人把猪改叫了腿 然后西山就出现了人猪和谐的场景 不知道方济帆这小子喝了多少打酒 红治天子表扬他贡献的土豆 起码让大明一百年不用担心饥荒 立了头等大功 他竟然敢想红治天子封他的王爷当当 或者把美丽的公主下嫁给他 我做梦都没做过这么美的 当红治天子说要给他立一座石方 他还有些嫌弃 殊不知那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 既然方济帆如此不知好歹 红治天子就问了他一道送命品 他很好奇方济帆的红薯和土豆 是从哪里弄来的 他们大明本土好像并没有这些作物 方济帆立马没了刚才的得子敬 赶紧下跪请罪 要知道明朝严令进海 海外的东西只有一种方式能流进大门 那就是外国使者进贡 当然外使也不是来无私奉献的 他们送贡品更多是为了在明朝做生意 但生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需要提前向大明朝廷申请 并在大明官员监督下在指定地点做生意 向方济帆这种私下直接交易 且完全不受官方监管的就是走私 大明刑法极其严苛 走私更是重罪 轻则处死 重则连累家人 方济帆不是不怕死 而是另有一番考量 如果明朝不实行进海制度 能和海外交流 通过贸易来获得科技资源 那么未来的中国必定不会再受百年的屈辱 作为一个过来人改变国运就在眼前 他岂能眼睁睁地放过 看着被吓傻的方济帆 红治天子清了清嗓子 他本来就没想知方济帆的罪 稍微震慑下方济帆 让他以后行事稍微收敛点 目的也就达到了 毕竟粮食才是国家的重中之重 接着询问方济帆还有没有其他 像红薯和土豆这样神奇的作物 堪堪躲过一劫的方济帆立马来了精神 向红治天子介绍起了玉米和珍珠米 这两种高产的粮食 听得红治天子兴奋不已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见识 不过这些珍贵的种子在别国也属机灵 怎么可能被轻易带出来 方济帆提依效仿明成祖师 学习三宝太监下西洋宣扬国威 寻找布拉瓦国交易种子 红治天子听后立刻让兵固着手 按照三宝太监的做法 造好舰船练好士兵做好出海准备 就这样原本奉行海境政策的大名 开始着手航海事业 航海王的时代到来 人们对大海的向往从未停止 中国最早派船队出海的就是使皇帝 出海的目的也够纯粹 就是让徐福给他搞长生不老样 纯纯地拿公款谋私利 可惜最后玩脱了毛都没求到 再有就是朱棣十七 派三宝太监期下西洋 虽然彰显了大明国威 还带来了许多外国人来朝拜风光无限 不过后来发现除了装逼 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反而劳民伤财百姓饭都吃不饱 那还搞个锤子的航海 再有就是这次红制天子的星辰大海 为了能使大明百姓再也不为吃饭发愁 他特意叫来兵部职方四郎中刘大夏 索要三宝太监造传途海图和航海资料 谁知这些宝贵的资料全被这丝烧了 原来早在红制天子他爹的时候 夹住海边的兵部尚书 向中深知海报危害 想要航海干翻海报 就找刘大夏要过航海资料 当时刘大夏就高举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的大旗 痛斥所有航海活动都是拿着公款 干着对百姓没啥实在好处的事 索性他就把资料全烧了 断了后来人出海的念想 现在红制天子索要刘大夏 只能跪地请罪 红制天子此时脑袋瓜那是嗡嗡的 他实在没想到他大明 竟会有和沃龙齐鸣的大聪明 简直就是活畜生 三宝太监下西洋获得的资料 那可都是用银子和人命换来了 与其说刘大夏烧的是资料 不如说烧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和那一代船员们的生命和青春 气得红制天子当场就给了 刘大夏一个皇家大闷窜 这也是红制天子第一次 亲自对大臣动手 可见他真是气到了极点 刘大夏眼见情况不对赶忙就要解释 方济翻在一旁打断了他开始补刀 问红制天子咱的星辰大海 航海王的梦还作不 红制天子沉思了一下 猛然睁开双眼大吼了一句 这航海王我当定了 大臣们看自己老大这么坚定 也开始纷纷表忠心 兵不表示回去就制定航海事 步步鼎立支持钱梁 说真的刘大夏也是倒霉 当初他烧海图 不过是为了断了大家下西洋的念头 同时赚个美名 但他也不是真傻 当时耍了个小心眼 烧了一套留了一套 刚被红制天子揍的时候 就想说出来的 但是被方济翻这个大冤种给打断了 连个放屁的机会都没给他 你说人是不是不惊夸 为了顺利下西洋 文使馆奉命整理 正和下西洋的海图资料 而这个工作名义上 落在了文使馆嗜学身上 但人家能亲力亲为吗 转头就撇给了真正干活的人 数级是徐晶 为此方济翻这个大家长 还在饭桌上特意表扬了徐晶 夸他圆滑会变通 所以才被委以重任 这样以后才有出息 让门生们多多向徐晶学习 特别是让王守人好好学学 谁知方济翻这面还没教导完门生 徐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 告诉方济翻他把事学打了 这猝不及防的光速打脸 差点让方济翻被过气去 问徐晶是不是最近公务太忙 没处发泄所以圆滑不起来了 徐晶对方济翻不正经地调侃一阵无语 郑重其事地说 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错误 比如有一处岛上明明没有淡水 却标注说有 如果按照这样的海图下海 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 他提出的有错误的地方 全都和他家先祖的古籍比对过 关于出海事关重大 他才想改正这些错误 方济翻听后也不再说笑面子的民众 你说的意思是郑和的资料是错的 徐晶解释到郑和就是靠着海图出海的 资料不可能有错 问题出在纸张会受潮陈旧 所以兵部每隔20年 会将所有资料重新抄录一份 经他推测出现错误 应该是抄写的官员对资料的轻视 抄写时为了敷衍了是胡乱写的 这些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他发现了这些错误 就上报给了兵部 兵部却说他们全体官员都检验了 没有任何问题 认为他没事找是把他踹了出来 然后他又找到他的顶头上 死亡不是 王不是又数落他狗拿耗子 所以他实在气不过就动手打了王不是 好在师兄们感到及时拉开了他 这才没有酿成大错 主要他怕给方济翻惹麻烦 方济翻听懂了事情原委微微一笑 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告诉徐晶好好吃饭吧 这是他会处理的 然后转头对着王守仁霸气的说 以后再看到师兄弟揍人 上去帮忙一起揍 知道了吗 那凶狠的模样 看得王守仁一阵后怕 都忘了他这个恩师 是有名的败家子 一言不合动手的 要说户短还得是方济翻 徐晶大闹兵部殴打上官 被兵部的马文生告到了洪志天子面前 恳请洪志天子言成徐晶 不能因为他是方济翻的门生 就让他这么嚣张 方济翻暗暗骂娘 这打不过就告状找家长 兵部也就这点出去了 面对文官们这种激愤的行为 洪志天子也很为难 看在方济翻履历其功的面子上 让方济翻带徐晶认个错 这事就过去了 马文生没想到洪志天子 这么偏袒方济翻 要知道殴打上司少说 也要出一张行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认个错就完了 那他方济翻的门声 岂不是要上天 萧公公在一旁 也一个劲的实眼色 既然陛下都给你方济翻打圆场了 赶紧认个错就完事了 但方济翻多生性啊 大意凌然地认为 徐晶没错不用道歉 海途的小小错误 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如果兵部资料有错 却没有及时纠正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他也不认为徐晶殴打上司有错 如果徐晶说的是对的 那他就是在为了大明设计和拥官做斗争 不光没有错法而能证明徐晶不畏强权 坚守本心一心为国始乃国家姓氏 方济翻这一通嘴炮 把洪志天子疯得连连点头 马文生眼看情况不妙大吼 兵部绝不会错的 然后方济翻和马文生就呛呛起来 都认为自己的海途没有错 洪志天子看着僵持不下的两人 只好说了个折中的法子 他大明有近百年没有下西洋了 贸然出海有些不同 索性先组个船队出去探探路 方济翻认为这法子好 兵部就按照郑河的海路走 而另一队按照徐晶的海路走 这样到最后就能知道谁的海途是正确的了 马文生也赞同此法 不过他还是死鸭子嘴面 认为他兵部不可能错 这时看热闹的沈文却泼了一盆冷水 他大明已经多年不出海 并没有多余的船舰第二支舰队 方济翻却是微微一笑这个不难 原先的舰队还让兵部出海用 其他的船只可以太子的命 正用五军都督府查尽的四山海船 以西山书院名义出海 由徐晶青自压队作为先锋舰队 这样即成全了朝廷的体面 又能卫下西洋探路 沈文都忍不住夸奖方济翻 足智多谋能想出如此周到的办法 这突如其来的彩虹屁弄的方济翻一脸尴尬 红志天子听着也不错大手一挥 那就兵部徐晶兵分两路下西洋 私传舰队的事就交给太子和你方济翻了 方济翻见兮兮的领命 航海王终于要出海了 从暖阁里出来 马文生埋怨沈文为何替方济翻说话 下西洋本就是他兵部的事 他沈文支持方济翻以西山名义出海 是几个意思 面对有些怨气的好友 沈文来了一句我年龄大了 差点没把马文生噎死 老子在跟你说博士跟你年龄大了有啥子关系 沈文气定神贤的解释 年纪大了就怕麻烦了他只想抖着 徐晶是方济翻的门生 以方济翻那不要脸的性子 你惹他他揍你 他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 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帮下这个温神 马文生一脸不屑痛心疾首 沈公安你活成了你年少时厌恶的人 沈文只能干大地笑笑 然后马文生转头望向天空 但我好像也活成了年少时我不屑的人 徐晶和方济翻坚持正和航路有问题 肯定是有依据的 我也知道他们未必有错 可我身为兵部尚书 必须相信兵部上下别无选择 希望兵部的先锋舰队 能狠狠地打脸方济翻吧 沈文看着还是有些不服气的马文生不再言语 回到了汉林院 谁知刚一进门 被徐晶打成猪头的王布氏 哭闹着让沈文给他讨回的公道 汉林院是个讲规矩的地方 怎么能有殴打上官这种人存在 沈文也是闹挺刚解决一个又来一个 只好把陛下让徐晶出海的事告诉了王布氏 咱也不知道王布氏是有多大的仇 再听到徐晶被派出海 可把他乐疯了直说出海好 十有八九回不来了 看得沈文都想掐死他 有你这么周同事的吗 时光飞逝出海在即 兵部的船和徐晶的船停靠在岸 两相对比徐晶的船小的可怜 方济翻郑重其事地向徐晶交代 下海九死一生 但为了大明为了百姓为了开创盛世必须出海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人苟且斗过 也有人会乘风破浪去开辟新世界 而你徐晶是注定会找到万匹斯的存在 徐晶听着恩师的教诲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他早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会竭力彰显大明国威 随后大明的舰队兵分两路下了西洋 王布氏看着远去的徐晶暗暗得已 在不经意间瞥见徐晶舰队飘荡着一块烂谷 上面赫然写着人间渣子王布氏号 差点没让他背过气去 他王布氏渣子的称号怕是要驰名海外了 人呐有时候就是不能把事想得太美 兵部的先锋船队已经下海一个多月了 马文生每天都快乐地冒跑 这是因为一旦下西洋成为重大国策 他兵部的地位将水涨扛高 兵部的权力也将扩大 等先锋船队回来确认海途是对的 洪志天子把正是下西洋的重任 全权交给他兵部后 他还能狠狠地打方济番的脸 让方济番给他赔礼道歉 光是他天天这么想想都能爽上天 显然白日梦很好做现实却很残暗 就在马文生快美出鼻涕泡了 泉州之府来报 兵部船队在海外数百里全军覆没 根据海途航行舰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该有淡水的地方没有淡水 不该有暗礁的地方出了暗礁 最后仅剩的船打算一路向西抵达安南国 等到了位置才发现是一座鸟不拉屎的孤岛 马文生听到汇报整张脸直接变成了鸡屎色 兵部下西洋失败舌了这么多前两人 红至天子大为震怒痛斥兵部海途错的离谱 这还没离家门多远就全军覆没 这要是走远点大明的脸就丢到国外了 马文生也没了当初做美梦的心情 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请罪 本来下西洋就是一场好赌 赌输了白白消耗国力 赌赢了就能率先发现资源 打开发展的格局 谁知道现在朝廷把老本都快掏空了 连个家门都没出去实在是丢人 方济帆此时没有因为兵部的失败而幸灾乐伙 而是在暗中思量 大明现在落后一步 中国未来将落后很多步 不能因为兵部的失利 让红至天子对下西洋失去信心 为了国家的兴盛 他有义务站出来给众人打气 于是方济帆表情严肃地表示 臣的门生徐晶已出海 他定会成功归来 臣愿以人头爵位为他做宝 红至天子从未见过如此正经的方济帆 一时有些吃惊 太子也突然站出来表示支持方济帆 希望红至天子能继续支持下西洋的计划 红至天子看着两个如此坚定的年轻人 咬了咬牙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 让徐晶继续下西洋 有任何消息立刻奏报 方济帆随即暗输了一口气 心里暗暗祈祷 徐晶你可要微微失真口气啊 为师的身家性命可全压你身上 否则不只是我 大明十几万人的心血将被浪费 大明的未来也将暗淡无光 这是我见过离了大浦的太子 竟然假冒他爹的名义下圣旨 还当众宣读内容让很多人听到 他在装作一副受宠若惊模样 感动莫名的灵旨谢恩 然后告诉众人以后要按照旨意 叫他诸秀才了 这迷一般的神智操作 惊动了他爹红至天子 他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没死 太子竟敢思刻应息简直胆大包天 这要是不处置他以后还不得翻了天 在知道了太子假造圣旨的内容后 红至天子两眼一黑好学没过去 太子要是像历史上有人自封大将军 自封大司空或者像历史上 往往曹操那样自封什么开府丞相啊 也算他这个儿子有宏图大志 他也扶太子是个英雄 可太子这丝只是自封秀才 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他皇家圣旨就这么不值钱 顶着这么大的罪 干了个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可气的是假应息还是用萝卜雕的 最最可气的是要是在别的朝代 胆敢有太子思刻应息要么被处死 要么被废除 可他红至天子只有太子诸后照这一个儿子 当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用爱爱的小皮便教训一下太子 出出恶气让他以后收敛一点不要瞎胡闹 方济帆都服太子的这波骚操作 自己给自己下圣指锋自己做秀才 毫不愧对这份痛彻心扉的毒打 挨完毒打的太子还有些不服气 他就喜欢当秀才怎么了 他喜欢别人叫他秀才的感觉 那时与人交流之时他感觉倍儿爽 方济帆善笑道 但你这做法太离谱了 太子还是不服认为他爹总是针对他 一定要干点牛逼的事让他父皇开开眼 咱就说用罗伯斯克应戏给自己假传圣指 还不够给红志天子开眼吗 说来也倒霉就在俩人谈话间 突然窜出个追猫逗狗的小子 那有些嚣张的表情看得太子有些不爽 就问方济帆这会是谁 方济帆有些无奈的解释 这是汉林院大学是沈文的儿子 他爹说他打小不爱读书只爱打人 心情不好时会打女人 心情再不好时甚至会打爹娘 沈大人大概觉得他儿子也能抢救一下 坚持要送进西山书院 这个败家子入学后每天都上演越语 都怪沈文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让他逃回家 沈文一定会退学费的 所以说什么也要阻止这败家子逃跑 太子听后突然心生一计 都是因为方济帆把刘家儿子交好吗 立刻受人吹捧牛逼哄哄 要是他把沈家这败家子调教好 那不就是大大的牛逼 沈家败家子将要遭到太子怎样的毒手吗 当土豪遇到沈豪 败家子遇到超级败家子 结局可想而知 从西山学院相识爸爸 达官显贵争破脑袋 都想送自家的孩子进西山学院 方济帆这个奸商看准商机 立刻扩大招生搞起了饥饿营销 赞助费三百两 名额有限预购从速 于是西山学院学生 一半变成了花钱的特招生 一半是不要钱的穷学生 沈文之子沈奥 更是花了六百两的天价被送了进来 这个打女人打爹娘的混账败家子 刚来学院的第一天就把同学给揍了 原因是嫌弃同学土包子离他太紧 等别人再犹豫要不要打黄回去 他直接放出狠话他爸是圣子 敢打他下世事 态度那是极其嚣张 为了学习同理之心 学院将读书人安排和密云留名同住 他沈奥却嫌弃留名住的 都没他家狗设住的好 他才不住呢 就在沈奥想要逃跑的时候 被人暗绑在地 沈奥大骂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竟敢拦他汉林院大学是沈文之子 但是拦他的人事一点也不惯着他 放出的话比他还嚣张 你爹是沈文 我爹可是皇上 你个小别三 我看你还敢跑吗 上来就给沈奥一个祖传的皇家大闷传 沈文一听是太子立马认走 然后哭哭唧唧地求饶 别打了我不跑了 太子向一旁的方济帆炫耀 就这 果然打了就老实了 这教书育人的方法真是快乐 然后太子把沈奥强行安排在刘明家 让他乖乖地和他们同吃同住 明天早上带他边干活边学习肯度 并威胁沈奥如果迟到的话就揍死他 还别说太子除了在他爹面前逢点 在别人面前还是很有威严的 沈奥虽然嫌弃犯财 又嫌弃乌子脏兮兮的 但因为太子的威胁还是不敢离开乌子 只好铺点稻草找个地方对付一晚 暗暗则怪他爹可真能坑儿子 想想明天要不退学得了 第二天早上跟太子哭诉想家想娘亲了 想要退学回家看看 太子一看这样子是昨天教育的程度不够 赶紧让方济帆给沈奥绑起来 他在教育教育看还想家步 这是一旁干活的同学慢慢都停了下来 太子看到后大骂一声 都给我好好啃毒 在偷懒做死你们 同学们被吓得又赶紧忙不起来 沈奥也无奈地加入了啃毒大局 在炎炎的烈日下 沈奥泪瘫在地 平常只有他欺负人的份 谁知这西山还有比他牛逼的太子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 边边抽到你冒油 沈奥来到西山书院 那日子过得是真惨 只要敢偷一点懒 小皮鞭分分钟照顾到他身上 他还敢怒不敢言 因为实在是惹不起 何况太子殿下未来皇位继承人 亲自下地领头干活 你还敢逼逼苦和泪 真的不想活了吗 大小王他沈奥还是分得清的 就这样沈奥好不容易挨到了正午 在太子殿下一声休息之后 几乎直接栽倒在了泥地里 看着满是水泡的细嫩小手 委屈巴巴地掉下了眼泪 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样作茧过 拖着疲惫的身体沈奥回到茅草屋 抹着泪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这时汉子热情地端来了一碗土豆泥 递到了沈奥的面前 沈奥闻到了土豆的香味 但骨子里的高傲让他放出狠话 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吃贱民的东西 然而肚子里咕噜咕噜叫声 可是一点也不惯着他 他也知道现在不是装逼的时候 十一这终究还是接过土豆泥 深吸了一口气 就好像逼凉为娼的女子似的 第一次他发现这个汉子还不错 从前他是瞧都不瞧这汉子一眼的 心里只有鄙夷 这些人都很脏很臭无知且愚蠢 和猪狗没有什么分别 可今日他心里暖了一些 至少在他最孤独最无力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站在自己身边的汉子是人 人与猪狗是有分别的 从前沈奥高高在上 身边的仆人们不惜坐见着自己 变着各种的花样讨好他 从那时起他便觉得自己才是人 其余人和猪狗没有分别 只有自己才有丰富的情感 才会哭哀笑其余人他们懂什么 当他意识到对面的汉子是个人之后 突然心底深处第一次生出了惭愧之心 这种愧疚感令他感到很陌生 可无论如何 想到自己之前对待他们的态度 他有着糟糕的感觉 汉子显然不知道沈奥内心的变化 而是专门煮了红薯粥去喂他的老娘 他盘昔而坐拿着木勺子 轻轻地吹冷了粥后 在小心翼翼地放进母亲的嘴里 老玉如捏着干瓁的嘴唇慢慢吞咽 沈奥竟是看得有些吃了 他们也懂得笑道 在沈奥的印象里 这些臭哄哄的家伙们 无知且愚蠢 他们怎么会懂笑道 沈奥胡思乱想着 艰难地向汉子说出了第一句话 你叫什么名字 汉子笑了我叫张三八 在族中小人排行三十八 咱们下里巴基的人也不会取名 就顺着鼠往下叫便舍 沈奥突然意识到这些人不是什么贱民 而是和他一样活生生有名有信有感情的人 为自己以往的种种留下了羞愧的眼泪 西山学院某些学生仍旧心有不甘 受不了西山学院的苦 哭鸡鸟嚎地想要逃离这里 学生逃跑简直就是对老师的侮辱 太子殿下岂能让他们如愿 仍旧每天快乐地教书育人 沈奥同学却已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在和张三八相处的过程中 他知道张三八祖上是江南人 他们也算是半个同乡了 接触下来感觉张三八还很幽默 维源也是真的孝顺 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一直照顾着母亲 直至年迈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他也是不离不弃地伺候着 一直寻找能够医治母亲的方法 而他的孩子小胡子也是个极懂事的孩子 在太子一生休息后 沈奥回到棚子便见小胡子蹲在那削土豆皮 他赶忙上前捋起袖子到我来削 不疑会两碗香喷喷的土豆泥就被他端到桌上 由于天天劳作沈奥饭量大增 学院里便给他们这些学生额外发放鸡蛋 让他们补补身子好努力干活 他先是欣喜不宜吃过了土豆泥 愉快地拿着奖励的鸡蛋小心翼翼地包了蛋壳 小胡子蹲在一旁直流口水 沈奥有些尴尬的咳嗽一声你想吃 孩子猛然点头杀了他的措手不及 沈奥想着好不容易能改善伙食 要便宜了这小鬼吗 内心挣扎了一下最后无奈的倒好吧 你吃蛋黄 我吃蛋白 说着就把蛋黄放在了小胡子手上 看着孩子乖巧的样子 沈奥顿时觉得自己良心受到了谴责 自己把好吃的蛋白吃了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下意识地又把蛋黄换成了蛋白 小胡子天真的说 原来这就是鸡蛋的味道真好吃 沈奥简直难以置信这个世界上 竟然会有没吃过鸡蛋的人 他莫名的有些心酸 他沈家鸡鸭鱼肉什么没有 莫说是区区一个鸡蛋 就是一头牛他想吃那也不是难事 小虎子脸上露出了崇拜之色 笑着道 叔叔真厉害 沈奥看着兴奋的小胡子 一把将蛋黄塞入了他的口中 摸着他的脑袋轻轻地说 大口吃吧 我会努力让你们每天都能吃到鸡蛋 也会想办法医好张大娘的病 从前在书里见到的人相识 地里没吃的不会下河捞鱼 上山不缺吗 直至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死亡 接触到贫穷 他才终于明白 那看似轻描淡写的字句背后 不为人知的血泪 都说而行千里女担忧 自从送沈奥去西山书院做变形计 沈文夫妇每天都会做儿子考上状元的美梦 但当他们听说太子是西山书院院长后 美梦就变成了噩梦 生怕自己这个败家儿子 死于冲撞太子 老两口整日的夜不能寐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命运抬着轿子去了西山 当下人告诉少爷回来了 沈文这才放下心来 还好 起码人还活着 活着就好 于是沈文心冲冲地掀开轿脸 谁知帘子里竟是空的 不是说少爷回来了吗 人哪 教夫苦着脸愁愁 少爷说做不惯轿子要自己走 小人怎么劝也没用啊 沈文夫妇如遭雷击 脸色瞬间苍白 难道儿子是疯吗 自己儿子是什么人 他们最清楚 就算是在府上从前院到后院 这个儿子都懒得走动 恨不得叫人抬轿子送去 现在从西山到家十几里 竟要徒步走回来 这不是疯了还是什么 沈文夫妇心里一阵脚痛 就在两人痛心疾首时 沈澳突然出现放下包袱 哽咽的跪倒在地 儿子游血在外 令爹娘担忧罪该万死 沈文不敢置信地看着儿子 由一个敷着粉袋的奶油小生 变成了一个皮肤有黑棱角分明的少年 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竟然有些哽咽 看着有如此变化的儿子 沈文夫妇非常开心 沈家的下人们却并不开心 尤其是沈澳走向下人小蝶时 吓得小蝶浑身发抖 还以为少爷在外受苦 想第一个拿他出气呢 其他下人也向小蝶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可见沈澳在没有变形之前是多么的出手 但这一次并没有像下人想的那样 只见沈澳拿出亲手制作的木簪递到小蝶面前 小蝶这是我跟木匠大哥学的送给你 以前我总欺负你 但现在我知道男人不应该欺负女人 这个木簪我做了半个月 不奢求你原谅我 只希望能减少你的恨意 小蝶猛猛懂懂的谢过沈澳 希望哪怕这只是个梦 也希望这个梦能长一点 因为不挨欺负的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 沈澳从西山学院变形寄回来 下人们原本心惊赶战的 沈澳以往碰到府里的任何人 那都是鼻孔里看人 今天却突然叫了一声梦书 把梦主是直接吓尿完全猛逼了 少爷这是咋了 以前都是为那个谁 这图如其来的变化 让老梦有点措手不挤 赶忙撑小的不敢当 沈澳谦逊地拿着书单让老梦 帮他找一些书 他要带回西山 老梦看着大便样的少爷 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一点也不敢耽搁 一溜烟地就来到了书房 看着书单上的书名 不是数子风流 公子风流 这类有颜色的书 而是春秋 史记 唐书 这些正经八百的经典书 这一刻他坚定地认为 少爷是真疯了 其他下人也生出同样的想法 以往都不愿走路的少爷 竟然在出头 这不是风味还是什么 沈母心疼儿子泪流满面 这是在西山被人做见成什么样了 沈文却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他沈家儿郎终于长大了 同时他也好奇沈澳 在西山到底学到了什么 沈澳惭愧地表示去西山前 他觉得农户 都是愚蠢刁蛮逼贱的人 活该过猪狗不如的生活 到西山后 他发现那些人和他一样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可为什么明明他们不愚蠢 却生活困苦 明明他们很勤劳 却总在挨饿 而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能穿好看的衣服 吃丰盛的饭菜 后来王先生解除了他的困惑 百姓供养王侯将相 是为了让世人学好本领 带领他们实现天下大志 而世人却只顾享乐享受明知明高 于是他在学校学到了最重要的 是耻辱 他再也不能厚颜无耻地享乐了 说到这里 他竟有些嫌弃自己的父亲 父亲贵为汉林大学士 却是养尊处优出入成教 满口精益和艾民 却似乎和民众距离太过遥远 此一番言论甚是扎心 沈文能说什么呢 送儿子变形的是他 只能欣慰地说西山把他教得很好 这六百两的银子花得可太值了 顽固子弟都能教育他这个当朝大学士了 送出个祖宗还回来个爹 完蛋了都说女生外向 这还没过门呢 公主殿下就在父母面前 暴露了对方激翻的好感 西山书院假期结束 沈奥迫不及待地要回学院继续深造 沈家夫妇依不舍告别儿子 临行前主妇万事都有父母在 如果有事可以托梦告诉他们 这真是亲爹娘 生怕儿子死得不够晚 另一面红制天子听说西山放假 等了一天一夜也没见到太子半个身影 心里按摩这个小路上 难道不知道他母后他妹妹 想他想得都生病了吗 殊不知张皇后和公主殿下 在御花园玩得有多开心 哪里像生病的样子 倒是他顶着两个黑眼圈 看着有些疲倦 明明是自己想儿子想得要死 却要依托别的借口说出来 可能这就是深臣的父爱吧 萧公公察言官色上前询问 听说汉林院沈大学士把儿子送到了西山 要不要照沈学士问一下 红制天子义正言辞 怎可为了这种小事召见大臣 随后沈文就被叫到了暖阁 呵呵 果然红制天子也难逃真相定律啊 当沈文被问及儿子是否放假回家 沈大学士立即明白了 太子是西山学院院长 陛下是在关心自己儿子 心思立马活络起来说起自己儿子的变化 没想到去西山学院一个月 自己那个孽子竟变成了赶天动地的大孝子 从来没给他行过礼的儿子学会了忠孝大义 这都是太子殿下和新建伯教导有方啊 听到沈文的一席话红制天子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自己儿子竟有如此能耐 沈文看马屁拍的对路趁热打挺 其实最令臣感慨的是臣子的一席话 士大夫享受一切 都是靠百姓的供养 但如今士大夫口里说爱民 却不知名为何物 尚不能为君分忧 下不可谓万名牟利者 这样的士大夫是可耻的 臣惭愧啊 说着沈文就跪拜下去深深的感谢 太子殿下和新建伯对他儿子的恩童再造 说他大名有如此太子实乃江山设计的福气 这波马屁给红制天子拍的那是相当舒服 没想到清流中的清流沈大学士 居然对太子有如此高的评价 此刻红制天子才感觉到太子好像是他亲生的 萧公公眼看如此机会马屁立即跟上 说太子没有回来一定是留在西山办公 在为陛下解忧 这给红制天子高兴的眼睛都笑美了 说着叫要告诉自家媳妇这个好消息 张皇后听后也是热泪盈眶 感叹他这个儿子终于长大了 要多准备点吃的给他送过去 好好犒劳下儿子别让他累坏了 这时在一旁的公主殿下也说 新建伯伴家太子身边一定也很辛苦 父皇应该预备一份他的刺食 公主殿下这突如其来的要求 让本来热泪盈眶的老两口呆立当场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大不中流吗 当一个公主主动要求他父皇给你刺食 你猜他对你有什么想法 乍一看公主殿下给方继帆送吃的有些突兀 实则一点也不 早在入冬之时因为公主殿下不舒服 刻意叫身边的嬷嬷找来方继帆为他看命 方继帆看着有些娇弱的公主殿下 还以为公主殿下救急复发 吓得他赶紧为公主枕麦 这次没有老嬷嬷从中作梗 方继帆枕麦的过程十分顺利 只不过这间接的肌腹之轻 让公主殿下有些娇羞低着头不敢看方继帆 那小女孩家思春的模样煞是可爱 为了缓解内心激动公主拉起了家长 夸赞方继帆既能看病又能种地真是个神奇的人 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竟是对方继帆的崇拜 方继帆这货脸皮也是真厚听见公主的他讲 拍着胸脯表示那必须的 我可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咱别的不说就方继帆这不要脸的镜 咱要是有他十分之二也不至于现在还是个单身狗 公主殿下也真是又白又甜 听方继帆说了这么不要脸的话竟然无比认同 说起他母后曾对他提起经理许多子弟 要么仗着家里有权有势到处惹是生非 要么整天醉生梦死 而他方继帆明明出身名门 可以一辈子锦衣玉食 却教书育人心怀百姓 真是非常了不起 方继帆听到公主的赞赏心里乐开了话 表面文章却做得很足 毫不在意地摆了白手表示 这点小成就不值一提 这逼算是被方继帆庄园了 方继帆越是这样 公主殿下越是觉得他了不起 越想好好读书才不负方继帆 方继帆听见不负他三个字 瞬间羞红了脸还以为公主在向他表白 谁知公主殿下的意思是不负他的教诲 饶食方继帆脸皮在后此时也尴尬地被过身去 公主也意识到刚才说的话好像有些暧昧 一时间两人陷入了某种甘大的沉默 两久方继帆才厚着脸皮说出了心里话 不知殿下下次什么时候脑筋复发 其实我挺喜欢来给殿下看病的 公主殿下没想到方继帆竟然如此直白 瞬间羞红了脸小生难难 其实明日也可以复发的 这突如其来的爱情让方继帆有些上头 像极了刚谈恋爱等 为了不让家长担心方继帆表示 殿下复发还是不要太过频繁过几日吧 谁知公主殿下竟在不知所措中点头答应 恋爱的酸腐味瞬间卖年 这也就是公主让老丈甘子给方继帆刺食的游脸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能是你父母以为的以为 我这么诈一说你可能看不懂 但具体到红治天子和太子身上你就会明白了 自从上次公主殿下说给方继帆刺食 红治天子就在脑中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在他的认知里方继帆秒变小保姆 饭是要喂到太子嘴里的 天冷是要给太子添衣的 睡前是要给太子讲睡前布式的 而实际呢 太子在努力耕地方继帆在晒太阳 太子在认真上课方继帆在晒太阳 太子在帮他洗衣服方继帆还是他妈的在晒太阳 太子才是那个傻傻干活的大冤主 当听到红治天子口语 新建伯照料太子劳苦功高特辞皇家御时 太子的脸色比吃了死苍蝇还难受 明明都是他照顾方继帆 现在倒好便宜都让方继帆占了 憋屈的太子只能把无名邪火发给传信的太监 得了便宜还卖乖方继帆尬的在一旁黑黑的傻乐 这还没完 紧接着传信太监又拿出一个盒子递到方继帆面前 说这是公主殿下特意为感谢新建伯为他治病费身 亲手制作的糕点 方继帆听后心里那是乐开了花 太子则更憋屈了为啥自己的亲妹子 只给老方送糕点不给他这个亲哥送 老爹老爹是那样亲妹亲妹也是那样 明明吃苦受累的是自己 好处却全被方继帆占了 他想狗带的心都有了 太子直呼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抢在方继帆还没动手之前 上去就把公主殿下送来的糕点全造了 只能说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太子也是高估了他妹子做糕点的能力 吃过之后他才知道妹子真是亲妹子 不给他送是对他好啊 他从没吃过如此难吃且要人命的糕点 吃完妹子的糕点他怕是以后再难对糕点有兴趣了 方继帆此时乐开了花 感谢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如此好的兄弟 关键时刻是真能救命啊 事后公主殿下和方继帆见面 羞涩地询问方继帆自己做的糕点好吃吗 方继帆是张口就来好吃香甜极了 谁知公主殿下听后竟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方继帆还自名得意以为自己的善意谎言起了作用 把公主殿下感动得掉眼泪了 殊不知他的一句香甜极了彻底伤了公主心 公主低声哽咽 你不稀罕这些糕点就直说好了 我听说土豆红薯都有甜味 怕你吃多了甜腻 做的糕点时只放了盐没放糖 看着梨花带雨的公主方继帆当场射死 好在方继帆不愧是京师有名的败家子 红女儿家那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巧舌如簧的她借作画为玉 讲了最粗烈的为血是最高级的为血液 称当然知道公主殿下做的的糕点是咸的 但吃到她的嘴里感受到殿下的心意 对她来说那就香甜极了就是所谓的甜在心里 不已经适适的公主殿下哪里敌得过方继帆的这番说辞 小路乱撞般表示是自己错怪方继帆了 方继帆这个臭不要脸的尽得寸尽尺 握起了公主殿下的小手 含情默默地说 公主殿下特意为她做糕点 她是真的开心 但是下次别再做了她心疼公主殿下的小手 公主殿下害羞地低下头答应了下来 压压个呸的 方继帆你敢要点脸吗 方继帆这小子真是个人 忽悠太子殿下那是一套一套 就在前两天太子替她洗衣服 发现其中有个到三角的衣物 太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用鼻子仔细闻了我 那咸鱼般的酸爽味让她不禁询问方继帆 这个奇怪的衣物平时怎么没见她穿过来 看着太子好奇的模样又闻又撑左右观 方继帆竟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你说方继帆要是直接告诉太子 他手中拿的是保护子孙用的裤 就凭刚才太子套在头上试了那么一下 会不会直接把他方继帆咔嚓了 方继帆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撤 告诉太子那只是他新发明的脸睛 还在试用阶段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太子殿下听后乐呵呵地表示怪不 然后尽自告奋勇地让方继帆明日给他弄一个先用用 做兄弟的好东西要懂得分享吗 然后太子又重新尝试着将酷酷套头擦了擦里 但总是感觉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方继帆看着太子的动作一阵无语 只能暗自发誓以后再也不穿酷酷 否则有一天让太子知道了酷酷的功能 太子一定会砍下他的脑袋当球踢 于是方继帆赶紧岔开话题 说他最近看到有三头牛面向硬糖发黑 虽说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但他总感觉这三头牛会不幸摔死 然后剑兮兮地告诉太子 晚上兴许能吃上苦豆炖牛肉 太子听后却一改以往欢天喜地的样子 而是一脸负罪感地瞪着方继帆不满 为什么每次都是本宫动手你就站着望风 看着可能因为杀了太多牛有些负罪感的太子 方继帆一阵无语这也能怪他 每次都是他方继帆给牛看完面向 说某头牛长得结实肉质一定很鲜耐 你太子殿下就屁颠屁颠地去蹲点动手 现在反过来到怪到他方继帆身上 方继帆早就摸透了太子的小性子 善善一笑就跟哄自家小媳妇似的 殿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 关键是自己亲自动手地吃起来最相识 太子一听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怪不得自己宰的牛每次他都能吃三大王 然后太子殿下就屁颠屁颠地乐 搂着方继帆就大声嚷嚷着 那就让西山蜜云的流民开开婚 让父皇看看本太子是如何独当一面的 太子殿下真是悲催 这面刚弄完牛给西山改善完伙食 就被他老子召见到暖阁 还以为东窗事发的他进门就跪倒在地 这把叫他过来的红智天子都给整猛逼了 心想这小子是不是又犯什么错了 这贵的也太行云流水了 询问之下才知道全是因为自己平时太严厉 让太子殿下心里产生阴影 认为红智天子只要召见他准备好事 看着唯唯诺诺的太子 让红智天子不禁想起和方继帆的秘谈 都怪自己太严厉了总是认为太子在胡闹 从而打压的太子总想证明自己 其实太子只是想为他这个父皇分忧 了解到这些内情 红智天子准备听取方继帆的建议 让太子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后红智天子尽量的让自己看起来和善一些 告诉太祖今天照他来 是因为沈学士夸奖你们西山学院好 把他那么混账的儿子都教得知人笑了很不错 于是为父想给你个独当一面的机会 好好安置秘云流明你可能做好 太子头一次感到红智天子对他的信任 信誓旦旦的表示一定能做得最好 回到西山就大声宣布 从今天开始西山不吃土豆你了 只吃土豆炖牛肉 西山流明看得是一阵尴尬 认为小猪秀才是受啥刺激了 想吃牛肉想疯了咋地 方继帆见状赶紧拉住他 这昨天刚弄死三头牛回了趟皇宫 就要把所有的牛赶尽杀绝 这是受啥刺激了 太子牛气轰轰地表示 他父皇给他独当一面的机会 让他负责好好安置流明 只要他把流明们养得像屯妹一样好 他父皇一定会认可他的 方继帆听后都笑了 心想太子真是的憨憨 咱要拿高分必须知道出提人的意图是吧 然后就跟太子说了他的见解 天降一向粮食减产 百姓吃不上饭变成流明流窜 陛下不是想你让秘云流明吃上饭 而是希望你有办法让所有流明都吃上饭 太子一听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然后眼貌惊心 让方继帆给出个主意怎么做呢 方继帆则开始装逼 当然是知行合一了 然后就有了我们小猪秀才下乡之道 挨家挨户地开始做起详境调查 话接上文通过近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 方继帆终于意识到历史上的明武宗 绝非浪得虚名 当初他在大同能击溃打打小王子 绝不只是运气那样简单 别看太子平时在一些事上逗逼爽滑 这家伙带兵真的很有一套 愿意和人同甘共苦身先世俗 而到了西山安置流明教书育人 他同样的以自己作为示范 和农户们一同农耕吃住在一起 这无疑不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有时候方继帆都羡慕他 这家伙除了装病的时候身体不好 平常就跟个牛犊子式的体力也推好了 若不是他方继帆有脑筋当幌子偷懒 天天这么跟在太子身边折腾 没几天就得给他干报废 以后娶公主还有什么用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终于到了太子和方继帆入宫的时间 两人走在熟悉的紫禁城 太子显得既紧张又期待 带着不确定的语气询问方继帆 他父皇会认可他的成绩吗 方继帆知道这是太子第一次独当一面后 首次入宫境界 这次的成与拜更是关乎于他这个太子今后在他父皇眼里 是孩子还是男人的大问题 现在有些迟疑有些紧张也属正常 方继帆认真的想了想 此时的太子正是需要借助外力肯定他的时候 于是方继帆给太子竖起大拇指坚定地说道 殿下的认真所有人有目共睹 你一定会得到陛下认可的 太子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认真的和方继帆谈起心来 说他打小身边的人就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这样才是贤明的太子 可他读书越多越困惑了 历史上那些贤明的太子 为什么最后总会沦为平庸的君主 因为妥协大臣们多了 他们最后养成了顺从大臣们的习惯 他不想做那样的一个君主 那样一个没有勇气 没有自己想法和判断的君主 所以他一直坚持按照自己的心思做事 有时候他感觉也真的挺累 不知这般执拗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时候也是真想索性顺了他们的心 方继帆在一旁没有吭声 很认真的听着太子的抱怨 心里却深感意外 没想到太子还有这么多鬼心思 他奶奶的以前小看太子了 方继帆心里暗道以后做事得小心些了 这还没完太子说完这些 突然悄悄地对方继帆而语 直到遇到了你方继帆我可羡慕 因为不论你做什么 大家都会体谅你得了脑纪 好几次晚上我都拿头去撞墙 想撞出个脑纪来 说到这里太子话锋一转感叹道 老方骑士我知道你有时候小气 爱偷懒还喜欢装病 不过我不在乎 这话都上升到人身攻击了 方继帆立马装起了无辜表示 殿下你可不要冤枉好人了 我绝对是品情端正的好青年 只不过方继帆却有点底气不足 心里有些惊异 原来这小子竟什么都知道 太子看着装傻冲愣的方继帆 直接比了个国际首饰 少来 本宫又不是傻子 不过无论你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你是老方 我是小猪秀仔 咱们是兄弟 这突如其来的煽情稿的方继帆 有些措手不及 既然太子都跟他交心了 他也应该有所表示 赶忙真情流露的宝中心 用他尽可能真诚的样子表达 殿下将臣当兄弟 臣其实也是殿下为首帷 然后用慷慨负义的气势说 走吧 让臣一起去向陛下证明 你们独当一面吧 然后两个情真意切的快乐小二伙 就蹦蹦跳跳的去面生了 这个太子有多虎 竟敢当着他爹的面 说他父皇的不是 就在刚刚太子和方继帆 这两个加起来 得有八百多个新颜子的细经 在紫禁城外 上演了一出赶天动地的兄弟戟 近了暖阁俩人还没过那股热乎劲 继续飙着眼计 低着头装出一副 聆听红智天子教会的乖巧模样 而红智天子则正经微作地看着他们 像极了上学时不留情面的考官 不过太子的变化 倒是让红智天子吃惊不少 忍不住询问太子怎么销售这么多 方继帆知道 该是自己这个做兄弟表现的时候 有些话总不能让太子自己说出来吧 方继帆赶紧站出来 振振有词的解释 都是殿下身先士族与流明同吃同住 带领流明耕地过于辛苦 所以瘦了 方继帆还要继续夸奖下去 太子却装得有些恼怒埋怨方继帆这个大子 怎么什么事都说 作为太子做些力所能及的是为他父皇分忧 乃是他作为太子的分内之事 说什么苦不苦瘦不瘦的 说完这些太子得意的给了方继帆个 还是你懂我的眼神 真是一个比一个能演 这俩货要是放到现代绝逼是俩隐蔽 但是他们这一唱一课的小伎俩可忽悠不住洪志天子 明明问的是太子的身体状况 咋就突然间接脉弄起太子的功绩了 这他妈跟我俩闹着玩呢 既然说太子和流明同吃同住 洪志天子所幸就顺了太子和方继帆的意义 直接询问太子现在大米市价是多少 要是回答不出来就揍他 洪志天子这突如其来的询问 像一记闷棍打了的太子和方继帆措手不及 太子只能耿直地回答不知 洪志天子听后却大动肝火 认为太子连米价比去年上涨了一成都不知道 还敢说和流明同吃同住 枉费了他给太子独当一面的信任 又在这胡闹忽悠他这个老爹 面对洪志天子的质疑太子却疑惑了 挠着头打断洪志天子的斥责 父皇难道不知道 天下九成的百姓都不知道米价吗 然后看着他有些智障的老爹解释 市面上的米都是白米 百姓们根本没钱买米只能吃自己弄米 他们也没办法卖米 因为地主要收走一部分 官府也要收走一部分 剩下的都是碎米烂骨根本卖不出去 太子说了这么多洪志天子 却是听得有点猛意 是这样吗 洪志天子的无知倒是打开了太子的话匣子 问起他父皇既然会问梁家 那他知道密云百姓为什么沦为流明吗 洪志天子被问的一代 没想到两极反转的提问者变成被提问者 只能照着奏折上的回答 是因为密云大汉百姓无以为实 太子却摇着头表示不是这样的 都是因为种植古物的乡绅们 觉得红薯土豆大量种植 补价就会暴跌影响他们的利益 宁愿闲置土地也不租给农民 无田可种农民只能背井一乡 而大量田地荒废补补价自然大涨化 洪志天子彻底猛了这些密奏上都没写 而更让洪志天子震撼的是太子接下来的话 父皇可知密云距离京城百里路 然而这一路却饿死21人并倒37人 洪志天子听着这些数字脸色阴沉的可怕 面对这些问题他觉得无法招假 只能有些愧疚地说太子说这些在密奏上根本就没写 太子终于硬气地对着他父皇哑口无言 最后洪志天子只能强行为了挽回颜面 说太子只是嘴上说得轻松 他倒要看看他们将留民安置得怎么样了 事情要是办得不好还是会做他们的 太子今日的胆子特别肥 一改以往在他父皇面前装无辜的样子 全因他把自己的父皇问得哑口无言 难以反驳只能拿着密奏声闷气 看着他父皇嗤别这种感觉很好 更促使了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不过太子比较作死说的话比较尖锐 听了方济帆眼皮子直条 他能敏锐地感觉到太子的面上 隐隐有血光之灾的征兆 太子这面说得倒是痛快 洪志天子却暗暗下定决心 要是太子不能拿出个切实可行安排留民的方案 晚上说不得给太子来一套家传的闪电武林边 好好出出心里的这口气 方济帆其实也很佩服太子这作死性子 感觉刚才批评他爹不够爽 竟然还要求召见内阁大学士静静 一起来商讨他政绩流民的事 给洪志天子气了直瞪眼珠子 连说了三个好字 你不怕丢人就全叫来 等诸位大臣到来将目光落在了太子身上 太子深吸一口气把政绩栽民的奏报成给洪志天子 那足足一大答的奏书怕是有十万年了 洪志天子对这一答奏书表露出轻视的态度 奏书何须这么多废话 谁知洪志天子打开探后才发现是自己浅薄了 从入幕的第一行就直奔主题 几乎没有一丝的托女带水 详实地记录了密云流民每家每户的细致情况 姓名年龄特长家里几口人是否有伤残病 性格大致如何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洪志天子看得极为震撼下意识地看了下太子 这细致入微的调查里面的每一户人家 都根据他们每一家的特点做了未来相应的安排 这哪还是简单的正在救济 反而有了那么一点受人以欲不如受人以欲的意义 可以看出太子和方济凡有多么的用心 对于太子刚才阵阵有词他还有几分愤怒 而现在这愤怒全部一扫而空 净生出了一种羞愧到无地自容的感觉 太子对他说自己洗过衣服做过饭 亲自带着大家开看 原来他是一点也不信的 现在他是深信不疑 只不过太子指责他不知民间疾苦 温馈无能 这些话却是有些太偏激了 有点伤他这个老父亲的心 洪志天子自认为历朝历代的天子 论秦政他绝不会比任何人差 今天看了太子的奏书才明白 自己也有远不如太子之处 不由地深深叹息一声把奏书传递给大臣们 让他们也好好看看是该怎么做的 然后下旨以后所有上奏来的奏书 不但要送宫中一份 还要预写一份送东宫 明摆着通过这次政绩流明洪志天子认可太子 开始让太子慢慢熟悉政事 太子则喜出望外能被他父皇认可 是一件多么有成就的事情 特别是他这种一直在父皇和大臣眼里被归类为胡茂的 我们的太子终于越来越牛强 方济帆和太子俩人凑到一起准备好事 自从太子殿下被他父皇认可后 詹士福每日都会送来一批藤血的奏书 太子没有票逆权 也轮不到他来披红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看 只不过有些奏书写的那是一个云里雾里的 看得太子一个头两个大佬半天都不明白 大骂这些狗官连人话都不会说 还好方济帆习惯了太子的口误遮拦 这要是被别人听到太子辱骂大臣 定会被大臣们弹劾太子适宜 就在太子嘀嘀咕咕时 发现了一封来自朝鲜的奏报 这一代的朝鲜国王李蒙 希望大明皇帝赤封他的母亲为王太后 奏书下面已经得到了刘建等大臣的认同 认为朝鲜国王纯孝母平子贵 朝廷里应颁发金策 太子看后有些中二的问方济帆 他会不会也是某个沸沸所生 却被他母后所抚养长大呢 你说这是探机生物能有的脑洞 方济帆直接给他翻了个白眼 这次你越是回应他 他越会深究这种不招鞭的问题 这要是让他母后张皇后知道 估计掐死这个逆子的心都有了 他辛辛苦苦怀胎十月 怎么就生出来这么个混不吝的歪 方济帆看着奏报眼里闪过一丝光芒 认为朝廷不应该册封李隆母亲 随后说出了一大堆理由 实际方济帆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在历史上这个李隆被称为燕山君 是个暴虐成姓艳佛艳如的暴君 史上著名的甲子事祸就是他造成的 杀害了许多大臣和官员 他现在尚书希望得到大明朝廷的册封 明显是在杀人前让大明给他背黑锅 其实这李隆要杀谁 跟他方济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你把大明朝廷当傻子时 方济帆作为大明的有志青年那能灌着你吗 于是方济帆和太子赶紧上报给红之天子 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李部已经把册封的照明发出去 既然已成事实太子扯着方济帆就要回东宫 一般圣旨走的都慢 从辽东入朝鲜怎么也得一个月以后 如果他们有另外一份深吃的圣旨 快马加鞭半个月就可送的 要不说方济帆有八百多个新颜子呢 他明知太子要做什么 却装出一副很傻很天真的样子 只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太子 这把太子气得直薅他剥领子 说好了为了朝廷为了大明设计 现在倒动真格的了怎么还耸了呢 方济帆就很无奈好想倒在地上装死 可是又下不了决心只能搪塞地说 我们没有另一份圣旨啊 太子却阴策策地一笑这个好办 刘杰这个倒霉蛋 做了方济帆的徒孙真是倒了血霉 太子为了朝廷为了设计 决定假传圣旨提前把身赤送到朝鲜 在他的威逼力右下 方济帆只能坦克地同他合谋 心里暗骂太子真是人间渣子 身体却很诚实地给太子出着主 告诉太子这件事不能忙单 还是得让百官住口 否则一旦事情泄露 千万封弹和奏书弹和殿下 那怎么受得了 想要压住百官就得先说服刘公 倘若他对此不闻不问这件事就好办 太子一听其实也觉得头疼 方济帆却又淡淡地说 办法也不是没有 刘公毕竟是声名大义的人 要不说方济帆是个坏呗呢 其实所有的预案他早就想好 别看太子在这火急火燎的想要为国为民 但哪次在太子动手办事的时候 没有他方济帆的意义 这小子阴着呢 既然这次注定会闯祸索性 他就多拉几个垫被 于是方济帆笑盈盈地让太子派人去请他的徒孙刘杰过来 在等刘杰的这期间差点没让方济帆吓酿 太子在东宫的收藏极多十几方大义 里面赫然摆着皇帝的宝喜 还有红制天子的专用小命 这把方济帆看得感觉自己的小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太子看见方济帆被吓傻的小样有些鄙视 一副淡然的模样表示 这都是任寿公的老祖宗私下恩准的 不用怕但凡他老子来找他的麻烦 任寿公就会来人的 还有这样的操作 方济帆已经不知道什么好了 一个时辰后 刘杰来到东宫连忙拜祷见过太子二人 太子和方济帆目光相对坑仆孙的套路开始上演 方济帆上来首先就给予刘杰肯定 说在众徒孙中他这个事工最看好他 这把刘杰给感动完了不禁煽然泪甲 哽咽着表达方济帆对他的恩重如山 哪怕是上刀山下活海也难抱万一 方济帆等的就是这句话 四十多了的老实人刘杰就这么被方济帆和太子 忽悠的带着假圣旨连夜奔赴朝鲜部 连他想跟他父亲留公道别都没了 看着被忽悠走的刘杰太子不禁笑出了声 感叹方济帆交出来的徒孙真不错唇语 气得方济帆扯着太子的衣领大喝 我们是在做大事 别弄得好像我们是在推人下火坑一般 难道殿下不怕夜里睡不着觉吗 也不知道这是方济帆说给太子听的还是说给自己的 反正太子殿下说不怕反而还觉得很有趣 俗话说得好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吗 内阁首府刘剑心里可能深有体会 自从他儿子刘杰去书院读书 已经许久没有回过家了 不过在他刘剑的心里却是极为踏实 儿子能在书院多认识些读书人 总比当初关在书斋里要强得多 没没想到自己这个四十多岁终于考上举人的儿子 刘剑就特别的感谢方济帆真是帮了他大忙 认为方济帆这个家伙 虽然性情有些古怪气还有脑机 却实实在在的是个大好人 咱就说刘大首府 咱是不是对好人俩子有啥误解 要不怎么说刘大首府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呢 由于他对方济帆印象的极大感官 在暖阁意识时 听见传闻太子府留出一份旨意 隐隐觉得即便此事为真 多半也是太子的主意 方济帆可能只是无辜卷路吧 可又仔细想了想 这是太可怕了 太子到处盖印喜发圣旨 这篇无二日人无二主角不是闹着玩的 作为首府秉持国家法度 当即他就提议陛下 应当彻查此事 若是子虚乌有可证清白 若是却有其事 凡牵涉之人 理当严惩不黛 以谨笑有 让他感到有些狐疑的是 当他说完这些话时 红至天子突然问起他儿子最近在做些什么 许多日不见了吧 直至下朝他也没琢磨明白天子的话啥意思 心里倒生出不少疑问 太子和方济帆到底有没有矫照吗 太子殿下那可是有自封小猪秀才前科的人 何况这等事也不会空穴来封了 可是这跟他儿子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经过刘大首府的一碰分析 和太子以及方济帆那样性子的人不一样 不禁笑了起来 甚至有些同情陛下何方紧绷 生的孩子是有才学有本事 可人不老实有啥用 做父亲的还不是操碎了心 成日提心吊胆的 哪像他家刘洁虽然资质平庸了点 但好在不惹事 安生 为了让他自己的心彻底放下来 刘大首府特意问了门子少爷回家了没有 谁知门子的回答让他整个天灵盖都炸了 听说前几日学院木休 少爷被太子殿下和新建伯叫去了 就在不曾见过少爷了 刘大首府只绝头玉木炫 若不是硬撑着差点就要瘫坐在地 明白了 通通都明白了 自己的儿子便是被忽悠去送圣旨到朝鲜国的使者了 他怀揣着伪照 是这群敢大包天之人中的一份子 现在想想方济帆真不是东西 真是缺了大德呀 自己的徒孙就是这么拿来坑的吗 亏他刘剑把他当成好人真是瞎了自己的眼睛 此时他只想找方济帆拼命 这是我见过最坑人的事工 刘杰被方济翻忽悠地去朝鲜宣旨 当他第一次打开圣旨时 眼睛都看直了 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圣旨的内容哪里是追风 简直就是在骂人 那严厉的措辞就跟训儿子似的 他是越念越心惊 人家好歹是个国王 他在人家地盘这样骂人本国国君 他的小心肝简直要跳出嗓子样了 还好李龙这个憨憨听不懂刘杰念的是啥 在那还傻呵呵地谢谢皇帝恩典呢 但刘杰知道虽然李龙听不懂 可是文字是互通的 等他将圣旨交给李龙后 他一看便知道这是深痴的旨意而非追风 到那时恐怕他刘杰就要挡大美了 这时刘杰才意识到 为什么临行前世工会给他的锦囊 等他宣完旨便取出锦囊打开一看 纸上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桃字 刘杰顿时脑子嗡嗡直响 联想到圣旨的内容不由自主地打了寒颤 出宫后赶紧躲藏了起来 几日后朝鲜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便被富有开创性思维的李龙改为了服务场所 无数人如朱阳一般被屠戮诛杀 夹子嗜货仅仅持续了几日 被杀者就足有千人之重 刘杰躲在向北逃亡的人群中 竟不知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同时感叹他世工真是英明神武神机妙算 连朝鲜国君会大肆屠戮读书人都能算到 还提前给他预备了逃跑警囊 要不然他铁定就折在了朝鲜国 心想回国后怎么也得给他世工刻他三个小头 以报他世工的救命之恩 咱就说这酣批的脑回路 要不是他是首辅之子 方济帆还真不想坑他 到现在还没想明白是因为谁 才让他在异国他乡面对如此险恶的境遇 其实方济帆还是挺担心刘杰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徒孙 反观太子就完全不当一回事 该吃吃该喝喝 对于坑首辅儿子的事完全没往心里去 然而就在他们等待朝鲜国消息的这段时间 一个可怕的消息传了开来 凡文与太子和新建国勾结在一起了 还有刘杰 堂堂首辅之子竟然参与了假传圣旨这样的事 这还有风骨吗 还配做读书人吗 这其中刘剑这个首辅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时间朝廷震动猜想连连 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该来的是你永远躲不掉 东宫传出假照真伪不知 宫门还没开 大臣们就站在外面议论起 英国宫乘机拍着方济帆说起了悄悄话 大抵意思是让方济帆装傻充了 就算触犯了天条也咬死了不认 必要的时候把脏水都网流进身上 让他们读书人去狗摇 方济帆懊恼的表示这样不太好吧 英国宫看着装耸的方济帆 嘲笑他真是胆小如鼠 心不黑手不狠还敢他娘的成天惹事 方济帆则捧着脸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表示是博在说啥 他是一点也听不懂什么天条啊 什么脏水啊 他咋不知道自己又惹了啥事呢 那无辜的小模样看得英国宫一愣一愣的 好半天才明白过来 就凭这小子的臭不要脸的劲 他当才说的话纯属他妈的闲吃萝卜蛋抛心 宫门打开大臣们鱼罐而入 御史门就像闻到屎尾的狗 可算逮到他们最爱吃的那一坨 弹河当朝首辅这个记录史册清智流明的机会 他们岂能错过 就算因此得罪了人罢了官他们也不怕 回到了家乡 他们照样是被天下读书人敬仰的楷博 不过留见浣海臣服多年什么风浪没有经过 对于寻常的小御史弹河 他连反驳都懒得反驳 直接拎出他们上官的上官的上官一通问子 这波神操作直接看傻了方继帆 被告的人居然还能如此振振有词 方继帆又忍不住朝英国公看了一眼 丢人了 难怪武区们被文臣按在地上各种摩擦 混了这么多年官场就他们交他一个装傻通了 看看人家转手之间翻云覆雨 还提了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明同罪 显然是说要查就查个底条天 他儿子太子还有方继帆一个都跑不了 然而这三人都是什么人 宫中皇帝的独子 百官之长的独子 还有武勋集团里方继帆这颗名誉之心 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三位主官得是多大的脑袋 敢往里面深究啊 看似叫得欢得欲什么瞬间就牙火 三大主官点头哈腰表示一定彻底掉他 刘剑则面色淡然 那就开始今日议事吧 方继帆看着刘剑的这番骚操作 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感叹果然拉刘杰下水是对的 他老爹刘剑是真给力 这他妈让他少操心多少事 哈哈 要说拍马买加强 还得大名找继帆 就在三思彻查东宫伪诏之事时 方继帆却老神在在地把心思权放在了他的朱上 反正此事都被刘剑暂时在朝中压了下来 清流御史们叫得再欢也不敢造词 他这个锅甩的是真逍遥自在 直至一封自辽东而来的奏报打破了这样的迷迹 奏报中提及朝鲜国王李龙丧心病狂 屠戮宗士和两半贵族死伤惨重 更甚者将供奉圣人的成军馆改为昌院 让宫中女医官去做娼妓攻他玩乐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简直令人发指 红志天子都没想到李龙能丧心病狂到此等地步 这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其实当初方继帆奏报决的是有期消失 红志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是这样可怕的后果 原以为册封了就册封了应该没啥太大的影响 现在想想若不是假圣旨先送了过去 前脚刚夸奖完他如何如何孝顺有得 转过头来这个人大杀四方还如此羞辱圣人 那全天下的读书人还不得炸了锅 说他大名吴德皇帝昏溃糊涂 要是那样的话实在是有伤国体 红志天子看完奏报心里也是一阵后怕 险些被人当成了傻子差点酿成大火 而无数自诩圣人门下的大臣们 听见李龙的所作所为 一个个也是一份填膺咒骂生四起 汉林院学士沈文更是心痛欲绝气愤难耐 表示若不讨伐朝鲜我等与猪狗合一 方继帆默默地站在人群中看着众人 心里却是暗骂你大意的 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家伙听说圣人受辱了 各个义愤填膺便要起兵讨伐 可达达人三不五时的袭击边境 也没见他们这般激动过 这时红志天子也发发了 问大臣们他之前颁布了一道旨意 他们可还有印象 众大臣们冷静了下来却也一斗丛生 这才想起陛下之前是颁布了一道 册封李龙之母的旨意 可转眼间现在怎么就成了身斥的圣旨了 方继帆看时机一道 也不给大臣们思索的机会 立即蹦出来狂拍红志天子马屁 说什么吴皇圣明明察秋毫 早已洞察李龙狼子也行 遂给太子下了一道密照身斥李龙 真乃神机妙算 这套说辞把不明就里的大臣们 唬得是一愣一愣的 还真以为是陛下暗度陈仓的计谋 心里还不禁生出愧疚之感 暗骂他们之前是错怪太子 错怪方继帆错怪刘公 红志天子则似笑非笑地看着方继帆 感叹这小子想在他身上 找出一点风骨还真不容易 不过这骨子机灵镜还真令人佩服 但是方继帆胡乱拍的这一部满屁 红志天子并没有领情 而是直接道出了真心 反而夸奖他们扶大厦于江青 有功于国家 对于红志天子当场揭穿方继帆的谎 想来是个人都应该挺肝大吧 可方继帆是一点尴尬也没有 反而更是激动地表示红志天子胜利 夸奖红志天子有仁德之心 不光不知他和太子伪造圣旨的罪 陛下还从不拒功 却总将过失承担在身 他真是钦佩不已 哪怕是肝脑徒弟也难报万一 这一痛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的拍马 简直看傻了众位大臣 太子诸后照不愧是 自封威武大将军的男人 必听说要讨伐朝鲜国 他就两眼放光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忍不住要请战 那作为红志天子唯一的 你认为他爹能同意吗 就在他刚要说出这句话时 红志天子就一脸严肃地 打断了他让他先退下 土木宝之变后 任何皇帝御驾清征的事 都变得极为谨慎 而太子作为皇帝的独子 自然是绝无清征的可能 太子只能愤愤不平 向方济帆发着牢骚 他那颗欲争朝鲜的心 却久久不能平息 甚至向方济帆提议 若是他们能去辽东 这话差点把方济帆的脂肪干下出来 你是太子这种做大死的事 能不带着我们 为了打消太子作死的念头 方济帆只好寻寻善幼地 向太子讲解他对朝鲜局势的看法 他认为李龙看似在朝鲜国一手这天 可事实上七国中早有人对他滋生不满 他现在就是个身陷泥族的巨人 只需要轻轻一推便倒了 所以说要铲除李龙太容易了 只需让刘洁带着几百上千辽东军马 护送朝鲜国逃亡而来的宗氏贵族入朝 那些暗中对李龙不满的朝鲜五官 势必会趁机动手 到时候不许我大明动手李龙 便死无葬身之地了 方济帆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所依仗的 在历史上李龙在甲子之乱后 没多久就被朝鲜五官带领军队 发动了夺门之变 现在这些蠢蠢欲动的人 之所以不敢动手 不是因为没有力量 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敢轻易地冒险 对于大明的态度还带有疑虑 一旦大明的态度明确公开讨话 朝鲜五官这些人必会动手 所以方济帆猜测 现在朝鲜国缺的就是这灵人一脚位 太子听后顿时觉得索然无味起来 倘若这里龙荡针如此无用 似乎他去讨伐 也显示不出他威武大将军的厉害 那还有什么意思 不过既然如此太子有些疑惑 刚才在殿上方济帆为何不上奏 说到这里方济帆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若是刚才在殿上提及 只怕刘公会有想让我当场在宫中别血的念头 太子一听似乎很有道理 刘公好不容易得知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这还没高兴俩小时呢 就被方济帆提出让刘洁带着朝鲜国贵族入朝 去面对那朝鲜国的十几万朝军 只怕刘公当场掐死你方济帆的心都有了 说到这里太子见嘻嘻的一笑 哈哈 还是你老方鸡贼先武子不说 本宫也喜欢生米煮成熟饭 就在朝廷还在为钱粮的问题 讨论如何讨伐朝鲜国时 刘洁已经收到方济帆的书信 准备带着朝鲜国这些难民回朝 净承军李懿作为李隆的义母兄弟 听到这个消息便害怕起来 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 来询问刘洁能不能就让他们住在辽东 哪怕在这里成为一个庶人也心甘情愿 要是将他们送回朝鲜国 如果落到了他王兄的手里 只怕到时候刘洁也会跟着一起送命 刘洁却没有因为李懿可怜的模样而心愿 而是不容质疑地表示 哪怕和他们回去会死 也要按他事工的意思去办 回汉城杀李隆重新使朝鲜国回复平静 这一番话把李懿都听傻了 关于刘洁的那位施工 近段时间李懿的耳朵都快听出简子 他不相信有人能在千里之外拯救他们于水火 他也有些郁闷 按理说刘洁作为大明首府的儿子 论身份比自己这个方国王子都高贵 怎么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呢 总是提着是他施工的命令 也不知道他施工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这么舍身忘死的非得回朝 李懿眼看实在说不动刘洁 便搬出要向大明皇帝上奏的杀手锦 希望刘洁能够回心转意 可是刘洁这老小子显得很是平静 表示你爱打小报告就打小报告吧 不要紧 但是事情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于是无数的奏报被送去了大明皇奴寺 而此时刘洁在小谷军马的护卫下 已经带着人动身了 他们跨过了边界的河流开始南下 在抵达汉城不远的地界后 一个噩耗从朝鲜国宫中传来 李懿在得知刘洁带着人回朝后 特意派了一万精兵来截杀刘洁的队伍 并且发出了犒唤 谁能娶刘洁的人头赏万金 李懿这个疯子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杀刘洁 这几乎彻底断了他转环的余地 刘洁的队伍兵马不过千人 完全可以预料到 那朝鲜大军一到死期也就到了 刘洁面对李懿质疑的时候 态度总是很坚决 其实内心也是有些害怕的 因为施工的书信里告诉他 让他不要害怕他是大明亲事 又是内阁首府大学室的儿子 李懿不敢拿他怎么样 可是那是对正常人来说的 李懿明显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现实就是这么赤裸裸地 拔脸打的身口 刘洁想到朝鲜国人说的关于李懿 如何恐怖地利用刑具 来惩罚敌人的事情 感觉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毛孔都要炸开了一般 啥 太子竟当着方济帆的面说 希望暴君李懿杀了刘洁 你评评理智人能说出的话吗 刘洁在外出生路死 没想到刀他最狠的竟是本国太子 而太子判刘洁生死在李懿手上的原因 女士奇葩 这样他就有理由赤锋自己为讨朝鲜总兵官 偷偷出关带兵杀入朝鲜国 彰显他小猪秀才的十圈武功 方济帆带着比试的眼光看着太子 感觉这孩子脑子好像有啥大病 真真是不想和他说一句话 然而你越不理太子 他越碎嘴子 可能是最近招惹公主殿下 被他父皇给爱爱的教育 说他妹子太爱哭真是受不了 告诉方济帆 娶气一定不要娶这样的 见方济帆没有作声 气得太子直跳脚 试问方济帆是不是对他妹子别有所的 方济帆心里暗骂我低个乖乖 太子殿下咱别老在大气层跳了 啥时候落地你做个人吧 只能懒洋洋的附和太子 你说的对 你说的都对 看着有些敷衍的方济帆 太子见兮兮的搂着方济帆坏坏笑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父皇昨日下指命英国公月十三军 到时可精彩了 说着有些不怀好意的看着方济帆 不过本宫现在很担心你啊 太子这东西郎头西一棒子的话 把方济帆搞得是晕头转向 担心我什么 和我有什么关系 太子却慢慢悠悠一字一句的说 当然有关系 你是与林卫千户官 又是兴建伯平西侯之子 你说呢 方济帆听后暗骂一声卧槽 这该不会是被明事录里记载的 明明白白的那场乐事吧 那可是堪称为大明军队 刚记败坏的反面教材啊 里面持宫不能发誓 甚至有堕功于帝者 不会就是我这样的败家子吧 英国公又一次的代表天子 前往太庙告继 消息一出满京师便知道 乐事已是迫在眉睫 想到要参加乐事 方济帆便觉得有点悲伤 早知如此他就应该多练些功马 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只能可怜巴巴向太子求救 说自己有脑疾能不能不去 跟方济帆混久了太子也学近了 脸上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然后见兮兮来了局 那你自个儿去和父皇说吧 方济帆只能忧愿地看着诸后者 心里暗想这下完蛋了 太子这个大聪明都学近了 以后怕是得升级套路 才能忽悠这个小可爱 至二月初九这天月时拉开帷幕 红志天子刻意询问方济帆是否来了 一提到方济帆这小子 英国公就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他就怕方济帆装病不来 今天清早特意先跑去方家 将方济帆给提去了大营 作为红志天子看好的新建国 别人可以不来 他方济帆则非来不可 毕竟不来是态度问题 来的丢了人那只是能力问题 关键时刻大小王还是要分清的 别看英国公平日里对方济帆凶巴巴的 可对方济帆这个事交子职也是真用心 丝毫不提示他把方济帆抓来了 而是替方济帆说起好话 方济帆听说陛下官里喜不自胜 他说自己骑射虽然不好 可陛下继续亲自点阅 他龙金虎猛精神百倍 红志天子听后龙颜大悦 原本在他的理解中 方济帆这家伙是有八九会找个理由夺懒 没想到他这次居然这么懂事 心里不禁感慨真是越发的稳重了呀 今儿的方济帆一身戎装略显鹦 虽说他是花架子 但依旧改变不了他这爱装逼的毛衣 背着手笑盈盈地看着一脸愁眉苦脸的屯田足五官 勉励大家要不骄不躁 骑射没有什么难的事 无非就是骑在马上射箭而已 掌握好技巧即可 众人听到方济帆的话不禁老脸一会儿 上次见方济帆在马上还凹降了 几次都差点要摔下马来 现在却能镇定自若地和他们侃侃而谈 心里都很佩服方济帆 方济帆装完这波 心里也松了口气 然后趁人不注意 悄悄地跑到了队伍的最后头 净显不要脸的本色 这一场越试本是红至天子预谋已久 他对勋贵和五官们的印象都不错 前些日子碰到朝鲜国的那档子时 他更想借此越试机会震慑四方 好让各个藩国看看他大名的骁勇之士 而越试既比文涛也比武略 骑射乃是武略的根本 首场越试看的就是勋贵子弟和五官们的骑射 然而不看不知道一看真丢人 刚刚还神采奕奕整装出列的兵马 一栋真格的是真拉垮 原来在这瓮城教场上 当先的一个五官飞马向前 还为大公静视生生地摔落下马 第二个五官见到是射了头去 却如某种不可描述的男性病一般 只飞出树杖变软答答地掉落在地 红至天子的脸色是越看越惨然 他看过的奏书里 那些号称忠贞果敢的勇士或将主 在今日让他亲眼看到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 红至天子已然气得发抖 原本借这次机会是想要展现他大明军威的 现在看来是自家人给藩国演了出猴戏 红至天子是真的感到后悔了 后悔自己刻意来观礼 数百个军将各个滑稽无比 简直就是猴子请来拉屎的斗逼 其实也不怪这些薰贵子弟无能 土木宝之变后 薰贵子弟便不再以父辈们东征西讨为荣 尤其是重文一武后 连五官自己都嫌自身及不上读书人出身的大臣 一个三品的指挥使见了七品的汉林边修大气都不敢出 这一场乐视的悲剧可想不知 红至天子若非亲眼所见怎么也不会想过 以往看似威武的军将竟衰败到了此等地 一时间他连苛责这些人的心思都没有了 哀大漠过于心死的刚要摆驾回宫 方继帆从最后面慢悠悠的打马过来 至于为什么是慢悠悠呢 因为方继帆怕马儿若是跑快了 一时收不住出现啥意外就不好玩 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方继帆还是很要脸的 方继帆也很无语历史上的这一场乐视 曾让红至天子面色无光 然而当时红至天子并没有亲自来观 即便是愤怒那也是有限度 谁能想到如今历史变了红至天子亲领 这赤裸裸当着外人的面被自己人打脸 可想而知红至天子此时此刻的心情 面对如此情况 他方继帆作为现代化的四好青年 理应站出来挽回大明颜面 他学院的学生苦练六五 再差都比他们这些持功不能发誓 甚至有多功于帝者强霸 毕竟读书学艺哪家强 大明西山找继帆呀 乐视教场鼓声如雷响彻天际 西山学院王守仁一马当仙 平时在其他人眼里 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汉人 谁也没有料到他的马术竟是精湛无比 许剑 弯弓 搭剑毫不拖泥带水 这漂亮的飞马和射箭惊艳重人 英国公两眼放光忍不住赞叹漂亮 这不就是年轻时的自己吗 那样的英姿勃发帅气逼远 方继帆看着满脸落三胡子的英国公 暗自比一忍不住复复 这老小子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也就在公马上你英国公年轻时 能和王胜人各有千秋 可要论起学问和瞎琢磨的精神 在场的各位包括他自己 恐怕连给他王胜人提鞋都不配 还像你 小心他爹王华找你拼命 就在方继帆在心里编排英国公事 下头已有人匆匆地去看马 随后大呼正中把心 乘上顿时一阵阵惊叹之声响起 那可是把心啊 在如此高速的快马加鞭之下 人在马上不断地颠簸上下起伏 能中把心的机会只在刹奈之间 若非是运气 这几乎可以堪称为剑神啊 邦继帆也忍不住感叹中华上下五千年 能被称为圣人的就那么两个半 真不是谁都能行的 关键时候还是要真能打呀 要不然怎么说三十而立呢 三十个才够他们站起来打 没点大本事还真坐不稳 红这天子听到爆把后 也一扫之前黯然神色 仿佛在黑暗中突然找到了一盏明灯 随着王守仁的开门哄 气氛一下子热烈了起来 终于有了一些乐视的样子 诸国使者也收起了轻慢的眼神 表情渐渐变得慎重起来 之后一个又一个的声援飞马 虽然不再像王胜人那样射中把心 大多数也能将剑使射中剑法 相比于之前那些丢人的五官 强得不止一心半点 红志天子也开怀而笑 深深地看了方济翻一眼 总算西山学院的声援们撑回了场面 不然大明的脸面真是丢到了海内外 人那就怕在短时间内经历大喜大悲 刘剑觉得这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刚才还因为自己儿子进朝鲜争讨历 惊得他干颤的两腿发热 恨不得提刀去砍了忽悠儿子的方济翻 谁知下一秒就被红志天子叫来暖流 告诉他刘杰此番入朝望风听雨 刚刚传回捷报汉城举城而响 逆贼李龙束手就擒不日将压界来惊 如此过山车般的消息不免让他身躯猛的一阵 这大悲大喜的到底是祖坟冒了青烟 还是祖上接了大德这么折腾他一个老头子 他目瞪口呆像是做梦一样 这样说来他儿子不止还活着 并且还立下了大功 这是何其大的功劳啊 几乎不费一兵一族消耗丁点钱两 就将李龙解决了 如此一来 不正证明了我大名乃人心所向 四海兵符 刘剑这个老臣立即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关键 他毫不犹豫地拍起红志天子的马屁 老臣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陛下名扬四海人得知名语内传播 陛下圣明啊 说着说着刘剑竟还抹起了眼泪 而刚才告诉他儿子入朝的谢迁也是一脸震撼 刘之前的同情开始变得羡慕起来 这么大的功劳 刘杰只怕不必参加会试 都足以撑起刘家了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想 红志天子看着捷豹大大夸奖刘剑生了个好儿子 此次立下如此大功直接给了刘杰一个伯爵 这把刘剑激动得连冠冕堂皇大义凌然的话都忘说 要知道在大明若非皇亲国七爵位是极难获得 百五十年来 除了开国和禁难时涌现出一批功勋 此后能赐予一个世袭千户 就已算是天大的恩赐了 有了爵位便是与国同修 世世代代的富贵荣华 而历代的内阁首府 一旦知识子孙有点出息的还能再朝为官 可没出息的最后只能回老家混一个附身 甚至还有人的子孙不孝 最终沦落的家徒四比 如今刘剑家得了一个伯爵 简直就是刘家祖坟冒了青年 红志年间的大明 也不知道得罪了哪路大神 半年大雪半年大汗 现在又整了个天他地线紫金锤 刘剑这头刚卸完红志天子赐儿子伯爵 转过头来就把方继帆请到内阁 继帆长继帆短的热情招呼着 谈话的目的无非就是 虽然刘洁这次在方继帆的指导下 立了大功得了伯爵 他刘剑也承认方继帆确实独具慧眼 可人有尸首麻有尸体 保不起哪日就完脱了 为了儿子的安危 他这个做父亲的 只能厚着脸皮来和方继帆打商量 往后再用到他儿子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先斩厚子 先跟他智慧一声 方继帆见刘剑都这么说了 也不好意思一口规矩 只能指着灯泡发射以后绝不会 用他方继帆多年积攒的口碑担保 刘剑听后眼里直烹火 这话说的跟没说有啥区别 你方继帆要有口碑 我犯得着着你说这是吗 方继帆见刘剑冷冷地盯着自己 只能改口到我方继帆 若是在赶仙长后 骤天打雷劈 可就这么的刚好 就在这时突然轰隆一声 大地颤了颤 真的天打雷劈了 电光火时间 方继帆冒出了一个念头 方继帆一脸猛逼 陡然想起一件事 明洪志十四年大同明秋县地崩 损坏官民卢社 共一万五千四百余间 压死男女九百余人 牲畜甚重 这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王朝 从没有一天安生过 刘剑眼看发生如此大事 也不再和方继帆臭 直接下了逐客令 方继帆也带着沉重的心情 匆匆地出了五门 刚好碰见 受到地底于波惊吓到的太子 古人对于天崩地裂之时 历来带着本能的恐惧 原本太子在此候着方继帆 是要跟他商议郑国公的事 由于在这次争吵的计划中 太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洪志天子刻意默许了太子 可以私用印章 给他自己封郑国公的事 本来心里美滋滋的 现在却不知道该做什么 方继帆在听见太子 说到郑国二字时 一下子刺入了方继帆的肺股 心底顿时生出一股正气 此时他满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得救人 太子见到如此粗然的方继帆 脸色苍白地对他说 你疯了 谁知道还会不会继续有地震 你别乱跑 方继帆不以为然大笑道 上天生老子在是啥 就是为了阵邪的 区区一个地崩 能耐我何 毕竟他方继帆在世为人 真的是一个好人 地崩之后 京市已经大乱 西山书院自行前往 兴了暂许 可有不少人却哭了 他们的儿子就是书院的生缘 沈文就是最难受的一个 他可谓是垂胸顿足 只恨自己当初 为何不给沈澳娶一个媳妇 好歹留个后 虽然他心里是忧心如焚 可面上沈文还是死鸭子嘴咽 任为此举乃里所应当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引发了朝野的哗然 洪志皇帝傻傻地看着揍暴 他的儿子跑了 是在西山书院往西开拔 不久之后不知所踪的 东宫上下都像眉头苍蝇一般到处寻找 最终所有人才意识到 太子李应像戏去了 是去了灵秋县 洪志皇帝脸色蜡黄 那总能保持出一副稳重姿态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少有的惊恐 灵秋县 现在可是人间地狱啊 太子他 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竟这样的胡闹 作为一个父亲 洪志皇帝是无法接受这恶号的 他直接心乱如麻起来 虽然平时对诸后照严厉无比 甚至很多时候动辄打骂 可他自觉的 这是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 这个孩子是自己一切的希望啊 可他竟是如此胆大包天 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念及于此 洪志皇帝猛的张某 立即让人调集人马去灵秋县 将太子这个逆子给找回来 而此时我们可爱的太子殿下 自方济番及其西山百事号学员 前往灵秋县后 太子也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 只不过山路崎岖又晚方济番一日出发 终于在方济番安顿沿路的灾民时赶上 当看到太子的那一刻 原地爆炸了这么危险的地方 太子这个憨憨过来做什么 疯了吗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洪志天子还不得堕了方家满门 就在方济番诧异惊恐间 太子撒鸭子般冲到方济番面前 随即就给了方济番一个大大的拥抱 说着自己如何险象还生 山大地线有多吓人还好他跑得快 但等太子看到方济番身后衣衫蓝绿的生缘 又故作镇定地表示他都没有害怕 还问起方济番有没有害怕 叫方济番别怕 有他在 太子直接化身为一个贴心大暖奶 弄得方济番有些无语 表示我这一身浩然正气怎么会怕 这一刻他俩简直就像两个攀比谁厉害的熊孩 让人哭笑不得 傍晚时分方济番和太子的对伍 好不容易抵达了县城 县城之下因为决堤早已变为了泽国 近两千人在那里 靠着勉强从家里带着的一些食物为生 秩序其实已经崩坏了 若非是人多只怕到抢随时要发生 没有粮食 四处都是一片狼藉 谁都渴望离开这个充满危险的地方 可是谁也不知道在经过哪一座山的时候 便会被埋在山石之下 人是从众的于是宁愿在这里耗着 可是饥饿已开始蔓延了 饿极了的人 开始想办法打捞水里一切能打捞的东西 那席卷着泥沙的滚滚红流 沿着低谷四溢冲刷 若是再来迟一步 根本等不到朝廷的救援 这里怕已成了人间地狱 方济翻抿着走 心里生起一股悲怂 还有一种无力感 原来人是胜不过天的呀 想起上一辈子看历史书 那历史中一行行的小字里 又描述了多少这样人间的惨剧 太子也沉默了起来 觉得这救灾成了一件既可怕 却又似乎牵动着人心扉的事情 于是带着人开始挖土 修建一些简单的公事 同时开始分发口粮 口粮即将告庆 于是乎王守人跟方计翻商议后 不得不大胆地朝回头 带着一些人回头去清理道路 顺道保护即将而来的西山两队 太子则大咧咧地坐在河堤上 心心念念地想着一群山贼 自从他来到这里 就听到此地山大王的种种传闻 除了打虎 几十个官兵无法晋升 据说公马也很是了得 只是奈何家里遭了官司 最后落草为寇纵横大棚一带 太子每每听到眼里就放出兴奋光芒 对于这伙贼人抱有极大的热情 可谓是磨刀祸祸 到了第三日 梁队终于到了 只是为了谨慎起见 第一批运来的梁士 只有七八辆大车 绝口的河堤也勉强给抵住 使得河水渐渐退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于此 中途有去周遭打探的学员来报 在他们的附近有人骑马游走 像极了贼人 太子一听顿时振奋起来 夜幕降临贼人果然来袭 太子手提一柄长刀 精神异一双目如电激动的都要哭了 今天可算能圆了他想吃成沙场的梦 方济番却觉得自己要吓尿了 好在身后五个门声围着他 令他感到有所宽慰 不管怎么说在危险来临时 能有五个门声作为店呗 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就在大家呼喊着与贼人拼了 太子殿下亲自建起来的土墙工程 瞬间土崩瓦解 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土墙之后 所有人顿时挥头土领 感叹太子的工程也太豆腐炸了 黑影也不理众人惊恶的表情 直接大叫敢问方济番在何处 方济番被这一声巨吼吓的 灯使小心肝突突地跳 他有些不明白他还是个孩子 为啥要找他 方济番觉得自己不能认负 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人的问话 谁知刚想撂下几句狠话 那巨大的黑影却顷刻间跪了下来 那一坨居然比许多人站着还高 问声问气地喊了一声拜见恩公 情况来得太突然 给方济番造了个目瞪口袋 等火光靠近 方济番才看清来人 这是一个极其魁梧的汉子 满脸的落腮胡子若不是他跪着 方济番几乎要仰视他了 魁梧的汉子见方济番疑惑 便一脸敬重地讲解起来 他叫胡开山 久闻方济番恩公贤名 递崩之后 待人入县赈灾救人 实在教他钦佩 他本是此地居民 所以克莱一拜表示感谢 方济番一听渐渐定下神爱 不是跟他来喊打喊杀的就行 不管官府所言 他到底做了多少害能之事 想着此人竟然敢来 显见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方济番心里有了底气 抓住了重点 既然对方将自己视为救助百姓的恩公 当然要显出自己爱民如此的兄弟 直接斥责胡开山为何四处残害本性 这样才可以给胡开山澄清误会的机会 胡开山见到方济番这个小屁孩的时候 内心还有些狐疑 万万没料到一场地崩带人进来 让灾害降到最低的人竟是如此的年少 一听方济番的呵斥他心里一领 果然没有看错人啊 连忙解释 恩公 小人就是本乡人岂会害你 时事当初被人构陷 不得以财落草为寇 平时靠劫略军资度日 方济番当场猛逸 军资 我了个乖乖 这家伙好大的胆啊 要说太子殿下干别的不出挑 可是亲力亲为出霸子力气还是可以的 本来想和胡开山大干一场 谁知这个像门神的汉子竟然是来偷着的 方济番向太子使了个眼色 太子顿弦索然无味 默默地看着天穷生出一种没有对手的寂寞 他想要吃成沙场咋就这么难 其实太子也就是做做样子 他那钉点的攻二头鸡 还没有人家巴掌后呢 要是真动起手来 二十个太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太子心里不服 只能暗地里找方济番敌人 世上怎会有如此高大魁梧之人 他娘生她时一定很辛苦吧 方济番不禁感叹 太子殿下的脑洞还是一如既往的奇葩 无奈地笑了笑低声地对太子说 别闹 这等人也心未脱 虽还讲一些义气 可是我们最好别故意惹他 尤其别乱提人家的娘 太子觉得自己的自尊心遭受了打击 他想高声大呼 怕啥 有啥怕的 本太子也是公马贤熟 可是看到那远处高大如山的身躯 他又乖乖地闭嘴了 太子殿下可不傻 知道这时候谁能惹谁不能惹 转过身来对着旁边的刘斑斑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刘瑾哭桑着个脸跟日了狗一样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他 而宫中在得知灵秋县有山贼匪患后 红治天子可谓是心急如焚寝 难安 想着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是遭遇了贼人 那该如何是好 眼下什么都顾不上了 直接命内阁大学士谢迁为首 点选人马亲赴灵秋县 想办法进入灾区寻找太子 以往也有朝廷命官亲赴灾区的先例 可那一般都是朝中的侍郎或磕道御史 似今日这般的规格实属罕见 可见红治天子是真几了 当谢迁一干人等找到太子的时候 差点没把他哭死 这一路来得太艰辛了 他堂堂内阁宰斧几乎是被狡协来 平日里对他低眉顺眼的这些大人 因为牵挂着各自的儿子 完全没道理可讲 表示他谢迁已善变闻名 被这一群人围攻 各个满口大意 居然被对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一路被催促着快速前进 就是隔壁王二麻子家的狗 也不敢这么识 何况他这个快行将就怒 一只脚踏进棺材板的人了 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苦 别看谢迁哭的稀里哗啦 太子是真不惯着他们 听说他们是来政绩灾民和缉拿大盗 太子以为终于不用再让人吃饭团了 谁承想只有谢迁这些大臣先到 粮食根本就没运过来 还在引定章程 这给太子气得七笑声烟 粮食没来又凭空多了十几张嘴 这不是果乱吗 太子从前还觉得大臣们很厉害 现在他感觉这帮人就是个笑话 谢迁还想好好给太子讲讲如何政绩灾民 谁知一开头就是老生常谈的那些话 太子很没耐心地大手一回 直接讲出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谢迁等人有点猛逼 不过他们现在也不敢吭声 别看太子说的话有些粗糙 可不得不承认 太子的话很有道 也正是灾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谢迁一时害年 往日在几位内阁大学士跟前 太子只有被教导的话 现在看谢迁被他说得无话反驳 太子顿时爽上了天 只是看着谢迁这些人 他觉得有些为难了 该如何安置这些没用的大臣呢 太子眼睛一转突然间想到个好文的 让大臣们去河边帮忙洗衣服吧 谢迁一愣有些恼怒认为太子是在羞辱他 刚要摆出内阁宰府的架子 太子却丝毫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 料下狠话不惜也行 一日两餐 一餐只有一个饭团 还不能住棚子得住外头 谢迁还想要说点什么 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终于不作声了 自从被太子安排洗衣 一开始大家很不服气 尤其是谢迁 但看到太子殿下当真是亲力亲为 干着又重又累的脏活 连方计翻这个得了脑极的渣子 也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是真的服气了 谢迁的奏书也是写了一遍又一遍 刚开始写时发了很多牢骚 对太子殿下颇有些失望 觉得太子太荒唐太胡闹 可是第二天等他心情平静下来 又认为太子爱民如子乃是人正 但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太子作为储君不该以身犯险 狠狠地痛批了西山书院和方济凡 一群读书人不务正业跟着方济凡瞎混 再到最后看着太子身先士卒 让灾民在大灾过后安居乐业 与百姓们同吃同睡 彼此热络亲密 谢迁便觉得倘若他还有非议 那他就真不是东西了 于是他在奏书里写道 太子殿下贤能非人所及 虽然颇有几分阿谀奉承之嫌 有爱亲直之名 但他自觉得这些吹捧乃是言之有误 是发自肺腑虽然有些肉麻 却是他内心所想也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了 红志天子这几日心里是胶着万分 朝思夜想等的就是谢迁的这份奏报 当他看到奏报所写中见太子殿下时 多日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之前红志天子辗转难眠时常常在想 是不是对太子这小子太过苛刻 自己望子成龙的心态急切了 才会让太子养成荒唐胡闹的性子 红志天子有些自责想着倘若太子回来 他再也不强迫太子做任何事了 定要好生待他不对他有任何的打骂 呵呵 但是做父母的哪里有诚信过 当红志天子看到太子还好好的活着时 先是狂喜紧接着便是一股怒不可遏的情绪直冲脑闷 红志天子几乎是豁然而起咬牙切齿 这个畜生竟还活着 如此孽子荒唐无道 他若是回来 朕不打死他便跟他姓朱 刘剑等人心情一松忍不住老泪模糊 可很奇怪 虽然陛下口口声声说要打死太子 作为老臣他理应出来说到两句 比如陛下息怒啊 太子只是还年轻不懂事 可现在他有一种奇怪的心思 忍不住心里叫好 打得好再不打就上房接瓦了 都说而行千里母担忧 太子这次不只是远行 还是去了极有危险的地崩之地 在得到了太子还活着的确计消息 红志天子也无心在整理朝物 当下最要紧的是把这个消息 亲自告知给他的夫人张皇后 毕竟这么多日来 张皇后一直担心着儿子的安危 都是红志天子在一旁安慰他 告诉他太子身边那么多西山书院的生命 又有方济帆在太子身边 方济帆还靠不住吗 当然红志天子心里是忍不住想骂你 坏就坏在方济帆的身上 要不是这个家伙跑了 太子才受了启发也跟着跑了 也不至于让他们这座父母的担惊受怕 一提方济帆张皇后还真信了红志天子的鬼话 虽还是不免胶着和忧虑 倒也不至于寻死命 红志天子捏着奏报心里百感交集 这下可算是给他媳妇有个交代了 见儿子平安 一脸愁容的张皇后眉角也舒展开来 彻底地放下心来 不断地叮嘱红志天子 太子做事不计后果 往后可要看言了万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红志天子也感同身受表示等太子回来 一定要寻个法子将这个无法无天的孽处困住才好 而在另一头赈灾的人马和大量的军粮送达 太子和方济帆也就告别了此次赈灾救援 几乎是被大臣们压戒着回京的 离京城越近这俩憨憨心里越忐忑 太子更是直言这次回去只怕日子不好过 想想他爹的闪电五连边他就干颤 方济帆听后也是执名嘴 可怜巴巴地嘱咐太子 回去后一定记得说 殿下这次去灵丘 跟陈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殿下哭着喊着自己要去的 陈吉利阻止气血哭暴 可殿下依旧一意孤行 殿下真的拜托了 太子看着方济帆 觉得方济帆又想拿他当枪使 老大不乐意了 兄弟情深 你不说 本宫也知道咋做 可你这样一说 本宫心里就有点难受了 见太子这一出方济帆 立马用温和的语气卖关 乖 不难受 要是不说 臣心里才难受啊 活着挺好 臣还想继续苟且偷生下去 要是没了臣 殿下不就少了个 跟你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吗 在方济帆的一番卖乖讨巧下 太子心情大好 真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太子和方济帆进入暖阁 红治天子一言不发地 低着头看着奏书 太子见这架势二话不说 啪哒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一看太子平常就没少 在这方面下功夫 边磕头边给他父皇认错 那言辞恳切生情并茂 让旁人看了都敢动 地旁的方济帆也跟着赶忙认错 红治天子抬头看了看太子 本来他是抱着狠狠收拾的心态 可是太子突然来了这么一处 令他有些诧异 这个他忧心了多天的儿子 黑了也瘦了 眼见如此他怎么还狠得下心怒 之前积压下来的火气 在这一刻彻底消散 挥了挥手让太子和方济帆先去歇着 先是将人照来 可转眼之间却又将人赶走 可见在这个过程之中 红治皇帝的心思是有许多次反复的 太子如蒙大射一般赶忙磕头到心 方济帆这狗腿子也赶忙随身复合 从暖阁里出来 两人不约而同地输了口气 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但也仅仅就高兴了一天 第二天早朝方济帆就被人弹劾了 方济帆直接就懵了 他原以为这些吃饱了就爱找茬的家务 第一个弹劾的该是谢迁才对 毕竟那是他们纯洁队伍里出来的叛徒啊 给太子夸的那叫艺人有清照名爱之 俗话说冤有投债有主 范式的是太子 背叛他们的是内阁大学士谢迁 再怎么的也轮不到他方济帆首当其冲 方济帆毫不犹豫地站出 这等事是绝不能惯着的 感情他们思来想去 觉得太子是未来的天子不好人 谢迁乃是内阁大学士 似乎还得到了刘建李东阳的支持也不好人 于是他们就认怂了 便觉得只有方济帆他们或许可以忍一忍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方济帆直接在庭上嚷嚷着我咋了 这倒把弹劾他的刘安叹得一乐 没想方济帆会自己跳出来往枪口上撞 不过话说回来 他俩在这场弹劾与被弹劾中 谁输谁赢还真说不准 俩人在朝堂上你来我往 就差问候各自家的女眷亲朋了 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方济帆和刘安在朝堂上闹开了 洪志天子都觉得方济帆有点无礼 被弹劾就被弹劾了呗 你瞎嚷嚷的什么劲 随后方济帆被刘安问及 带着西山学院生员去灾区何事吗 若是出了意外死了 他方济帆担当的起吗 方济帆却是气定神贤的回击 担当的起 死了就死了多大点事 下辈子投胎时注意点不就好了 你瞧瞧这说的是什么话 朝堂上本来看热闹的人都炸了锅 沈文更是一口老血差点喷了出来 自己人啊 新建国 我们是自己人啊 虽说对于方济帆带着儿子冒险 他心惊肉跳的 可不管怎么说西山学院对儿子的感觉 他心里还是十分感激方济帆的 至于其他人 则算是见识到了这位脑筋患者的厉害 真的是脸皮厚的城墙都挡不住 刘安则是乐了他很期待方济帆的表演 这些人可都是朝中大臣们的子弟 都是有功名的大名才俊 在方济帆眼里他们的性命尽不值一提 这纯纯的是把天给撩死了呀 刘安看到方济帆如此智障地回答 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指指问题核心 五毒尚且不识子 以方济帆虽非他们的父亲 却以他们的恩师事公自聚 岂能这般是他们的性命如而喜 方济帆笑盈盈地看着刘安 名贵君卿 在百姓面前 连皇帝陛下尚且知道以此而爱你 那么在明面前 那些生员们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灵秋帝崩 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若是能去救人 死几个生员算什么呢 莫说死几个就算是死了一半又算什么 怎么 生员的命是命 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你竟还是读了圣人之书的 你到底读的什么书 不会是数字风流吧 方济帆这一通家枪带荡的言辞 把刘安说得激进抓狂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扯上了风流 简直是信口雌黄含血喷人 刘安气得有些颤抖提出质 你说救命就是救命吗 方济帆早知道他会这么说 你们这些叽叽喳喳的家伙来问了 方济帆说到东西二字的时候 不禁看了谢千一眼 其实倘若单凭自己如今的实力 他还真没有太多的勇气 在这殿堂之上 跟一个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撕逼 树叶有专攻吗 毕竟他是个埋头苦干的人 可这背后有了谢千的运作事情就好办了 方济帆现在是自信心爆棚吗 谢公是个讲究的人干得活也幸运 虽然不知他为何如此帮助他 可这很重要吗 一丁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方济帆要反击了 而且是有实力的反击 方济帆想想都很兴奋 于是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刘安 一副吃定了他的样子 说实话原本这一场表演该是谢千主导的 谁料到居然是他下场 这些家伙真是捏软势子 看他年少又有脑脊便想踩他一脚 今儿若是不见红以后 他方济帆还怎么在京市里心中作浪 看着方济帆的表情 刘安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 红至天子一直默不作声 开始还觉得方济帆这家伙似有脑脊发作的征兆 慢慢地终于开始回顾未来 这方济帆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倒也很好奇地想看看 很快一个宦官把黄册捧了进来 这黄册就是大明的户口本 里头有着详细的百姓信息记录 方济帆打开黄册缓缓念出 林秋现在吉人口约八万人 灾后统计在他与生元的救助下 只有九百余人死在水患乱石中 殿中又哗然了 人就是如此 若只是空对空 大而化之地来一句镇寂了灾情 是很难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 而方济帆所取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数据 这些数目不可能作假的 然后开始质问刘安 这些人就可以去死 那么刘世忠亲贵就不能去死吗 西山书院的生元们难道就比别人要高人一等 难道就他们配活着 难道只要死的不是刘世忠眼里的所谓生元俊杰 其他人就活该了 刘安此时被方济帆弄得哑口无言 心里就好像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感觉这次的软柿子每年好捏到了铁板上 他跟方济帆讲道理方济帆就骂人 他说方济帆你为啥骂人 方济帆就开始丢资料 他无话可说了方济帆又骂他不是人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几乎让他吐息 刘安决定不能再这样被方济带节奏 拿出了他最后的杀手锏 试问方济帆为何怂恿太子前去灵丘 他和书院的生元不怕死也就罢 要是太子出现了什么闪失 他方济帆担当的起码 这已算是刘安最后的反击 但当方济帆拿出万民书时 刘安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什么情况现在像方济帆这样的渣子 也能带万千百心力言啊 方济帆无视刘安把他瞪穿的眼神 一字一句念着万民书上的内容 里头详细记录了太子带领西山书院生元救灾的经过 言辞虽无美感却很真实 红之天子也没想到他的儿子 当真亲上河堤身先士卒 每日和其他人一样只靠几个饭团度 他自认为他自己都很难放下架子倾上河堤 有些不敢相信的问太子这些都是真的吗 太子方才听到万民书的内容心里既别意又澎湃 可现在听见他父皇的问话顿时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泼下 心里有些恼怒二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 在朝堂上当众脱衣服的太子你指定没见过 然而太子诸后照就这么做了 面对他父皇对他的不信任 他别无办法只能展示在震灾中浑身的没累伤痕 太子如属家珍一般讲述着每一道伤痕的来 他告诉他父皇他在灵丘可不是去吃闲饭的 恋对他父皇的质疑太子感觉很委屈不禁问道 父皇明察秋好可为何总是质疑而成 平日父皇教导而成要爱明如子 现在子民们遭灾而成前去已久 而成错在了哪里 红治天子看着满是伤痕的太子双目有些湿润 吸了吸鼻子很是心疼 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虽然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仁义爱明之君 可并不代表他舍得自己的儿子受这样的苦 只是太子的话为啥听着有些刺 明察秋好他自己可没这样说过 这都是全怎么说的 面对儿子的提问红治天子一声叹息 心头有了几分溃涩忍不住道你辛苦呀 太子却是肃然 没什么辛苦的 和遭灾的百姓比起来他可轻松多了 若是他们去迟了一步那里可能成为人间地狱 所以他不觉得辛苦 红治天子深知到了此时 还去敲打和追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或者说他压根没有这么厚的脸皮去教训太子 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得比他好 红治天子汉手让太子先到一边 或会让太医再给他检查下伤口 太子气势如虹地回到了班中 方济帆跳出来斥责刘安好大的胆 太子如此仁爱之心受万民感恩 怎么到了他的口里 就成了是他方济帆怂恿太子殿下救灾呢 这不是明显在说太子殿下婚愧无能吗 刘安被问得失口否认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方济帆这个人历来喜欢痛打落水狗 更何况是一个故意来找他麻烦的人 直接给刘安上钢上线说他是达达的奸细 心怀不轨来污蔑太子的嫌疑 刘安一口老血差点喷出这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 还想反驳方济帆构陷中良 然而方才的一番唇枪舌剑 以令洪志天子心里对刘安厌恶到了极 无视身非污蔑太子简直遭人恨 又有方济帆在一旁加纲 洪志天子直接下令让锦衣卫指挥使谋兵来办 刘安脸当时就白了 要知道捕工捉营可是他的专利啊 没想到今日他自己居然被人用子虚乌有的事给坑了 方济帆在一旁暗暗得意 这就是没事找他查的下场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他的心思是藏不住的 公主殿下好不容易盼到了方济帆安全回来的消息 却又得知方济帆遭人弹劾 他心里莫名地担心起来 于是方济帆一下潮 他就以头疼的名义让宦官把他请过来 方济帆脸皮也是后听到公主请他过去 一张如玉的面容立即写满了诧意丹忧 嘴里嘟囔着还好他在宫里赶紧让宦官引路 见方济帆笑盈盈地进来 公主殿下的心便放了下来 然后两人四目相对 见公主面带几分憔悴之死 方济帆便情不自禁地关心起来 殿下近来没睡好吗 公主殿下俏丽的面容不禁荡起一亩红韵 下意识地将连往方济帆看不见的一面缩去 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脑脊 方济帆见到公主殿下如此小女儿家的姿态 内心不禁玩耳一笑 脑基本就是骗人的 这一点别人不知道 他方济帆还不知道吗 还别说脑脊这碗饭还真香 用这个当借口正好能缓解两人的尴尬 公主殿下见方济帆没有继续追问 咬了咬红唇便默契地伸出手 方济帆则搭在他的脉搏上 公主便问起方济帆被弹劾的事 方济帆微微一笑倒是满不在乎 被人弹劾他早就习惯了 公主殿下倒是像自家老公被欺负了一半 为方济帆鸣不平 他们这样污蔑你 你也不生气 方济帆当然生气了 虽然刘安被请去赵玉喝茶 方济帆还是打算出了宫 拿块石头去砸刘安家大门 但是在公主面前当然不能这么说 只能装大度不是什么人都懂他的 让他们随口污蔑去吧 方济帆越是这样说 公主殿下越觉得方济帆可怜很让他疼惜 明明一个这样的证人君子 竟还受如此多的不白之冤 果然在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 他方济帆可一点也不可怜 该心疼的是没事找他查的蠢蛋们 我就懂你的意思 听到公主殿下的这句话 方济帆的心情不自禁地乱跳了起来 公主这是对他表白吗 在方济帆疑惑的凝视中 公主殿下的翘脸红得像一个苹果 他才意识到刚才说的话有些令人遐想 只好低着头明嘴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一个顶天立地光明磊落且心胸广阔的人 对于喜爱女生的夸奖 方济帆心想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免有些飘飘然但嘴上却很谦虚 说他自己也有很多小缺点 但是如捏了半天也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公主殿下看着方济帆扑斥一笑 我哥说你懒 不说 方济帆嘴上反驳着心里已经给太子画起了圈圈 俩人这么一来二去地聊着 方才的甘大不禁一扫而空 过了一会儿 外头却有宦官来 陛下知道新建国在此看着 若是公主殿下无恙就请去暖阁一趟 方济帆无奈地朝公主笑笑 我写一个方子就走 暖阁里太子受到了礼遇 此时他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 不过他多动好事的性子还是美感 唬了巴唧地就问他父皇在看什么奏书 太子触碰到红治天子的目光 脖子不由地缩了缩感觉自己又多嘴了 正在他犹豫着怎么为自己开脱之时 红治天子竟悠悠地开口 青州府发生了水患 知府无将青帅人上河堤加固 幸好河堤算是守住了 不过因为连日暴雨其中一处粮仓 因为地处低洼仓中粮食被淹 太子一听很是困惑地截住了红治天子的话 父皇不对啊 一般的粮仓怎么会设在低洼之处呢 而臣在灵丘等地屯粮 都会将骨仓设在高处 为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说着太子停顿了一回认真的想了想 更奇怪的是若是暴雨成灾 而臣在灵丘时就听人说过 暴雨成灾的主要问题 在于河水暴涨甚至漫过河堤 这知府无将在暴雨之下居然还带人上河堤 他不怕被淹死吗 红治天子微微一愣就你诸后照话多 然后想了想看了另外两个部门的奏报 这三分奏报都雷同 在红治天子看来是不会有什么大错了 太子却是觉得不正常 毕正言辞地提醒红治天子应该好好查一查 灵丘一行让他亲自参与了很多地方的运转情况 从奏书里看到的和现实中完全不一样 至少在碰到今日这情况时 他觉得里头实在是有太多的疑惑 红治天子微微一愣没想到太子如此固执 他沉默了很久最终做了退 在奏书下批住了场位彻查四字 红治天子今日算是好脾气 竟没有呵斥太子而是采纳了太子的意见 都是源于太子在此次地崩中给了红治天子太深的印象 他心里很舒服 自己的儿子也算是有些出息了 当然毕竟还太年轻不懂事 有些事还得教育 正要和颜悦色地跟太子讲讲为君之道 方济帆刚好从公主那里过来冷革 只好把教育太子的事先放一放 方济帆这小嘴巴搭得别提有多甜了 终于找到单独面胜的机会马屁怎么能少 上来就给红治天子一碰拍 说什么他和太子离经这些日子 陛下亲受了许多一定是日理万机 实在让他很是钦佩 红治天子自动忽略了方济帆的马屁 而是淡淡的开口 太子自命郑国公 这郑国府该赢建了就在西山吧 方济帆一下有点反应不过来 他没想到红治天子真把这儿戏当真了 刚想找借口推托 红治天子就说出了为什么这么做的目录 方济帆你辅助太子有功 可往后若是太子在东奔西跑 郑伟你是问 原来这就是红治天子想到的 从源头解决太子的安全问题 既然管不住太子那就管你方济帆 太子出了事就找你方济帆连走 这招不可谓不狠啊 方济帆委屈地皱起了眉头 臣哪里管得住太子殿下呀 红治天子可不管你气八的 太子想不想你货罪就看他想不想害你 方济帆哭丧着脸跟你们玩真累 啥事都能跟他扯上关系 关键太子这时候还细皮笑脸地说风凉话 他说拿方济帆的人格做担保以后绝不会乱跑 问题是他方济帆有人格吗 迫于无奈方济帆接下了约束太子行动的任务 没办法既然太子用他的人格做了担保 那他方济帆就好好提升自己的人格 不管怎么说反正在红治天子眼里 方济帆还是要比太子有人格那么一点的 做事也靠谱一些 于是问了方济帆对青州之府这份奏报有啥看法 方济帆看过奏报心里咯噔一下 他对吴江的印象是此人在历史上 曾和倭寇有所勾结 不过所谓的倭寇也不准确 那些不过是一群东南的世家大族们 为了谋取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 而弄得官商勾结罢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人都认为是好官的人 方济帆却是不屑于顾 大大方方说了自己的看法 臣以为这个吴江大有问题 而且知道他有问题的官员不在少数 要不怎么会所有人都认为是能力的人 协议任官多年在地方上资历充足 为何没有人提拔他呢 红治天子听言不禁觉得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 却没有立即肯定方济帆的说法 而是咒着没事意方济帆继续说下去 方济帆也知道凭这么一条理由无法说服红治天子 继续分析下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许多人得到了吴江的好处 没有人愿意说吴江的坏话 可能因为利益关系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其他人都不想和吴江关系太深 一旦这个人东窗事发道时可是要担责任的 方济帆暗暗观察了下红治天子的脸色 见其面容并没有什么怒意他才又继续说下去 否则以此人的资历和官声早就入朝了 这个吴江请陛下彻查 陈深信道时陛下一定有意外的收获 红治天子默然脸上全是恶然之色 他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从上到下都在夸奖的人居然能是个巨见 红治天子看了一眼诸厚照又看了看方济帆 没想到这两个人只凭一份奏书 就可以知道奏书背后的隐情 这让他有些难以相信 但是已至此也只能按照太子和方济帆的提议 让场微车查下吴江才能放心 随后又把话题转移回来说太子在西山见郑国府的事 红治天子表示太子既然想做事那就做事 不过郑国府建成后太子就必须按时去点卯当制 否则他会立即裁撤郑国府 方济帆还以为红治天子真是希望太子能独当一面呢 没想到原来是想用一个郑国府来困住太子 若是太子和寻常的官员一般 也须每日按时当制点卯 他就算想跑还能跑到哪去 不得不说江还是老的辣 太子一想到以后有自己的郑国府了 倒是乐呵呵地屁颠屁颠地接受 就以太子这跳脱的性格 咱也不知道红治天子的这个小技能不能管用 数日后一封急爆火速传至内艇 红治天子拿着这份烫手的秘报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青州府大灾河堤绝口死伤数百人 无数人流离失所 青州之府不思救灾 竟是借此机会 暗中搬空了青州府府库中的存粮 口称被暴雨所摧毁 实则这些粮食流到了市面被高架兜售 红治天子万万想不到这个人胆子竟这样大 整个青州府居然也连七手来七上南下 奏报之下还提及到了一室 三年之前被窝卫的舰船在近海巡视 曾遭倭寇袭死为一百多人 伤者无数沉船两送 这背后极有可能便和某些勾结了倭寇的江南巨户有关 而青州之府吴江却很不巧出自某家巨户 红治天子气得浑身发抖遍体深寒 没想到这一切真如方济帆和太子所言 这个人人赞许的之府竟是一个如此奸邪之人 然而一个吴江太好对付了 一道旨意下去生死足灭 可那些看看们呢 那些失察的人呢 总不能一并处置吧 如果那样做了 岂不成了太祖高皇帝成楚 不为庸案了 一下株连数万人 他可以这样做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完全不是一道圣旨就可以彻底解决的 红治天子想红了眼摆了摆手 让天生太监先宣罩太子和方济帆 等太子和方济帆抵达暖阁的时候 红治天子阴沉着脸坐在预案之后 太子和方济帆对视了一眼 都以为是自己最近犯了事 惹得红治天子动了肝火 不料两人还没来得及认罪 红治天子已经破口大骂青州之府吴江该死 两个憨憨这才不约而同地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同时两人目光一亮果然猜着了 现在的问题是吴江和倭寇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倭寇的本质是厮商 厮商的背后又是东南世家大族的暗地支持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王且他们盘根错子 如果直接大开杀戒连根拔起 所牵涉到的人怕是没有一万也有数钱 问题是现在也不是太祖高皇帝的时候 真要是这么做了可就动摇国本了 这也正是红治天子头疼的地方 这个指他没法下 不下他又实在气得慌 方济帆看出了红治天子的难处 他提议可以用郑国府的名义 组建一只专门脚扣的兵马 鸡察倭寇的同时鸡察私船 而且这只兵马成长起来 还可以卫下西洋的船队护好 此时可以荡庭附近的海扣 实在是一举两得 之所以用郑国府的名义 是不去打草惊蛇 而他方济帆心中也有合适的人派去脚扣 就是他的门生汉林边修唐宁 红治天子万万没料到 方济帆推荐的居然是唐宁 这么个文弱书生 打草惊蛇是不会打草惊蛇了 只怕还会被蛇笑话死 方济帆也笑呵呵说 虽然他这个门生是无用了点 但是他的平扣之法 只有这个最无用的门生方才用得上 红治天子沉思良久认为 还应做两手准备 让唐宁去试一试也行 同时兵部也要抽取扣位精锐以防不测 这倒是没错 不过方济帆想到自己的门生 被人这样瞧不起 心里难免有些惆怅 唐宁虽是他门生中最渣的一个 可是红治天子这样的当场打脸 还是有一点伤他方济帆面子的 兵部尚书马文生最近都要郁闷死了 前脚有下西洋后脚跟着脚窝扣 虽然脚扣的效果一直不理想 但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被红治天子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 也不知出了什么眉头 反正是陛下命兵部自备窝卫抽掉精锐预备脚扣 然而他们被窝卫并没有进入深海的船 只能在近海守卫 这窝扣来无影去无踪可怎么打 马文生正在琢磨这个事呢 谁料却被太子和方济帆堵在了五门门口 俩人笑盈盈地看着他 太子直接开口询问 父皇命你脚扣 正好我们也脚扣真巧啊 马文生心里犹如被一万头草泥马奔布 当初好像兵部和西山的人 也曾一道下西洋来着 这算冤家路窄吗 还没等马文生客气几句 太子直言想向他借几条船 其他都好说一听到船 马文生的脸便拉了下来 直言他哪里有船啊 太子看他的样子懒得跟他吓嗶嗶 直接伸出一个巴掌 要借五艘船三年后还 马文生心里咯噔了一下 满脸为难的表示 这件事他得起奏陛下 况且船是朝廷的他说了也不算 太子直言不会他父皇太小气了 就问马文生这五艘船 他得不给吧 方济帆在旁帮腔不借就算了 明确地告诉马文生 太子殿下心言小 人品比较差且牙字必报 虽然太子知道这是策略 可听着总感觉方济帆在骂人 马文生咬着牙抑症言辞表示 得起奏陛下 若是陛下有旨意无论要多少 他兵部都如树奉上 太子本就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看马文生跟他扯皮了这么久 便拉下脸来真不给施马 方济帆也挑起眉毛 拉着太子的袖子 那就别和他啰嗦了 殿下回去拿着账本将这笔账记下来 说着两个拉扯着要走 马文生此时想要吐息 这记账是几个意思啊 他这是为了朝廷效力大公无私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 马文生眼看俩人要走 真怕太子殿下以后给他小鞋穿 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表示最多只能借一搜 太子和方济帆对视一眼 其实他们的目标也只是一搜 所谓的五搜 不过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已 两人眼貌惊心欣然接受 看着有些放心不下的马文生 方济帆安慰他 太子殿下的人品您还信不过吗 就算信不过太子殿下 难道还信不过我方济帆吗 这不说还好一说马文生心里就更没底了 太子和方济帆可不管马文生现在是什么感受 反正目的已经达成 俩人兴高采烈地告辞跑路了 太子和方济帆在坑了马文生一艘船后 他郑伯福总算是有事干了 不过太子对给唐银一艘船 就想让他荡平倭寇总感觉有点异想天开 方济帆则有些鄙视太子 想什么呢 一艘船也就能装三百个兵员 还不够给倭寇塞牙缝的 想要彻底剿灭倭寇他们还有许多事要做的 这一艘船只是让唐银用来练兵的 比试归比试 但这方面的道理还是要讲给太子听的 于是方济帆就问太子 为什么倭寇肆虐履禁不绝 因为利益 只要私人下海依旧利润可观 倭寇就永远不会绝境脚不胜脚 太子听后恍然大悟直接给出解决办法 那还不容易直接开海 让人人都下海且看他们如何 这就是太子可爱的地方 也是方济帆能和他尿一个狐狸的原因 有些时候处理问题就该用太子这样的线性思维 思前想后太多顾虑重重 就会被无数人绑住了手脚 可要开海境谈何容易 姿势体大 当今圣上秦正爱民乃忠心之准 奈何他是个循规蹈矩之人 想要让他立排众议几乎不可能 方济帆看着太子不禁夸赞太子圣明 太子听到方济帆的夸赞有些调笑地问方济帆 你天天说父皇圣明 又说本宫圣明 可很多时候父皇和本宫有很多的分歧 那么你说谁才是真正的圣明 面对太子的调笑方济帆想了想 太子李殿下最圣明 皇帝李陛下最圣明 都很圣明 跟在你们身边使臣收益良多 学习到许多东西 眼见方济帆这炉火纯青的拍马公主 太子终于知道 为什么父皇总是要惩罚方济帆时 雷声大雨点小 而他自己却总是挨揍的那个 显然他和方济帆不要脸的程度 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他不挨揍谁挨揍 和太子扯完皮方济帆回到家中找到唐莹 开始给他传授记忆 心里既有些紧张又有一些期待 自从败在恩师门下 以前那个狂傲的江南才子 渐渐的有些自卑了 大师兄欧阳之宝为锦州有大功 小师弟王守仁逃离满天下 便连徐京都已出海 哪怕是那徒孙刘杰 而今平定朝鲜大功与朝 这是何其大的压力 他极渴望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如大师兄和小师弟 哪怕是自己的徒孙一般立下公业 现在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 他岂能不珍惜 所以这一夜唐莹听得极为认真 在方继帆门下别的可能没学好 但是听恩师的话照猫话不准没错 方继帆爱偷懒的毛病又犯了 忙活完唐莹下江南的时候 就告假偷懒在家晒太阳 同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刘杰以钦差的名义 稳住了朝鲜国并且支持李一维王 现如今带着朝鲜国的使者回国了 他没想到刘杰居然回来的这样走 方继帆本来还想让他在朝鲜国发挥下余热 待个十年八年帮他代购一下高黎生呢 咱就说方继帆的心事真大 要真是按照他说的让刘杰在外飘荡十余年 他爹首辅老刘头估计杀上方家的心都有了 人就不惊提 方继帆正悠闲地喝着茶 刘杰就来了 见到方继帆那头便败 方继帆很无语本来告假在家躲清闲 谁知一大清早这个徒孙便来让他清静 只能懒散地应了一声回来了 同时心中生起无限骄傲 自己年纪轻轻就是无数人的爹和爷爷了 这样不会折瘦吧 刘杰在见世公感慨万千 在朝鲜国他面临了无数次的生与死 而每一次都凭着世公的智慧 靠着那锦囊奇迹一般的咸鱼翻身 看着方继帆满脸崇拜地说 徒孙自回了京师连家都没回 就来见世公了 方继帆恍然大悟为何是大清早来了 没想到这个徒孙还真孝顺 看着刘杰 方继帆虽然很想斥责他为啥不带点高力生回来 他方继帆可不是那样的人 这自欺欺人的鬼话也就他自己能信 于是方继帆表示他刘杰的孝心他感受到了 不过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 他的父亲一直在盼着他回家 虽说他这个世公比他父亲要高那么一倍 可爹就是爹 刘杰感激地看着方继帆 认为他这个世公太靠谱了 无论人品和智慧都让他叹服 接着刘杰淒淒爱地表示 他在朝鲜国和李懿讲解了一些关于心学的事 这李懿即是好学非常向往世公和恩师的大道 因而拜了他为师 方继帆听后豁然而起开始掰手指头 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这些徒子徒孙们还真放飞自我里了 现在这辈子有点乱套了 这样排下去现在他得被称为师祖了吧 一听祖这个字方继帆感觉头有点大 八辈祖宗好像不是什么好话呀 方继帆老半天缓不过神来 最后汉手点头既然门声都收了 他这个做世公的能说什么呢 人品靠谱就行 徐经这个承载着大明皇帝航海王梦想的男人 此时已经被他的恩师忘到了姥姥家 平时方继帆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常常拿他有五个得意门声说事 每次都在唐银的提醒下 他才会想起原来他是有六个门声的 不得不说被恩师遗忘的徐经有些可怜 而此时的他还傻不拉几呢 骑着他的人间扎子王不是好 畅游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中 为他的恩师开拓海域记录海奴呢 徐经立在船舰上正眺望着前方的路 下海已三个半月 这三个半月以来漂泊在海上是枯燥的 可枯燥又如何人间扎子王不是好 依旧无惧风浪一路向前 理应出现的海岛果然出现了 他按着家族之中所研究出来的路线 一路难行甚至他的船只在安南国的港口 有过短暂的停靠 他的到来得到了安南国上下热烈的欢迎 因为徐经向他们暗示 大明国皇太子殿下此番来 此时专程来慰问安南国王 安南人竟然真信了 于是乎大量的补给送上了船 安南人表示殿下威武 当然这和这位人间扎子王不是号团长徐经极有关系 使者徐经说话很好听 处处顾全了安南人的体面 安南人送上了一个女子 徐经也一并笑奈一夜风流之后 第二日便登上了船 带着安南人的问候继续难行 徐经倒是很享受这种上了岸的白嫖感觉 不过每到夜里在记录航海日志时 他的脑海里总是会不禁想起一个人 写着写着就会写下想念他恩师的话 想着恩师于他既有受业解惑之恩德 又有救命之恩德 之所以他接下航海这个苦差事 既为徐家数代呕心沥血之古迹考究 因为报效他恩师 希望他恩师有朝一日能对他另眼相看 谁知他想到动情时突然眼睛湿润起来 洛比又在日记中写上 传宗之日无一日不是百长挠心 其中苦痛非常人可忍 料来恩师对无也甚为挂念 若有一日无脏身于父 愿无父无母及恩师能忍去伤痛 万万不可以无为念 写着写着泪水竟然难以抑制地流了下来 咱就说徐经啊 内心稀药不要这么丰富啊 你恩师在京市一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哪有一天想过牛 你个大冤种没事白嫖你的就躲 家里大人的事你就少操心吧 都说我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自从看了明朝败家子 才知道守护一个皇朝有多难 然而有一个疑问一直营绕在我心头 到底是所有君王治下的皇朝都多灾多难 还是只有红治天子治下的皇朝多灾多难 这面刚阵纪完灵丘县地崩 现在宁波府又发生大汗 怎么就没有一天安生的时候呢 要不是有方济帆在的话 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就在红治天子感慨宁波府会不会出现人相识 一份宁波之府的奏书送到了他的面前 他都已经不敢看下去了 不过接下来他看到郑国府被扣尾 出海打捞吴不满载而归 去世空空 来时便可获于数十万斤 红治天子怎么看都觉得匪夷所思 感觉宁波之府是愁风了还是恶出了幻觉 他把这个消息说给了庭义大臣们听 众人面面相觑都感觉这不太可能 灾民们天天吃海鱼 这还是灾民吗 这分明是人间乐土啊 在确认了奏书为真后 红治天子突然之间心花怒放 心里的一块大石也落了底 他心里嘀咕莫非这真是上天保佑 祖宗们有得不成 出现了这样的祥瑞 我可算知道太子的性格为啥跳脱了 原来是家族遗传啊 咱就说要真是祖宗们有得 保佑他大明不发生天灾人祸多好 何苦折腾的百姓们死去活来 红治天子当然不会去细想这些 现在他唯一想弄明白的就是太子和方济凡 是如何倒的鬼能让微风凛领郑国公号 短短三日内就能产于数十万斤 于是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让人宣召太子和方济凡境界 此时以示政武既然要召唤太子和方济凡 那么势必得让众位大臣们等一等 所幸红治天子让众大臣在宫里用膳 刚才听奏书里描述灾民们吃鱼汤 许多人的肚子已经在烧了 一听红治天子要传善不少人松了口气 当看到宦官们传善上来的土豆泥 大臣们脸都黑了红治天子这也太小气了 土豆泥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尝着新鲜觉得味道不错 可现在说实话早就腻了 肚子饿了拿来冲击倒也罢了 可这是御膳啊 这什么鬼 宫中的土豆泥出奇的难吃 这是大家比较直观的感受 而对红治皇帝而言 今日的土豆泥也确实吃得很不是滋味 有一搭没一搭地吃完勉强饱了肚子 红治天子有一种错觉 接下来 这震灾该谁震谁的灾呢 红治天子心性宁波灾民吃土 想着若是自己在宫中锦衣浴室 吃着山珍海味难免心里不安 因而他最近都以土豆泥为善 要与百姓们鸿丹共苦 今日正好意识到正午 红治天子所幸请了全部大臣 来了一场土豆泥盛宴 众位大臣假装很开心的样子 细细品味着土豆泥的芬香 心里面却早已骂起了鸟 同时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奏报中描述大黄鱼熬汤喝的鲜美 心里越发的感觉不痛快 灾区百姓都天天吃大黄鱼呢 我们就吃这个 就在大臣们心里暗暗发着牢骚时 太子和方济帆连眉而来 红治天子深深地看了二人一眼 忍不住问道 你们方才在一起 方济帆把狗腿子演绎的那是淋漓尽致 就这样一句简单的问话 他都不忘拍马 果然一切都逃不过陛下的眼睛 臣和太子方才确实是在一起 陛下圣明 不过方济帆的这通马屁拍的 属实有点侮辱人的智商了 若是两人不在一起 势必是两拨宦官去喊人 总会有个先来后到 现在他们一道而来 可不就是方才在一起吗 这傻子都能看出来 你拿这件事夸红治天子圣明 怎么看都有点都傻子玩的意思 不过好在红治天子度量大 也习惯了方济帆这爱拍马的毛病 深吸了一口气询问他二人刚才在做什么 太子口快 主余啊 郑伯府被扣为快马送来了一条大黄鱼 而臣和方济帆正想着将鱼杀了 炖成汤给父皇送一些来尝尝呢 红治天子看了看诸位大臣 感觉肚子有点撑 早知道就不吃如此多的土豆泥了 难得太子有孝心 竟还知道将鱼送来 现在他反而不掀起着问 这数十万鲸鱼是怎么捕捞的 倒是很想知道灾区百姓来 吃的都是什么个东西 太子咋咋呼呼的 亲自成了一碗鱼 更至红治天子面前 红治天子一饮而尽 突然间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海境的缘故 所以大明的海鲜不多 红治天子是爱吃鱼的 但大多吃的都是合鱼 却从未吃过如此鲜美的海鱼 一时间竟有些羡慕起灾民们 想着灾民们每日在吃鱼羹 吃出了须不受补 他却连续吃了这么多日的土豆泥 突然感觉自己怎么像个傻子 红治天子终于忍受不住心中疑惑 问出了这数十万鲸鱼是怎么捕捞的 方济翻想了想 这可是商业机密啊 岂能随便地说出去呢 只能顺口胡周说这是知行合一 他知道这些君臣们喜欢听大道理 然后他就开启忽悠模式 说他是个有良知的人 看不得百姓受苦 可有良知还不够 这世上人人都是圣人 人人都有良知 人人都知道孔约成人 孟约取义之灵 可要实现自己的良知 就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终于在他翻越了古今中外许多古籍 找到了捕获此大黄鱼的方法 于是立即明人实践 没想到真的成了 对于这个回答红治天子很满意 其他大臣也听得很舒服 除了对方济翻自称 自己有良知这事有待商榷之外 这次的补育方法 获得了红治天子莫大的赞誓 为了能更好地进行海誓活动 红治天子特意下旨 镇国府被扣卫可以无视海径 这也就意味着被扣卫 拥有了可以合法打鱼的身份 不用再打着打击倭寇的名义成天去打鱼了 诸后赵和方济翻对誓一眼目中都露出了笑容 二人心底深处有一种奸计得逞的快感 因为这里头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最重要的是以后可以与养传锻炼队伍 进入汪洋大海是一门大学问 需要慢慢地磨慢慢地练 这一切先从打鱼开始再好不过了 说到此处马文生突然想起下西洋的徐晶 脸上写满了担忧 现在徐晶没有音讯 他在思虑着是不是继续派出建筑 前去打探西洋寒域 朝廷拨了这么多钱粮 徐晶再不回来 他这兵部尚书就真的没法干了 还不知会被满朝主公骂成什么样子 提起徐晶众位大臣也把目光落在了方济翻的身上 都感觉徐晶有点娘不像靠得住的样子 这要是回不来了 多少钱粮要打水漂 想当初你方济翻可是拍着胸脯做宝的 尤其李东阳眼睛要杀人 回不来这行鸿鱼是诈骗了 浪费的可都是户部的钱粮啊 方济翻此时心里有些发虚 案里若是徐晶真的活着 人间渣子王不是好没有负面 那么徐晶大抵应当到了马六甲海峡 毕竟只是探路而已 或者说这是一次航行的验证 只要验证合格也该回好了 可现在已接近两年了呀 至今还是一丁点的音讯都没有 难道真的出事了 方济翻觉得自己的压力好大呀 特别是红智天子都如狼似骨地看着他 方济翻只能硬着头皮表示 徐晶是他最看重的弟子 一定会回来的 如果徐晶回不来他愿意自罚三杯 马文声起初听方济翻阵阵有词心里还有点 可听到最后差点让他骂出声 你方济翻是一点逼脸也不要 眼看大臣们都快要升空了方济翻 红智天子出来替他解了为表示 这大海之上汪洋万里谁可拍着胸脯就敢保证的 再等一等吧 若是徐晶再不回 朝廷再派剑船至西洋打探 虽是这样说 可君臣们的脸色却不好看 当初是谁牛逼吹的叮当响的 只是陛下一锤定音 何况这下海之事还真说不清楚 或许整个庙堂有无数的能臣 可百年来的海境 再加上对于汪洋大海的刻意漠视 整个大明朝对于大海可谓是一无所知 所谓的宋元的古籍和资料 不过是有人只当做了趣闻而已 以鹅传鹅之后也早已面目全非 也只有徐家那等奇葩 吃饱了没事做祖孙树袋 去搜罗和考证那些天下人都默不关心的古籍 因而任何关于大海的事 方济帆都觉得他们是小学生 还是没毕业的那种 反正他有六个门生 最多大不了他自罚三卑洛 太太娘的丢人了 大明最强水师也是最精锐的水师 居然连数千倭寇都搞不定 不但让倭寇们杀得四散舌了六七百年 还使得两艘大剑受了重创 消息已经传来马文生的脸顿时就绿了 这可是兵部拿得出手最强的精锐水师啊 谁曾料到笋兵折将 事已至此他只能来次请罪 洪志皇帝阴沉拙脸 看着奏报第一个念头 就想打死马文生 且不说折损的官兵花费了多少钱粮 还有这么多钱粮造的剑船就这么晚了 却连一股小小的倭寇都拿不下 马文生也是心灰意冷直 恕自己昏馈无能 恳请洪志天子准他致事 洪志天子冷冷地看着马文生 出了事就想跑天下哪有如此的美事 兵部现在是个烂摊子 花了这么多钱粮做啥啥不成 说实话现在没人愿意给马文生擦屁股 他想走哪有那么容易 马文生脸色苍白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洪志天子面色冷峻下令 相关人员都要处置 尤其是作为指挥官的七警通 这件事必须得有人承担此次大败的责任 堂堂大名区区倭寇都不能对了 这还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简直就是笑话 方济番看洪志天子脸色可怕的吓人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时候是断然不敢去捋虎须的 听到大败方济番心里叹了口气 却也知道此等大败几乎是历史必然 一群汗了一百多年的鸭子 真以为凭着造了几艘当初三宝太监一般的舰船 就可以吊打一群纵横大洋的窝口 这不是方济番灭自己威风 而在于水战是一门技术魔 他断然不是凭着勇气就可以获得胜利 更何况论其勇气三天恶九顿的军火 怎么可能和那些凶残的大盗们去比勇气 可此时听到洪志天子要处置七景通 方济番还是有些意外的 这七景通好像是七纪光他爹 此人堪称名将 虽然成就远不如七纪光 所谓老子不如儿子 可方济番却认为 七景通只是怀才不愈而已 他所经历的成话 洪志朝 朝廷根本对倭寇没有太多的警惕 自然也绝不可能给他施展的机会 可即便如此 这七景通还是凭着真本事 在历史上展露过头角 方济番一时犹豫起来 要不要为七纪光他爹冒一回风险呢 沉引了片刻方济番突然大笑起来 大臣们宛如看智障般看着方济番 这种时候大笑实在是一种找死的行为 洪志天子还以为方济番犯了脑疾 方济番摇了摇头 也不理会众人看智障的眼神 可洪志天子讲起了他对此事的看法 这就好比当初的劝农书 不了解农耕的人却写农书 指导天下的农户开垦耕种 现在七景通就是这个农户 朝廷写下劝农书 告诉他得几条船 如何操练何时出战 结果现在这地更坏了 到底算谁的错呢 失败了庙堂之上将责任 推在一个农户身上 这样朝廷是永远无法长进的 输了就是输了事已至此 朝廷应该做出反省找个问题进行更正 方济番难得说出一番有道理的话 洪志皇帝沉默了很久 细细地咀嚼着方济番的话 他叫方济番来 便是觉得方济番这个人鬼主义多 或许这个人有新的看法 等他细琢磨了很久 才发现方济番这是在拐着弯地骂他 洪志皇帝脸色仗红旋 却又淤了口气 如果归根溯源确实是朝廷的问题 可问题是这天底下又有谁懂水战吗 方济番不急不缓地说出了两个字 唐吟 为了救素未谋面的名将他爹 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方济番为救七季光 他爹七景通也是下了血本 用他门声唐吟能补杀比暖阁还大的聚余为赌部 将这七景通交给他们郑国府被污蔚 并以他五个门声的人头作宝 洪志天子都被方济番下的赌注震撼到了 不过令洪志天子疑惑的是 他方济番不是有六个门声吗 最近怎么老是拿五个门声做赌注 他是把下夕阳的徐晶给忘老后了吗 还是徐晶在他心里已经是活了 这些念头在洪志天子的心里一傻过 为了彰显他的大度 他当即就传旨 把七景通降为傅千户调任郑国府被扣文 其实方济番的想法很简单 七景通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此次他犯了大错 即便皇帝不处置他 他这辈子怕也只能闲置一辈子 方济番想给他一个机会 一个像他儿子七级光一般大展宏图的机会 既然洪志天子给面子 那么他让唐吟捕杀巨语 一来能立威 二来可以操练军事同时也能看看七景通的本事 何乐不为呢 并且因为这次脚扣的溃败 令兵部有些抬不起头 正好可以将兵部剩余的几艘海船抢来郑国府 太子听说方济番要抢兵部的船 竟会有些不好意思 感觉无所不用其极了一些 提议不如他直接向他父皇索要 方济番却似笑非笑地看了太子一眼 这一眼把太子看得自尊心受了刺激 再怎么他也是皇帝的儿子 你方济番的眼神是不相信他有这个实力要来吗 方济番白手表示正因为太子是陛下的亲儿子 否则以他的性子又没有脑机 哪怕陛下再宽厚 恐怕他也得死个百八十回了 太子瞪着方济番沉思两久 突然乐乐这话虽然不中听 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太子并不在乎 或许正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 所以才养成了这样的性子 他若是别人的儿子就不会如此了 由此可见问题的根本出在他父皇 子不教父之过也怪不得他 太子这番破面自甘的本理 令方济番都感到汗烟 果真太子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吼 方济番懒得在这个问题上和太子掰扯 而是在想 怎么样写作书才能让红治天子 把兵部的海船抢到手 红治天子看到揍书犯了好大的难 马文生表示此次搜船 乃是彭来水寨仅有的舰船啊 若彭来水寨无此船 一旦窝扣来袭该怎么办 红治天子手指磕着暗堵 彭来水寨不可无船 可彭来水寨有船又如何 红治天子心里还是有点怨气 可看到马文生那羞愧的模样 剩下数落的话终究没有再说下去 马文生想哭死的心都有了 这兵部尚书他是真的不想干了 一点滋味都没有 只能诚惶诚恐地说车咕噜话 他罪该万死 红治天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才博动人心 穷了祖宗十八辈子的义乌县 和永康县百姓 自古便有传统 命可以不要却不能贪生怕死 他们的贫穷来自于 明刻于骨子里的记忆 所以他们贪婪地享受着 加入郑国府被扣卫的日子 为此这些不怕死的家伙 只要有钱什么事都敢做 哪怕是让他们去捕猎 没见过的巨域 方济帆在和红治天子打完赌 回家就苦思冥想地 想着补经的方法 随即给唐颖写了一封书信 信虽送了出去 但他的心里不免有些自责 补经是很危险的事 他只能厚着脸皮 把这件事拜托给唐颖 然后在信中望扬心叹地写道 要不是他留在京师 有重要的事做 真希望能和他这个 最看重的门生共患难 现在只能在京师住唐颖好运 唐颖也不负他恩师方济帆的嘱托 按照方济帆书信中所说 在剑船首尾两侧加装强力巨女 经过和巨鱼漫长的角力 终于将巨鱼拿下 方济帆美滋滋地和太子前来 觐见报喜 禀告红治天子就在数日前 唐颖帅被窝卫出海 与鲸鱼死斗 杀得海面烟红 双方搏斗数百回合 鲸鱼静鱼船一样大牙齿有人高 而被窝卫凛然无惧将士 争先勇猛上前 最后活活地将鲸鱼耗死 现如今鲸鱼海谷 正在送往京市的路上 红治天子摸着自己的额头 还是感觉方济帆在吹牛逼 牙齿都有人高这可能吗 忍不住询问方济帆和太子 可曾亲眼所见 太子首武足蹈地表示老方说的 红治天子看着太子无奈地摇摇头 心里想人家还说史又酸又甜呢 这你也信 眼见为师而听为虚 红治天子表示他是真想见见 究竟有没有如此大的鱼 也不是不想相信他们说的话 只是地方官吏奏报多有浮夸 这是等见了时务再说吧 太子和方济帆对视一眼觉得有 没见到时务他们说再多也是无用 红治天子看着他们正好来了 又多嘱咐了他们几句他一下招 明年开春春为让他们西山树苑多多努力 然后红治天子又冷不丁地问了方济帆一句 他父亲上奏奏书的事他可知道 方济帆有些猛 他爹最近的书信中没有关于要上奏的事 都是些无关痛痒问他吃了吗的事 虽然方济帆不想付匪他爹 可是他爹从贵州修书来途中数千里 问他吃了没有 那已是十天半月之后的事了 他岂只是吃了 都他妈拉了几十顿了 这不是咸的蛋疼 没事割冷嗓子呢吗 方济帆只能无奈地询问 他父亲所做何事 红治天子用古怪的表情看着方济帆 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他 狗血的事情年年有 今天终于轮在了方济帆的头上 好学没给他轮猛逼了 他爹竟和叛贼米鲁背着他造了小子 然而这个消息还不是他爹告诉他 是由红治天子亲口跟他说的 这让他突然有一种被人抛弃了的感觉 曾经和他相依为命的老爹 意志怎么就这么不坚决败倒在了每次的十六群下 太子这个好兄弟看着有些失落的方济帆 赶忙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他就喜欢多一个弟子 方济帆还是有些难以置信他爹会这么做 红治天子冷哼一声 何止是瞒了他方济帆 当初让方济龙镇守贵州 为了想让贵州长治久安 因而没有命他压戒米鲁禁认罪 他竟然便移到床上去了 现在倒好把人肚子搞大了 眼看要生产了只包不住我了 才心急火燎的上奏 这是说清了叫两情相悦 可米鲁乃是清犯 网众里说就是欺君网上 红治天子板着脸看着方济帆 让他说说看 这是让他这个做皇帝的怎么处置 方济帆如捏着嘴不知该说啥好 毕竟这等事 荒唐归荒唐 可各地镇守的恭候 狗屁倒造的事确实不少 真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米鲁确实是清犯 可当初红治天子也确实下旨 让他爹便宜行事 怎么处置是他爹的事 唯一的毛病就是 朝廷想到了一切他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唯独没有想到 他爹用了自人类历史以来 最原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都干了方济帆能说什么 时色性也他爹也不例外 方济帆无话可说太子却急了 认为这是多大的事啊 为了大明廷西侯取米鲁生娃 能安定西江有什么不好 全当是和亲了 方济龙这件事确实是可大可小 红治天子斟酌着 太一懒得去计较太子的胡言乱语 陈英天克决定 那就下指申吃百一关厚笑 同时恭喜方济帆多了一个兄弟 方济帆长长地松了口气 谢过红治天子 方才他听到消息的时候 还有点风中凌乱 随着一声声的恭喜 方济帆他有点猛逼 大抵无数人想看笑话吧 这也情有可原 为啥他爹就不能娶后娘了 为啥娶了后娘就不能生娃娃了 这是人情伦理 当初为了自己他吃了多少苦啊 想是来到了贵州之后 思想里的那根咸松了 这有啥的 他方济帆还想有女朋友 想娶媳妇呢 看着许多人带着几分怪异笑容地看着他 方济帆真的笑了 扬言他爹有喜 必是喜不自胜 不妨这几日他在府上设宴做酒 请陛下和大臣们吃杯水酒 众人看着方济帆乐呵呵的样子有点猛逼 按情理而言 好吧 这家伙是有脑极的人 怎么能用情理来肚脂呢 咱也不知道忠实感情出了股 还是爱情劈了头 反正是方济帆他爹和叛贼米鲁勾搭在了一起 可能出于愧疚 这些日子贵州来的家书很轻 都是问方济帆最近过得好不好 在家如何 方济帆虽然每日都很开心 接受了无数人的恭喜 可内心却多多少少还有些无法接受 老子居然瞒着儿子在外头搞女人 这个爹真不是东西啊 他没回心 于是乎这书信便来得更勤啊 已达到了快马加急一日一风的地位 清早起来侍女小香香一面伺候方济帆穿衣 一面告诉他贵州又来信了 通过几天的自我调节方济帆已经心软 想着还是要回一封书信 免得让他那个偷生孩子的老爹担心 让小香香递过今日的家书 一看书信内容方济帆差点没吐血而亡 欺人太甚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叫方济帆 他爹和米鲁生的孩子居然取名叫方小帆 这是啥意思啊 不会取名就不要乱取 叫什么方小帆又不是他的儿子 方济帆在那骂骂咧咧 小香香笑嘻嘻地恭喜少爷多了个弟弟 方济帆叹了口气什么弟弟 是个妹子 方济帆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觉得这个爹脑子绝对有毛病 一个女孩子家家地取个小帆这个名 这要是传出去怕是要被人笑死 想着贵州那等地方太多偏僻瘴气野重 那不是个养孩子的地方 等孩子脱奶了 该将他接来经理养着 这里什么都有才能养成大家闺秀 丢在贵州十有八九会成一个野丫头 小香香听到脱奶二字翘脸微红 王氏低下了头怯生生来了句 少爷你好坏啊 方济帆猛逼 再坏能坏过他爹 好在这时邓剑本是兴冲冲要进来 一听小香香说好坏二字便驻足了 乖乖地在外头探头探毛 剑好像没事发生财心急火辽道 少爷快去看啊快去看啊 鲸鱼的骨头送进金来了 好大的个吓死人了 方济帆了白手定了定情绪 准备给他爹写回信 信中大致内容写道 方小帆的名字可不可以改改 偷懒也不能偷到这个地步 还有他每日吃饭都吃得很香 没啥大毛病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将小帆接到京师吧 毕竟这里什么都有 修完了家书将书信交给邓剑 外头太子兴冲冲地打马来了 邀方济帆赶紧入宫去看金鱼 方济帆没有迟疑让人牵了马 和太子你是疯我是沙儿 潺潺绵绵朝着紫禁城而去 疾风之禁草 板荡是成城 当红治天子看到金鱼骨骼时 他的内心震撼了 尤其是在这骨骼之下 一群如蝼蚁一般的人在来回走动 这骨骼竟比寻常的电雨还要巨大 红治天子本来对于方济帆所描述的巨鱼 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毕竟他身边充斥着一群读书人 他们寒窗苦读每月琢磨的就是用词 十万大军他们可以说成八十万大军 没有什么事他们不敢说 也没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吹的 当他得知巨鱼来了 他压根不愿来看 毕竟他是天子有很多事 哪有这个闲功夫 可真正眼见为时这样的巨物时 红治天子生出一种窒息的感觉 站在一根肋骨之下 他仿佛如墙堡中的孩子 心中思绪万千 这得有多少肉啊 能养活不少百姓吧 红治皇帝手轻轻地抹撒着巨骨 突然身子一颤眼眶近红了 随即他脸色凛然突然抽出一把佩剑 大声呼喊若此惊活了过来 倾家们可敢与之搏斗吗 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默了 其实谁都明白 这种事是无法验证的 你说你敢也没有人可以证我 可当他们看到这句经 即便只是尸骨 也早下的魂飞魄散 甚至在想即便自己说敢 怕也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变为自己吹牛 红治天子眼见无人说话 发出了胆态 如若没有人敢 这句经为何会在这里 只剩下了几节哭 那郑国府被窝卫 上至唐银下至上下将士 在那滔天巨浪之中 与此于搏斗 正来问问你们 这是什么 这就是忠 是有 是无所畏惧 也是九死一生 郑国府被窝卫操练 不过数月 救灾有功 更是永不可当 上下人等浑身是胆 振兴甚畏 国难思忠臣 也思良将 护佑大名 使朕能在此欣赏 如此庞然俱精 使清等能安享太平 必是这样的人 一连说了许多话 红治天子显得有些疲倦 这时太子和方济翻 力排众人走了进来 太子远远听到敢与不敢 激动得不能自己 三步并成两步 向他父皇大喊 他敢 莫说一头便是三五头 他也绝不惧怕 红治天子一脸疲惫 看着太子有些揪心 他相信太子说的是真的 不过你说你一个太子 成日想着喊打喊杀 见到了什么都气血上流 恨不得冲上去跟人搏动 你这不是二吗 红治天子叹了口气 太子以为他父皇不信 扬言若是不信 就准他现在去宁波 这就诛杀几头巨精 送到他面前 红治天子摆摆手表示他信了 心里也不知道 该不该对太子动脉 他发现拿这个皇儿 一点办法都没有 怎么抽都不改呢 方济帆躲在人群里 一副自己没有太子 这么二的朋友的表情 罪卧杀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红治天子手指聚精 想要知道是如何情杀的 方济帆摸着头 也不知道怎么讲 毕竟他也没在现场 不过被扣位上下将士 都是自义乌和永康 所招募的忠贞之士 他们那虽然比较穷 土地平级 又多山岭 可他们对大明赤胆忠心 却无人可不 穷还忠心的话 深深地刺进了红治天子的心灵 他环顾一周文成五位 一个个锦衣华服 肥头大耳之状 怅然到穷困潦倒之人 未受国恩 却为我大明效力 遭遇如此巨精 勇往向前 如此可不知物 朕深知 杭时有一日退缩 则势必满盘皆输 朕很佩服他们 诸臣看出了红治天子的感慨 任何一个天子 大抵都会喜欢这样的勇士吧 老实巴交 本本愤愤 即便是穷了十八辈子 可天子有诏 也忠贞不二 即便面对最可怖的怪物 也绝无退缩 当然除了太子这么中二的少年 凶残的达子和海上的巨精 才能激发他的兴趣 非要守刃不可 绝大多数人都是正常人 他们会害怕也会胆怯 尤其是读了书的人家大业大的人 舍弃不了一身的荣华富贵 很难有为国征战的勇气 红治天子忍不住夸奖方济番 交了个好逼子 随即把缴扣的重刃 放在了郑国府的头上 兵不仅剩的四艘船 也被红治天子 移交给郑国府被扣尾 红治天子的这番操作 可高兴坏了太子 说明他父皇已将 这抗窝之事 全部交给他处理了 感受完 距离带来的震撼后 红治天子的八卦心 也被带动 笑盈盈地询问方济番 正听说 你父亲生下来的是个女儿 方济番汉言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 他平时扶老太太过马路 咋就没人知道呢 这八卦的花边新闻 倒是传得快 方济番勉强挤出笑容 回答是呢 红治天子好奇孩子 取了个什么名 方济番憋了好半天 才放出来 方小番 红治天子口里重复了一遍 他觉得这个笑话 够他开心一辈子 心情大好的夸奖 这名字取得好啊 寓意即便是小女子 也要为我大名翻评 辱妇真是用心良苦啊 方济番笑得比哭 都难看心里缺响 你大爷的 那我的名字 岂不是济先是渝猎 大爷为大名翻评 这么一想 方济番突然觉得 他爹取名挺鸡贼啊 皇帝知道自己叫啥 就知道这家人 肯定是大大的忠臣 这要是放到现代社会 这名字大抵和方爱国 有一样的效果 可是方小番 做女孩子的名字 属实有点内阁 方济番只能长叹了一口 气莫不作声了 京师里人们还沉浸 在那巨鱼的浩大之中 红治天子下旨 将此巨鱼的骨骼 进行还原 陈列于景山 人们对于大海 渐渐地有了新的认知 兵部尚书 马文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关于大海的讨论 不可避免地 就蔓延到了浪费公堂上头去了 当初建海船 是兵部求爷爷 告奶奶要的钱 这无数的钱粮 都是他兵部花出去的 而兵部的棚栏水战 没有任何战斗力堪称耻辱 可现在银子是花了 粮食也没了 船也都在走 人员也都在操练 可是航路呢 兵部派出的探路船队 已是负面 马文生自己都挤白了头发 因为到了年中 他又该去讨钱了 没有钱操练的人员 没法继续操练 造了一半的船 没法继续完工 可钱粮哪有那么好要的 没有成绩 户部尚书李东阳 都懒得亲自搭理他马文生 派了个喽啰来 他马文生都得好言相说 一点底气都没有 想想他就觉得憋屈 堂堂兵部尚书 何时需要对一个户部侍郎 委屈求全了 况且他越低声下气 对方越是蹬鼻子上眼 扬言就是他马文生不服 去御前告状 他们户部上下 都不会拨一粒米出来 没得商量 他让人觉得啥也不是 还不敢动 那又怪得了谁呢 谁叫他兵部自己 不争气下西洋 一点成绩都没有 心里憋了一肚子气的他 让人拿来今天的奏报 接着他便看到了 魂牵梦绕的名字 人间渣子王不是 马文生瞳孔猛缩 浑身打了个冷战 幸福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人间渣子王不是好回来了 而且他们一路穿越了西洋 抵达了木骨都树 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是七下西洋的终点 是大明一路向西之后 抵达最远的地方 倘若这个航路已经打通 那么就意味着大明的船队 将沿着这个航路 可以抵达比之木骨都树 更远的地方 下一次的航行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 和验证之后将继续向西 马文生下意识地 摸着自己的心口 受了这么多的鸟气 两年来是人士鬼拎着他就骂 那些个该死的汉领 那些个该死的督察院 御史言官 那些户部 公布的鸟人 这口气 他生生咽了两年了 而今天可怜剑终于拾来运转 腰板瞬间 硬了的马文生拍而起 立声让刚要走出 他本部堂的小喽啰回来 奏书直砸小喽啰面门 然后立声斥责 下西洋乃是国策 兵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你户部有什么胆子 居然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不给钱聊 千秋大罪是李东阳来担当 还是你这狗东西来背负 小喽啰打开奏抱 一看人间渣子王不是耗尽回来 整个人瞬间就为了表示 凡事都可以商量了 马文生却是笑了 刚才好说胆说 你个狗东西硬是说没得商量 现在你区区一个侍郎 也配合他兵部尚书商量 立声呵斥 让小喽啰赶紧滚回去 告诉李东阳 他要的钱粮要是少了一分一毫 坏了军国大事 他马文生先参合李东阳 再参合小喽啰这个狗东西 说着马文生气定神仙 坐下瞎了口茶 真是舒服啊 有日子没这么舒服 他马文生也有今日 接着他起身看着脸色变换不定的小喽啰 便朝着门外头走去 一面吩咐手下被叫入宫 坐在轿子里马文生突然醒悟 这徐晶回来好似和他扒杆子打不着啊 他高兴个什么劲啊 想当初他可没少讥讽徐晶出海的事 然而老不要脸就是老不要脸 想了想徐晶能回来兵部受益粮多 至少这钱粮没算白花 再找户不要钱也有底气 能做到他如今未知马文生越是觉得脸面这东西 实在是人生的最大阻碍 还是像方济帆那样不要脸的活得潇洒 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给红志天子报喜去了 红志天子听到这个消息竟有些不知所措 颤抖着手一字一句的看着奏报 两久他才深吸一口气 真是天佑他大门啊 红志天子抚摸着暗毒心里感慨万千 汪洋之上有多少艰难险阻啊 可这些人却在海中漂泊了两年 不说狂风巨浪 不说沿途可能遭遇的盗贼 就单说叫你远离故土两年你会如何 人间渣子王不是号上下真的叫人敬佩 红志天子直接传指十日之后一架天津卫 他要亲迎人间渣子王不是号登案 方济帆和太子收到宫里的传信使 两人正在户外玩着玻璃球 太子这个大冤种已被方济帆坑了八百两 输得他都有些尿急了 怀疑方济帆在给他做局专门坑他的名字 咱就说这还怀疑个傻 你太子和方济帆新颜子加起来八百个 方济帆独占八百零一个有啥怀疑的 坑的不就是你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吗 当然方济帆肯定是不认的 又开始拿他那五个门生的性命做赌注 如果他做了坑太子这样丧尽天良的事 那就让他的五个门生不得善重 正好这是宫里来人宣他两人入宫 太子这才懒得和方济帆这个不要脸的扯皮 两人来到暖阁这里以热闹非凡 人们窃窃私语 低声谈论着关于人间扎子王不是的种种传说 红智天子见了方济帆和太子二人来了 立即笑着开口 方济家郑正等你来吧 郑要让你做前导官去天经卫为阵前哨 方济帆轻轻皱了皱眉话还没说出口 红智天子便截住了他的话 守抚龙案一脸严肃认真的神色 郑亦已决诸臣们已劝说过 你不必相劝郑御寻天经卫 清明徐金等人登案 方济帆这才知道 原来徐金并没有到京师 只是有了消息而已 此时方济帆倒是急盼着见徐金了 这个家伙给他争了大气啊 方济帆心里想鬼才拦着陛下呢 谁拦陛下去接我家徐金 我方济帆和他拼了 红智天子书星极了 毫不吝啬地夸赞起徐金 真是了不起啊 方济帆也毫不要脸地表示那是自然 徐金可是他最看重的弟子 好像唐颖也被他这样说过 果然想要做好人师就得会忽悠 方济帆以心夜兼诚地赶来天经卫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 在京师里居然有人想要杀他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被冠予人间渣子美称的王不氏 徐金的人间渣子王不氏号归来 注定会名垂千古光耀万世 以后只要提及到下西洋 王氏学着人间渣子之名便为人所熟知 作为史官他可以不爱财 可以不惜乌纱帽甚至可以不惜命 可唯独绕不过名了 现在到好万世之后 王氏学唐使还有子孙在 怕都是要改革避老王的信不可 丢不起这个人了 这简直是让人活着恶心 死了还要塌伐万代 王不是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他恨不得把方继帆剁成八百八 而方继帆作为一个三观其正的人 他最讨厌打打杀杀了 和平才是人类的主旋律 恶心死人才是他的初衷 当洪志天子圣驾抵达天津卫时 迎着海风他的思绪渐渐开阔 从未见过真正大海的他 被这汪洋所震撼了 再一次感慨有徐金他们这样大胆探索的人 实乃是他大明王朝的姓氏 而就在洪志天子动情时 太子躲在一旁和方继帆说着悄悄话 怎么这本宫没有猜错吧 父皇一定会说有人多么忠拥多么了不起 然后又要学着曹操东陵沧海一般 说出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思 父皇就是这样批大点的事都要感慨一番 他咋就那么多感慨呢 你说这人该吃吃干睡睡多好非要自寻烦恼 咱就说但凡洪志天子有俩子 也不至于让太子敢在背后这么编排自己老 方继帆就聪明得多了 每次太子暗地里非议他爹时 方继帆都默不作声他可不傻 可不敢跟着太子瞎连连 太子见方继帆不揭察 眼珠子一转几枚弄眼表示 要不待会儿弄条船一起出海耍耍 方继帆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去他胆小 太子听后一愣他还真没见过 一个人能把自己胆小懦弱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不愧是不要避连方继帆 看着太子有一些鄙夷的目光 方继帆觉得这句话说服力不够又加了一句 最重要的是陈有脑机怕海水会复发 俗称脑子进水那就不好了 方继帆站在码头看到了船影 那残破的人间渣子王不是好晃晃悠悠 方继帆看着那船影 突然觉得海风吹得他眼睛难受 揉了揉泪水便落下来 太子在一旁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问了一句老方你哭了呀 太子永远对这种事感兴趣 自来的天津卫就没离开过方继帆寸步 方继帆擦了擦眼泪解释 风太大了吹进了眼睛里难受 然后也不理你骗鬼那表情的太子 拿出望远镜努力在那大船上寻找熟悉的身影 可惜让他失望了 盘上并没有看到徐晶的影子 方继帆不禁抱怨心里却有点感受 没心没肺只是他的表面而已 其实他是真的很爱徐晶这个门生的呀 师徒这么多年就算是一条狗都会有感情 可某些可耻的人竟在背后下咧咧一轮 认为他方继帆铁石心肠 这些人真应该拉出去枪毙了 当你的初吻 被一个大男人夺走是种什么体验 方继帆徐师徒团聚 恩师久违的一身横幅 让徐晶骨头都酥了 毫不犹豫的一把将方继帆抱在怀里 泪水洒了方继帆一身 方继帆看着面目全非的徐晶 心里不由感慨两年前他让徐晶出海 是因为他希望有人能寻觅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可真正出海了说不想念是骗人的 如今师徒团聚 方继帆虽表面上还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看着徐晶乱蓬蓬的头不惊摇头你受苦 方继帆的温言细语让徐晶身躯一阵 随即嘶吼着他回来了 下意识地亲吻方继帆的脸颊 方继帆越来越觉得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 不料下一刻徐晶在船上几乎两年没有洗漱的嘴 便贴向了方继帆的唇 方继帆炸了这可是他的初吻啊 连他最心爱的公主都没得到 就这么被他的爱徒徐晶夺走了 方继帆咬紧自己的牙关眼泪泊泊而下 徐晶却一丝一毫都没有在意 佛朗基人的亲吻里是他的日常 好在徐晶上还存着理智 点到极止化解了师徒反目为仇的尴尬 太子在一旁打了个寒颤下的脸都绿了 这徐晶太可怕了 逮到人就上嘴他好怕徐晶也给他这么来一下 那不得把昨天的隔夜饭给呕出来 太子默默地给方继帆点赞 这都能忍受下来老方不愧是真男人 经过刚才比较刺激的一幕 师徒二人冷静下来后 徐晶开始汇报他此次出海的经历 并且还说他此次带回了一些使节 借此来恢复他们对大明的朝贡 方继帆十分好奇徐晶带回了多少使节 当徐晶缓缓地说出四十七博 方继帆差点没有噎死 虽然知道所谓的四十七博水分甚大 有些国家不过弹丸之地而已 可这个数目多的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然而这个消息他还没消化完呢 徐晶又敲咪咪告诉方继帆 他们还袭击了大石人夺了他们的船 拿住了数百俘虏其中有不少将人和水手 不止如此他还在西洋上招募了上百个扶朗鸡的将人和水手 方继帆很是诧异这些人正是眼下下西洋最需要的 好奇徐晶是怎么把这些人招募过来的 徐晶意味深长地看了方继帆一眼 一副你懂的表情 方继帆一脸的发猛 这算不算贩卖什么什么来着 徐晶啊你变坏了呀 哼那你也不看看他的老师是谁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近方继帆更胜方继帆 方继帆都没想到徐晶这么狠 请来了这么多将人 眼下大明急需造船 可一百多年来 大明的将人随着近海已经彻底的流逝 百年来的造船技术迟出不前 这锻造火冲火炮 以及造船的记忆早已生疏 引入一批新鲜血液势在避兴 方继帆不由地佩服起徐晶的眼光 不愧是他最得意的门声 听到方继帆的夸奖徐晶顿时心里美滋滋 方继帆面带笑容从秀里取出一大卷的画 将画塞在徐晶的手里深深地看了徐晶一眼 让他一会面胜时 第一个要献上的就是此物 扯谎说这是在抵达目骨多数之后 三宝太尖匆忙回航留下来的宝物 没有来得及带走 徐晶听后一脸发猛 这一百年前的古物会这么粗心吗 恩师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这宝物居然还是我大明的纸张 用羊皮会不会好一些 徐晶虽然心有疑问 却不敢质疑他的恩师 而是毫不犹豫地将画收起来 郑重其事的点头一会见到陛下 首先便将此话献上 方济帆很满意徐晶的态度 旋即便嘱咐道 若是被识破了不要怕 就说这是太子殿下威逼力 又与你让你做的 当然最好是咬死了 这就是三宝太监留下的至宝 徐晶看着方济帆内心感慨 不愧是他恩师 连退路都给他想好了 红治天子与诸位半价大臣们 闲坐已等候多时 当看到徐晶蓬头垢面 黑不溜秋地进来后 红治天子眉头微微皱起 在他的记忆深处 徐晶该是个皮肤白皙 举止文雅的读书人 可现如今整个人 完全是面目全非了 红治天子心中一荡 不由的感慨真是辛苦徐晶了 赶紧让人给徐晶搬来了紧敦 徐晶谢过红治天子后 就不如正体 将他恩师交代的事 一字不落地讲给了红治天子 当徐晶打开手里的画卷 一幅余图豁然展开 余图之上赫然写着 五个大字天下万国图 所有人都震撼了 红治天子更是动容 眼里不由地泛起了泪光 这幅世界地图 其实是方济帆凭着记忆 采取投影法绘制的一张地图 他一直希望大明能对这个世界 有个比较直观的认知 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可若是他将这幅余图直接拿出来 就算别人相信他怕 也难引起人的关注 而今下夕阳已经迫在眉睫 说到下夕阳三宝太监正合 自然是这下夕阳的祖师爷 当今的人都重古 都认为老祖宗们的东西是最好的 看来这效果是出奇的好 尤其是红治天子看到 渔图之下的一行小字 遇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依赖自于海 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 华夏威夷 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 制服抑郁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三宝太监当初的苦心 早已被人所遗忘 而如今等到这满朝上下 意识到了海洋的重要事 再看三宝太监在百年之前所说的话 红治天子的眼睛又红了随机船指 让所有的衙门都将这渔图张挂起来 也让大家看看这天地之大 铭记前人为国为民的功绩 紧接着徐晶又把此番出海寻来的天下气 针献给了红治天子 一向极其小气 平时连吃用都不舍得的红治天子 面对徐晶的孝心倒是欣然接受 感叹如此其真意 宝徐晶居然唾手可用 这夕阳果然有的是西汉物 这还没完 徐晶又把他一路航行宣位四方 西洋诸国无故仰慕大明恩德 因而在回城时四十七过使者随他而来 便与他大明世代交好同红治天子讲了一遍 四十七过 所有人都和当初听到此消息的方济帆一样 差点没耶死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徐晶在骗人 万国来朝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虽说这所谓的果 橙色是差了一点 可这东西终究还是可以贴金的 红治天子面带微笑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徐晶家真是劳苦崩高啊 徐晶慌忙道 臣不敢鞠躬 此次出海仰赖陛下圣德 更爱恩师平日教会 以及同传上下人等尽心竭力 红治天子当然不相信徐晶的成功 来自于自己的圣德 这样的鬼话 可这些话需要臣民们相信 所以徐晶说出这番话后 红治天子暗暗点头随即转过身来看向方济帆 夸奖他这几个门生都教授得很好 方济帆当然知道自己很牛逼 不过嘴上还是谦虚地说他愧不敢当 本来这句话说完也就罢了 谦虚一下嘛很正常 可方济帆好死不死 偏偏觉得意犹未尽 说来惭愧陈这三脚猫的功夫 哪里有资格教授门生 都是他们自学成才 这话说的就有点过了 纯粹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啊 在场的各位 哪一个没有门生和儿子 他方济帆说自己三脚猫的功夫 这不是纯纯地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吗 就他这三脚猫的功夫教的学生却是个个厉害 欧阳志驱除达达当气壮 王阳明心学大家讨理天下门生刘杰平潮喜 唐银镇国府被叩位勇斗俊鱼 徐经下西洋开辟伟大行路 这还让人活吗 红治天子却是心情大好 加许方济帆 难得你还小得惭愧 接着又正色到徐经出海鞠躬至尾 牵起为督察院又赴督御室 受为钦差巡海证时总镇西洋之事 方济帆心里一流 升官了 这还是个不小的官呢 明朝的官有两种 比如钦差巡海证时 这不属于官知识之差 和三宝太监正和的钦差总兵太监很像 可要出海 单靠一个差遣是不够的 想要服众 就必须得钦差正使镇得住 不止如此沿途与各国交涉 倘若级别不够只怕也会畏首畏脚 所以红治天子特别开恩 授予了徐经督察院又赴督御室之职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官 堂堂的正三品 一般是个省的巡府才挂这样的官线 从一个区区七品汉林边修 居然一跃成为正三品的幼妇都御室 这已完全违反了官场上的常识了 可这又如何 当今大明还有谁有资格 可以领着船队出海 下西洋乃大明当下国策河等重要的事 眼下不是徐经离不开朝廷 而是朝廷离不开徐经 而今的徐经便是天下出海第一人 他已有丰富的管理和航船经验 对汪洋有着卓越的认知 甚至他还善于与各国交涉 这样的人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而徐经则万万没料到 红至天子竟受与他为幼妇都御室 一时有些懵逼 等他回过神才连忙领止谢恩 圣驾在天津未盘还了数日随即回京 方济帆与徐经也回到了京师 只不过刚刚回府 便见家门口竟有一溜的武士 咋的还有人赶上平溪侯侯府闹事不成 我想这世上除了婆媳关系难搞 还有另一种关系也很难搞 那就是和继父继母的关系 当方济帆看到家门口的护卫 就明白是弥鲁到京师了 只是他没想到这继母排场不小 居然带了这么多侍卫 须知君子是德不是威 老方家是靠品德在经理立足的 婴儿只有朋友没有敌人 现在整这么一出是要闹哪样 当方济帆行至厅中 便听到了婴儿的提声 哭得方济帆心都化了 一个缠头的妇人怀里抱着墙宝中的婴儿 上下打量着走进来的方济帆 方济帆顿时觉得有些尴尬站着不动 这回自己家咋弄的还有些拘束了吗 妇人良久才收回目光是济帆吧 方济帆没想到弥鲁汉话这般不错 难怪能和他老爹勾搭在一起 顿时心里有些酸溜溜的 然后略带尴尬地表示他就是方济帆 弥鲁也是第一次给人当继母有些紧张 便淤了一口气 你的父亲说你有脑疾 最近可有复发吗 方济帆摇了摇头 显然两人彼此有些生疏 弥鲁接着问你在经理可有什么仇敌 方济帆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这叫什么问题 弥鲁表示我不善于你打交道 可想来都是一家人 弥鲁一听却乐 他就喜欢这样直接的少女 在他们那男子喜欢哪个女子 直接对着唱情歌绝不遮遮掩掩 他嘴角勾起笑容大方地说 你喜欢哪家姑娘 我可以为你宝眉 方济帆看弥鲁这么直白 突然间有些扭捏了 坑吃巴唧地说出 朱家的也就是皇家 他是当今太康公主殿下 弥鲁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皱起了眉头 要不我们换一个姑娘 或是换一个你想做的事 方济帆耸了耸肩膀 瞬间没了精神 这是预料之中的 就知道他们办不到 心里付菲 老爹 我已经很努力地 和吉姆搞好关系了 可是没办法 我还是撤吧 他脚底抹油响溜 弥鲁墙堡里的婴儿 却是屋外一声 轻量地发出了哭声 弥鲁忙摇着手臂 低声哄着小帆 方济帆反而不急着走了 好奇地凑上去伸出手 捉弄似的勾了勾婴孩的鼻子 婴孩哭得更大声了 方济帆有些尴尬 这孩子眉宇之间 竟和自己很像 很阴雾 也很秀美 方小帆眼睛张得大大的 好奇地看着方济帆 弥鲁显得有些尴尬 这是他饿了要吃奶了 济帆 你回避一下 于是方济帆连忙逃之夭夭 虽说家里秃得多了两个女人 对方济帆而言 倒不算什么难受的事 只要那弥鲁不管自己便是 红治天子在暖阁正经危坐 对于传说中的女反贼 至今她还是心有余悸 这弥鲁马上要去见太皇太后了 可是红治天子的心里 依旧有些不放心 因而才特意事先召见 想到弥鲁当初给大明制造的无穷烦恼 红治天子心里颇有几分服燃不悦 更是愤恨方锦龙这个家伙 长得浓眉大眼的忠厚了一辈子 竟被美色迷了眼 突然给他出了这么个难题 弥鲁见到红治天子盾手扣头极其驯服 这让红治天子终于松了口气 他最担心的就是弥鲁不知礼节 一旦做出了什么犯规矩的事 那就棘手了难以处理 没想到弥鲁竟谦卑恭敬 不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叛北 上来就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感谢红治天子的宽厚人格 赦免了他的罪责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话说得既好听又恳切 红治天子的脸色更加缓和了 心里感叹方锦龙这老小子还挺有两把刷子 教子有方玉七也有数啊 弥鲁见红治天子脸色缓和 顺势便竟献上了贵州的土人黄策 红治天子不可思议地看着黄策 没想到方锦龙在贵州的改土归流 已经进展到了这般可喜的程度 竟有37万土人寄入了黄策 这就意味着朝廷已经彻底地掌握了贵州土人的情况 这些土人也彻底地耐入了官府的直接治理 现在都属于世在边之民了 红治天子大喜 为难了这么久的问题 终于在方锦龙的实践中有了成效 没想到他能想到派驻屯田校尉和立世到土地 想想也是名以实为天 无论对于汉人还是土人而言都要吃饭 现在朝廷派来了一个教导大家开辟土地 种植高产作物的屯田校尉 这个人能让大家吃饱饭 无疑会让土人们对他怀有敬畏之心 土人凡事也会和他们沟通学习交流 而这些校尉则成了联系官府与土人之间的桥梁 债中发生任何的事 校尉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从而向官府禀告 与此同时他们还能慢慢地向土人们传授汉话 用汉人的礼法一步步地影响着这些土民的生活 红治天子既感慨又诧异 刚想狠狠夸奖方锦龙一番 可细细想又觉得不对 方锦龙其实就是个粗货武夫 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细腻聪慧 他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那才见鬼了 想到这里红治天子深深地看了弥鲁一眼 这是倾家的主意吧 弥鲁从容不迫地说了一席以夫君马首是瞻的话 大致意思就是他想要和方锦龙好好过日子 他是土人更了解土人 所以他协助方锦龙弄出了这些致命方略 无非就是朝廷对汉土一视同仁 这样改土归流才能水到渠成 红治天子甚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弥鲁说话很是动听得体 而且许多举措都是合情合理 他毕竟是土人对土人最是了解 所以他的许多提议都是朝中君臣们想不到的思路 一个弥鲁曾是令整个朝廷都头痛的人物 可如今进成了未来改土归流稳定西南永绝后患的人 这令红治天子龙颜大跃之前的怨气也一下子消亡 心情大好的他问了一下弥鲁可有汉名 在得知方锦龙这个武夫还没给他取食 兴致大好的红治天子直接给弥鲁赐名刘如意 寓意趁心顺意折野 弥鲁没有迟疑欣然接受 红治天子暗暗点头 这真是一个极聪明的女人啊 还真是小看了可细细想来 当初若非是此女极聪明 又岂会大明围剿数年徒劳无功呢 如今此人肯死心他地臣服 处处为大明平定贵州而考虑 倒不是为一件好事 此他汉名其实就有接纳他的意思 方锦龙的事算是彻底结果了 别人都是为自己的女人操碎了心 方锦帆那为他爹的女人操碎了心 在知道弥鲁被召见入宫 他这个心里忐忑地生怕弥鲁说错的话 到时候可就糟了 他们方家立下满门中粮的饭 可千万不能坏了 为啥方锦帆敢仗着脑极的名义胡作非为 而人人惧怕 不敢招惹呢 还不就是因为有这中粮的饭 谁知当他忧心忡忡地进入暖阁 红治天子竟然哈哈大笑地在夸奖他老爹忠心耿耿 看到如此景象 不过细细想想他老方家和安南国也是有历史的 譬如方济帆爷爷的爷爷就曾在安南吃过亏 又譬如他爷爷曾安南与安南人死战 与无数勋贵们在安南围剿附近深山的土人叛贼 他老方家可以说与安南国是世仇 方济帆借机直接开枪 陛下 安南国是狼子野心 竟敢图谋天朝的土地胆大妄为 臣作为大名蒸蒸铁骨的忠臣 是看不下去吗 方济帆一听戒杯的事 本着安南与我不共戴天的精神 更是为他爹的国仇家恨姿势痛打落水狗 红治天子道没有方济帆那么激动 对于方济帆的提议只是微微一笑 安南人是不像画了一些寻个机会生吃一下的 他们会上表些罪的 方济帆仍不死心 可是臣听说安南国王在其国内居然自立为帝 颇有一统夕阳的雄心 红治天子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是说会让人查一查 方济帆一听就知道这个查一查多半会敷衍了事 有了闻皇帝在安南国的前车之间 红治天子对于重新收回交纸具 显然是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这时却有宦官匆匆来报 太皇太后等的方家媳妇有些急了 红治天子这才想起来 弥鲁今天来世见老祖宗的 不由得笑了笑让弥鲁赶紧过去吧 方济帆也巴巴地要跟着去 却被红治天子立声喝止了 妇人说话 你去做什么 方济帆如孽了老半天 本想说陛下我是孩子 可他终究脸皮薄没有说出口便低头装死 看方济帆低眉顺眼的 红治皇帝的脸色倒是缓和了许多 你的父亲在贵州倒是立了不少功劳 来说说看你想要什么 正赏赐给你 方济帆内心直翻白眼 有多少次红治天子说给他赏赐 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忽悠他 不过方济帆还是仔细想了想 向红治天子求几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 身家清白身体风雨最好是中良之后 平时还读过书有一点点学识的 红治天子听后震惊了一脸古怪的看着方济帆 语气里带着怨气让方济帆不要胡闹 他是最见不得这种事的 他这一生就只有一个妻子 自然看不惯某些有恶趣味的人 方济帆这才想起自己方才那话有令人误会 面对红治天子奇异的目光赶忙解释 这是为他妹子找的 他本人没有特殊癖好 他还是的孩子 红治天子叹了口气冷着脸表示 只能让人试着去找 这等妇人可不好找 太子在一旁听到好像明白了什么 乐呵呵表示有啊 他就知道 红治天子眼神中寒芒乍起 你知道什么 太子被吓得冷静了一些支支吾吾 而臣知道生了娃娃才有那啥的 只知道这些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红治天子立身喝了一身滚 太子如蒙大赦夹着尾巴就跑了 方济帆汗颜下的小心脏 突突的也赶忙告辞 有一句话叫自己约的泡寒泪都要打完 太子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方济帆直白地给太子解释 就是一个人一旦做了某件事 将事情托付给了别人 就要无条件地相信幸运他 现在殿下就要给唐营他们充分的幸运 在他们被倭寇砍成肉酱之前 一定要深信他们可以成功的 否则势必公卿什么事都要殿下动手 殿下分身乏术又有什么事能办成呢 就在当当传来奏报 海外倭寇突袭泰州 被扣为千余人众奉命平贼 竟被扣人击溃损失四百余人 杀戮百姓无数奸淫掳掠一日 然后乘船而去不知所踪 这封奏报时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嚣张 太嚣张了 红治天子清金到处 因为倭寇从前虽肆虐 可还不至这样的地步 更不曾想被倭寇迷烂至此 经过诸位大臣的分析 感觉这次倭寇突袭更像是一次预言 虽是劫掠可并没有过多的停留 泰州也不是重镇没有什么钱财 他们可能在密谋一件大事 以便能够震动朝野 想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 作为红治天子派棚来水尸脚窝的报复 而倭寇们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宁波 唐银的宁波水债靠着补鱼破利不少 拿下宁波水债不仅能向朝廷耀武扬威 同时更能洗劫宁波水债大发一笔横财 方济翻到吸一口凉气 他觉得大臣们说的有道理 不过他倒是对唐银他们很放心 向红治天子表示只要倭寇摆上岸 郑国府被扣卫一定会给倭寇迎头统计 所有人都认为方济翻在吹牛逼 这些倭寇都是横行海外的亡命之徒 连千人众都不敌 何况是他郑国府区区的三百人 其实方济翻多少也有点心虚 然而就像他说的自己约的泡寒泪也要打完 自己吹的牛逼即便感觉不可能 也要硬着头皮吹完 当即他就向红治天子表态 太子和他为了筹建郑国府被扣卫 花费了无数的心血 太子或许不敢保证被扣卫能否抵御窝口 但他敢保证郑国府被窝卫上下 绝不会望风而逃定会与窝寇死战道理 太子诧异地看着方济翻这个坑火 什么叫我不敢保证你敢保证 这是在告诉他父皇 说他这个太子对自己的郑国府没有信心吗 太子暗骂方济翻混蛋 随即跟着附和他也敢保证 红治天子于了口气 对于方济翻他是信任的 可郑国府被窝卫才成立多久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 这些人胆子是不小 五货俱瑜就足以证明他们的忠勇 可窝寇肆虐东南沿岸 来无影去无宗凶残顽强 朝廷无数官军与之接战 他们未尝一败 这当成立不久的郑国府被窝卫当真 可以克敌之圣吗 红治天子沉思两久下旨 无论来得急来不及 立即调诸步兵马至宁波府防患未然 这事就在红治天子的拍板中定了 然后就有了方济翻对太子说的那番话 起因是方济翻和太子刚出暖阁 太子这个二货不知道脑子那个闲又臭了 拉扯着方济翻就说要去宁波 方济翻不去他竟然还要动手 逼不得已方济翻只能用钱是鲜活的利益 给太子殿下上了一课 但是太子实在担心郑国府水师 如果全军覆没了怎么办 方济翻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只能安慰太子他的门声多 如果失败了那就再建一个宁波水寨 一个不成两个 两个不成三个 子子孙孙无穷敬眼 不较平倭寇决不放弃 来 让我们为方济翻评定倭寇的决心点赞 红治年间的被扣卫 是我见过最孱弱窝囊的官军 南京被扣卫更是废到了姥姥家 再看过朝廷奏报台州遭遇倭寇喜结 下一个进攻目标可能是宁波水战后 力报中有中野二郎名字十脸都绿了 数年前一伙倭寇流窜至南京 一百多人的倭寇竟硬生生在南京郊外来了一日有 杀散了数路官军最后不知所踪 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七侠寺里的扁额上的一行字 中野二郎大破汉城 这七侠寺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红武皇帝坐过和尚的地方 不止如此这七侠寺的扁额上的三个字 还是太祖高皇帝的亲书 结果此等欲物 居然被窝人留下了挑衅之词 红治天子当时大为震怒 一方面是对于南京诸位的失望 另一方面是先祖玉笔之物被窝寇锁入 皇家颜面丢到了姥姥家 当初南京官员为了逃避更严厉的惩罚 不得不狠狠地吹噬了这中野二郎一通 说此人如何伟岸刀法如何了得 在海外乃第一肖将有万富不当之勇 麾下武士各个精锐犹如鬼兵 没办法为了保命南京官员只能出此下策 毕竟被一个二愣子的窝寇打了脸 人没抓着你还能怎么说 说他是个若鸡喳喳但是我们就是没抓到 那岂不是证明他们比喳喳还不如 所以只能不断地吹这个人 吹得惊天动地 吹得他们压根就不是人是鬼 可没想到现在中野二郎又出现了 为了当初脱罪 把倭寇吹得那么牛逼 太普通官军志愿宁波那是不可能了 南京官员只能上报朝廷调动孝林卫 孝林卫顾名思义自是守卫孝林的兵马 这只兵马乃大名精锐中的精锐 除了大名皇帝任何人都不得调动孝林卫 红志天子在接到南京的奏报居然没有愤怒 看来他是真的相信了数年前南京官员吹得牛逼 南京那是什么地方 人家都可来去无踪 要武扬威之后扬长而去 而此次习明波府怕是明波威仪 只不过红志天子有些无奈 区区贼寇真的需要调动孝林卫吗 刘建表示这是巨扣 红志天子有些感慨 他大名豢养两百万大军 江南代甲就有八十万之中 竟没有一只军马可以制扣 感慨归感慨红志天子还是恩准了南京的请求 办完这件头疼的事 红志天子叹了口气询问太子和方济番最近在忙什么 刘建把他了解的情况大抵跟红志天子说了一下 这不是来年要春围了吗 太子正在教授西山书院的读书人读书 方济番则在奶娃娃 君臣二人大眼邓小眼感觉这话一下子了死 红志天子汉手感慨方济番还真是一个好兄长啊 刘建其实憋着方济番的坏话没有说 那丧尽天良的东西为了照顾妹子 补刀出一部教育而心惊的书 说娃娃乃是国本是天下最紧要的大事 指定了让读书人买 刘建是徒孙必须买十本不可 这银子掏得刘建真不是自卫 那玉儿心惊他还看过都是胡说八道的话 妇人如何摧乳的事他竟也说了一大头 这等人已经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 刘建不好揭发这是只好陪笑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被南京被扣卫吹嘘的海外的第一窝口 终野二郎被胡开山一回合斩杀 一斩茶的功夫窝扣俱灭 愚者顿逃郑国府被扣卫乘胜追击 刘建看着奏报陷入了沉思 从奏报上来看 终野二郎是被千户胡开山直接一拳砸死 那终野二郎是何等可怕的人 守备南京的官员 无疑不是将其视为海外第一校将 虽然这其中肯定有浮夸 可这样的巨扣断不会是无能之辈 人家都是倭寇数百人追着数千的明军砍杀 这些人却像是切瓜切菜一般直接按着倭寇打 原来还以为宁波水寨必死无疑 那唐银等人必是死无葬身之地 宁波百姓也将遭殃 可哪里想到 事情会有如此反转 居然是宁波的水冰追着倭寇打 红志天子看着奏书都觉得这个世界疯了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初南京官员可是都请求他调动孝林位了 怎么这句寇遇到了郑国府被寇位就如此拉胯了 到底是倭寇太强还是大明各地位所太过孱弱 这让红志天子陷入了沉思 不过这一战着实打出了大明的威风 朝廷颜面有光 红志天子不禁开怀大笑心情澎湃 一个劲地夸奖郑国府被寇位水冰忠勇 太子这个家伙的郑国府还真是让他刮目相看 心中又泛起无限的感慨 多少是受国恩之人 个个只想着要好处有几个真正肯尽忠职守 反观这些穷困的百姓 贝贝窝位招募起来却是忠勇至此令人难以想象 红志天子心里一时间装满了太多太多疑问 一群招募才半年不到的水冰 怎么就恐怖到如此地步呢 还有那胡开山剧文此前还是个山贼 如今为郑国府效力尽这般无勇 当然还有唐英这一个书生 怎么就被方济帆调教之后 突然就成了独当一面的干才了吗 红志天子太想知道答案了 恨不得立马就能见到太子和方济帆 而此时太子和方济帆还不知道 由于红志天子太过激动一百家西山 亲自前来面见他们 西山明伦堂里 兵几个师父都须在汉林当职 唯一的两个大贤人只有太子和方济帆 太子亲自登台给生员们授课 其实按理而言 太子自己不过是半桶子水 连四书五经都被不熟的人 竟也敢和读书人奢谈致明时是可笑 不过他是太子 他最大他爱说啥就说啥 就是有这么任性的资本杂者 太子登台就抛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何谓致明明为何物 说起来太子在台上还真有几分样子 明显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方济帆其实也怂恿着太子来讲课 因为他发现若是让太子去学习知识 逼着太子的性格十有八九是要夺揽的 可方济帆却忽佑太子说 殿下身为书院院长 岂可不为生员们授课 对于一生要强的太子 立马打起了精神废寝忘食的读书 他是绝不允许自己让生员们笑话 为了贝克他可是连续半个月都没有睡好了 连弹珠都不和方济帆玩了 人都有好为人师的一面 太子也是如此 你敢信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子 竟然也有紧张的时候 太子在问出明昧和误后 生员们全部沉默了 他们第一次听太子殿下讲课 也有些紧张不敢贸然回答 太子心中则有点无语 转头看向方济帆求助 方济帆这个贱人竟然躲避他的眼神 太子心里不由暗暗脑弄 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去准备 结果却临场出了乱子 众生员们见太子殿下不吭声 更不敢吭声了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而此时有几个旁听的人 悄然地进入了明伦堂 红志天子以第五次来到西山 西山给他一种亲切的感觉 他是亲眼见证西山日益繁华 不过此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站在了脚台 红志天子美滋滋的心情却变得异常复杂 这书院院长不过是让太子挂名而已 太子从小就不爱读书 平时读书都是一知半解 居然大言不惭地敢登台教授人学问 真是不怕丢人啊 自己儿子是几斤几两 红志天子是知道的 所以他有些后悔自己来了 尤其是面对刘建和隋来的谢千世 红志天子的脸微微有些烫红 不过他依旧面带笑容 没有发怒 不管怎么说太子和方济翻立了大功 缴了中野二郎这个巨扣使朝廷颜面大涨 红志天子见太子呆呆地站在讲台上 像个憨货真想将他拎下来别再丢人现眼了 谢千这个老油条看到太子登台 便忍不住心里想笑 突然对太子提了一个问题 心与理有何不同 今日他倒想知道太子对心学和理学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太子见终于有人搭察心里松了口气 谁知他把头转过去竟然看到了他爹 他脸色顿时一变 他爹倒好在他目光过来是故意将脸别到一变 生怕别人知道他和台上讲课的人是父子一般 太子被他爹闪这么一下 有些短暂的失神 由于红志天子立来看不起他 不知他父皇今日为何会来此处 太子定了定神决定要认真回答 好好打打他父皇的脸 什么是心 什么是理 心极为本心 有人讲究理认为人的心 应当遵从天理克制自己的欲望 可这不对的 人孝顺父母不是因为道理教授你怎么做 而是一念之间油然而生是人的天性使然 人的行为是由心而发的 而非理而发 我们刻意地强调理性 遏制住心中的欲望这未必是好事 接着太子举了很多例子 每个例子都讲解得很是生动 尤其是庙堂人心军人军纪 红志天子也是错愕地看着太子 没想到太子长进了这么多 竟可以抽丝剥茧 只指出当今朝廷的弊端 不过其中太子在讲述他父皇 出于本心想立志做谣说 口中却耻于求民 满口爱民如赤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他认为求民不可耻 不明掉欲才可耻 红志天子听后脸拉的比例都长 太子却是洋洋得意当面 将心里的话说出来可真是痛快 方济帆看着太子手撕亲爹感觉还挺爽 感叹只有太子这么二的家伙 才会如此胆大包天公开场合得惨爹 然而他还没高兴多久 太子就把话锋转到了他的头上 还有就是你们的施工 他是懒得出奇 且满肚子坏水可这又如何 这也是本性 心性极理 心性之中有善恶之念 因而才需追求人心之善 老方人还是可以的 缺德是缺德了一些 可大敌也不算恶人 这他妈的明显是在拐着弯的骂人呀 方济帆此时不好做生只能冷笑 大堆感觉整个人都爽了 拍拍手本宫讲完了说吧 很干脆地下了台 明伦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大家则是表情各异 红治天子面容上看不出喜怒 背着手出了明伦堂 太子诸后照完全全是个独生子的好处 仰仗着他爹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他做事从来不顾后果 在diss完他爹爽完嘴后 太子才想起他爹的家传五连鞭后怕的响溜 红治天子岂能给他逃跑的机会 不一会太子和方济帆就被滴溜到他面前 不过红治天子倒是没有直接斥责太子 而是将郑国府被扣位歼灭剧扣奏宝 交给了他们观看 这一场大劫的意义 姿势非凡无比 形同于大明终于寻到了克制倭寇的方法 太子和方济帆看过奏书浑身舒畅 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顶 方济帆心里按道当初吹的牛逼好在美国 七季光的练兵之法还真是专制倭寇各种不服 方济帆连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 这时完胜了四百多窝寇几乎尽诛 他一时间有些恍然 红治天子提高了声音夸奖他劳苦功高 他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赶忙拍起了红治天子的马屁 陈想到能为陛下笑领 浑身愉悦舒畅所以不觉劳苦 因为陈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幸福 说完他还眨了眨眼努力地做出幸福之状 红治天子乐乐欣慰地看了方济帆一眼 虽然他知道方济帆的话有些夸张 不过这马屁拍得舒服 比他不孝儿子强太多了 红治天子一脸享受的样子 这心里没的心事果然轻松许多 朕来此本事想问一问 你们是如何操练出被窝位 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宝 可现在 说到这里红治天子深深地看了太子一眼 朕听了太子的议席话之后 大抵是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心情 让人吃饱喝阻使军人无忧 他们自然敢奋不顾身为朝廷笑死 这些话倒是也有道理 太子表面谦虚地表示他说的不好 实则心里已经嘚瑟开了 方济帆见天子如此开心便上前建议 趁窝寇此次袭击宁波吃了大亏 令唐银带兵出海横扫窝寇除后患 太子也信冲冲地赴议 红治天子面带微笑看了其他人一眼 朱青家怎么看 大臣们一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虽说被叩位痛击了窝寇 可一旦出海被叩位对海外一无所知 唯恐交兵必败 红治天子深以为然就把此事压了下去 让方济帆拟个章程送到兵部研讨后再说 方济帆本是想乘胜追击的 可也知道红治天子是个极保守的人 也就没有继续说啥了 红治天子安排完事目光转向太子 笑容渐渐脸去告诫太子 以后在外不要胡说八道要懂得谨言慎行 太子却耿着博表示他没有说错话呀 红治天子看着降嘴的太子差点没气个半次 子不言复过 你没听说过吗 太子想了想 努力地搜寻了片刻自己的记忆 大声嚷道可是儿臣没有言父皇的过错呀 儿臣只是说父皇也有私心 难道有私心也是过吗 如果这都算过的话 那方济帆都该千刀万剐吗 方济帆眯起了眼睛 看着这个不止坑爹还坑兄弟的二伙 一时间有些无语 只能期待红治天子给太子来得很了 红治天子阴沉着脸当着臣子的面又不好发做什么 太子还沉浸在嘚死之中 完全没有搞清他现在有多危险 好为人师的那股劲还没过 捧着脸又dis起他爹 父皇啊 听而臣一句劝为人君者万万不可孤名钓鱼 红治天子怒急返笑 朕受教了 目中幽碎却不知可否的模样 看样子太子回宫后 怕是要免不了一顿家传五连边 人到中年甚是悲哀 即便是皇家也是盖诺能外 就在刚当有快马赶到西山 肖敬在红治天子耳边低语了几句 红治天子豁然而起一下子红了眼眶 两久才悠悠地让太子立即随他进宫 去看太子的曾祖母 太子诸后照心里还得意洋洋呢 可一听却是吓了一跳 还没等他问出缘由 红治天子猛然想起方济帆也略通医术 也不管方济帆会不会致疑并带回宫里 方济帆知道肯定是出啥事了 太皇太后年纪这么大莫非是 这么一想方济帆的心里有点沉痛起来 太皇太后对他还不错 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太皇太后或许是他身边第一个故去的熟人 都说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见惯了生死那么一切也就都看到了 可说起来容易真正看待哪有那么容易 太子顿时如双打的茄子一下子点了 当他们赶回宫中仁寿宫里外 早已乌泱泱的都是人 红治天子看到了许多的御医在来回的走动 本是脸色不好的他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哭得一股悲痛涌上心头 这可是他的祖母啊 当初他风雨飘摇 这个在宫里没有娘的孩子 全凭着祖母方才有他的今日 张皇后早已急得如热锅蚂蚁 见红治天子来了赶忙败倒在地 臣妾万死 他虽与红治天子感情深厚 可作为皇后乃是后宫之常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自当请罪 红治天子皱眉又见公主在旁哭成了泪人 心里像针扎一样却还是勉强露出笑容 亲自将张皇后搀扶了起来 告诉他们都不必担心祖母会好起来的 方济帆则躲在后头看见公主扑得伤心极了 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 一开始还谈不上悲痛 此时却也觉得心口堵得慌 太子抓了一个御医质问 老祖宗好端端的出了什么事有没有大碍 御医戚戚爱爱的表示太皇太后只是晕爵过去 不过太皇太后年纪老迈又激活攻心 所以只怕情况不太乐观 红治天子看着太皇太后强忍着泪水夺框而出 历生询问太皇太后为什么会突然晕爵 这时跪在地上以下的面如土色的银舟后周勤正 战战兢兢说出了太皇太后晕爵的原因 原来是周家独苗周辣出关游猎 被亲随出卖给达达人 达达人觉得周辣身份可以利用所以只为不公 红治天子瞬间明白了 太皇太后虽然早已嫁入了皇家 可周家毕竟是他的娘家 娘家就这么个孙子谁曾想到就出事了呢 达达人显然意识到周辣的身份非同小可 将他围住不及着进攻 目的不言自明 这是要吸引明君救援 可一旦明君出关 在大漠之上和达达人野战 这岂不是正好给了达达人可乘之机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明君胜了 达达人败走这又如何 他们在撤退时要杀死周辣轻而易举 太皇太后显然经文如此噩耗 经受不住打击才昏厥了过去 周家唯一的嫡孙眼看着就要不保 这太皇太后怎么受得住如此大的打击 这不等于是让周家断子绝孙吗 红治天子气得几乎要吐血 手指着周情正境是无话可说 太子诸后照完全全是了独生子的好处 仰仗着他爹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他做事从来不顾后果 在叮死完他爹爽完嘴后 太子才想起他爹的家传五连边后怕的响溜 红治天子岂能给他逃跑的机会 不一会太子和方济帆就被滴溜到他面前 不过红治天子倒是没有直接斥责太子 而是将郑国府被扣位歼灭巨扣揍宝 交给了他们观看 这一场大劫的意义 此事非凡无比 形同于大明终于寻到了克制倭寇的方法 太子和方济帆看过奏书浑身舒畅 心里的一块大事终于落了顶 方济帆心里暗道当初吹的牛逼好在美国 七级光的练兵之法还真是专制倭寇各种不服 方济帆连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 这是完胜啊 四百多倭寇几乎进珠 他一时间有些恍然 红治天子提高了声音夸奖他劳苦功高 他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赶忙拍起了红治天子的马屁 陈想到能为陛下笑领 浑身愉悦舒畅所以不绝劳苦 因为陈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幸福 说完他还眨了眨眼努力地做出幸福之状 红治天子乐了欣慰地看了方济帆一眼 虽然他知道方济帆的话有些夸张 不过这马屁拍得舒服 比他不笑儿子强太多了 红治天子一脸享受的样子 这心里没的心事果然轻松许多 朕来此本事想问一问 你们是如何操练出被窝位 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宝 可现在 说到这里红治天子深深地看了太子一眼 朕听了太子的议席话之后 大抵是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心情 让人吃饱喝阻使军人无忧 他们自然敢奋不顾身为朝廷笑死 这些话倒是也有道理 太子表面谦虚地表示他说得不好 实则心里已经嘚瑟开了 方济帆见天子如此开心便上前见义 趁倭寇此次袭击宁波吃了大亏 令唐寅带兵出海横扫倭寇以除后患 太子也心冲冲地赴影 红治天子面带微笑看了其他人一眼 朱青家怎么看 大臣们一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虽说被寇位痛击了倭寇 可一旦出海被寇位对海外一无所知 唯恐骄兵必败 红治天子深以为然就把此事压了下去 让方济帆拟个章程送到兵部研讨后再说 方济帆本是想乘胜追击的 可也知道红治天子是个极保守的人 也就没有继续说啥了 红治天子安排完事目光转向太子 笑容渐渐脸去告诫太子 以后在外不要胡说八道要懂得景言慎行 太子却耿着博表示他没有说错话呀 红治天子看着降嘴的太子差点没气个半死 子不言复过你没听说过吗 太子想了想努力地搜寻了片刻自己的记忆 大声嚷道可是儿臣没有言复皇的过错呀 儿臣只是说父皇也有私心 难道有私心也是过吗 如果这都算过的话 那方济帆都该千刀万剐了 方济帆眯起了眼睛 看着这个不止坑爹还坑兄弟的二伙 一时间有些无语 只能期待红治天子给太子来得很了 红治天子阴沉着脸当着臣子的面又不好发做什么 太子还沉浸在嘚死之中 完全没有搞清他现在有多危险 好为人师的那股劲还没过 绷着脸又滴起他爹 父皇啊 听儿臣一句劝 为人君者万万不可孤名钓鱼 红治天子怒急返笑 朕受教了 目中幽碎却不知可否的模样 看样子太子回宫后 怕是要免不了一顿家传五连边 人到中年甚是悲哀 即便是皇家也是盖莫能外 就在刚当有快马赶到西山 萧静在红治天子耳边低语了几句 红治天子豁然而起一下子红了眼眶 梁九才悠悠地让太子立即随他进宫 去看太子的曾祖母 太子诸后照心里还得意洋洋呢 可一听却是吓了一跳 还没等他问出缘由 红治天子猛然想起方济帆也略通医术 也不管方济帆会不会置疑并带回宫里 方济帆知道肯定是出啥事了 太皇太后年纪这么大莫非是 这么一想方济帆的心里有点沉痛起来 太皇太后对他还不错 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太皇太后或许是他身边第一个过去的熟人 都说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见惯了生死那么一切也就都看到了 可说起来容易真正看待哪有那么容易 太子顿时如双打的茄子一下子点了 当他们赶回宫中仁寿宫里外 早已乌泱泱的都是人 红治天子看到了许多的御医在来回的走动 本是脸色不好的他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哭得一股悲痛涌上心头 这可是他的祖母啊 当初他风雨飘摇 这个在宫里没有娘的孩子 全凭着祖母方才有他的今日 张皇后早已急得如热锅蚂蚁 见红治天子来了赶忙败倒在地 臣妾万死 他虽与红治天子感情深厚 可作为皇后乃是后宫之常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自当请罪 红治天子皱眉又见公主在旁哭成了泪人 心里像针扎一样却还是勉强露出笑容 亲自将张皇后搀扶了起来 告诉他们都不必担心祖母会好起来的 方济泛则躲在后头看见公主哭得伤心极了 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 一开始还谈不上悲痛 老祖宗好端端的出了什么事有没有大碍 欲一戚戚爱爱的表示太皇太后只是晕厥过去 不过太皇太后年纪老迈又激活攻心 所以只怕情况不太乐观 红治天子看着太皇太后强忍着泪水夺筐而出 历生询问太皇太后为什么会突然晕厥 这时跪在地上以下的面如土色的银舟后周勤正 战战兢兢说出了太皇太后晕厥的原因 原来是周家独苗周辣出关游猎 被亲随出卖给达达人 达达人觉得周辣身份可以利用所以只为不公 红治天子瞬间明白了 太皇太后虽然早已嫁入了皇家 可周家毕竟是他的娘家 娘家就这么个孙子谁曾想到就出事了呢 达达人显然意识到周辣的身份非同小可 将他围住不及着进攻 目的不言自明 这是要吸引明君救援 可一旦明君出关 在大漠之上和达达人野战 这岂不是正好给了达达人可乘之机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明君胜了 达达人败走之又如何 他们在撤退时要杀死周辣轻而易举 太皇太后显然经文如此恶好 经受不住打击才昏厥了过去 周家唯一的嫡孙眼看着就要不保 这太皇太后怎么受得住如此大的打击 这不等于是让周家断子绝孙吗 红治天子气得几乎要吐血 手指着周秦正竟是无话可说 大明的皇亲国妻真是一个比一个废物 太皇太后有周秦正这样的兄弟 说实话和张皇后的张家兄弟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自幼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突然一下子从普通人家 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皇亲国妻 这文化智商完全跟不上 方济帆鄙鄙视着他们 难怪他方济帆前些日子名声不好 完全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人渣 拉低了大明公侯的下线 这时二傻子周秦正还哭哭啼啼的 孙儿孙儿的在这哭丧 红治天子气得不打一处来 若是周辣真传来恶好 只怕他皇祖母也要跟着去了 红治天子强忍心中悲痛 尽力平和让周秦正先退下 随后让太子和公主这几日好好陪在曾祖母身边 命英国公和兵部尚书意义 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救人 且不能有损国家威严的都可以尝试下 大臣们心里犯了难道了这个份上 怎么救 根本没法救啊 出示地点在关外 大明绝不可能和达达人达成任何议和条件 想当初英宗皇帝被瓦拉人俘虏了去 大明也不曾受邪魄 而是坚决反击现在何况是一个周辣 最后红治天子看了一眼方济翻 让他在此照应下太子 太子是个真性情的人得有人看着 不让他做出出格的事 太子此时仿若魔杖一般 咬牙切齿地在一旁囊囊着 什么与达达人不共戴天之类的话 方济翻奉旨照应太子不让他做傻事 可他的目光却落在了角落的公主身上 见公主哭得厉害他心疼得不得了 上前低声地安慰公主太皇太后会好的 只要周辣回来了 太皇太后定会喜笑颜开 公主泪眼婆娑摇头表示周辣不会回来了 方济翻受不得公主这戚戚爱爱的样子 弄得他自己都想哭了 他自认自己是坚强的 当初徐京下海两年没有音讯 这么至亲至爱的门生 他都没有哭 欧阳志在锦州生死未卜 他也不曾落泪 可今日看着公主的样子却让他很是伤感 只能坚定对公主表示他会将周辣带回来 公主仰起俏脸带泪的美眸里四含着惊喜 他觉得方济翻是个总有办法的人 可玄机这惊喜一闪即逝 他似想到了什么花容上更显愁容 立即用命令式的口吻告诉方济翻 我不许你去 方济翻不知该咋回答 女人的心他是真猜不透啊 活该两世为人都没女朋友 太子听了却满怀期待地看着方济翻 在他心里方济翻就是个什么事都难不倒人 在方济翻表示有点危险只能他去世 太子叹了口气总不好为了个人渣 把自己轻如兄弟的人渣给送走了 方济翻可不知道太子心里的弯弯绕 而是悄悄地回到公主身边继续安慰着公主 眼看一个至亲的人昏迷不醒 随时都有可能离去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红治天子让太子和公主殿下留下来陪伴皇祖母后 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偏殿 直到这时他才如同孩子一般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从前的记忆如走马灯般在脑海里划过 他还记得曾经的他是那么的孤苦无依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直到他被人带来仁寿宫看到了皇祖母 见到他眼里闪着泪光一把将他抱着 然后绷着脸冷然地让宦官给朱建生带话 这个孩子皇帝若不认哀家认 他嫌弃这孩子是宫女所处 那你回去告诉他 哀家也是宫女 他朱建生也是宫女的肚子里出来 打架起这孩子就在人寿宫 堂时少了一根毫毛 某些人莫说是有什么恩宠 便是皇帝亲自来也护不住他 这番话红至天子记忆犹新 他当时想皇祖母说话真是严厉 同时也让他幼小的心灵找到了依靠 虽然往后的日子里皇祖母对他比较严厉 一次次地告诉他不可学他的父皇 可如今那个曾经严厉至亲的皇祖母 却躺在床榻昏迷不省气若犹思 让他这个作为一家之主的中年男人实在是悲痛欲绝 而另一边英国公和马文生接到旨意后 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 不过琢磨了半天他们商讨的对策就是没有对策 周辣被围观外达达人的目的显而易见 就是要以明君出关为点打员 这人根本就没法救 马文生苦着一张脸他并不刚好点又整出这事 暗骂周辣人扎好端端的非得出关打链 你以为大草原是你家呀随便广 随后马文生合计 这是非同小可 如果只研究了片刻就告诉陛下束手无策 那未免有些敷衍了些 打算至少得研究到后日再上书 这样才能算是作为臣子的本分 英国公心里忍不住怒骂 还是兵部这些人会装模作样 实则早就想好了什么办法都没有 却还装出一副单经节律研讨的样子是真的狗 次日方济番从兵部弄来了一份详实的奏报 经过锦衣卫的多番打探终于探了 周辣被围达达人只在他一两里外四面驻扎 显然是在完尾点打员 虽说达达人不确定明君会不会出关 可谁知道呢 这人可是大明皇帝祖母的侄孙 他们故意给大明朝廷留了那么些许的希望 其本质就是要吸引明君 方济番对着于土 一点点的确认大致确定了位置 他决定干一票大的 周辣那个家伙 死不死都没关系 关键是公主殿下 他方济番能不能找到女朋友 就看能不能救回周辣 让太皇太后能不能好转 是全从吉方济番决定救人后 就快马加鞭的来到了西山 让人把上次做的气球收拾一下 送去山海关 顺便也让人带上会一并救人 却胆小的沈奥 沈奥一听是方济番这个事工叫他 受宠若惊激动的脸都红了 方济番勾起清河的笑容 告诉他名人不说暗话 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事需要交给他做 问他肯不肯做 沈奥这个傻孩子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甚至感觉能为方济番去死 简直是十八倍饥了得 方济番不禁心里感慨 不愧是沈大学的仔 真是个厚道的好孩子 为了确保任务失败后 沈大学是不找他的麻烦 方济番又拿出以往常忽悠人的那套 说什么全西山上下 他最欣赏的就是沈奥 并告诉沈奥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这一趟差事关系重大 需要大智大勇的人作证 他想去就去不去也不会强求 沈奥一听方济番最欣赏的是他 刹那间红了眼更是哽咽地说道 事工学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方济番也被他的勇气所感染 大大的赞扬了他病地点的他一份撞书 让他画个压 免得到识出了什么事 他父亲过来要人 沈奥看到了撞书脑子晕乎乎的 只看到这上头有一句话 生死勿论 一切就由自取 他想抬头说 事工 这就由自取是不是有点用错了 可方济番已将笔和印尼送上来了 想了想沈奥没有多迟疑直接提笔 郑重其事地牵下自己的大名按了手印 方济番佩服地看他一眼 将撞书收入怀中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片刻之后车队出发 方济番也随行 沈奥骑着马心里突然有一种很忐忑的感觉 只觉得自己的右眼不断地在挑 当他们抵达山海关后 方济番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向沈奥等人阐述他的计划 沈奥听得似懂非懂 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方济番凝视着沈奥很慎重地告诉他 很多事 你既劳就行不需要去懂 一会有人送你上天不要怕 你们必须在扶晓抵达预定位置 之后你们只有两炷香的时间救人 倘若不能将人救出被打打人情了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包围师的名号 沈奥听后沉默了半天大意凌远表示 如果被秦探定为玉碎不为瓦绝 他自会给自己一个了断 方济番微笑地摇了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 交给了沈奥告诉他倘若真的被打打人情了 照着里面的字条上的字念保他不死 沈奥没想到方济番有这么多办法 既紧张又有几分豪迈豪气地说 学生一定会想尽办法将人带回来的 还请施工放心 营地里一个大气球已充气完毕 扬镖利索地翻身进了藤匡 开始招呼沈奥上来 可看着这么个新鲜玩意儿 沈奥还是差点吓尿 也终于明白了方济番方才说的上天是啥意思 方济番站在气球下潮藤匡里的沈奥挥手 大声地向他喊着 要活着回来施工爱你的话 沈奥则完全听不到方济番在说什么 只觉得天旋地转 方济番等到气球消失不见好久后 才回到营地等候最多明日就会有消息来 只是能不能救人 方济番其实有点拿不准 不过这不打紧是在人为 有办法比没办法要强 人生就是如此 总是充斥了无数的惊喜和意外 方济番一念及此不禁感慨万千 大明有一句话叫做天子守国门 京师距离前线山海关只有五百里 方济番带队跑去山海关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红志天子的耳中 太皇太后虽是醒了 可气色依旧差得下人口不能言 红志天子亲手喂了一碗女粥 可御医们对此依旧不太乐观 这是心病这样大年龄的人 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继续这样下去十之八九可能熬不过了 红志天子一听方济番去了山海关脸色微变 太子诸后照在旁闷着头一听激动起来嗷嗷大叫 这几日可给他憋屈坏了突然闷气一扫风 称他心里也有过无数个想要救人的念头 可真到要去做时却又是胆气了 没想到偷奸耍华的老方竟不怕死 什么时候竟浑身是胆敢闯龙谈虎穴吗 真是叫他佩服 公主殿下却是吓得花容失色只觉头沉得厉害 红志天子豁然而起 他怎么这么大胆 倘若再出什么乱子丢了性命 朕如何给平夕侯交代 同去的还有沈澳大学是沈文的儿子 出了关便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地 他难道不知道吗 太子却很激动在他看来 早知自己也盯着方济番和他同去 男子汉大丈夫在这里哭哭啼啼地做什么 冲出关去将那些该死的打打人 统统一网打进都就成了 太子还是这么可爱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 心里不爽的暗骂方济番真不是东西 偷偷默默出去干大事都不带上他 红志天子却是焦虑地来回夺着步子 好妈刚舌了一个周家的嫡孙 现在又来了个平夕侯之子 后面又紧跟了个汉林大学士之子 这是买一送二的节奏啊 红志天子觉得头有些疼 再想想自己的祖母不经心烦意乱 萧静在一旁有些难以启齿 可随即还是大着胆子的 奴婢惬意为此次方济番固然是冒险 可想来这真正九死一生的是那什么 以方济番的性子 他是最懂得狡兔三窟之理的 方济番算是让这个萧半半看透了 可在红志天子眼里方济番满门忠良 对太皇太后也是心存孝心 现在拼死去营救 岂能让下人随意抵辱 当场就发飙了下的萧半半花容失色 连忙败倒在地求饶 红志天子冷冷一笑让他滚出去 萧半半没见过红志天子如此严厉 哪里还敢犹豫芒不迭地告退 而此时沈奥还魂不附体地飘在空中 看着杨彪调整气球的方向顺便向外撒了抛尿 问他有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 沈奥一阵无语感觉杨彪真是彪子不愧取了个彪女 两人在气球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嫌偏 在天微微亮有的光线时 沈奥拼命地拿着望远镜在每一处角落里搜寻 很快让他惊喜地发现要找个粥辣就躲在不远的树下 离他们最近的是一个游棋 差不多在三四百步 不过对方显然没有意识到 还未完全亮起来的天空上 一个巨大的气球在天空飘倒 正值黎明大漠的天空中诡异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气球 无论是昨夜睡下的人还是昨夜夜寻的人 这时候都是人身体最为疲倦的时候 彪子杨彪开始徐徐地将火油罐子的阀门关下 待气球到了差不多的高度缓缓地向粥辣飘去 见时机成熟彪子果断地抛下铁毛 等二人听好气球从藤筐里翻身跳了下来 然后头也不回地撒鸭子向粥辣跑去 沈奥激动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里了 一个睡得迷离不呼的达达人脑子有点发猛 等他将眼睛擦亮就看到气球下 居然钻出了两个人接着没命地朝树下狂奔 这达达人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大清早的油漆天色还会蒙蒙的时候 一个酒居在大漠中也没啥文化的人突然看到这么一面 除了觉得自己吓尿了便有一种说不清的黄谷 当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的时候 两人已到了树下接着开始各自搀扶着人 又向气球的方向狂奔 随着他的高呼 越来越多的达达人察觉到这里的异样 他们从四面八方飞驰而来满肚子一问 好端端的天上怎么会掉下个阵来 可等他们反应过来 沈奥四人以呼吃带船翻回腾框 飞快地砍断了连接铁毛的揽绳气球缓缓升起 达达人眼看不及只能隐恨地向气球射减 然而现在做什么已是徒劳 原本这对于达达人来说是一场猫戏老鼠的游戏 可谁承想玩了一辈子 因最后却被阴卓瞎了眼 沈奥就玩人看着惊魂未定的周达自爆了家门 谁知周达一听就他的近视那个成日游手好闲 吃饱了没事做不干人事的方济翻后大吃一惊 杨彪一看有人这么诋毁他恩公那还了得 说着就抄起身边斧头恐吓周达把嘴巴放干净 他可不管什么侯爷不侯爷地敢再说他恩公一句话话 他就把周达扔下气球 周达间这家是脸都下掠了 赶紧说好话说方济翻从今以后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他 杨彪脸色这才缓和下来自知是手里的斧头 吓坏了周达索性这斧子也没什么用的 便直接丢出了藤筐 然而好巧不巧达达人的大太子恶者 此时正暴跳如雷地训斥着手下 倒嘴的鸭子飞得能不弃吗 更让他生气的是手下竟跟他说 人是被从天上救走的 这让他简直是怒不可乐 就算有天神也是保护他们成吉思汉子孙的 怎么可能是这些汉人 大太子恶者却看到天上掉下一把斧头 他下意识地想要躲 却发现这些该死的巡夜族人却是抱住了他的大肚 反复地嚷嚷着他们没有撒谎 恶者的脚不断地挣扎可是晚了 自幼熟练攻马的他被誉为草原上的巴特尔 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会被天上降下来的斧头砍死 打打人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饶食他们草原汉子天不怕地不怕 也被如此灵异之势下的手足无措恐慌无比 方济翻在山海关 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杨彪和沈奥回来 一想到他们二人九死一生心里莫名的有些疼 那可是他的亲徒孙呢 好家伙他现在知道心疼了 上次坑流节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心疼 那个也是亲的 在坑门生和徒孙上面方济翻是一点也不幸运 就在他用望远镜在天上军寻 生生看到气球在棺内树里外一口栽下 下降的姿势简直惨绝人怀 方济翻见状赶紧骑马朝市发地而去 行至半途就见三人衣衫蓝绿犹如乞丐一般 中的神经在看到方济翻的那一刻 瞬间松弛了下来 整个人如烂泥一般败倒在地 这一月的经历实在是太可怕 方济翻赶紧上前扶起他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你们能活着回来 周辣那孙子呢 周辣脸色又青又白犹豫了片刻 乖乖地跪在了方济翻面前 磕头感谢方济翻的再造之恩 这份恩情他会铭记于心 方济翻心里想 这就是周辣 很丑的样子吗 一点都没有得到太皇太后的遗传啊 方济翻也不多言语告诉周辣 看能不能找到女朋友 全看时候来不来得及了 周辣有些惭愧让外祖母病重 看方济翻不怎么愿意 离他开始讨好方济翻 新建博你和杨大哥沈兄救了我一场 我真会记得这份恩情 你等着瞧 回去我定要好好为你们请过 外祖母最心疼我了 方济翻心念一动看着周辣 正好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周辣搓搓手 直说便是 我心里对新建博佩服不已 莫说是帮忙便是刀山火海 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方济翻倒贼兮兮地说道 周辣顿时觉得有些眩晕啥意思 方济翻朝他冷笑看得周辣直发毛 周辣打了个寒战和方济翻商量的 要不还是说说上刀山下火海的事吧 另一边沈文脸色铁青 一脸苍白地接着圣旨 完了全完了 他儿子去了山海关锯说是去营救周辣 他心里忐忑不安四处打听消息 可又打听不出什么来 正极如热锅蚂蚁的时候 皇帝突然要问他的女儿的生辰 那他女儿为太子妃 这还不够明显吗 十至八九是沈澳八成出世了 又或者九死一生 总而言之就是死定了 否则宫中为何有此恩质 当今皇帝只有一子 太子妃是注定将来要迷天下的 这对于沈家而言当然是大喜之事 可这分明是他唯一的儿子沈澳拿命换来的 想来宫中对此颇有些过意不去 想要借着赏赐抚慰他 毕竟他是老臣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是多叫人伤心的事啊 这恩质不来还好 一来一死就在明显不过了 沈澳完蛋了 沈文哽咽的匍匐在地只是痛哭流涕 他自然知道雷霆与陆聚为天恩 也知道这一道恩质 对于沈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沈文心中潸然 极艰难扣下头领之心 太皇太后原本还散清醒 现在却开始不断地说起胡话来 病情恶化得有些快 红至天子为太皇太后的事折腾了一夜 渐渐地也开始接受现实 不过他也一直在为一件事烦恼 沈文嫡子看样子怕是不能活着回来 于是他将太子妃这巨大的恩惠 夹在沈文的身上 可该拿什么赏赐方济帆呢 他倒是没了主意 他实在是有些捉目不透方济帆 平时见他确实懒惰散漫 可关键时刻他又能如此出人意料 为他紧了 想到方济帆红至天子难掩愁容 萧静通过上次说方济帆坏话被骂 这次学聪明了可敬的夸方济帆是个人才 最要紧的是又对陛下忠心耿耿 为朝中办了那么多大事属实厉害 红至天子听得那是连连汗手 正因如此万一方济帆有个闪失 他呆怎么安抚方济帆的亲人呢 萧静心里恨了 他仔细琢磨过方济帆这个小子 以方济帆的性子 他是最懂得狡兔三窟之理的 想来这真正九死一生的是那什么 红至天子不听还要责怪 现在他争着眼说瞎话 陛下却是信了 红至天子看向萧静 萧伴伴说得不错 这样赤胆忠心之人 正气可冷落了呢 那么就如此 你去宣读指引 今日便将方小帆暴入宫中 他的父母为了王命远在千里之外 他的兄长 说到此时红至天子 已然动情没有再说下去 红至天子又看了看 再次昏迷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眼看着是不成了 这是天意啊 既天意难为 此时为人子孙者也当及早预备 命英国公章茂 前往英宗皇帝灵都造反 这灵寝之事万万不可怠慢 英宗皇帝驾崩得早 祖母续与他合葬大抵事情就这么办 交代完这些红至天子再一次沉默 他与太皇太后感情合起的深厚 没有太皇太后便没有他 可世上总有悲欢离合 这是任谁都逃不掉的 五门之外沈文常规于此 他双手捧着恩质 心里痛不欲生自己的儿子 还真是造孽啊 这几年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早知如此宁愿他在南京私婚 哪怕一辈子做一个草包又有何不可 儿子不争气可至少还活着 还可以留后还有孙子啊 退一万步就算孙子也不成 不还有曾孙的吗 而如今无数的念头在他的脑海划过 这望子成龙竟如此的难 以至于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想着想着他又怪起方济帆来 这么多徒子徒孙 老夫和你有仇吗 谁都不选偏偏就选沈奥 沈奥这个傻孩子啊 他心里怅然却又无话可说 毕竟沈奥做的乃是正正经经的事 方济帆又没带他去偷金摸狗 他跪在此继续请宦官进去通报 今日无论如何他也要见一见陛下 从陛下口里探听出那么点消息 就在这僵持之间身后突然传来了马蹄声 宫中走马是触犯规矩的事 虽然五门外部属于紫禁城 可毕竟已在紫禁城的边缘了 赶在此骑马的人胆子非同小可 沈闻心烦意乱却顾不得这些 对他而言无论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多少的异样 带马蹄声渐进突然有人朝他大吼 爹 沈闻这才下意识地回过头 这个声音他可太熟悉了 这不正是华成辉他也认识的好大沈奥吗 当沈闻看见沈奥全须全伟地向他奔来 沈闻的身子颤抖得像个筛子仿佛做梦一般 没想到这个朝思夜想的小畜生竟然还活着 说着扬起手便是一顿猛抽破口大骂 我一世英明 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孽主 父母再不远游这些道理你不懂吗 沈闻被揍得盲是跪下连连点头认错 方济翻见沈闻杀气蓬腾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突然有点想要脚底抹抹 没想到沈汉林打儿子的手法 竟和红志天子一般娴熟 想必年轻时也有练过家传绝学 然后沈闻又朝沈澳咆响 开始攻击周辣 那个成日吃饱无撑的 飞鹰斗狗的混账你救他干嘛 你带你自己的性命去救他 这样的人被打子围了千刀万剐了才好 显然这个气话说得有些重 方济翻同情地看了一眼有些抑郁的周辣 拍了拍他肩膀低声安慰道 这个不要放在心上 沈学士历来是这样耿直说话没有遮拦 然而方济翻这面还没安慰完周辣 就听见沈闻在说他的坏话 不敢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吗 你跟着方济翻那臭小子 有什么不敢做的事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天天仗着有脑脊四处招摇撞天 别人不知道老夫还不知道吗 沈澳战战兢兢地想要为方济翻辩解什么 却被沈闻立声打断 方济翻在不远处看得有些郁闷 好在他心理素质比周辣强 没有直接挂脸 周辣偷偷瞥了方济翻一眼 见方济翻脸不红气不喘 怡然自若的样子 心里咯噔一下 这人好厚的脸皮 经理都盛传此人厚颜无耻 果然名不虚传 方济翻和周辣不约而同地绕着道 要自五门赶入宫去并肩而形象 做贼似的 虽看上去是堂堂正正 虎虎生中的模样 实则有些心虚 毕竟让别人儿子舍命救人 被人背后嚼了舌根也不好反过 沈闻脸色有点不太好地看着方济翻 方济翻笑盈盈看着他 周辣就不成了 他瞪大眼睛目视着沈闻 显然对刚才沈闻骂他的话还在耿耿于怀 要说沈翰林不愧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读书人 看着方济翻在微笑 他也不好板着脸也是微笑 然后两人轻易地打着招呼 仿佛之前所有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沈闻更是如沐春风般地夸奖方济翻 教导他儿子有望 方济翻也开启尬聊模式直言惭愧他教得不好 这次就周辣回来让沈澳九死一生 他这做施工的心中有愧啊 沈闻却一改之前的态度摆了摆手 表示多大的事啊 我等时军之路中军之势 刀山火海也没有皱眉的道理啊 全子能为陛下效力老夫高兴得很 要不说还是读书人 咋说他都能给你说书里来 脸皮也是真的红 沈闻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完好无损的文字 又想了想自己的女儿 陛下以下旨入选太子妃 儿子没死女儿成为太子妃 这天大的好处就这么便宜了他沈家 此时他沈闻眼里放光 突然觉得方济帆格外的可爱 便连着周拉一张丑脸 居然也丑得有点可爱 萌萌的很顺眼啊 方济帆等人急行至人寿宫 请殿里红至天子还是一不解代的守着 太皇太后又醒了过来气色极好 红至天子握着太皇太后的手 不断的唏嘘感慨 只是这几日来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 虽是心痛如刀脚 当着太皇太后的面 却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些笑容 太子和公主殿下等人跪在他下 不敢起身只是拿着帕子抹内 太皇太后只觉得心口堵得慌 慢悠悠地说起和红至天子的往事 说到动情时又微微地咳了咳 那气若游丝的样子 看得红至天子甚是心疼 太皇太后像交代后事一般讲着 他能有红至天子这个好孙子 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只不过他的娘家人没有什么出息 他在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恩怡 要是他不在了希望红至天子不要嫌弃他们 不过也不能中了 然后太皇太后又一脸疲惫地交代了下葬之事 也不知道和殷宗先帝合葬一处 殷宗先帝还认不认得他 红至天子握紧太皇太后的手 这手越发的冰凉 红至天子突然失声痛哭 宛如孩子一般匍匐在太皇太后的身上 激动得不能自已 太皇太后将手伸出来轻轻地拍着红至天子的背 脸色愈发的苍白可怕 红至天子一失态便不可收拾 太子也跟着嚎啕大哭 却在此时有宦官匆匆进来 陛下周辣回来了 来拜见太皇太后 请殿里依旧还是哭声如雷 即便有人听到什么 也只是以为自己情绪过于激动 因而产生了幻听 小宦官急了高声道 陛下周辣回来了 来拜见太皇太后 这一扎呼一下子请殿里没有了声响 所有人的声音都戛然而止 红至天子带着几分滑稽的样子 目光已扫过了小宦官的身上 太皇太后似乎已觉得自己又是半梦半醒 一脸不可置信 太子则是有点猛 这一切过于诡异 那周辣人在关外 明君根本没有出关营救 大明也绝没有派出任何使臣前去和谈 这种情况几乎这个家伙是必死无疑的 想活都没法活呀 甚至周家那 连医官种都准备好了 就等关外的恶号一传来 便将他的医官葬入周家的陵园 周辣回来了 感觉像是在骗人 红至皇帝面色很冷 眼里带着锋芒 这个时候他可没闲工夫开玩笑 可这时外头却有人乌碍一声大哭起来 猛地冲了进来谁也拦不住 滔滔大哭 娘娘臣回来了臣回来了 接着磕头道成万死之罪 令娘娘担心何该千刀万剐 她开始一个个地磕着想头 磕得头破血流 不过唯一不必担心的就是破响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还是一脸发猛的 太皇太后艰难地看着她吓的人 还以为见了鬼呢 这也太丑了 叫人拿了花镜才真真切地感受到 出现在她脚下的真的是辣 周辣毫不犹豫 养着脸双目含泪 笑着对太皇太后道 快看看啊 快看看啊 就是陈周辣 娘娘 啪的一声 太皇太后不知从哪来的气 一巴掌直接摔在周辣的脸上 畜生你也敢回来 亏得你还敢回来 周辣二话不说 赶紧拜下臣万死 请娘娘严惩 要说大明第一狠人 还得是太皇太后 周辣声位俱下地要求娘娘严惩她 太皇太后没有丝毫的客气 当即就叫人给周辣来的二十亭章 周辣倒是很光棍地大叫着说着长娘话 臣不怕疼只要娘娘高兴便好 太皇太后颤威地由红至天子搀扶着 一脸怒涩显然是 非要教训周辣不可 倒是红至天子劝道 人既然回来了便好 这是喜事 要承治 过后承治便是 太子也在一旁跟着求情 父皇说的是打二十仗太重了 不妨打十七八仗便是 曾祖母不解恨孙辰来打 周辣一听太子要动手一下子就说了 她倒不怕宦官们执行 即便是锦衣卫动手她也不怕 之所以不怕是因为她不信这些家伙敢下重手 可她一听太子要动手顿势潸然泪下 她不明白和太子到底什么仇什么怨了 论起来自己还是她的舅舅呢 赶忙匍匐在地球饶起来 太皇太后冷哼一声撇了一下周辣 方才是在气头上 现在一听周辣求饶 这心里的气便顺了一些 问周辣以后还敢不敢再胡闹了 周辣哪还敢言语别的 赶忙认错求饶 她是真怕太子那个臭小子下死手打她这个舅舅 太皇太后知觉心口堵着的东西 一下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人的气色愈发的红润起来 其实几个御医在这儿很是担心 生怕这是回光返照 可见太皇太后气色越来越好 这才明白这心要来了 心病一毫百病皆消 他们各个捏了一把汗 现在终于有了一种如蒙大赦的感觉 随后太皇太后要禁食御医们更是乐风了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按理说娘娘已到了古西之年 这样大悲大喜的时都能扛得住 确实少见真是个厉害的老太太 红之天子见太皇太后好转也是大喜过望 不由地问起周辣是如何回来的 周辣想到这个便没飞色舞的乐了 飞回来的 太皇太后喜怒交加 见这家伙到了此时尽还敢胡闹不惊怒了 周辣则要哭了明明说的是实话 可所有人都不信 红之天子更是觉得这小子没救了 要不打死算了 眼看解释不清周辣只能搬出方济帆 红之天子听到方济帆三个字的时候 顿时猛啊 方济帆确实去了山海关还带去了神奥 现在这周辣说得有鼻子有眼 只能让方济帆觐见 公主听见方济帆回来 其实方才太皇太后病好了 他虽心血好了一些 可想到方济帆没有音讯 心里依旧难受得很 眼帘垂下不愿让人看到他伤心的样子 长长的睫毛上湿漉漉的 片刻之后方济帆和沈奥还有沈文都精神奕奕地进来 方济帆 红之天子板着脸 你从十招来 你如何让人飞起来的 又如何将这周辣救回来的 这故意如此 就是想要来一个下马威 让方济帆乖乖说实话 飞回来对红之天子而言 确实有些天方夜谭了 看向自己方济帆眼角于光寻着目光群 便见公主跪在地上 偷偷打量自己目中深处满怀着欣喜 方济帆假装没有看到那有人 在公主一旁拜倒 侍臣将沈奥 扬镳二人飞上了天 而后再将周辣救了回来 至于怎么解释这飞行的远离 热气怎么能让人飞 热气球的构造 方济帆不屑于解释 因为说了反正也没人懂 红之天子一脸震惊 太子在一旁加纲 我不信打死了我也不信 你不飞起来我看看 我才不信 父皇而成觉得 这里头有阴谋 方济帆一定是在扯谎 或许这根本就是方济帆和方大联合起来 糊弄父皇的诡计 父皇让他现在飞起来我们看看 这就是好兄弟关键时候摇你是摇的真凶 被太子这么一说 红之天子居然真动了心 说实话这一辈子 读了这么多书 看了这么多的奏报 更听说了无数的所谓祥瑞 却还真没见过人飞的 他自然晓得 太子心里存着什么巨星 可红之天子自己也很好奇 方济帆听完他们的对话却是乐了 他正愁农家乐里这气球不能招揽来生意呢 现在在紫禁城里放气球 这无异于给自家农家乐打了一个黄金时段的广告啊 说干就干方济帆也不瞎比比 盲命人去西山将气球紧急送来 这个老玻璃红之天子不准他静暖阁 要单独和方济帆说话 他竟然心里还不太是滋味 按理来说他是宦官看着陛下长大的 不该吃这样的处 可就是心里不痛快 生怕方济帆在他背后捅刀子 方济帆进入暖阁乐呵呵谢恩 红之天子倒是极平静的压压手 表示不用谢 这不是恩典是他方济帆自己正来 他只是少罚分 否则会被人戳几两口 方济帆一听这话似有话外之音 心里不经敌 想着红之天子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 需不需要拍马屁澄清一下 在他犹豫之间红之天子却先开了口 表示这里没有别人 咱们君臣可以畅所欲言 并夸赞方济帆教书育人确实很有新闻 唐银这次脚脱表现不错 他也想学可也是东施笑评 方济帆心里嘀咕那能一样吗 我的门生那都是天赋一离之人 而陛下要教授的人 这天生下来就是个人渣 大家不一样的怎么可以累不 只是他有些疑惑太子最近一直和他婚 又因为什么惹他老子生这么大的气 红之天子一提起太子气就不打一出来 骂骂咧咧太子不是个东西 方济帆见好兄弟又被骂 犹豫再三还是替太子说了句公道话 他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解 太子殿下隶属历朝历代横骨威 乃是天纵奇才 是我大名的福气啊 红之天子觉得方济帆的话很是刺耳 他自己的儿子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方济帆这话很没有说服力 整得红之天子好像个傻子 红之天子眼眸里略过一丝冷色 可随即目光又温和了下来 还能怎样呢 谁让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呢 红之天子吐了口气表示 太子乃是国家根本 正因为如此才平退左右 有些话不吐不快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但凡是多一个都不会如此忧心如粉 方济帆点头表示认同 刚才他虽然有夸太子厉害 实际太子在他的心中 如果将来不做皇帝 在某些方面还真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就 比如做将军做农户做女工 这家伙简直就是天纵奇才 只可惜命运将他安排在了太子这个位置 没办法国家以后的重担权得他挑 那么作为太子为了成为天子 当需做什么才何事宜呢 方济帆渐渐感觉到 红治天子要不如正体 可他细细一想还真不明白 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太子需要具备的才能 因为这天下有许许多多的太子 他们在克纪大孔之前 知书达理满腹金轮为人所称颂 事实上呢 在他们克纪大孔之后做了皇帝 转眼就成了暴君和昏君 其暴虐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红治天子一乐 方济帆这家伙胡搅蛮缠的本事还真是不少了 可细细想来 又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而后方济帆又细细地描述了 成为暴君的商咒王和隋阳帝种种才华 哪一个不是精彩绝艳 他认为明君与暴君的区别在于同理心 顺便小拍了下红治天子的马屁 陛下就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而太子更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与明同吃同住感受苦民所苦 红治天子认为方济帆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方济帆让太子去耕作 与百姓同吃同住他没有反对 方济帆却摇摇头表示 不是他让太子去耕作的 也不是他让太子去和百姓同吃同住的 太子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他决定的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他之所以与明同苦同乐 在于他想而已 所以说他乃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太子 纵完古今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红治天子变红了脸突然道 可你也不能和他一道做什么女工 这像什么话 方济帆愣住了 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弯子 原来目的就是这个案 他还说红治天子怎么吃饱成本 和他拉了这么多家常废话 方济帆当想解释 暖格外换了一声英国公有钥匙禀告 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 红治天子让方济帆先退下 好好想想太子这件事怎么处理吧 方济帆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刚出暖格门口 就碰到了去见价的英国公 英国公怀着一颗八卦的心 上下打量着方济帆 看他英姿飒爽的模样 也不像玻璃啊 略带怀疑地凑到方济帆面前问道 老夫听说你和太子 进来在做女工 方济帆顿绝一阵无语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不是女工而是之一 英国公略带失望的神色 什么之一还不是女工那一套 堂堂男儿做点啥不好做这个 方济帆无话可说 这等事也没办法耐心地去解释 他行了的李飞也是的讨论 红治天子这面怎么想都气不过 觉得这是现在满朝的大臣 差不多都知道 太子做女工实在是不像话 既然如此 他让人明日将太子叫来 准备给太子来套家传的五连边松松提 让太子掌掌教训 红治天子这么一说不要紧 倒把老玻璃萧半半吓个半死 当初他提起这个笑容 本质上是针对方济帆去的 是想告诉陛下 方济帆这个家 他又挑唆太子去胡闹 可哪里知道 陛下居然要抓太子来收拾一顿 宫里这么多耳朵黑眼睛 太子殿下若是挨了一顿揍 到底是谁在挑唆 他哪里藏得住 萧半半只能嚎叫着趴搭跪在地上 哽咽地开始为太子求情 谁知萧半半越是替太子抬脱 红治天子越觉得方济帆之前说的对 太子个性倔强 他乐意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不乐意做的事 谁也不可能指使着他去做 就说这座女工 太子要是不对这是感兴趣 谁还能逼着他做不成 红治天子越说越起 朕若是不收拾他 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对得起这天下的臣民 说到最后红治天子恨不得咬碎后牙草 凌日命静问 将这逆子拖至狱前 他若是再不回改 朕非揍死他不可 萧半半打了个寒战这下完了 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明明是在状告方济帆带坏了太子 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 这是做的哪门自得念啊 萧半半还想说些什么 被圣幕吓得红治天子喝止 萧半半打了个机灵面如死灰这才多罢 西山这根据花色和图案 太子组织了一杆在西山的妇人 一打出了上百件毛衣 方济帆见状赶紧让太子穿上试试 穿上毛衣的太子兴冲冲地出了屋 欢快地地活动着自己的手臂 嘴上高兴地嘟囔着 这个毛衣比凹子好多了 起初穿起来有些难受 可手脚却灵活得很 老方你冷不冷 要不本宫脱下来给你穿上试试 说着叫要动手脱衣服 方济帆开了开流下的鼻涕 看着在这外面大冷天就要脱衣服的舞弊太子 赶紧阻止他说 不用 我自个穿我自己亲自制的 太子停止动作鄙视地看了方济帆衣 就你值得更快破妈布式地能穿 这句话好学没给老方憋死 不过方济帆还是嘴 怎么不能 太子和方济帆这两货 闲着没事鼓刀女工 知书的毛衣是既保暖又耐穿 当方济帆说得贱卖的时候 太子的表情有些窒息 合着他召集人手费了半天牛惊 凭着他方济帆一句话算是白干了 方济帆都多惊了立马看出太子的小情绪 于是他耐心解释道 贱卖毛衣只是样题 咱们真正的买卖是卖毛线挣钱 咱们值得毛衣半个月下来 总共也不过数十上百件而已 就算卖一百两一件能挣几个钱 毛线却不同了可以大规模仿制 而且吃毛衣也不算什么乃是 家庭主妇都能吃 俗话说得好我们不生产毛衣 我们只是供应毛线的搬运工 太子眯着眼乐 拍着方济帆的肩膀就要三成五 这几日只一手都快支费了 终于能见到回头钱了 太子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他做发财的美梦可太久了 他太渴望挣银子 或许对他而言银子的多宝并不重要 可重要的是他急需向人证明自己 方济帆答应给太子四成 把太子哄的那叫一个乐呵 然后就和太子分道扬镳 美滋滋地回到府上 可刚一到家就让他不高兴了 阳管是那个没有眼力家的东西 竟然交代府上 除了他这个少爷之外 谁也不许无故烧他 不能遭见了主人家的银子 得等他回来才能烧 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这是瞧不起谁呢 我方济帆可以缺德缺心 可唯独我不缺钱和他 和府上下别的美梦 这炭随便烧 我方济帆可是有矿之人 连自己家下人都不能饱呢 这是要是让外人知道 还不笑掉我方济帆的大哑 阳管是听说少爷回来高兴得不得了 一听到少爷嚷嚷忙竖起耳朵 听少爷这么一吼心就成了 这少爷的性子还是没变依旧该讲 他心里很惆怅 摸着自己的胡须 却不敢声张偷偷溜了 方济帆故意说得很大声 就是让阳管是以后注意点 别扣扣嗖嗖的好歹 他方济帆也是有身份的人 他也懒得当面和阳管试之气 第二日京师里最热闹的东市商贩民集 方济帆为了毛衣发布会 刻意让郑国府直接在十字街的正中心建了一个高台 以至于原本四通八达的道路顿时拥堵起来 只留下了一个人能通过的阳长小头 顿时群情激愤 谁家这么缺德竟把路给堵了 谁这样的蛮横八道跋扈 以往哪怕只是合法经营 都免不得受差异刁难的商户们 翘首已盼得等着看热闹 可左等右等不见无班头 何止是无班头 一个差异都不曾见 便连平日李耀武扬威出没在此 向商户们讨茶水喝的锦衣笑味 东厂番子 都像死绝了一般 也是一个都不曾看到 商户们开始抱怨 这是要断人财路啊 这太缺德了 这哪是做买卖啊 这分明是绝户是赶尽杀绝啊 方济帆终于知道 自己的人品是如何败坏的 可他还是有些愈谱 手下人既然都做到这份上 那你还留个阳长小道做什么 都已这样缺德了 就不能再缺德一点吗 做生意做到什么份上最爽吗 后世的人都说明朝做买卖 要应对无数麻烦 所以资本主义萌芽 虽在明末再生 可发展的并不迅温 然而在方济帆的心 觉得在明朝做买卖 简直不要太容易 既不怕有人找麻烦 要展示点东西 便如乔布斯发布会一样 瞬间就能聚集数千上万的客流 并且人人排队撬手一盘 官府自觉维护次序 也不见什么牛鬼蛇神 这做买卖都差点要有做官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酸爽 他也不想想他现在是什么生 定远侯爱 牙翼官差 见到他压根不敢抬眼看了存在 都生怕伺候不好他这位眼 谁敢来砸他的场子 之前因为站到激起的鼻子 在得知是定远侯站的倒核 一下子所有人变得出奇的安静 没有人再敢坑一声抱怨一句 每一个人都老老实实的站着 不敢声张 哪怕尿急的人也不敢随意乱动 这就是他方济帆在外的威名 就连被政府撕的谋兵 在听说方济帆在东市摆了个盘子 引来无数人为官 他都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也只敢让人负责探听 很是不理解方济帆要做什么 当然方济帆所做之事 也没他们想的那么复杂 只是在东市促销毛衣 为他以后的毛线事业做提前预论 就在高台之下 人们渐渐听出兴趣时 旺官气喘吁吁地找到方济帆 告诉他陛下有只宣他入宫 方济帆身为遗憾的样子 陛下怎么就突然又想起了他 只是陛下召唤他哪里敢不从 只能乖乖自后抬下了高台朝宫中而去 奈毛衣的重任则交给了完胖子 当方济帆行至五门 远远就看到了太子诸厚照 太子一脸迟出着 不意再磨磨蹭蹭不愿意入宫去 此刻他一见到方济帆来 兴高采烈起来 多了一个替死鬼故 李当时多了一个垫背的 他心里舒服了许多 方济帆见太子这般表情 忽然有一种要玩的感觉 依着红至天子性子 赵太子入宫能有好事吗 于是他朝太子甘大地笑了笑 殿下也入宫了 太子恩了一声 随后和方济帆并肩而行 兴冲冲地问方济帆东市情况如何 方济帆朝太子也嘴有王胖子嘴 不会出什么叉子 太子却急切地想知道 到底正没挣到银子 他可想死他了 方济帆心想 太子这二货果然还没有脱离低级去了 义正言辞地向太子表示 挣钱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 殿下要心怀天下幽国幽民 要让天下的军民有一川有饭吃 这才是殿下的粗衷 殿下记住这些话就不会挨打了 太子白了方济帆一眼 感觉方济帆真是虚伪透 他哪里知道 其实这都是方济帆的心里话 方济帆真的是一个 具有历史责任感 幽国幽民的人啊 至于别人怎么想很重要吗 我方济帆就是爱自己明珠的人咋 我认为方济帆说的有道 你认为呢 将还是老的辣 红至天子先叫太子敬见 谁知太子莫记到方济帆都来了 还没有敬闹阁见 红至天子等的有些不耐烦 知道这俩户又混到一起了 气不打一出来 太子简直不像话 这么怠慢他这个老子的传诏 于是红至天子分不换官 让太子先在外头跪几个时辰 让方济帆先进来 萧半半在旁边看了一阵心惊 终于明白谁是鸡谁才是红王 他冷汗淋漓 星辰到了谷 太子算是让他别得罪王 方济帆入了闹阁 心里已感到有些些不妙 而红至天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更是让他心里一阵发毛 刚想跪拜请安 红至天子摆了摆手 太子就跪在外头了 方济帆弱弱地回道 太子可怜巴巴的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陛下责罢他 一定有其道理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跪了 外头冷也不知道 太子殿下娇弱的身子 受得住受不住 红至天子听了方济帆的回答 差点没笑出了声 方济帆一看红至天子笑 便也呵呵地笑起来 红至天子则无所谓地表示 太子皮操肉后想来受得住 倒是比方济帆身子娇弱 所以才让你进闹阁里来 怕你受不住 现在太子跪了 你是否站着 方济帆一脸无辜 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又跟他有什么关系 刚要开口询问 红至天子目光渐冷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笑谜 方济帆心里翻将倒好 忍不住在心里付费 你马的狗皇帝 你不讲武德 有话你倒是直说呀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 真以为我怕了你 我方济帆男儿膝下有黄金 上跪天地下跪父母 跪自己的老丈人也没啥大不了 说跪就跪 跪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看方济帆跪下红至天子 也一再出声 横起奏书自顾自地看起来 方济帆跪得满脸憋屈 可以想到太子跪在外头吃风 他心里倒是平衡了许多 红至天子看了片刻的奏书 本是沉得住气 只是偶尔用眼角的余光扫下跪着的方济帆 方济帆尝试着学太子从前一半 低声呃呦呦呦地装死 他甚至想过自己该斧着额头 一头栽倒在此造成昏厥过去的事实 红至天子见状放下奏书 让人把太子叫进来 这会儿他的气已然消了不少 昨日虽是喊打喊杀 可今日敲打了一下 终究是有些不忍 顺便也让方济帆站了起来 方济帆赶忙谢过恩典 然后佯装自己双腿不听使唤 故意打了个猎起面上沉痛无比的样子 太子大咧咧地进来 忠气十足地向他父皇请来 红至天子似笑非笑地打压着太子 语气和缓怎么样外头冷了 太子这个家伙倒是硬气的 想了想本来是想说冷的 这样父皇定会心生怜悯 数落儿臣一顿这事也就接过去了 但是儿臣不能说冷 因为儿臣穿了毛衣来 若是说冷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 红至天子听后眼里写满了震惊 他算是被这个逆子折服 到了如今不见他痛哭流涕地求冷 居然在这里和自己有感流眼地讨论这一句 方极帆听他说本来二字 便晓得自己今日肯定被太子这家伙坑死 不过他倒是挺佩服太子的 为了坚持原则 他哪怕被红至天子吊起来打得矛角 也绝不肯服输 红至天子却被太子的话气得一哆嗦 本以为太子对了这么久 应该会有反省 没想到居然不以做女工为吃反饮为人 有错可以 可有错而不改 这还是人吗 萧半半看到如此情景 赶忙劝阻 陛下奴婢有一脸 太子毕竟明映 何况这女工之术 想来太子也不甚懂都是方济帆教授的 方济帆怒了 萧半半这个狗东西竟敢诽谤自己 然而他反驳的话还没说出口 太子抢先一步 不说 谁说本公不如他 你自己去打听打听本公之的最好 萧半半两腿一软啪嗒跪在了地上 太子好样的他无话不说了 红至太子痛心疾首大骂 你这个逆子 当人人都在做女工 你猜红至天子会是什么表情 就在刚刚面对屡教不改的太子 红至天子终于怒了 是真正的勃然大怒 犯错可以 但犯了错你不改竟然还这样 就不是你一个太子该做的 这已经不是做错事这么简单了 而是上升到态度问题了 作为大明未来的皇帝 全天下人扶植的所在 竟然如此顽固不化 那是要犯大错误的 红至天子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看着还在那里耿泼的太子 气得红至天子今天非要打他个半死不可 谁知就在红至天子将要动手之际 一个小宦官战战兢兢前来禀告 说大学是等一众官员前来给陛下报信 圣怒下的红至天子觉得真是讽刺 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心 气都气饱了正在拒绝 方济帆和萧淡淡小心翼翼地赶忙开口求见 萧淡淡更是壮着胆子 让人赶紧宣大臣们进来 来弥补他与太子结的梁子 红至天子不得不暂且收起怒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指高气昂的太子 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威胁太子 待会儿再收拾你 太子不服气地表示红至天子不讲道理 方济帆在心里复复 太子还是太年轻了 挨揍挨得少了 全天下的爹十之八九是不讲道理的 想要和自己的老子讲道理 不是弱智就是白痴 众位大臣进来就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这么个开场白 造得红至天子一阵无语加尴尬 这他妈的喜从何来啊 正待他疑惑之际 大嘴巴的沈文倩兮兮的 想起太子殿下和丁远侯二人不辞劳苦 施造出毛衣活人无数的攻击 红至天子听后一愣 施造和女工有什么分别吗 这是在讽刺太子不务正业 见红至天子疑惑沈文有点急了 赶紧炫耀他儿子沈澳亲手 为他织了一件毛衣 他穿在身上异常的脑袋 简直就是个宝贝 众大臣看到沈文在绣儿子 也纷纷表示自己的儿子 也给他们织了毛衣 能在陛下面前 让自己的儿子露露脸是好事 国朝以孝治天下 这孝顺比什么都要紧 红至天子这才恍然大悟 感情这人人都在做女工啊 且都在给自己的爹脂 这么一想他的脸色缓和不少 突然觉得自己之前 好像有些过于激动 然后看向太子你的毛衣呢 虽然语气还是严厉 可心里气却是消了 倘若如此这只是单纯的孝心 反而是值得赞赏的事 再者人人都知太子为何不能知 想到这里红至天子 感觉他对太子有些太过苛刻 心里引然有几宗愧疚 太子听红至天子问他毛衣的事 他毫不隐瞒告诉红至天子 他现在知了一件半 一件是给太皇太后的 还有半件的是预备给他母后的 红至天子有些无语 道理是这样的道理 有好东西 当然要赶紧着孝敬太皇太后 这是孝心可嘉 至于给他母后也说得过去 即便是太子送给他 他还不肯要呢 非要给张皇后才安心 问题在于现在在殿上听着还是有些刺耳 为了缓解尴尬红至天子微微一笑 冷冷的瞅了一眼萧半半 原来竟是一场误会啊 萧半半打了个冷战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更可怕的境界 就因为他无意间说得太子做女工这个笑容 这不但得罪了太子殿下 还让陛下认为自己成了惹是生非之人 这是两头不讨好啊 便宜果然没好货 红至天子在得知女工只是一场误会后 十分好奇这立国立民只有百来个大钱的衣物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中的宝贝 于是方济帆乖乖去了偏殿 万万想不到自己第一次脱衣 竟然是为了皇帝 红至天子将方济帆脱下来的毛衣穿在身上 除了脖子上有些扎得慌暖和是暖和 可看着身上歪歪斜斜的纹 还有那杂乱无章的针脚有点蒙 尤其是看了一眼别的大臣的毛衣 再低头看看自己的 果然是便宜美好 难怪方济帆如此激动的要将毛衣送上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 自己的宝贝儿子也没想着给他吃 按道一句造念啊 带着众人走出暖和 外头冷风嗖嗖 红至天子竟不觉得冷 于是心情大好的编排起来 太子 这又是方济帆的主意吧 方济帆确实是鬼主义多了一些 就是动手的能力差了很多 你们天天窝在西山说知行合一 你是有形而无知 方济帆是有知而无形 翻译过来大底的意思是 太子你压是个智障 方济帆这个家伙则是个废物 当然这只是阴谋论上的理解 红至天子未必是这个心子 红至天子想了想方济帆这个家伙有脑筋 能知成这样倒也可以理解 于是收下了方济帆的毛衣 不枉方济帆飞的一片苦心 咱就说方济帆知不好毛衣跟脑筋有啥关系 他又不是脑炭 纯属他自己手藏好不好 方济帆也是不错过任何一个 能拍马红至天子的机会 在确定红至天子收下他的毛衣后 立马泪眼婆娑开启小金人般的演技 陛下盛名人人都以华美为辱 而陛下却不看表面 而物之以实 臣能得于陛下此等民主 真是三生有幸的事 方济帆那小人模样的嘴脸 看得一旁太子的脸直抽抽 真是下作 虽然太子看不惯方济帆的做法 红至天子倒是很受用 被哄的那叫一个开心 随即问到这毛衣的产量如何 方济帆正色表示 郑国府正在全面赶攻 一定想办法以最低廉的价格 迅速占领市场 不是 迅速将这实惠的取暖之物 宋至千家万户 红至天子听后心里舒坦多了 只不过他越发觉得 自己一遇到太子的事就容易失口 事后想来才知是错怪 心里不禁有些懊恼 难得他大方一回让太子和方济帆以后好好干 无论是郑国府被扣卫 还是知毛衣心办书院 往后凡事有什么事 他这个皇帝给他们做主 咱就不知道红至天子和太子 这种父慈子孝的状态能持续多久了 当明朝抗扣名将他爹 见到你那头变败 并亲切地称呼你为恩师时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宁波水寨指导黄龙脚扣大姐 宁波之府温雁生 与郑国府被窝卫父千户七景通 终于在漫天飞雪之际抵达了京师 在二人面见完当今圣上之后 一起来到了病院侯府 正巧赶上方济帆送完课准备回听 七景通殷切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然后方济帆就看到一个君汉 热泪盈眶地跪在了自己身后 朝他深深行了一礼 然后大声喊道学生七景通拜见恩师 方济帆当时整个状态都是猛的 什么状况 感慨最近是不是有点流年不利 咋还没出门 就都碰到一群这么不要脸 这算是碰瓷吗 这实在是不能怪七景通太激动 不久之前他还是戴罪之臣 转眼之间却又已成了有功之臣 这身份转化实在太快 全是定远侯的功劳他才有今天 这些日子他每日想的 就是见一见那传闻中的定远侯 这一下见到传闻之中 才高八斗满腹精伦 人品贵重允文允武的人 竟是年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样的暂时诸葛五百年才能出一个吧 他能不激动吗 方济帆反应也算快 当听见七景通的名字 立即动容了这可是七季光他爹啊 于是赶忙上前扶起了七景通 热情地寒暄起来 七景通愣住了 从唐银和胡开山的口中 他深知定远侯是个极骄傲的人 他任何人都瞧不起 任何人在他眼里都是诈 哪怕是唐世学那样能金榜提名为列一家 且还立下大功劳的人 这样的弟子 谁是他的恩师都该四处夸耀对吧 可定远侯偏故 据说有弟子只考中了二甲进士 还被定远侯一顿很抽呢 他这个粗笔五夫 还只是个区区附千户 说实话在方继帆面前真如蝼蚁一般 可看着方继帆和颜悦色的样子 亲自要将他搀扶起来 七景通死死跪着不肯起来 方继帆心里想说来惭愧啊 借了你儿子的兵书 这才有了宁波水寨 偏偏这些事不能对外说 我方继帆是个三观弃正的人 若不是为了打击倭寇 怎会剽窃你儿子的书 所以对待七景通 方继帆心有欺欺 这是他高贵的道德观在作祟 总感觉拿了人的手短 为国抗扣真是不容易啊 七景通却是愣住了 看着方继帆和颜悦色的样子 感动得一塌糊涂 激动得整个人都在发展 人世间就是这般的没有道理 一个见人都亲热的人 他对你亲热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 可一个天煞不星 逢人就声色俱立 唯独对你这小人物如木春风 这一下子宛如心底的干柴被方继帆引然 顿时窜起火来 一股股的暖沫 瞬间袭遍七景通的全身 更是开口让方继帆收他为徒 否则他死也不起来 方继帆顿时感觉是这个世界疯了 还是他疯了 都什么跟什么呀 他也是一个有羞耻心的人好吗 剽窃了你儿子的兵法 我还有脸认你做门生 我方继帆一辈子堂堂正正 可做不出这种事啊 看着紧紧抱着他大鬼非要拜师的七景通 方继帆心里顿时觉得内疚万分 可这种事呢他不可能说出来 于是叹了口气选了个折中的法子 让七景通做他的师兄 七景通身去一阵自己何德何能 这是开玩笑吗 他摇头果断拒绝方继帆的要求 方继帆最后实在是降不过七景通 只好无奈地答应 然后背着手深深地叹息一声 人生真是寂寞呀 说起大明最厉害的机构 我猜你一定会说是锦衣卫和东厂 其实不然 太子殿下的郑国府那才真是一决 要说他绝在什么地方 就绝在他里头除了郑国府的招牌 看上去横虎人以外 其破烂的程度比之县衙还不如 其实这还不是最绝的 最绝的是这里面有两个奇葩 太子和定远侯 因为这是太子殿下的郑国府 朝廷没拨付钱粮 抛的不是公价钱 他们竟然觉得 只花了三十两名字来修缮房子 这简直是抠到家了 修得还不如不修 下一点小语 唐里就跟水炎洞似的 太子忍不住和方继帆抱怨 咱郑国府还能再寒酸点吗 你猜方继帆说什么 给太子背起了陋氏名 蒋思氏陋氏为无得心 这就有点像你跟别人讲道理 别人跟你耍流氓 太子姿牙美好气地 白了方继帆一眼 多掏点银子会死啊 此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方继帆是最讨厌的 因此他自然是很不客气地反驳 那殿下为何当初不掏银子 太子瞬间如斗败的攻击 眼气吸鼓 最后难以启齿地表示他没钱穷 方继帆瞬间也无语了 你穷你还有理了 好好好 太子看在嘴上都不过方继帆 转而谈起了正事 此番达达人以南下 达达汉的目标很明显 是希望直取大同 虽然大明国力比之达达人要强十倍百倍 可也有明显的不足上百万的明军 却是沿着漫长的边境线 一个个据点进行防守呢 等到了大同也不过是数万军满罢 即便是早有准备 到时候依旧还是吃力 况且红至天子成日沉浸在文质之宫里 五倍松懈了不少 大同观的战力能不能抵挡的助影未可制 太子对大同的形势很不乐观 如果这一次不将达达人打通 下一次他们还会来 大同观里的军马是指望不上了 只能指望他们镇国府飞球营了 于是他和方济帆商议 在什么位置作战才能发挥出飞球营最大的作用 给达达军致命一击 太子不禁有些皱眉表情很辣 要是他在大同就好了 亲自带一队人马将他们吸引至选丁的爱口 方济帆却摇了摇头坚定表示有些不对劲 他想起历史上一件往事来 在历史之中 也就是太子诸侯照刚刚登基的时候 小王子曾带兵进犯大同 同时大同发生了一件岌岌可危的事 大同的官墙居然被火药炸塌了一边 史料中的记录语焉不详 想来这定是小王子埋伏的内隐 暗中收买了守军 并且在官墙之内埋了大量的火药 官墙一塌小王子立即带人奔系大同 也就是说他就在这一处爱口 一旦戏作配合炸塌了一处官墙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 达达人势必会一鼓作气 抵达这一处靠近大同关的爱口驻扎 对大同发起疯狂的进攻 因为只要破了大同关 更是一马平川有数不清的财富 甚至他们可以重现当初土木宝之变 一路杀至京师 方济帆认真想了一会 认为小王子绝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此次突然南下绝不是他死了儿子这么简单 无论如何 得立即让飞球赢飞至大同关一线做好准备 要说太子傻吧 他比猴都精 把方济帆装脑级的小伎俩看得透透的 要说太子精吧 刚才他和方济帆商议完打打南下的是肚子饿 寻死吃口饭吧 再吃了一口牛肉后进步分场合大声嚷嚷 这牛肉比他和方济帆砸死的牛好吃多了 这话能往外瞎巴巴吗 方济帆当场否认他胡说八道 牛都是自己摔死的 宰牛书里说得明明白白的 跟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有一种东西叫做原则问题 这原则倘若出了问题 可就是货根了 宰牛书有了 你还四处嚷嚷自己偷杀了牛 生怕别人不知道四顿 即便宫中怀疑你做了某些坏事 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你这一嚷嚷想不处之你都难 就比如某个后世公司瞧不起大专生 你要是敲咪的也没有人说你什么 可你非得大声嚷嚷出来 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那就是你不对了 这一点太子诸后照永远都许不过 太子吃得不亦乐乎 浑然不觉得自己瞎嚷嚷算是个儿事 方济帆瞅着太子这二逼模样你是无奈 两日之后快报传来 大同遇袭了 不知何不西北角的一处城墙 竟被人在地下埋下了火药 随着一声巨响城墙坍塌了树杖的缺口 一时之间整个大同都陷入了混乱 这大同雄关之内竟有人被达达人所收买 让庙堂之上的人无法想象 红之天子更是气得差点偶讯 可就在此时站在锦身殿里的太子不禁扑斥一笑 就在所有人心乱如马 要应对这可怕的危机时 你太子竟然还笑得出来 立即有人站出来质问太子为何发笑 太子满不在乎地站了出来 一字一句地说道 大同的形势全在他郑国府的预料之中 红之天子脸色有些难看 即便达达人只是攻入了大口 今世还有数十万精英可保无余 可一旦入关就意味着 无数军民百姓遭受达达人的枪害 你太子还笑得出 双眸都要突出来了恶狠狠地瞪着太子 太子不以为然很是从容地认真分析起战士 达达人的一举一动 竟在他郑国府的掌握之中 红之天子一愣群臣哗然 有人觉得匪夷所思 有人觉得不幸 也有人抱着一线希望 不过此等大事不是儿戏 大同一旦陷落其后果不斥是天风地理 汉林们对于太子过于乐观的态度有些不满 太子是储君应以君民百姓为念 现在百姓微如泪了 你太子还在庙堂上大放厥词 这是大大不应该的事 劝解太子要自重 大明的文臣们是未必能办好 可论其敢言二字那可是想当当的 太子有点毛活 他本以为自己在朝堂上 何人研究的乃是战术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理应去想应对的方法 琢磨应对的策略 而非所有人摆出一张如丧考笔的脸 开口百姓闭口垂为什么的 而非众人口舌非意纠结他的态度 就在众汉林喋喋不休时 太子心里一时间气血上头怒斥重臣 闭嘴 太子此时像一头愤怒的小狮子 殿中顿时安静了起来 方济帆几乎要窒息了 他远远看着高高在上的红之天子 因为离得远所以看不清面 天子没有说话 显然他也认为自己的儿子有道理 可是一听说太子殿下要将他们送去大坡 一听说太子斥责他们只会做表面功夫 许多人几乎要昏死过去 这不是储君应该说的话呀 怎么能说这种朱西弄啊 简直让人承受不住接受不了 詹士府詹士阳婷和脸色青黄不定 呼通一下便跪倒在地痛心疾首的大坡 许多人有样学样也跪地痛苦 仿佛受到了太子巨大的语言暴力伤害 各个请太子殿下赐死 方继帆躲在暗处心里已经明白 太子是永远玩不过他们的 毕竟将还是老的辣呀 他们这些人这么一跪一步一嚷嚷 忠一之名也就有了 继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 同时又一副为了朝廷而甘愿去死 各个引颈受禄的模样 完全将太子陷入了一个万夫所指的位置 太子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 最后不得已冷哼了一句 一观禽兽不知所谓 愤然拂袖而去不告而别 太子这个不孝子 在方继帆面前数落他边 那是一套一套的 看得方继帆那叫一个心惊胆战 玄英刚才在殿内他爹自始至终不发一言 在太子眼里红制天子不是被大臣的奴隶 是个大婚君 要么就是心如明镜却不敢躺顾他 说明他爹爱西羽毛 成日想着让那些读书人称颂他为圣君 这样的皇帝老爹在他眼里虚伪透露 是一个伪君子大笨蛋 这些话也只有太子这个梗直播 能说得出口 方继帆听后按道一声 还好我不是你爹 要是我方继帆生出这么个儿子 一定要拿十个八个事情 每天晚上心情耕耘 非要多造几个儿子出来 否则在这么一棵树上吊死 真的是太悲惨了 方继帆看着还在那里气呼呼的太子 不禁开口劝说 何必为这些人而烦恼呢 咱们是干大事的人 眼下尽心做自己的事就是 至于他们不必理会 更不该为他们重用 动怒的都是弱者 只有弱者才会无意义地发泄自己的怒火 殿下现在这样的行为 让人觉得像幼稚的孩子 你看我 我就一点都不愤怒 太子听后像个小孩子一般瞪着方继帆笑 表示他也高兴得很 他不是弱者是强者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给达达人致命一击 方继帆见太子被他三言两语就很开心了 也是在心里安安佩服自己真厉害 随后告诉太子飞球营早就已经救了 三日前他就已经下达命令 达达人一旦抵达预期的位置 当夜就会发起空中打击 太子狠狠地咬了咬牙 让那些朝班里的军臣们 继续在那成口舌之快吧 计划能否成功就看今次了 若是达不到效果 本宫无话可说 立即入宫请罪 可一旦成了 且看着本宫 怎么收拾这些家伙 方继帆汉手点头 二人一前一后至五门 身后却有人小跑着来 太子驻足一看是萧绊绊 顿时怒了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前些日子刘锦向他密报 说是萧绊绊居然在他爹面前 告他的黑状 这才惹来了他爹的怒火 这萧绊绊绊绊 谁知竟是个如此无耻下见之人 萧绊绊见太子殿下对自己的不善 心里咯噔了一下 果然不知哪个没卵子的家伙 向太子殿下偷偷打了小报告 可他只能装联冲傻 殿下陛下有口语 太子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让萧绊绊有劈块放 给萧绊绊弄的那叫一个哭笑不得 看样子是真把太子得罪完了 然而皇帝派给他的活也得干了 随即把红治天子交代太子的话 复述了一遍 太子听了老半天一句也没听懂 萧绊绊小心翼翼的解释 陛下的意思是 让太子不要生气 往后也需注意点 殿下您想想看那是锦身殿啊 回去告诉父皇 锦身殿本宫不去了 太子丢下这句话要走 方济绊虽然也看不上 萧绊绊这个老玻璃 但是此刻还是为他的好兄弟 打了个圆场 萧公公 太子殿下的意思是 陛下的苦心他已知道了 你快回去复命吧 太子想说你方济绊歪曲本宫的原因 可随即又摇摇头忍不住的 还是你老方对本宫好啊 咱们真是好兄弟 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本宫了 你我虽没有沾亲带过 却胜刺兄弟 方济绊乐了 世上的事都是无常的 说不准将来臣和太子殿下 沾亲带过了 啥意思 太子一下子警惕起来 看着犹如愤怒小鸟一般的太子 方济绊心里说 我的乖乖这也太敏胆了吧 这样你也能想到 老子想找个女朋友咋就这么难 郑国府这漏雨的破牙堂里 太子眼里布满了血丝 他对着这已足足盯了三天了 三天了大同没有丝毫的消息 这一次军事行动能否成功 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此刻他心乱如麻 他怕一旦行动失败 而达达人继续崩打大同 大同陷落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玉兔 方济绊倒是想得开 他已经做出了一切的努力 倘若失败那么只好另想办法 在这里茶饭不思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他和温燕生在这里摆了桌子 打起了鞭炉 涮着羊肉片 站着专门的调料 再喝上一口小酒那叫一个美啊 方济绊不住地叫太子放下于途 也快来吃点东西 谁知太子的执拗静上来了 非要从于途中看出端倪不可 不过太子也没忘记 让方济绊给他留点肉 方济绊懒得理他 明明这等事 盯着于途看也是无济于事 可太子偏偏还是茶不思饭不想 他也拿太子这头倔牛没有办法 正待方济绊和温燕生酒过正憨 太子也饿得前胸天后背 端着一个大碗扒拉着饭菜 低头看着于途发呆逝 王胖子喜滋滋地带来了非求赢的来信 太子嗷唠一嗓子摔了手里的饭碗 一个剑步冲了上来夺过字条 双手颤抖紧张兮兮地将字条打开 这字条上写着 性不辱命 大姐 短短的六个字太子身躯一颤 这些日子他感受最大的是压力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发了一通脾气 虽然父皇没有责罚 可他清楚那百官们怎么看待他 不就是还是个孩子吗 不就是太子殿下太不懂事太鲁莽吗 这些老家伙们对于所谓好坏的判定实事可笑 他要的就是一场大劫 一场非求赢带给他的大劫 他手里拿着字条不断地颤抖 脸色鲜视苍白随即慢慢恢复了血色 方济帆也急切地想知道字条里写了什么 太子却装出一脸沉痛的样子 告诉方济帆非求赢完了 方济帆悲伤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 什么意思 怎么会玩呢 那他的徒孙沈奥他的手下扬镳呢 方济帆不幸说着叫要抢太子手中的字条 太子在那里难难道都死了 说着就要将字条吞入口中 还别说太子的演技也是小金元一般的演技 那个逼真那个真情流露 还好方济帆手快 一把将这字条抢过来 打开一看眼睛直了 性不辱命 大姐 方济帆方才还满怀着悲伤 毕竟是自己的徒孙是个好孩子 另一个家伙叫杨彪 这人虽是个彪子 可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呀 现在他才知道 是太子这次在糊弄自己 方济帆呲牙好不容易性情一回 居然被太子玩了 方济帆抱住哈哈大笑 剩了老方咱们剩了 那些该死的家伙们 只知道冻嘴皮子吃着军鹿 却不干一点人事 看看咱们郑伯府才是干大事的地方 方济帆觉得自己的脖子要被勒断 脸憋得通红呼吸不畅 这才发现太子这逼身体是真好啊 怪不得挨他老爹奏能活到现在 太子眉毛一挑放开方济帆 激动地在牙塘里来回躲步 他娘的那些混账东西 看本宫怎么收拾他们 方济帆目瞪口呆地 看着满口粗鄙之言的太子 冷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太子兴奋过后 拉着还在发愣的方济帆 走啊老方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地收拾东西咱们进宫 非求营大劫足以让太子扬眉吐气 他想要看看 那些个满口黎明百姓的大臣们该怎么说 太子殿下就是硬拔 那混不拎的劲谁也支不了 在得知非求营大劫后 拉着方济帆就往皇宫奔来 是要一雪当日愤恨而走之池 而今日正是停讲的日子 汉林官会同东宫的讲官们 全部出席既为陛下讲授精学 也为太子殿下讲授学问 不过太子上一次拂袖而去 和汉林们闹得很是不愉快 尤其是东宫以杨廷和为首的一群讲师们 几乎被太子殿下狠狠地搏了面子 这些汉林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闹了一通也没什么结果 红治天子居然没有处罚太子 这让他们很是无语 认为陛下太放纵太子殿下了 此不叫父之国 太子对他们不敬陛下有很大的责任 而从前庭讲的时候 太子是必须到场的 可当杨廷和看到太子的位置上空无一人 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太子这是在赌气索性压根就不来了 于是杨廷和有些戚戚烟 弄出一副为国为民的样子 让红治天子在忧心大同之事的同时 也要关注下太子的学业 太子乃是国本 可他这两年来已经不读书了 他杨廷和作为詹士却无法教育太子 而今太子竟然连庭讲都不来参加 这样下去唯恐国本动疗 讲到这里杨廷和没有继续说下去 红治天子深深地凝望着杨廷和 他们看得出杨廷和对于太子已经失望透顶 准确地说是杨廷和所代表的汉林们对太子失望透顶 红治天子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 太子那个大嗓门却也入德宫来 霸气地让守门宦官让开 话音未落太子已冲入重文殿 方济帆跟在太子屁股后面 感觉自己就是个傻逼 回回跟着太子干这么冲动的事 迟早有一天得玩玩 太子进殿就看见了跪在地上的杨廷和 还有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汉林 他心里大抵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在跟他父皇打过招呼之后 太子直接开队杨廷和 问杨廷和是不是在告他的状 这就有点尴尬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太子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的老师 这硬生生地打脸造的读书人好不尴尬 汉林们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什么叫洞洞嘴皮子就是为了设计 他们在这里教授礼仪教太子读书 便是为了天下苍生 太子却不以为然 表示他在忧心大同军民忧心大同战时 你们这些鸟汉林静在背后 说自己的坏话这是什么道理 还是个人啊 杨廷和大义领然表示 抵御达达人不是靠忧虑而是要修德 若是君王不修德拿什么抵御达达人 太子有点猛 这话很耳熟 从前听的时候觉得还有那么点道理 可现在听来真是讽刺 太子大声反驳 要抵御达达人需要有非求 众人哗然了大家说修德 修德乃是孔圣之德 而太子竟说不需修德就可以 不要圣人要飞求这项话吗 杨廷和气的简直要偶血 太子从衣袖里取出便肩大声呵斥 就是飞求 飞求保住了你们在此坐而论道 大同传来了急报 飞求营突袭城外达达大营大捷 如此重磅消息一出 刚才还鬼扑狼嚎的重温殿里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杨廷和脸色煞白 他突然明白 太子殿下今日为何如此底气失足了 他有些不相信 达达铁骑就在大同城外 就算是大捷那也不可能短短几日的功夫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而红至天子脸色一沉 那大捷二字仿佛与他的内心共语 他方才还在默默地看着彼此之间的口角 可现在红至天子却是坐不住了 赶紧让太子把捷报呈上来 而后红至天子眼里 映出六个字清晰的大字 性不辱命 大捷 俗话说的好 能说的不如会干的 红至天子虽觉得太子有些胡闹 可上一次在殿上他默然无言 其实他真正气的并非是太子 而是这些汉灵 作为父亲可以认为儿子有不好的地方 可是你们一面倒地认为太子糊涂 这就不一样了 红至天子也誓言 心里难免滋生反感 而杨廷和又在此不断地强调 太子这样下去会动摇国本 这就让红至天子觉得未必如此 却又加深了顾虑 可现在倒好 这些个汉灵在殿上巴巴地厉害 可到最后为他排忧解难 驱逐达达人还大同百姓清廷的 还得是太子的镇国府 红至天子巴布地向所有人宣布 自己的儿子绝非你们说的那样的不堪 你们说一千到一万 讲再多的道理 可办成事的终究是太子 红至天子将变奸转成给宦官 宦官立即明白了陛下的心思 将变奸送到了杨廷和面前 杨廷和看着内性不辱命大姐的字样 突然觉得格外的刺眼 太子成日和方济番私会 他早有怨言一直不好发作 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机会 却因为这大姐打破了 他心有些乱努力地看着这六个字 竟觉得这六字宛如利刃扎得他的心疼 突然他好像找到了漏洞一般 想起这里所说的大姐适合大姐 诛杀十人是大姐 诛杀二十人也是大姐 可达达人有铁骑五万人 这云碧月气势汹汹而来 达达汉亲自坐镇首提重兵 有一举破大同关爱长驱植入之势 大同的危机是否已经解除 达达人死伤多少人 这些在变奸之中都未提及 红至天子看向太子 方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太子也有点猛逼 光顾着高兴竟忘了这个细节 就在众人围绕着此大姐为何大姐 讨论到白热化阶段时 马文生这个兵部尚书像个疯子一样 闯进了重文殿口里拼命的咳嗽 高高拱起手中的奏抱 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喊出大姐 整个人就以泪滩如扑街一般直接倒地 他这嗷唠一嗓子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